深夜,坐落于A市顶级地段的奢华豪宅,一辆黑色林肯全尺寸SUV正在驶入。 别墅里,软白的双眼被蒙上了一层绸布。 对方不想让他知道他是谁。 不要害怕,深呼吸,软白,你可以的,没有什么能比老爸换肝以后继续活着更加可贵,为老爸牺牲一点,不算什么。 车开进别墅的声音不可忽视,是到临头,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在心里自说自话,劝慰自己。 穆少林骑长挺拔的身躯走进来时,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他卧室里的软白,18岁的女孩,正处于花季,亭亭玉丽,你,你好,感觉到对方的身体在靠近,被遮着眼睛的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结巴起来,生硬地打招呼。 本以为做过几天的心理建设,整个人都已经麻木,不会胆怯,但他此时此刻还是不争气地害怕,想当个逃兵了。 穆少林不知道自己今夜的行为是否禽兽,但他知道,他急需在下一个生日到来之前,找一个女人,生个孩子,抱回去给穆老爷子交差。 穆少林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身材娇小的他,你怕什么? 男人声音沉稳,富有磁性。 软白有些震惊,他的声音竟然这么动听,年轻,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怎么会有这样极品的声音? 我不是艾滋病携带者,在床上,也没有变态范畴的特殊爱好。 男人开枪,嗓音低沉醇厚,壮丝安抚地说道。 他确定,他那不是害羞,是对他有恐惧。 他还没回过神来,就听男人诱导,如果怕疼,我尽量在过程中让你感到愉快,我们开始。 男人冷酷地如同宣布会议开始一般,严肃到令他瞠目结舌。 瞬间,他被抱起来。 软白这十八年来,第一次被男性这样的情况下抱起,心跳几乎停止。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发育完全,如果疼,记得叫停。 穆少林再次开口,自认很体贴地提醒道。 软白却更害怕了。 吸了一口气,他咬紧粉唇,遞紧眼睛,浓密的眼睫毛不停发颤,看得男人忽然身体酥码,下肤一紧。 他的皮肤天生的白皙,像极了清晨阳光下还未开包的娇嫩花孤朵。 此刻,因为羞耻,而泛着淡淡粉红,他伸手脱他衣服。 他往后缩。 别退。 男人猴杰狠狠一动,墨地攥住他细白的手腕,将他拉到怀里,低声警告。 不想体会我把你顶在墙上坐的感觉,就别退。 软白不敢再退,因为他的话,脸颊上迅速红了一片。 他现在,跟陌生男人,身贴着身,呼吸碰撞,他甚至感觉得到他的身体,强而有力,很精壮。 可是,倘若他是一个年轻男人,有钱有颜值,他又怎么需要付出代价,来跟他这样一个普通的女生要一个孩子? 或者,他很丑很丑。 丑到即使有很多钱,现实中也没有女人愿意给他生孩子。 我有一个问题。 说,男人的声音里已经充斥着不快,温热手掌,略显急促地除掉他身上的衣服。 原来定好的试管音儿,为什么,为什么变成了要同床自然怀孕? 这是卡在他心里的一个疑问。 男人温热地呼吸,吞泊在他的额头上。 呜,痛,才一问完,他就被突如其来的一下弄得惊呼。 这一声叫,使沐少林的嗓音瞬间变得有了起伏,道,我不想丢失体内的任何一条染色体,只有省去中间程序,直接交给你,我才放心,这个理由,够不够。 接着,他又被他的大手重重地捏了一次。 痛,软白额头浸出薄汗,大脑一度不能思考。 他挣扎,但却被他霸道地按在身下,轻易给钳制住。 这是一朵娇嫩的花孤朵,沐少林知道,要生孩子,就必须采摘它。 他认为,自己唯一能讲良心为他做的,就是采摘的方式尽量温柔。 何为一体这一刻,他轻醋起眉,呼吸变重,觉得自己怕要控制不住自己身体的本能。 这一朵娇嫩脆弱的花苞,恐怕有被他狠狠疯狂揉碎的危险。 这一夜,软白如同一夜偏周,云语之中,体会了无数种滋味,疼痛,哭泣,无助,昏昏欲睡。 软白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醒来时,看时间,凌晨三点。 管家邓芳还没有睡,走过来态度很好地说道, 软小姐,我带你去清洗身体。 谢谢,我自己来就可以。 软白有些恍惚,脸上干掉的泪痕让他的皮肤有些紧绷。 他没办法在这位女管家面前,暴露自己不堪的身体。 邓芳退出去。 他下床,迷迷糊糊地去浴室。 等清洗完身体再回来,卧室的床单和被子都已经被换过。 这夜,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在爷爷老家小镇上读初中的那年,花季雨季, 他跟几个女同学一起趴在墙头上,偷看隔壁高中操场上的篮球比赛。 举手投足,篮球打得帅到飞起的高中风云人物, 就是那个转学而来的性慕的学长。 第二天,睡醒以后他觉得全身上下异常的皮肋酸痛。 站在盥洗台前,举着牙刷,他对着镜子愣了很久, 失神地想起昨夜的梦境。 记忆中的墓学长,是校内所有女生都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卑微渺小,经历着校园暴力的他,也只是在还不懂什么是男女感情的年纪里。 在极端且无助的时候,贪婪地幻想过,幻想他能有一个哥哥,来保护自己。 直到后来,情窦初开的年纪,他发现自己脑海里唯一冒出来的男生, 就是那个,只读了一年高中就突然离笑消失的墓学长。 走神的思绪,被洗手盆里溢出来的水拉回。 他摇摇头,暗暗地骂自己恶心。 软白,你再也没有资格喜欢他了。 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下体里仿佛还有异物闯入的感觉。 到了晚上,软白得到一个消息。 那个男人,又来了。 邓方很意外,少爷昨天才来过,今晚怎么又来了? 一时间豪宅里的人都忙碌起来,不得不赶快准备好一切。 软白觉得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再一次了。 但是,很难以启齿提出次数的要求。 木少林下身身着一条考究的黑色西裤,上身一件白色衬衫,进了别墅,便直接来到软白住着的卧室。 他不敢说话,呼吸都很轻。 屋子里空气安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恐怕都会发出不小的声音。 木少林右手拎着西装外套,左手抬起,深邃视线,注视着眼睛上绑了后部的他。 而后,大手抚上他的后颈,温柔地将他拥过来,让他靠近自己的身体。 软白亮呛了一下,屏息僵住,一动也不敢动。 木少林低头看着快要被他拥入怀中的小女生,猴头滑动,薄唇紧敏,目光落在他白皙干净的巴掌大小脸上。 视线逐渐升温,灼热,他的目光缓缓下移,最终,落在他粉嫩的嘴唇上,合同上却清晰写明过,不接吻。 该死的,这一刻,他竟然有些后悔他定下的条约。 上去,我们开始。 男人声线暗哑地说道。 扔下外套,他抱起他的同时,关上了灯。 黑暗中,他折服在男人身下,皱紧眉头,紧咬着枕头。 不敢发出那种羞耻的声音。 他默默承受男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攻城掠地,事后,男人离开。 累到快要昏睡过去的软白,依旧蜷缩在床上很久很久。 医生说,这样有利于早些怀上小孩。 延续不知道多少个夜晚,穆少林都来到了别墅,哪怕被工作缠身耽误得很晚,他也照来不悟。 随行的司机大叔冯昌和邓芳是一对半百年纪的夫妻,以过来人的身份。 二位长辈很想劝劫少爷一句,这种事得慢慢来,过度纵欲,怕是会伤身啊。 但这未脾性孤傲的少爷,同时又是以冷念阎罗著称的铁血老板,出了名的不好说话。 夫妻二人只能闭嘴。 眼睁睁看着那女孩为了配合精力旺盛的少爷,每天被索取得无精打采,软绵绵地,提不起一点精神。 这个月的最后一晚,男人的表现让软白时再揣摩不透,他时而温柔,时而又很用力,故意让他吃痛似的。 反反复复,他身体的感觉也变得不听话。 他几乎溺死在那感觉里。 事后,男人整装完毕,衣冠楚楚地戴上一块凝贵腕表,冷酷地蜷缩在被子里的他道,祝你好运。 说完,离开了。 卧室里,归于宁静。 对于软白来说,这个不知姓名,不知长相的陌生男人,是恐怖的。 他身体里,仿佛住着一头才被释放出来的怪物,野兽。 令他惧怕,令他吃不消。 这一晚,他从别墅离开得比较晚。 他听到,他先是出了卧室,接着便助力在别墅外,最后是打火机的声响,咔哒一声。 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很明显。 他只需要起身,坐起来看向窗外,就能看到对方是什么模样。 但他,害怕那是噩梦,一个月后。 软白手里的早早运检测试纸,终于显示有两条红条,颜色很深。 焦急等待好运结果的这一个月里,除了邓芳,他再也没有见过交易对方的其他人,包括那个男人。 如果这个月没成功,他就要跟那个男人复制上个月夜里做的事。 可是,现在测出来怀孕了,这太好了。 他只想顺利生下腹中这个孩子,完成任务,用余生的日子逐渐淡忘这段不堪的经历。 一切,都终将成为往事的不是吗? 对方的人在得知他成功怀孕后,立即为他安排了缜密的检查。 邓芳过来交涉的时候,软白只提了两个要求。 一,他要继续上学,打算读书,读到肚子显怀,那时在办理休学,待产。 二,这期间他要住在出租屋里,这里住得比较自由。 别墅的那种空旷,他很不适应。 你的要求,我要先征得老板的同意,毕竟,你肚子里怀的,是他的骨肉血脉。 邓芳当即,就转身打电话,站在医院高高楼层的落地窗边,他把软白的两个要求,跟电话那边的老板提了。 一分钟后,邓芳挂断。 老板同意了你的要求。 软白点头,怅然若失地说了声谢谢。 下午,回到出租屋里,他给医院打了个电话,你好,是赵医生吗? 请问我爸的身体现在怎么样? 不用担心。 医生在那边告诉他道,资金已经到位,肝源很快也会到位,手术再安排,近期就做手术。 谢谢。 软白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钱,肝源,这些都是他用身体换来的。 可喜吗? 可悲吗? 都不。 挂断电话,他低头趴在书桌上一个人发呆,许久,眼泪到底还是染湿了眼睫毛。 半晌,他用手掌心擦了擦壶乱流出来的泪水。 又强迫自己笑,老爸有救了,明明是件很值得高兴的事。 五个月后。 到了这个月份,他的肚子已经显怀。 办理休学的手续问题,邓芳全权处理。 邓芳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校长亲自相送,态度恭敬,与之握手道别。 软白等在远处,微有诧异,校长那等身份的人会对邓芳毕恭毕敬,可想而知,邓芳背后的老板,也就是孩子的爸爸,该是何等尊贵人物。 但是这一切,他都故意地去撇开不响。 邓芳过来,对站在车边的他说,放心,我是以你身体不好为由,给你办理的休学。 没人知道你怀孕的事,我们都会保密。 软白放心了。 下午,软白去医院看老爸。 在他18岁这样的年纪,怀孕生小孩,还是给一个不知身份的陌生男人。 这件事在软妇软利康这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还好,现在是秋天,可以多穿衣服遮掩肚子。 他上身穿了件薄毛衣,肚子显了,所以外面披上宽松的斗篷,外表算是遮住了。 A是医疗技术最好的私立医院。 软白来到老爸住院的楼层。 熟门熟路地找到病房,可是,他还没进去,就听到病房里传出后妈李慧珍的声音。 利康,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一共就两个女儿,虽然我们家美美不是你亲生的,但好歹她从小到大,都管你叫爸,李慧珍的话没说完,病床上休养身体已经多月的软利康就打断,有什么话,你直说,我是最疼你的丈夫。 我就知道你疼我,也疼我们家美美,李慧珍抓着软利康瘦的几乎皮包骨的手。 柔声说道,你不是说,等小白高中毕业,就送小白出国读书吗?我们美美只比小白大两岁,现在整天混在酒吧里,不好好上学,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就这么一个亲生骨肉。 利康,我想让我们家美美跟小白一起出国读书。 软白站在病房门外,微皱起眉。 软美美今年二十岁,初二开始,不知跟谁学会的逃学。 抽烟,喝酒,夜不归宿,这些都是软美美头上的特别标签。 对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软白没有一丝好感。 软力康不是一个富豪,毕生积蓄总共六十万整,为了这个后组成的家庭,他每天奔波,劳累工作,直到病倒,甘出问题。 甚至被医生宣布就快死了,他都坚决不拿出那六十万存款治病。 两个月前,软力康明确表达自己放弃治疗。 病人一心求死,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包括医生,以及亲生女儿。 软力康更是声泪俱下的强迫女儿,听完她的遗言。 说,小白,爸这一辈子没什么本事,就给你存了这六十万,爸死以后,别太伤心,要理完后事你就拿钱去国外读书。 未来的路,好好走。 别像你妈一样贪婪,也别像爸这样混吃等死没出息。 你若能听话,爸就是立刻死,也能瞑目了。 现在想起这些,软白都还是眼眶泛红。 深知老爸就算死,也要保住给他读书的六十万,他才不得不偷偷地出卖身体,换来一笔钱,还有与老爸匹配的甘园。 站在病房外,他看到老爸后妈恩恩爱爱的模样,并不开心,反而是前所未有的赌心。 最终,软白没有进去。 下楼后,软白恰巧碰到了软美美。 这不是我们家的乖乖女小白吗? 软美美用夹着女士香烟的那只手,推了软白一把,下手很轻,然后朝软白吐了一口烟雾,上下打量了一番软白的身体,责了一声,十八岁,发育得还不错,你爸都快病死了,没钱质,你要不要考虑出去卖几次给你爸续命? 软白定定地看着面前,这位恶心人的姐姐,面无表情,像是被逼到了不发泄,就会憋死的地步,一字一句地砸回去,你的建议非常棒,就像放屁一样。 软美美眉眸子一瞪,瞬间被软白这个态度给激怒了。 死丫头,赶回嘴了。 软白黯然地走出去。 软美美气得手抖,转过身来挺着脖子又骂,装什么纯洁。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什么时候现原形。 你爸都说,你妈就是个万人骑得浪火。 所以,我建议你,快去找个靠谱的医院艳艳。 我真担心你是一百个男人的基因杂交出来的小健种。 软白怀孕七个月的时候,他清晰地感觉到肚子里的生命变得鲜活了,会踢他,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幸福。 后来,他会想象宝宝出生后的样子。 男宝宝,还是女宝宝? 肚子这么大,是否营养过剩了? 自从上次去医院,听到老爸答应让软美美也一起出国留学,软白就很少再去医院了。 不是不爱老爸了,而是肚子变得更大,怕去得多被老爸看出肚子的问题。 即使有宽大的羽绒服打掩护。 而且,已会真时刻都守在病床边,不知道是真的在守护丈夫的健康,还是,在替软美美手纳六十万存款。 但愿是前者,软白头疼地想。 又过了些日子,软白得知老爸忙起了工作,加班,出差,从不停歇。 软白生气,无奈,一次次在电话里跟老爸沟通,却都无果。 新年过后,到了预产期,私人医院的顶级产房里,几位女医生全天照顾,检查,无微不至,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软白从不去在意,这个孩子的爸爸究竟是什么身份,但这些人偶尔会在他的面前不避讳地谈话,虽然没说姓名,但软白能确定。 宝宝爸爸的身份,恐怕不是一个普通商人那么简单。 软白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随后听到医生讨论的结果。 要剖妇产。 接着,他被推进手术室。 过程里,他没有感觉到疼痛,也许麻药过去会很疼。 孩子在他体内差不多九个月,现在突然被娶出去。 要分开了。 骨肉分离,这种感觉,很疼。 尖锐的疼。 眼泪不知不觉流淌过鼻梁,到脸颊上。 这一切的一切,从最开始就是公式化的公平交易,不是吗? 可为何,心脏还是这么疼痛? 邓方全程注意着软白的情绪。 看着他哭,看着他无助。 最后,软白被推出去的时候,邓方按照命令执行, 对他说,你才十九岁,这件事,终究只能是你心中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孩子,希望你尽快走出来,祝你余生幸福。 这是安慰的话,但却残忍。 能告诉我,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吗? 软白虚弱地问道。 是女宝宝,很健康。 邓方按照慕老爷子的指示,为避免将来有麻烦找上门来,只能撒谎欺骗软白。 其实,他生下的是双胞胎,一个健康的男宝宝,还有一个健康的女宝宝。 软白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又累又困。 女儿。 这个世上,从此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是他的女儿。 软白只在医院住了十天。 他受不了每天都在医院里发呆的生活,受不了思绪,只停留在女儿这个问题上的痛苦。 交易,可悲的交易。 出院以后,软白回到了出租屋。 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联系老爸。 软力康的手机,却是李慧真接的。 小白啊,你爸在忙,有事? 软白冷了一下,找老爸一次,竟然也变得这么艰难。 我爸什么时候忙完? 他问。 这个说不准,你爸为了能让你出国,可是劳心劳力,等他忙完了我,让他给你回电话。 李慧真说道。 我等我爸的电话。 软白低头按了挂断键。 其实他知道,李慧真不会转达的。 如今这个世上,他的亲人,还活着的,一直首鼠地过来。 老爸去了另外一个城市,为这个奇葩的家庭奔波劳碌。 出生婴儿女儿,可能在这个城市,也可能在其他城市,这个宝宝,从出生起,就只属于交易背后的那个男人。 至于老妈,这个人仿佛从始至终都不存在。 软白不知道,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人在哪里,生活得怎么样,有没有一刻想念过她。 摇了摇头,软白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个不知姓名,不知模样的陌生的妈妈。 过了一会儿,手机响了。 打来的人是软白的好闺蜜,李妮。 软白接了。 嗨,好久没跟你视频了,你干嘛躲着我? 李妮抱怨地说道,然后沮丧地在那边脱塞。 小白,你真的想好要去英国了吗? 那边有人欺负你怎么办,我的拳头又伸不过去。 还有,我听说国外的男生早熟,有很多学校的寝室男女混住,你去了,可千万要注意那方面。 喂,你懂我说的那方面是什么吗? 算了,我跟你坦白讲吧,如果你对外国帅哥实在实在实在把持不住了,记得让他带套。 手机屏幕里,李妮坐在一个小餐馆内,似乎是点完了东西在等吃的。 李妮的背后是餐馆墙壁,墙壁上挂着一台不小的电视。 电视里正讲着一个娱乐新闻,有字幕,很清晰的字幕,正说到某56岁富商于近日喜得一女。 女儿的妈妈,身份成妮。 小白?小白?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 李妮看到屏幕里的软白一动不动,情绪明显也不对劲,赶紧晃了晃手机。 小白,你听得到吗? 怎么了,你别吓我。 软白现在是敏感的,出院时他曾发过誓,再也不会去想肚子里怀过的宝宝。 可是,现实怎么可能做得到? 宝宝有他的一半股血。 疯了!他要彻底疯了。 想有什么用?不能想了。 挂断视频通话,软白去洗了一个冷水脸。 但他还是没能冷静下来。 大概是自己从小就被妈妈抛弃的原因,软白会把自己从小的遭遇带入到自己的宝宝身上。 软白忘不掉自己冷冰冰的童年,没有妈妈,只有爷爷和爸爸。 爸爸在外地赚钱,爷爷逐渐变老,邻里不停地议论他的父母,不好的声音充斥着他的整个童年。 他是自卑着,被欺负长大的。 他不知道,没有妈妈,为什么会成为同学欺负他的理由,一生生地攻击谩骂,砸在他的耳边。 有的时候,他恨妈妈。 闭上眼睛,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电视娱乐新闻中那个年过半百的富商,喜得一女。 女儿妈妈成迷,如今,自己也成为了自己最恨的那种女人。 一个生下孩子后,却不对孩子负责的妈妈。 狼狈地回到卧室,他重新拿起手机,搜索关于富商和孩子的消息。 资料显示,富商56岁,头发稀疏,但身材保持得不错,身高也不矮。 软白一时间无法确定这个老男人,是否就是宝宝的爸爸。 对了,还有声音。 软白又开始搜索这位富商的相关视频,想辨别一下这个老男人的声音,是不是跟那些晚上一样。 可惜,搜了很久,搜到手机没电,都没有找到能听声音的视频。 软白很绝望。 A是东城区。 富甲一方且站在全市顶端的木甲。 正式开饭的时间,别墅餐厅里的餐桌上摆满了各色菜肴。 家中男女眷们也都差不多到齐,两个月嫂将婴儿床推了过来,推到穆老爷子身旁。 穆老爷子坐在轮椅上,看着婴儿床里白白净净的小曾孙,这孩子,长得像少林,长大以后,想必又是一个外人不敢小觑的人物啊。 老爷子甚是喜悦。 长桌周围在座的穆家人,都微微一笑。 哪怕心里有怒,也不敢表露。 老爷子斗了很久曾孙,才抬起头,字字铿锵地对全家人道,这个穆家,如果没有少林,没有他连续两年来的日夜辛劳付出,恐怕早就落败了。 这个事实,你们谁有异议? 没有人有异议,但也没有人愿意说同意。 老爷子即使苍老,也依旧英锐的眼镜。 看了一圈,将穆家所有人的表情都收于眼底,我老了,穆氏家族的一切是时候交给这些年轻人了。 说完这句,老爷子看向穆锐成,锐成,今后跟着你哥,多学本事。 穆锐成调铛地啊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 爸,你这是什么意思? 蔡秀芬直接站起来,一脸苦大仇深,穆少林是您的孙子不假,但我们家锐成也是您的孙子更不假吧? 您这话说的,可是寒了我这个儿媳妇的心了,我儿子锐成,究竟哪里比少林差了? 穆少林今日不在,蔡秀芬才敢直接站起来说这番话。 穆老爷子这辈子只有一个儿子,儿子又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穆少林和穆锐成。 前者成熟稳重,手段很辣,商场上说一不二。 后者却是在外落的一个花花公子的名头,手段不少,但都用在了泡妞上。 至于事业心这东西,除了穆锐成他自己,恐怕没第二个人知道他究竟有没有。 老爷子不理蔡秀芬的抗议,全力交给谁,是重中之重的大事,一个感情用事,行差踏错,就会葬送整个穆室家族百年基业。 打开视频通话,我有事情跟少林商量。 老爷子吩咐一旁的吓人。 有人立刻连接视频通话,放在老爷子面前。 爷爷,找我什么事? 正在另一个国家出差的穆少林,坐在背井庄严的办公室里问道。 是时候给我曾孙这小家伙取个名字了,爷爷想了一个,就叫穆战彻如何? 战,精战的战,彻,清彻的彻。 爷爷希望这小家伙长大以后,人格品德上能做到精明又不是纯彻。 老爷子道。 蔡秀芬被无视,气得坐下,敢怒却不敢再言。 视频里的穆少林没有立即给出老爷子答案,而是在视频那端皱起眉宇,片刻后,才语气坚定地道,爷爷,保留站子,撤换成白,白跟撤的字面意思都很纯净。 穆战白? 不错。 老爷子立即看向婴儿车里小曾孙乃气的脸,说,你有名字了,叫小白。 给小曾孙女取名字这件事,老爷子不插手,因为宝宝爸爸认为,女儿要当小公主宠着,正式的名字,等她懂事了以后自己选。 转眼,到了出发去国外的日子。 软白眉跟软美眉一起走,因为李慧珍安排软美眉提前一个月去了英国适应生活。 到了那边,就麻烦你照顾我们小白和美美了。 软力康在机场对李宗郑重嘱托。 李宗身高一米八,标准帅哥,是李妮的亲哥,她早打算去留学,只是没想好去哪个国家。 听妹妹说软白去英国,她二话不说,决定同去英国。 每个男人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初恋般美好的女孩子,而软白,就是李宗心目中的那个。 照顾好小白。 李妮搂住哥哥,在哥哥耳边又敲咪咪地说,那个李美美你就不用照顾了,小心惹一身骚。 李宗,二人去安检口排队的时候,软白频繁回头,眼含热泪,对着日渐苍老的爸爸挥手。 当软白再一次站在A市这座繁华城市的时候,已是五年后,离开了将近两千个日夜,说长不长,说短又不短。 曾经的她,被命运无情摧残,毫无还手之力。 如今的她,一心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亲自掌握自己未来的一切。 清晨。 小白,这里,李妮在路边落下车窗,朝正从小区里走出来的软白招手。 时光荏荏,五年过去,两人都再也不是十八九岁的青涩小姑娘了。 软白和李宗昨天一起回国,李妮开车去接的鸡。 当晚,李宗带软白一起回李家吃了晚饭。 李家父母对软白这个未来而媳妇,可谓是一百个满意。 今日早晨,李宗原本要和软白一起去公司面试,但她临时有事,不能一起前往。 软白上了李妮的车,坐在副驾驶上,扣好安全带。 你知道你跟我哥昨晚走后,我妈跟我说什么吗? 李妮问。 说了什么? 软白担心,李宗的父母对自己不满意。 我妈说,你看看人家小白,皮肤白皙,优雅温婉,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差距怎么那么大? 就会死宅抠脚骂脏话。 李妮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去摸好友的嫩脸,择了一声,国外的空气这么养人。 哪有养人,你没离开过家是不知道出去的辛苦。 软白打开他乱摸的手,好好开车。 两人聊了一路。 抵达T集团的时候,八点四十多了。 我哥千万别迟到,BOSS可是个不知人情为何物的暴君。 李妮一边嘀咕,一边低头给哥哥发微信催。 不知人情为何物的暴君,软白被他说得也紧张起来。 打开手机上网,软白重新查找T集团老板的详细资料,指望着也许能查到一些对面是有帮助的东西。 网页搜索出来最多的,还是那些捕风捉影的豪门八卦。 牧氏企业,T集团公司总裁的中文名字叫牧少林,他今年29岁,是否单身未知,至今还没有媒体挖出过他的私人生活新闻。 其实,牧这个姓氏对于软白来说,是有一些特殊的。 但那些只属于小女生时期的天真烂漫的小心事,如今早已被掩埋在岁月最深处。 新闻上还说,牧氏企业曾于五年前发生过两子夺嫡的重大新闻。 外界本来一致认定的名正言顺的太子,牧锐成,一夜之间被干掉。 而一个来历不明的牧氏子孙,牧少林,却被牧老爷子突然认领,成功上位,最终继承了濒临死亡的牧氏企业。 来历不明的牧氏子孙,这新闻笔者的言外之意。 网南听了说,就是在影射牧少林是豪门斯生子,野种归家。 软白看着手机,若有所思。 T集团公司大厦,耸入云霄的高度让人踏入的第一刻便心生俱意。 李宗匆忙赶来,看到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再加上提前了解过这家公司的发展史,不可谓不担心。 他不想在软白面前丢面子。 这次应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大厦之中某一间工作室内,参与应聘的各级领导一共五位,其中一位便是T集团最高掌权者,Boss沐少林。 又一位名校毕业生面试过后,其中一位面试官看向慕少林,试图从老板的脸色上判断一二。 但看过去,他却发现老板的注意力不知何时开始都集中在了监视屏幕上,不知道在看什么。 下一个 面试官之一说道 监视器的摄像头在外面,监视的正是来面试的各色代业男女,通过大家在外头的行为举止,面试官能准确判断出这些人私下的状态。 慕少林深邃且复杂的目光正注视着其中一个女生。 不,是女人。 二十三岁的软白,退去了早年的青涩,发育极好,无论是身材,还是一贫一笑,都散发着独特的一种女人味。 慕少林的思绪,猛然从现在被拉扯到五年前,五年前的每一个夜,这个女人都在她的身下,娇娇成欢。 我哥马上就来。 走廊外面,李妮碰了一下软白。 软白回神,收起看了好久的手机。 不知道是不是年头久远,记忆出错,软白觉得,手机上那个老板慕少林的照片,有些熟悉,跟高中里打篮球的慕学长,真的有几分相似。 而且同性。 李宗这时跑上楼来,走到软白身边,宠溺地揉了揉软白的头发,来迟了,而而外。 没事,还没面试到我们。 软白很理解地对李宗说道。 李妮在一旁撅起嘴,虐死我这个单身狗了。 你们能不能暂时收起恩爱? 屠杀小动物是不对的。 等我把小白娶回家,你不是每天都要被屠杀至少一百次? 快娶啊。 李妮激动得两眼放光,看着哥哥说,昨天爸妈对小白满意得很,等你们俩的工作定下来了,就赶紧办婚礼好了。 李宗点头,忍不住看向一旁的软白。 软白有些难为情。 他很满足现在的生活,过去的阴霾他走出来了,这要感谢李宗五年以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开导。 在李宗对他表白之前,他有感觉得到李宗对自己的想法,因为曾经的遭遇而自卑的他,那时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李宗,更甚至是疏远任何接近自己的异性。 在无数个对他来说暗淡无比的日子里,李宗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追求和关心,直到他挖出他曾经的不堪过去。 让软白意外的是,李宗不嫌弃他,并不认为被迫给陌生男人生孩子是他的错。 软白觉得自己很幸运。 下一个,李宗! 我去了! 李宗钻了一下软白的手。 去吧! 软白点头道。 当李宗推门进去以后,立即就感觉到一道灵力的视线朝自己投射过来,寻着来源望去,他看到了T集团传说中的年轻大老板。 李宗在外面对软白做过的一举一动,穆少林尽收眼底。 面试的过程很正式,严肃,且专业。 李宗的自身条件并不一般,所以面对面试官们的提问,一一作答,从容淡定的态度很给他加分。 穆少林的视线再一次转向了监视屏幕。 屏幕画面里的软白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微微咬唇,揪着手指,像是很紧张里面某人的面试结果。 十分钟后,李宗面试完毕。 他推门出来。 软白立刻站起来,怎么样? 面试官问的问题都很尖锐,但以我们的水准,并不难回答。 李宗忍不住亲吻了一下软白的额头,沉稳地道,总的来说,还不错。 软白松了口气。 下一个,软白。 女秘书又叫道。 软白赶紧整理了一下衣着,紧张地进去。 他开门,走到里面的第一刻,穆少林复杂的视线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软白做好,抬起头来与每位面试官逐一眼神交流。 紧接着,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各位面试官早上好。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能给予我这次面试机会,我是软白。 在决定回国工作的时候,他想好了很多的面试开场白。 也许不够新颖,但是好在稳妥,让人挑不出毛病。 面试进行中,穆少林视线冷冽地打量着他。 也许是男人的目光太过赤裸裸,软白在从善如流地回答面试官的问题时,浑身上下都感到很不自在。 不只是盲刺在背,而是有一种特殊的刺,仿佛扎遍了他的全身。 其实,软白在走进来的时候,也有朝穆少林看过去。 但这是正式的面试,必须严肃对待,他纵使心中有很多的疑问,也不敢掉以轻心地让自己走神。 软小姐,是否已婚? 穆少林冷酷的声音,突然打断面试官们,突兀地问了一个让所有专业面试官都瞠目结舌的问题。 面试官们纷纷停下,与软白正在进行的专业交流,齐齐看向面试官之一的大boss。 没有。 软白稳住情绪回答道,实则已经被吓得心跳加速。 那请问是否已有结婚的对象? 穆少林猝起眉头,又问道。 软白顿了一下,才点头回答,有的。 面试官们纷纷不解,老板为何会问这个问题? 短暂的交流,使软白看清楚了穆少林的精致五官,亲眼所见的本人,确实跟当年隔壁高中的那位学长极为相似。 走入商界的成功男人,对比曾经校园里青春飞扬的男生,差别巨大。 无论从气质上,还是五官表情上,眼前这个穆少林给人的感觉,都充满了冷漠与狠觉。 面试完毕。 软白快虚脱地走出去。 怎么样? 快说。 李妮先凑上来问。 软白觉得奇怪,就说了,面试官问我是否已婚,如果未婚,有没有结婚的对象。 李宗一听,皱了下眉,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太私人了。 李妮却说,这很正常了,国内就是这样的,没问你有没有孩子,就很给你面子了。 可是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软白在下楼时,不解地问道。 因为有孩子了的话,会耽误工作呀。 李妮看着哥哥和软白,给出答案,国内大多数单位,都这样歧视已婚已育女性的,你才回国,以后习惯就好。 当天下午,软白和李宗分别接到电话,被通知适用期两个月,两个月后通过各方面考核,才能转正留任替集团,变成正式员工。 次日,李宗李妮兄妹二人接了软白,一起上班。 我准备买车,以后我们就不用再坐我妹的车了。 李宗在走进设计部工作区域之前,对软白说道。 干嘛,嫌弃我电灯泡啊? 李妮故意挤在两人中间走,打趣得道。 软白笑了一下,说,明天起,你们都不用接我,开车绕道过来,我住的小区这太麻烦了,我坐地铁也很方便。 第一天工作,软白做事异常认真。 下午,李宗突然被部门的一个设计师前辈拎去外省出差。 李宗走之前,拎上工作专用的笔记本电脑,匆忙地跟软白打了个招呼,就下楼了。 李宗其实脑袋也发猛,搞不懂这个设计部的套路。 带新人出差,就不怕他这个新人做事效率低,给团队拖后腿吗? 软白来不及想那么多,快速熟悉工作的方方面面。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李宗走到软白这里说,定了呀,晚上去我家吃饭,你未来婆婆邀请你过去。 软白正在熟悉公司历年优秀建筑的图纸,听到李宗的话,抬起头来,为难地说,才收到的通知,要加班。 李宗瞪大眼睛,赶紧三两步,跑回工作位置上,看邮件通知。 靠,真的要加班? 干设计这行的,经常加班的确不假,但是软白和自家哥哥也太倒霉了。 一个工作第一天被派去出差,一个留下加班。 晚上同事们一起吃的盒饭,接着开始加班苦干。 夜里十点半,李宗和其他两个女生终于被主管放回家去。 软白继续。 倒时差的问题,软白困得不轻。 起身,拿杯子,出去倒了杯咖啡喝。 但他端着咖啡杯回来的时候,主管见到他,就说,这张图纸大boss要,快送上去。 软白立刻放下杯子,带上图纸离开设计部。 设计部里只剩下三个加班的人,一个主管,一个资深设计师,一个他这种打杂学习的。 给大boss送图纸。 软白走进电梯,穆少林精致冷冽的五官就出现在了脑海里。 电梯上升,直打顶层。 软白摸索着走过去,终于看到总裁办公室。 他敲门。 进。 男人的声音毫无温度,却唇厚低沉。 软白推门进去,走向冷色调办公室中偌大的办公桌,将图纸放下,总裁,您要的图纸。 穆少林同样在买手工作,伸手接过图纸,他拿到眼前看,在他即将离开时,他又突然抬头,看向他。 软白出于礼貌,不得不站住,不知总裁是否还有其他吩咐。 穆少林的视线在他的身上停留许久,这个女人,经过五年的成长,已经变得越发唇红齿白,胸挺臀翘,气质长相皆是上家。 你先下班,回去准备,明天跟我们一起出差。 穆少林收回视线,目光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 软白想说自己能力不足,暂时还不能承担出差大任,但是,穆少林方才说话的声线十分冷硬,不容置会。 他只能点头,出去。 穆少林的视线,转而又落在他的身上,软白背影迷人,尤其是腰,那是一抹柔软纤细,不失性感的身体。 良久,男人才发觉,他从喉结到胸口都是麻的,一股欲念被粗野地唤醒。 软白出去了。 穆少林舒然割下手上的图纸,起身离开办公位置,走向酒柜,拿出一支杯子,倒了半杯酒,皱着眉,仰头喝尽。 该死的欲念。 软白离开公司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还好有最后一班地铁,可以让他坐到家。 到家以后,他先简短地回复李宗的微信。 发完微信,他找出行李箱,开始收拾明天出差需要带的东西。 这时,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李宗。 还没睡? 不是让你早点休息,别打过来了。 软白接起电话,关心地说道。 还没忙完,拎着东西回酒店房间加班。 李宗说完,又问他,刚看了你发的微信,你怎么也出差? 跟谁一起? 还不知道具体都跟谁一起,明天早上等消息。 软白说道。 如果有男同事同行,记得离他们远些。 李宗叮嘱道,毕竟才在一起工作,你还不够了解他们的为人。 嗯,我知道。 软白回答,紧接着就听那边突然一阵咚咚咚声,像是敲门的声响。 与其说敲门,不如说,那声音是有人砸门。 怎么回事? 软白紧张地问他。 没,没事。 李宗突然有些结巴,而后又很快地说道,先不说了,我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再告诉你。 软白还来不及叮嘱,他在外地小心一些,那边已经挂断。 低头看着行李箱,在看着手里已经通话结束的手机,软白担心。 担心李宗在人生地不熟的外省,遇到什么事? 一夜无事。 次日,软白一大早接到同事的来电。 他在小区门口等同事,顶着一张疲倦的面容,昨晚他等李宗报平安的电话等到凌晨,但没等到。 打过去,手机却关机了。 十几分钟后,一辆黑色宾利停靠过来,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自我介绍一番,同事之间算是认识了。 三人重新上车。 去出差城市的路程,开车需要七个小时,因为到了那边需要用车,为了方便,上级安排这位男同事驾驶公司的一辆宾利过去。 软白一路上跟同事聊天,倒也融洽,欢声笑语。 抵达H室,是下午。 入住酒店的时候,女同事小素跟软白说,我们先回各自房间,换个衣服休息一下,晚饭的时候再联系。 好的。 软白点头道。 软白推着不大的行李箱上楼,进入房间,洗个了澡,换上睡衣,再把工作需要穿的衣服拿出来,运烫好。 挂着,备用。 整理完一切,她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下午四点整了。 从昨晚到现在,李箱都没有,给她来过电话,甚至消息都没有一条。 这会儿终于闲下来,她就给李箱打电话。 那边开机了。 响了几声,却没人接听。 软白更加担心,再打,提示被对方挂断。 RRY,再忙,不方便接电话,忙完联系你。 李箱很快地发来这样一条微信。 软白低头回复,好,你忙。 这样看来,她那边平安,没事。 昨夜砸她房门的人,可能只是酒店里走错房间的最汉吧。 回复完,软白放下手机,想去干别的。 可是,刚一转身,手机又震动。 才转身的她,又转过身来,拿起手机查看消息。 是一条微信消息,乱七八糟的这样一句话。 哈哈哈哈,猜对我纤维求了,开发好了场地肺微蜂网,发来消息的人,正是说,在忙的李箱。 软白皱眉。 她发过去一个问号。 李箱隔了大概一分钟多,才回复道,在画图,手肘不小心压到屏幕。 所以才打出这段乱糟糟的字。 软白对此没有多想。 嘟,嘟,嘟,房间的门铃被人按响。 是谁? 在陌生城市陌生的地方,软白很谨慎。 外面传来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软小姐,我是牧总的特助董子俊,恐怕需要您开一下门。 最得牧少林信任的特助董子俊,鼎鼎大名,T集团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软白虽然是新来的,却也知道。 他开门。 你好。 软白打招呼的两个字才说出口,就低头看到,门口还站着两个小豆丁。 一个男宝宝,一个女宝宝,生得名模好齿,粉雕玉琢。 董子俊西装笔挺地站着,无奈说道,这是牧总的两个孩子,他们的爸爸公事缠身,无暇照顾,所以,软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倒不讨厌替人照顾宝宝,只是,感觉很奇怪,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做保姆的。 排斥照顾宝宝的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害怕,害怕自己通过其他宝宝,会无间断地想起自己的宝宝。 我,我会很听话。 女宝宝软软懦懦地说道。 女宝宝仰头看软白,眨巴着天真幽黑的眼瞳。 哥哥,小女宝见到哥哥小男宝不说话,生气地撅嘴,扯了扯哥哥的衬衫衣角,试图让哥哥也说句话。 软白又看向小男宝。 长得明显比妹妹高一些的哥哥虽然一副冷漠脸,却疼妹妹,抬头对门里的软白说道,我也会很听你话。 董子俊看了一眼手表,说道,养个孩子就先麻烦软小姐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 软白没有拒绝的机会。 董子俊先一步离开,软白低头看着两个小家伙,说道,你们两个,可以进来了。 妹妹伸出小短手,去拉哥哥的手,一起走进房间。 你们,要喝点什么? 软白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相处,尤其,还是身份非同寻常的两个小孩子。 牛奶? 女宝宝规矩地坐在沙发上,说道。 软白赶紧去找牛奶,酒店房间的牛奶标价昂贵,超市里卖35元的,这里却要89元。 对着标价吸了一口气,软白打开,找了两个杯子,分别给两个小宝贝每人倒了一杯。 高冷的哥哥,一口都没喝。 妹妹坐在沙发上,晃着小短腿喝掉半杯,喝完,还不浪费地舔了舔小嘴边上的奶乎乎。 软白尴尬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沙发上的两个小不点,没话找话,问,你们是双胞胎吗? 当然。 高冷的哥哥说道,说完还不忘撇问话的软白一眼,小家伙眼神里透着对软白的鄙视。 白痴,我跟妹妹长得这么像,一看就是双胞胎啊。 被小男孩直接鄙视了的软白,不敢再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小男孩又道,气氛,好像很尴尬。 小女孩点头。 软白,阿姨,你可以现在就打给我爸爸,说你根本不愿意照顾我们。 小男孩道。 这个小男孩很有攻击性。 我没有不愿意照顾你们。 这是他必须要解释的。 胆敢不愿意照顾老板家的小孩,不怕被老板捏死吗? 既然愿意,那就请你拿出照顾我们该有的态度。 小男孩显然很不喜欢这种冷场的气氛。 这个阿姨,比其他阿姨笨蛋得多。 软白,出门没看皇历,是他的错。 哥哥,你跟我来。 小女孩看到阿姨脸色不好,气得直接拽走哥哥。 软白吐了口气,看向消失在洗手间门口的两个宝宝。 洗手间里。 妹妹问,哥哥,你为什么这样对漂亮阿姨? 她有目的。 哥哥心疼妹妹这么傻乎乎,认真说,这些漂亮阿姨愿意照顾你和我,都是为了嫁给我们的爸爸。 嫁给我们的爸爸? 妹妹不懂。 哥哥又说,其他阿姨还知道做做样子,讨好你和我,可是你再看看这个阿姨。 这个阿姨,将来若嫁给他们的爸爸,一定不会给他们好脸色。 妹妹坚持看法,太爷爷常说,人不可貌相。 哥哥却气愤道,我不管你,总之,我的妈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我的那个女人。 妹妹无知地气道,太爷爷说了,我们是菜院子里种出来的。 傻瓜。 哥哥气得小脸通红,无语地一推洗手间门,走了出去。 软白吓了一跳。 脾气好大。 抱歉,是阿姨不知道怎么跟小孩子相处,才让气氛不太好。 软白很歉疚。 妹妹仰头说,是哥哥错。 软白看向哥哥,讨好的到,要看动画片吗? 说着,他就去拿遥控器,喜洋洋与灰太郎,还是熊出没? 幼稚。 哥哥忍不住又嫌弃他笨蛋。 软白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阿姨,你怎么不问我们几岁? 软白下台阶,问,你们,几岁? 五岁,哥哥也五岁。 你们上学了吗? 如果上学,今天星期四。 我和哥哥有上学,私教,这次是爸爸主动要带我们出来玩,说这个城市有很高的摩天轮。 妹妹一五一时地说。 软白哦了一声。 手机借我,我要打给我爸爸。 哥哥说道。 软白冷了一下,马上把手机给了哥哥。 木战白拿着软白的手机,开始找爸爸的手机号码,没找到,又找爸爸的微信,也没找到。 你没有我爸爸的联系方式? 哥哥抬起头问他。 软白摇头,没有。 哥哥像是不相信一样,皱着眉头,你真的没有。 我就说,阿姨不是想当我们后妈的坏女人。 妹妹坐在那里,鄙视地看了哥哥一眼。 哥哥有些心虚地瞥向妹妹,不敢看软白。 软白明白了。 为什么小家伙对他充满攻击性? 我有必要给你们解释一下。 软白看看小男孩,又看看小女孩,你们爸爸把你们交给了董子俊叔叔。 董子俊叔叔有公职要忙,才又把你们交给了我照顾。 而我和你们的爸爸没有私人关系,只是上司和下属。 小男孩探究地看着软白。 软白坦荡道,我和你们的爸爸不是一类人。 有的人生来身份非同一般,有的人生来身份平凡,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圈子不同,不能应容,你们懂吗? 不懂,妹妹懵懂地摇头。 软白又看向哥哥。 哥哥说,我懂,爸爸是资本家,阿姨你是无产阶级。 软白失笑,说得虽然无情,但很准确地概括了所有,我跟你们的爸爸,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你们不用担心,就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爸爸一个男人了,我也不会是你们的后妈。 这样说,总该明白了。 妹妹看着软白,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好了,我们有好一些。 软白自我介绍道,我叫软白,你们可以叫我软阿姨,或者小白阿姨。 我叫木软软,软萌的软。 妹妹自我介绍。 我叫木战白,你可以叫我战战。 哥哥自我介绍,收起了敌意。 软。 软萌的软。 木战白。 白?白?软?白? 软白忽然觉得自己跟着两个孩子十分有缘,误会解除后,两个孩子跟他一起玩得很开心。 跟同事约好的晚饭,被取消。 两个同事吃完饭就去忙工事了,而他,目前的任务就是给老板带孩子。 软白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生怕孩子磕到碰到负不起责任, 到最后在地毯上跟两个孩子玩成一片,一股难受又满足的感觉。 冲斥着他的心脏。 他的孩子,应该也有软软和战战这样大了。 透过软软和战战的笑脸,他仿佛可以看到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那个孩子过得好不好。 晚饭,软白带着两个小宝贝一起吃。 酒店餐厅什么服务都有,软软坐在餐厅里,吃了一会,就看着其他做小朋友的炸鸡流口水。 擦一擦,脏死了。 哥哥皱眉讯吃到。 软白赶紧拿了纸巾给软软擦口水。 你们爸爸,不准你们吃炸鸡。 软白觉得软软可怜,若是他的女儿缠炸鸡缠成这样,他可能会忍不住破例一次。 软软点头,眼睛还粘在另一桌的炸鸡上,走神的手里的筷子都掉地上了。 你好,服务员。 软白招手。 十分钟后,炸鸡上来,一共两块。 哥哥却不吃,都给了妹妹,即使很想尝试一次,也违心地说,你吃个够。 爸爸说,男人要坚守住自己定下的原则。 软白没说什么,但内心很诧异,也钦佩这个才满五岁的小男孩,面对诱惑,竟会有这样的自制力。 某些人成年以后能走上非同寻常的成功之路,也许并不是表面看到的那般顺利。 背后,克制了多少,严格要求自己多少,无人知晓。 比如,穆少林吗? 这个小男孩,面冷,防人心重,软白不觉想起李妮说过,BOSS是个毫无人情味的职场暴君。 这小家伙。 俨然就是他爸爸的小翻版。 背着严肃爸爸偷吃了炸鸡,软软小朋友开心地冒起泡泡,回房间的路上,软软一直黏糊糊地抱着软白的大腿。 软白腿上挂着一个小宝宝,走路艰难。 一瘸一拐的,总算回到楼上。 很晚了,我送你们回房间睡觉。 一大两小在房间看了动画片,软白对哥哥妹妹,说道。 哥哥抬头看她,我们没有房卡。 软软小胖手搂着软白,紧闭眼睛,快睡过去了。 没房卡怎么回去? 软白纠结。 总裁大人究竟几点才能处理完公事回到酒店,也是未知。 我打给董特助。 软白看了看快睡着的软软,他不能动,只好让湛湛去拿他的手机。 湛湛去拿,递给了软白。 软白找同事,问了董子俊的工作号码。 董子俊很快接了,却说,麻烦你了软小姐,木总在跟几位省级领导吃饭,一时半刻,恐怕脱不开身,那两个孩子,你看,不如先在你那里睡一夜。 软白,夜里十点多,软白终于哄睡了两个孩子。 战战躺在大床左边,软软右边。 睡得香甜。 软白动作很轻地收拾了浴室,又回来,整理好两个小孩的衣服,放在沙发上。 给软软盖了盖被子,他才轻轻到床中间去。 还好床够大。 一大两小完全够睡。 躺下不到五分钟,软白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凌晨不知几点。 软白的手机在枕头下震动。 他困得眼睛疼,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半只起身,摸出手机。 看到上面是一串不认识的手机号码。 1390909999。 这个半夜打来的垃圾骚扰电话,号码还挺好的。 软白接起,直接不太客气地问道,找谁? 开门,是我。 一道低沉又沙哑的男性声音,在午夜里,格外射人。 开门? 你是谁? 他困。 手机那端沉默了,只有呼吸声。 软白反应了几秒钟,看到月光下床上的两个孩子, 站站、软软、木、木总。 他试着问。 开门? 男人的声音越发地沉下去。 软白吓得心跳都漏了鸡拍,连滚带爬地下床, 边整理身上够保守没问题的睡衣边去开门。 老板来抱回孩子,他却睡死过去,拖延这么久,真是该死。 软白懊恼地想。 床上两个小家伙睡得很熟,丝毫没有醒来的迹象。 软白打开房门。 木少林高大挺拔地站在门外,闭着眼睛,一手拄着门框,一手拎着西装外套和刚跟他通过画的黑色手机,显然是等很久了。 木,木总,软白叫了他,不敢靠近。 木少林满脸疲惫地疏地抬起头来,促眉看他,哪怕是染了满身的酒气,男人也依旧浑身的意气风发,周遭的任何,都遮盖不住他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高贵气质。 木少林看了他一眼,这一眼,却是看了良酒的感觉。 相对无言。 软白侧身,靠边站,让他走进去抱孩子。 男人从他身边走过时,他清晰地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还混杂着一股,浓烈的,蛊惑人心的尼古丁的味道。 软白站在门口不敢动,不敢乱看。 玄关处灯光很亮。 他彻底没有了困意,像个门神,开着门,等老板抱孩子走出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着。 软白甚至都没有听到两个小家伙起床的声音。 疑惑地轻轻关上房门,他轻手轻脚地走回卧室。 卧室里只开着一盏床头灯,没有外面的明亮刺眼。 昏暗的微光下,画面温馨。 因为原本属于他的那张大床上,彻底被这一家三口给霸占了, 公事忙碌回来的爸爸,正陪着一儿一女睡得安静。 叫醒他,还是不叫醒? 叫醒以后,老板是否会一怒之下辞退了他? 如果不叫醒,他睡哪儿? 斟酌再三,软白认为自己不能把这个酒醉认错门的男人叫醒赶出去。 这个行为,恐怕会有很严重的后果。 拿上一件外套,他套上,出去。 手里攥着房卡,打给一起出差来的女同事。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手机里传来这样的提示音。 软白靠在走廊里,无精打采。 忘了问那个女同事,住在几零几了。 想了半天,他又打给董子俊。 那边想了很久,无人接听,估计,也是喝醉了。 软白只好下去,让酒店人员再开一间房。 但是,酒店前台人员却回答说,对不起软小姐,没有空房了。 酒店的房间都需要提前至少一个星期预定。 哦,谢谢。 软白大脑一片混乱地回到楼上。 站在房间门外,站一夜吗? 凌晨一点多,电梯打开。 里面出来一男两女。 两女浓妆艳抹,男的一身牛仔,脑袋上好几个疤,很吓人的样子。 他亲着怀里的两个女人,嘻嘻哈哈地调情。 看到软白,男人目露色光的瞬间放开怀里两个女人,边过去边说,这里有个可怜的小美人。 谁家的? 来,陪哥哥一起玩,四屁敢不感兴趣? 保证你很爽的。 神经病。 软白下意识地骂了一句,吓得立刻用房卡打开房门,小兔子一样躲进门去。 靠着门板,他不停地深呼吸。 外面的人像是敲了下门,不轻不重,软白所有注意力都因为害怕而涣散,不敢再靠着被敲了几下的门板,转而去靠着浴室那道门。 向来胆小的他,这回被吓得心脏狂跳。 但是,还没等他消化完外面遇到的事,他就感觉到身后,一双温热的大手。 已经缓缓从他的外套下方,伸了进去。 一路揉摸,往上摸去。 他惊恐转身。 不知何时,他身后浴室的木质推门被人缓缓推开。 失去重心的他,直接落入男人坚硬的怀抱。 啊,他低头惊叫一声,后半个字,却被吞没,浑浑噩噩地发出暧昧的一声,嗯,浴室漆黑,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 酒店这间房里,唯一的成年男性就只有大老板,穆少林,搂着他的,把他按在墙壁上的男人是谁,显而易见了。 软白皱着眉,推,却推不开他。 身体的摩擦反而使身体有了别样的热度。 男人却在这天雷勾地火的时刻,附上了他,用嘴唇压住他那娇嫩的唇瓣,反复揉着,撵着,每一用力,都好似唇间有烈火焚烧。 一惊未平,一惊又起。 软白害怕,但被堵住的嘴巴完全发挥不了作用。 男人的吻在这样如幻如影漆黑的夜里,极具情色,软白平住呼吸,抗拒的声音,幻化成了一声声若有四无的轻哼。 钻入男人耳朵里,痒得很。 男人身体某处,快要爆了。 软白有几个瞬间的大脑空白。 他皱眉,暗暗地在心里,骂自己不争气。 对于一个非男朋友身份的陌生男人的亲吻,身体上的反应,竟然是很敏感的。 软白,别忘了你有李宗。 你只能对李宗那个男人有感觉。 跟我做爱,也敢走神。 男人粗鲁地一把推起他白色的外套。 唇上湿热的触感传来,他里面穿的胸衣也已经被男人大手扯歪,略带保险的男性手指甚至覆盖上了他那两团雪白。 疼得要命,也痒得要命。 摸我。 男人低头吻着他的头发,养酒,偏低的嗓音在他耳边诱惑道。 软白听了男人这声低语后,快要炸了。 木少林身上散发着很好闻的沐浴乳的味道,跟他身上的一样,这说明,这个男人方才洗澡的时候,用了他的沐浴乳。 软白知道,现在若不剧烈反抗,危险会有多大? 普通的挣扎,根本没有用。 他只能对不起了,对上司不敬,总好过莫名其妙的尸身。 软白的眼睛适应了黑暗,隐约可以看到男人精致的五官轮廓,昏暗的光线挥洒到男人身上,透出一种不真实的光滑,那张薄唇,特别魅惑。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一幕画面下的男人是全世界最炙手可热的AV片子影帝,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叫人沉醉迷乱。 软白手指用力掐着男人的身体,鼓起勇气,抬腿,曲起膝盖,用力撞上男人肿胀起来的地方。 嗯,一声闷哼,男人猝紧眉头,把那骨子疼痛消化在了喉咙里。 放开我! 他左右摇晃着,挣扎。 男人墨地攥紧他的手腕,攥疼了他。 他怎么扯都扯不出去。 软白差点以为自己完了,要栽在这里了。 但过了片刻,男人却突然放开他。 大脑一片空白的他,第一想的,就是赶快逃出去。 推门关门的声响不小,震得床上一双小家伙,悠悠转醒。 酒店深夜里的走廊,软白不敢长久停留,房间又不能回,洗手间这类死胡同的地方,更不能去。 最后,他进电梯,下到了一楼。 酒店大堂,灯光明亮。 前台服务小姐有两个,外面执勤的保安有四个,来来往往的,不管是什么人,都骚扰不到他。 即使骚扰到他,保安就在两米外。 很安全。 小姐,给您。 服务小姐态度极好的,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谢谢。 软白接过茶水,喝了几口,暖了暖下到发凉的身体。 这一夜,注定漫长。 时间是难熬的,但却不是没有尽头。 软白早上是被冷醒的,即使身上被盖了毯子,但他还是发现自己在鼻塞,身体发颤,八成,是冻得感冒了。 醒了,就要面对昨晚的残局。 软白抱着手臂想,如果老板为昨晚的事情真诚道歉,他就考虑接受。 如果老板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他就毫不犹豫地辞职。 他明白,不管国内国外,男上司骚扰女下属这种事,都不新鲜了。 离开这个公司,下一个公司可能还是会发生这种事情。 女人在男人眼中是弱的,但不代表每个女人都会按照他们男人想的那样去做事,指望他咽下这口气,不太可能。 一同来H是出差的女同事周小素,男同事李涛,下楼的时候是早八点。 小白,你这么早。 周小素正要跟李涛一起吃早餐,转身就看到软白。 软白看到同事,好歹有了一些安全感。 正要站起来跟同事们一起走,这时,他看到左侧的电梯门打开。 Boss大人,正领着一双儿女走出来。 软白面色苍白地看过去。 慕少林的视线,也准确地对世上形象略显狼狈的软白。 先跟你们董叔叔走。 慕少林低头,对儿子女儿说道。 软软一手被董子俊牵着,经过软白身边时,还调皮地对软白咧了个可爱的鬼脸。 看到软软,软白的心,莫名地变得柔软了。 董子俊带着两个孩子去吃早餐,并且示意周小素和李涛一起跟上。 慕少林深邃的视线始终盯着软白,直到靠近,双眸在他白皙的脸颊上来回徘徊。 昨晚,为什么我睡在你的房间? 嗯,软白愣住,抬头看老板大人。 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个男人昨晚,喝断片了。 酒醒以后,都不记得了吗? 四目相对,软白突然觉得不公平。 面前的男人身高差不多接近一米九,真正的挺白修长,宽肩窄臀的,一件纯白衬衫,完美包裹着男人精壮的身躯。 眼下他这服衣冠楚楚的模样,仿佛昨晚那个粗暴的按住女人,紧紧贴着,急切瞬息的坏男人,是另外一个人。 慕总昨晚喝多了。 他说道, 没错,但一些零散片段我还记得,那个女人,是你? 他冷漠问道。 软白气息有些乱,被他盯得很慌,他该不会是以为,他昨夜是故意把他拽进房间,试图染指自己老板,跟自己老板发生关系吧? 软白赶紧摆手,说,不是我,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的房间被您霸占以后,有个上门服务的女人进去,不过,他只进去五分钟就出来了。 男人仍是盯着他,视线在他脸上,从眉到眼,从鼻尖到嘴唇。 他其实只想把这件事含糊过去,既然老板都忘记了,可万万没有说老板那方面太快的意思。 说五分钟干嘛,该说一个小时的。 怎么了,他偷东西了吗? 软白问道。 男人皱眉,戏谑道,没偷东西,但他,似乎动过我的命根子。 软白脸上,瞬间浮起一片粉色,却不自知。 还,还好吧。 要不要去医院? 软白吓了一跳,问道。 男人锐利的视线,直撞进他不停闪躲的眼睛里,我担心,有没有撞坏他的膝盖。 软白,算了,既然是上门服务的,应该也习惯了过程里受点伤。 男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后,醋眉点了根烟,没再理他,边离开边吸了一口。 他站在原地,才感觉到膝盖上的确有一些痛,老板的那个东西,昨晚,也太了。 软软和站站的妈妈,恐怕早就已经不在了,否则老板怎么像是饥渴的几辈子,没碰过女人了。 软白回到楼上,房间里,宝洁阿姨正在打扫。 他对宝洁阿姨礼貌性地点了下头,然后走到衣柜前,打开衣柜,找出一套昨天运烫好的衣服,去洗手间换上。 宝洁阿姨打扫得很迅速。 软白洗好脸的时候,这个房间里,基本已经看不到慕少林留下的任何痕迹了。 他松了口气。 十分钟前,李宗发消息过来说,小白,我们小组的项目谈完了,下午我去H市,到你住的酒店找你,明天我们放假一天。 软白回复的是,好,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 不知道为什么,此刻望着这间慕少林睡过一整夜的房间,他有些心虚。 宝洁阿姨打扫完的时候,软白正看着浴室,皱眉发呆。 都打扫好了。 宝洁阿姨面带微笑,手上拎着个垃圾袋站在门口。 软白赶紧回神,谢谢,辛苦了。 宝洁阿姨又道,换下来的那条内裤,我都给你放在柜子的小整理箱里了。 内裤? 软白不解。 他不记得自己有乱扔过换下来的内裤,这种私密的东西。 那条男是内裤,是你老公的吧? 我在浴室的一楼里发现的。 宝洁阿姨笑着对他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软白被吓到。 男是内裤,他老公,再一次打开衣柜,他蹲下去找。 的确,在柜子底下,他找到一条男人穿过的内裤。 软白面红耳赤地缓了几个呼吸,抿了抿唇,头脑发热,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条内裤。 总不能还回去。 算了,扔掉最合适。 老板应该也不缺这一条内裤。 软白皮肤发烫地,拿起那条男是内裤。 同时,他竟然想到自己在英国留学认识的一位女性朋友,那位女性朋友就是设计该品牌男是内裤的。 曾经还调侃地对软白说过,这个牌子的男是内裤呢,更贴紧皮肤,深色系尤其凸显男性阳刚本色,体现出男性成熟与果断的性格。 碰到穿这个牌子内裤的男人,就下手吧。 摇了摇头,软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好,手机这时响了。 打来的人是周小素。 软白赶紧扔掉老板大人的内裤,去接了电话。 周姐。 他接听道。 小白,吃饭了吗? 如果没吃,记得去吃,吃完早饭,我们十点在楼下见,有个会,你也跟去听听。 好的,十点钟楼下见。 软白原本担心自己今天的任务,又是带小孩。 虽然他很喜欢软软或站站,可工作到底是工作。 拿了替集团的薪水,他就希望自己能为公司奉献出相应的劳动,同时学到一些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是老爸一直以来希望看到的。 想起老爸,软白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暗淡。 李慧珍的确貌美,快五十岁的女人了,仍旧风韵,可想而知,李慧珍年轻的时候该有多美。 老爸是真的很爱这个二婚的老婆。 今时今日,老爸全部的身心都在为李慧珍付出。 软白有些糊涂,从小时候的一些记忆片段来看,他觉得老爸对妈妈也是深爱。 若不是深爱,老爸不会在妈妈离开的那些年里整日酗酒,持续整整八年。 曾经失去妈妈的那个老爸,就像是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义。 十点钟 软白下楼 上车 周小素示意软白 干这行的,穿衣打扮多为干练简洁。 软白同周小素的打扮一样,公式化的套装,上身素色衬衫,领口的扣子打开两颗,下身是包臀裙,不失女人身上独有的温柔。 此次前去开会,一共两辆车。 前车里坐的是周小素和软白,而后面那辆豪车里坐的,是穆少林和李涛。 董特助不跟我们去? 软白一切都不熟悉,趁有时间,就问,周姐,到了那里,我需要做些什么? 董特助带老板的孩子们去坐摩天轮了? 周素不吝赐教的,对软白又说。 到了地方,你什么都不用做,认真旁听,现阶段多学些经验最重要。 嗯! 软白点头,抵达酒店。 名门大酒店的逝者全方位服务,会议室被定在99层。 软白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观看商人面对面打交道,成功男人之间握手的严肃画面,确实很有魅力,很吸引女人的目光。 谈判桌上的穆少林,好似换了个人。 这个男人,对任何难题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面对的人即使地位再高,也能做到气场十足,叫人不能小觑。 软白不敢走神地旁听着。 最后,坐在东边的那位萧局长,朝穆少林看去,笑得一脸褶子,才说,我这个宝贝女儿,要死要活得非要跟来。 这不,来之前还给我施压,说一定让我说服你,带她去A市玩一段时间,如果这件事,我搞不定,她就不让我这个爸爸了。 少林,你说说,我这个女儿,是不是被灌坏了? 软白跟谈判桌上其他不起眼的角色一样,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其他表情。 这个话题,傻瓜都知道,是老板的私事。 离开名门大酒店的时候,是下午一点半。 软白拎着笔记本电脑,坐进车里。 周小素也上了车。 前方酒店门口,萧局长以及爱女,正在跟穆少林握手道别。 看见了吗? 这个萧局长,是想把女儿嫁进穆家呢? 周小素笑着说。 软白不知道怎么接这话,只好含糊道,如果成了,是萧局长的女儿下嫁,还是高攀? 这个问题就很难说了。 周小素放轻松地跟软白闲聊道,目前来看,是萧局长和他的女儿一厢情愿,穆总的心思向来没人捉摸得透。 我想啊,但凡是穆总自己不点头愿意娶的女人,哪怕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也都得归类为高攀,的确,是这个道理。 抬起头不经意地又看了一眼萧局长的女儿,软白平静地想,如果老板愿意娶她,那她就是软软和战战的妈妈了。 两辆车,从名门大酒店又重新开回下榻酒店。 到了酒店,软白下车。 周小素也下车。 只见酒店门口,董子俊正西装革履地等候。 下午好,董特助。 软白跟周小素他们一样,进去时,跟董子俊打了招呼。 董子俊也对软白点了下头,但看软白的眼光,变了变。 直到软白走进酒店大堂,董子俊还微皱着眉,往里头看。 穆少林下车,便察觉到董子俊表情不对。 男人一贯阴郁的视线直接便刺向董子俊,而董子俊察觉到异样后,也赶紧转过视线, 规规矩矩地看着自己老板。 身形挺拔的穆少林步伐很大的往酒店里走,声音十分冷烈地陈述道, 你在看他。 这话是对身后跟着的董子俊说的。 董子俊似乎在斟酌有些话该不该说,半晌,决定还是不多嘴,便说道,没看他。 预盖迷章。 穆少林的脸色沉了下去。 这时,李宗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拎着手提电脑寄入酒店。 当看到电梯前站着的老板和董特助时,他愣了愣,不得不上前打招呼,董特助,穆总。 穆少林的眼眸里有着锋利,打亮来人。 我是设计部的新人,李宗。 李宗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事实地道,不打扰穆总了,我先上去。 穆少林虽然不动声色,但是此时此刻,他的身上,却附上了一层更不容人靠近的冰霜。 回到酒店楼上的房间,穆少林解开衬衫袖口上特别设计的精致钮扣,视线瞥向床上玩累了正熟睡中的两个孩子。 走向套房的酒柜前,他打开一瓶红酒,倒了一杯。 仰头皱眉喝下去,冰凉液体滑入男人喉咙深处。 很快,两个孩子睡醒了。 哥哥掀起来重新洗漱一番,洗漱完毕,懂事地返回来帮妹妹找出公主群。 爸爸怎么了?哥哥。 软软偷偷地问。 哥哥摇头,他也不知道爸爸怎么了,他只知道大人的事,小孩子少问。 楼下? 李宗放下手中的电脑包,抱住软白。 怎么了? 软白突然被他抱住,不适应。 两人正是在一起的时间已有一年,但亲密动作,少之又少。 软白心中存有芥蒂,李宗也尊重他,所以从不愉悦。 这次,李宗很反常。 没事,想你了,就想这样抱抱你。 李宗疲惫地说道。 软白没说什么? 晚餐,两人一起吃的。 之后李宗提出逛街,买一套衣服换洗穿, 这次出差着急,没收拾换洗衣物。 买好东西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九点半多。 麻烦给我开一间房。 李宗拿出身份证,递给前台服务小姐。 软白在一旁等他,不禁想起昨夜的事,服务小姐说没有空房了。 服务小姐查了一下,果然抬头说,对不起先生,目前还没有空房。 李宗皱眉,想了一下,看向一旁的软白。 两人进电梯,上楼。 李宗跟软白往房间的方向走,说,要不,我住你房间一晚,你睡床,我睡沙发。 软白愣住。 我是你男朋友,小白,五年了,你不信我人品。 李宗望着软白的表情里,透露着失望,伤心。 软白顿时内疚。 五年以来,李宗对他照顾有加,不管是不是以追求为目的。 他没有跟其他男性一样,追求女生只为了跟对方发生关系。 这方面,李宗带他很君子。 好,你睡沙发。 担心伤害到他,他说道。 同一时间,套房餐厅。 穆少林一家三口,软软抱着炸鸡埋头啃,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想必是哭过,才吃到炸鸡。 突然被老板叫过来的董子俊,正不明所以中。 设计部的那个新人,有没有住的地方? 穆少林语气毫无起伏地问了一句。 董子俊不知老板为何关心一个设计部新人住宿的问题,但也如实汇报道。 这间酒店没有空房间了,他也没去其他酒店住, 好像是打算跟他女朋友住一起。 汇报完这些,董子俊发现自己从老板的脸色中看到了很不痛快的表情。 董子俊一向会察言观色,但老板的脸色,他轻易捉摸不透。 这次,却看懂了。 思寸良久,董子俊认为自己该重新审视软白奇人了。 炸鸡吃完的软软还撅着小嘴。 我不要跟坏爸爸一起。 软软,不准任性。 哥哥说。 坏爸爸坏爸爸坏爸爸,坏哥哥坏哥坏哥哥,软软哼了一声。 董子俊看透却不说破,开口道,软软,这样好不好,叔叔带你去跟昨晚那个阿姨住。 软软没说话,立刻从椅子上下来,一副要跟董子俊叔叔走去找小白阿姨的意思。 董子俊瞥了一眼沉默不言的老板,见其没有不同意,就领着软软,走出餐厅,离开套房送去给软白照顾。 电梯一直向下。 董子俊还未到达软白楼层,手机就响起。 牧总。 董子俊诧异地接起。 接完电话,董子俊皱了皱眉,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 半夜,周小素坐在车里,又困又累地对软白说,我直觉肖局长的女儿是个祸害,这才露面一天,就能煞到我们。 老板究竟为什么一怒之下命令我们连夜滚回A市? 天啊! Boss,这不只是没有人情味了,都快接近变态了。 你说酒店房间的钱都已经花了,却不让我们住,看到我们奔波在路上,Boss他很开心吗? 软白也是心累。 捉摸不透老板的用意。 李宗坐在副驾驶上,开车的人是李涛。 H是酒店,很深的业。 慕绍林独自站在酒店的露台上,那条丝里地点了一根烟,吞云土雾时紧紧促起的眉头,却泄露了他的情绪。 商场上与之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慕绍林这个男人没有软肋,骨头根根,都硬得很。 方才在房间里喝了几杯,酒精的刺激,使他看上去稍显迷醉。 想起五年前,他小嘴娇娇地叫,想起昨夜他奋力地抵抗,慕绍林不禁面然冷漠地自嘲。 而后低头朝烟灰缸里碾灭了烟蒂。 四日一早,董子俊与老板一家前往H市国际机场。 慕绍林的一张俊脸始终阴沉。 跟在后头的董子俊忍不住偷偷地想,老板大人啊,您挡得住那二人在H市酒店中同房而睡, 却不一定挡得住人家回到A市同住一个爱潮。 说到底,您这没名没份的,管得太宽。 回到A市,已经早晨了。 公司派出的这辆宾利,李涛理所应当地直接开回公司。 周小素下车。 另一边。 李宗把软白的行李箱拿下车,同事说道, 我先送你回家休息,你好好睡一觉,晚上我在找你。 软白点头。 推着一个行李箱,两人跟周小素和李涛说再见, 之后走到路边,叫出租车。 李箱想,明天就去买车。 没车太不方便。 软白又困又累,昨夜在车上睡了两个多小时, 但车上总归是睡得不舒服。 出租车还没叫到,李箱手机却响了。 我接个电话。 李箱拿着手机,对软白说了一声,按下接听键。 软白看他,只见他皱眉,对手机那端的人嗡了几声, 之后又说,好,我很快到。 有什么事吗? 软白看他挂断,才问。 嗯,我们小组的组长,说上午需要我们到齐, 开个会,趁热打铁,研讨下一步方案。 李箱头疼地说完,就见一辆空出租车行驶过来。 软白看向出租车,接过他手里推着的行李箱, 你快去忙吧,我自己可以回去。 李箱很愧疚,身为男朋友, 送辛苦出差归来的女朋友回家是本就该做的事, 但他却因为工作,而做不到。 软白上了出租车。 出租车缓缓行驶中,软白迷迷糊糊地险些睡着。 不知过了多久,司机师傅对车后座上的软白说,到了。 软白睁开眼睛,就看到自己住的小区。 他打起精神,下车。 感冒使他身体很不舒服。 离开A是出国的五年多以来,他独立生活,早已习惯了,有时自己挺过去。 发烧感冒在他这里,只能算是不痛不痒的小事。 可在坚强,到底也还是个女生。 渴望被关心。 但李宗却好像丝毫没有发现他生病,这让他有些失落。 回到离开了两天一夜的家,软白什么都不想做,疲惫地直接躺在沙发上。 昏昏沉沉地,像是睡着了一会,再醒来,就觉得呼吸都发烫了。 撑着身体起来,去找感冒药和退烧药。 手才端起杯子去倒水,门铃就响了。 软白按了接听键,气弱地问道,谁? 这个房子它是租的,除了李宗和李妮,没人知道。 你好,软小姐,我是社区医院的,有人为你叫了上门打针服务。 说话的是个女生,穿着白大褂,背着药箱。 软白思考了一下,难道是李宗叫的? 原来,李宗有留意到,他感冒了。 许是生病体虚的原因,这个时候的软白脆弱又敏感,别说叫了上门打针的服务,就是一片普通的感冒药,也能让他觉得感动,幸福。 掉针打完,又有送外卖的过来。 软白浑身酸痛地去开门,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份普通外卖,而是特别丰盛的大餐。 他只在偶像剧里,看到过这种阵仗。 麻烦您签一下字。 送外卖的一男一女,用复杂的眼光看着软白。 软白是尴尬的,他住的是普通小区,各方面来看都是普通工薪阶层的打工者,实在配不上这么奢华的大餐。 签了字,送外卖的,两人离去。 面对着丰盛的大餐,软白不知所措。 李宗出身于小康家庭,并不富裕,平时花一些小钱看看电影吃吃餐厅他能接收,但这样铺张浪费,使他头疼。 可定都定了。 虽然生病没胃口,但他还是努力地多吃了几口,这份餐是以营养清淡为主,向专门喂病人准备的病号餐。 用了午饭,收拾完屋子,软白给李宗发了一条微信消息。 只有三个字,谢谢你。 什么谢谢? 李宗回复道。 软白先是冷了一下,而后想到,他可能觉得情侣之间说谢谢太监外,就又打字回道,该说的谢谢还是要说。 李宗的消息过了好久才回复过来,说他,突然这么感性。 软白知道,自己这不是突然感性,而是感动,父爱被另一对母女剥夺了,姑姑叔叔那些基本不联系的亲戚有等于无。 说起孤单,恐怕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如今唯一能让他取暖的,就只有李宗李妮兄妹。 李宗早晨时说过,晚上过来看他。 但是,下午李宗又打电话过来说,临时有事,不能过来了。 软白望着厨房里,他为李宗做好的三菜一趟,没说什么。 扣好保鲜膜,他把饭菜收进冰箱。 第二天,早晨李宗开车来接软白。 软白上车,感冒的原因,说话开始有更浓的鼻音。 李宗看他,你感冒了? 软白系安全带的动作一顿,转过头去,看驾驶座上的李宗。 着凉了。 李宗关心的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很烫,随即他解开安全带,等我,五十米外有一家药店。 软白看着下车去买药的李宗。 这很明显了,听李宗方才的话可以听得出来,他在现在之前,并不知道他感冒的事。 那昨天下午的社区医生服务和丰盛的病号餐,总不会是李妮。 李妮在忙工作,分身乏术,回到A室以后,他甚至没敢跟李妮说话,就怕打扰到李妮画图。 放在包里的手机,这时嗡嗡震动。 软白愣神地拿出手机,看来电显示的号码,并不认识。 喂,你哪位? 软白思绪微乱。 软小姐,有你的礼物请你签收,按门铃,你好像不在家。 南宋货员大声说道。 李宫。 软白看向车窗外,我在小区门口。 接听这个电话的同时,他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下车。 两分钟后,穿着绿色马甲的南宋货员面带微笑而来,迎面就给软白一束鲜花。 软小姐,你的鲜花,今早空运来的,请签收。 这花是谁送给我的? 软白很严肃,只关心这个问题。 必须搞清楚。 空运的,那是要多少钱? 宋货员笑着摇头道,对不起,客户付了钱,我们只管送到。 一大束鲜花,被放到软白手中。 送货员开车走了。 软白站在原地,动也没动一下,花束很漂亮,香味淡雅,但他却实在没有心情欣赏。 小白。 李宗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有些发沉。 软白转身,好看的鲜花和李宗脸上暗淡无光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哦,我不知道这是谁送来的。 软白怕李宗误会。 你不知道。 李宗直直地看着软白,眼神里原本的恐慌,渐渐转变成了对他的责备。 他面无表情,讥讽道,空运而来的鲜花,真浪漫,好大的手笔。 我不知道,这是谁送来的。 软白又重复一次。 他不想看到李宗受伤的眼神,也不想让自己的人生再有什么污点。 可李宗的眼神,却分明是发火的在说,你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开什么玩笑,你当我是傻子骂软白,才回国不到一个星期而已,你身边就有了其他男人。 若是正当关系,哪个男人会大手笔的送空运而来的鲜花? 软白受不了李宗这样对他进行眼神攻击。 他行得正,做得直。 这束花,他的确不知道是谁送来的。 我去上班。 最后,软白只是语气淡淡地对李宗这样说,转身直接将鲜花丢弃在旁边的垃圾桶里,看都不再看一眼。 李宗望着软白从容走向街对面的身影,不知不觉,攥紧了拳。 他走向地铁站的方向,直到消失。 李宗仍旧站在街头,心底有一口气难消,转身他咬牙切齿的一拳砸在路边的路灯柱子上,击碎了骨头一样的疼痛,却不能让他冷静。 看来,只有娶了他,自己才会有安全感。 公司。 软白做什么都不能集中精神,来上班坐地铁的这一路上,他想了很多。 现在他有了一个怀疑的人物。 但太荒谬了。 在H市的时候,慕少林深夜曾打过他的手机,这说明,慕少林身为大老板,是有准确的途径能查到他的手机和住址的。 老板想要掌握手下员工的全面信息,轻而易举。 软白正失神着,手机就响了。 丁一声,是微信消息。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 我太怕失去你。 别生气,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 李宗连续发了很多条消息过来。 软白一开始都没回复。 任谁都不喜欢,被另一半无端怀疑。 中午,李宗在员工餐厅端着餐盒过来,对软白说,我哥让我帮他哄哄你,说他吃了个大醋,惹你生气了。 软白低头吃饭,不说话。 我说,软白你不要折磨我哥了。 李宗忍不住笑,他多在乎你啊,吃醋也是爱你的表现,你不知道我哥多喜欢你。 我觉得你在我哥心目中的地位,比我和我爸妈都高,你就是他的心头肉,长心宝呢。 软白想了想,气消了一半。 其实换位思考,如果有女生私下送礼宗礼物,被他撞倒,他可能也会失控地猜来猜去。 下午,设计部部长的办公室门一直开着。 软白来回倒水喝,时常经过。 谁上去送一下东西? 部长头也不抬地问道。 我去吧。 又一次路过的软白,眼睛闪烁地说道。 同事们都感激地看他。 大家手里都有事情在忙,软白能帮大家解决一些杂事,是再好不过了。 这次,又是有东西要送去给总裁办公室。 软白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到顶层。 再进入总裁办公室。 软白将图纸放下,却没走。 你还有什么事? 木少林头也不抬,叫人看不到神色,修长好看的男性手指移动在办公桌上铺开的弱大图纸上。 工作中的男人,严肃认真。 谢谢木总。 软白试探一句。 试探完,心跳不可控制地加速。 软白你真是找死,如果怀疑错了人,转移话题必然会是一件尴尬的事。 不料,木少林按在图纸上的双手忽然顿住,抬头看他。 眼神霸道,能准确找到头位过你的主人,不错,你没我想象的那么蠢。 软白无语。 他哪里蠢了? 主人又是什么东西? 头位这种词用在他这样一个大活人身上,当然,总裁的这些用词都不重要。 软白问道,我不知道,木总为什么这样做? 你照顾了战战和软软,不是轻松的差事。 木少林说得理所当然,醉酒后睡了你的床,我很抱歉,如果不是我,你也不会生病。 软白一愣。 在H市,他生病后跟木少林甚至都没有接触超过五分钟,他是怎么发现,他生病了。 谢谢。 软白有些窘迫地站在原地,为避免其他困扰。 他还道,那些犒劳已经够了,木总千万不要再送什么。 为木总分担一些事情是我们做员工的应该做的。 他的话,疏离又陌生。 木少林突然笑了一声,只是一声,男人表情深沉,仿佛天之骄子一般,抬了抬没道。 是谁给你的自信,认为我还会送东西给你。 软白的脸颊,瞬间涨红。 他只是担心老板大人心血来潮,还会送东西,到时候他跟李宗就彻底解释不清了。 没事我先下去了。 软白礼貌点了下头,转身。 一副落荒而逃的样子。 站住。 身后,墨地响起男人的声音。 软白心惊地站住。 你说为我分担一些事情,是你们做员工的应该做的。 木少林的声线一贯低沉。 叫人听不出任何情绪。 软白慌了。 但也点了下头。 木少林伸手指向石木茶几上放着的几本书,还有卡通图纸,命令道,留下来,给我的两个小孩包书皮。 包书皮? 软白看过去,包的时候最好安静一些,别打扰到我工作。 木少林说完,重新全神贯注,促起眉头,投入到工作当中。 软白不得不走向茶几那边。 包书皮这种事,他很多年都没做过了,一共四本书,其中两本上面写着木软软的名字,另外两本上面写着木蘸白的名字。 软白凭着小学初中时的记忆,开始材质,然后往书面上包。 但是,包着包着他发现,太多年不做,手伸了。 恐怕有浪费掉一张卡通材质的危险。 我,软白清楚记得老板说过不准打扰他工作,可是,他真的有事。 木少林抬眸,看他。 软白抬起小脸,对世上男人深邃的视线,很快又低下头,说,卡通纸,被我弄坏了一张,不够了。 他朝他说话的声音轻缓,柔软,看都不敢看他,害怕胆小的样子,惹得男人心口到小腹连着发麻。 木少林的声音是低雅的,没关系,我这还有。 还有。 软白松了口气,过去拿。 没用男人指引,软白一眼就看到了搁在办公桌底下的一摞卡通纸,都是董子俊买回来为挑剔的软软和战战准备的。 软白蹲下挑选起来,一张海绵宝宝的材质进入他的视线。 他那近乎完美的曲线被裙子包裹着,保守又不失诱惑,既纯又郁,直叫助力在窗旁阴影里的男人某底发烫,一把火彻底把男人的理智烧掉了。 软白觉得,海绵宝宝这个图案的材质,软软会喜欢。 收起其他的材质放好,他拿起海绵宝宝这张,就要起身离开。 啊,起身时由于精神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怎么包疏皮才会让海绵宝宝图案发挥最大作用上,完全忘记了身旁站着的某个男人。 软白执夜装胸前别着的一枚胸针,挂在了男人的皮带扣上,对,对不起,我,软白盯着那两个挂在一起的东西,尴尬不已。 男人低头,审视他的时候,眼瞳底处透着一股高深莫测。 我来解开,马上就好,软白两只手慌乱地攥住男人的皮带。 长这么大,他还是第一次主动攥住男人的皮带。 五年多前的那些个夜晚,软白没有碰过男人的衣物等东西,跟李宗相处的几年里,更没有发生过如此情况。 他不知道怎么了,遇到慕少林,总是状况百出。 好像某种化学反应,是定律。 这枚胸针设计复杂,镂空的地方较多,一个只子挂进了男人的皮带扣重,不幸,胸针被死死地卡住了。 软白越是着急,就越解不开,周围空气变得很热,还要多久? 男人开枪问道。 软白抬头,看他。 慕少林个子很高,今天男人穿着黑色西裤,白色衬衫的纽扣,平日都只解开两颗。 由于在办公室看图纸,所以,他无拘无束地解开了三颗,肌里分明的胸部线条若隐若现,直刺入软白的眼睛里。 这样一个腰身紧窄,比例近乎完美的男人,若不是还有体温能证明他是活生生的人,可能要被人误以为是时尚专业人士精心雕刻而出的男模。 我,我的胸针我不要了。 软白闪烁其词,不敢证实他的说道,但是想要解开,恐怕要把木总的皮带扣滑滑。 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为了提高个人综合素质,他和朋友都有了解过很多大牌,但也仅限于了解。 他知道,这个皮带扣很昂贵。 昂贵到他根本赔不起。 画画我的皮带扣,总比你这个姿势挂在我身上来的哑观。 木少林低头看着这个,在他腰上胡乱摸索半天,也没解开,凶真的笨女人。 此时下午了,夕阳的余晖挥洒在男人身上,有一种不真实的俊美质感。 既然他这样说了,软白就低头,敏紧唇半,继续解胸针。 木少林居高临下的,眼如帝王一般,俯瞰着他。 软白因为解不开而越发懊恼,柔软的唇半微微张开,气息喷勃在男人紧绷的小腹位置,有什么东西不知不觉填满他坚硬的身体。 只听咔的一声。 这时,皮带扣和胸针终于被分开。 软白心头狂喜,笑容染在他白皙潮红的小脸上,手捂着胸口坏掉的胸针,站起身来。 但是,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他本能地低头看了一眼。 只看一眼,软白就吓得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身子微微一震,在抬起头看男人时, 他目光里尽是恐惧和不安,身高有一米八九只会多不会少的英挺男人,挺拔站立,面部表情严肃硬朗,像是导师在审视一个犯了错的女学生。 对世上男人那双漆黑深邃的双眸时,软白不自在到口干舌燥,只好道歉,对不起。 穆总,我继续包书皮。 道歉完毕,软白捡起一旁地上的海绵宝宝图纸,去包书皮。 接下来一直到包完书皮离开的时间里,软白过得都拘谨不已。 每分每秒,感觉都有一万年那么长久难熬,男人的身份地位,外表,以及形势的沉稳金贵,都肇事着生人物尽。 软白下楼,许久,心跳才平复。 他决心以后要离顶层那位总让他状况百出的男人远一些了。 由于包书皮花费了许多时间,软白的手上堆积了不少工作。 一直忙碌也有个好处,能让他忘记之前顶层总裁办公室里尴尬的一幕幕情景。 晚上到我家吃饭,我哥来接我们。 李妮手上抱着一摞资料。 趁工作空当,过来弯身在软白耳边说道。 软白看他一眼,点头。 李妮的视线不经意地注意到软白胸前的衣物上。 怎么坏了? 李妮诧异地问道。 这个胸针虽然不是什么大牌,但那却是软白从高中时期就很珍惜的一个物件。 李妮不知道这个款式已经过时的胸针是谁给软白的,但她和软白高一就认识。 她经常去软白家,知道软白有一个盒子。 盒子里装着的东西就只有这枚胸针。 软白低头看着衣服上这枚坏掉的胸针,撒谎道。 碰到一个孩子,我蹲下身跟她说话的时候,她抓住我的胸针不放,所以,熊孩子,真是讨厌。 李妮觉得软白一定很心疼,宝贝了好几年的胸针,就这样被拽变形了。 李妮摇摇头,回了工作位上。 软白失神地抬起一只手,轻轻捂住了这枚坏掉的胸针。 终于熬到下班时间。 李宗今天休息,算是公司对员工出差的补偿,她去买了车,紧急办理手续开了出来。 对不起,公司大楼外,李宗目光炙热地盯着软白,道歉的同时帮她打开车门,看着她上车。 李妮自己开车,先走一步。 软白上了李宗的车,两人一路去向李家。 路上,李宗专心开车一句话没说,皱起眉头的样子似乎是在思考,软白也不说话,只看着车窗外的街道。 车子驶入小区。 李家父母很隆重地下楼来接软白。 叔叔阿姨,你们怎么下来了? 软白很不好意思。 李母亲切地握住软白的手,拍了拍,阿姨想你了。 那!你对小白比我哥对小白还肉麻了。 李妮调侃道。 李宗走在家人的最后面,她一只手插在裤袋里。 一只黑色丝绒的高级手势盒,被她攥在手心。 求婚这种事,在李宗眼中,就像置硬币,结果是花式字,是个未知。 别的男女之间也许不这样,但她和软白之间,却的确如此。 紧张在所难免。 李宗知道,软白爱她,但没有她爱她多。 所以,为了避免此次求婚不成功,在中午考虑好求婚这件事后,她就叫父母接来了爷爷奶奶、姑姑叔叔。 连老大小的亲属,有十几人。 随李家父母上楼以后,当李家家门打开的那一瞬间,软白震住了。 李妮也见鬼了似的,看着满屋子亲戚老小。 来了来了,说话的是李宗二姑,见到门口站着的,跟照片里长得一样的女孩子,就立马去搀扶母亲。 激动地说,小宗的女朋友,软白,到门口啦,每人胚子一个,妈您快过来瞧瞧,软白错愕不已。 进来,李宗目光温柔地看她,拉住她的手。 出于礼貌,软白不得不对她家所有亲戚都努力扯出笑容。 李宗的奶奶从始至终都扯着软白的一只手,攥在手心,每说一句话都要轻轻拍一下。 一种算不上好,也不能说不好的预感,洗上软白的心头。 视线搜寻着李宗的身影,软白发现她正已在阳台上抽烟,双手插带,模样紧绷,像是心里装着什么沉重的心事。 晚饭特别丰盛。 李妮说,过年也没吃得这么好过,主桌上坐着李宗的爷爷奶奶、父母。 李宗和软白也落座。 其他人在另一桌。 席间也只是聊了一些家常。 软白差不多吃完饭,正要放下筷子的时候,李宗突然盯着她的眼睛,叫她,跟我过来。 两人来到刺我。 李宗的房间? 什么事? 软白询问的声音很轻缓,像急了清晨过半, 却又眉到五时的柔媚阳光。 李宗望着她的目光里,有坚定,有温柔,拉着她的手,她嗓音微颤地说,我要跟你道歉,早上的行为是我不对。 我已经没放在心上了。 软白说道,谢谢,谢谢你,体谅我的胆战心惊。 李宗伸手把她揽进怀里,地上眼睛,无力地说,你不知道,我有多怕失去你。 软白沉默。 李宗又说,你知道,我很早就爱上了你,从你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那时的你,才独高一。 第一,我觉得我很罪恶,喜欢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 我也有试着,去喜欢其他女孩子,但都没感觉,她们总会让我厌烦。 后来我想,你总有长大的一天,我只管静静守候就好。 终于,你长大了,我们有机会一起出国读书。 你经历的不好的过去,在你坦荡地对我说出来的时候,说真的,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听到这里,软白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微微一颤,她到底还是介意的。 听下去,李宗更抱紧了她,说道,这打击并不是你不干净了,而是我的自责。 我恨我没有一开始就走进你的生活,我恨我没有守护好你使你人生无忧。 小白,你要明白,这世上再也没有哪一个男人比我更早地爱上你,更坚定地爱着你, 也许是真的害怕失去李宗说话的声音,从最初的颤抖,渐渐变成了哽咽。 说完全不感动是假的。 软白听得心里一阵柔软。 上天不复,终有一个人真心待她。 过去的一切软白在努力忘掉,这也是当年那个有权有势的神秘男人所希望的。 游记的那个女管家曾对她说过,祝你余生安好。 事后软白想,自己经历了这些以后,余生真的还可能安好吗? 但自己选择的路,走过不后悔,余生能安好是幸运,不能安好,终究也不能怪罪于谁。 软白认为的安好并不是奢求大富大贵,只是希望有一个人爱她,理解她,三观一致,相互照顾,就这样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白头到老。 这个人,是李宗无疑。 软白从她怀里出来,看着她说,你不要没有安全感,你这样我很惭愧,我并不优秀,没有哪个男人会注意到我。 李宗不受控制地想起那束空运而来的鲜花。 即使有,我也把持得住我自己。 软白认真地说道,李宗有了信心,重新拉住她的手。 两人出去,软白要往沙发那边走,但李宗却硬是搂着她,停在了客厅中央。 干什么? 软白抬头,用眼神询问,表情突然变得古怪的李宗。 这时,面对着众多的亲戚长辈,李宗从裤袋里掏出一个黑色丝绒手势盒,朝她打开。 哇,太突然了吧。 李妮不禁无嘴惊呼。 怪不得叫来这么多亲戚,原来,是要求婚。 李宗单膝跪地,跪在软白面前,当着全家长辈的面,恳请道, 嫁给我,软白,真正成为跟我父母家人一样的我最爱的亲人,我最亲密的爱人,软白,被求婚这一幕。 她从来没有想象过,甚至觉得自己,距离结婚,还有一段距离。 答应啊,孩子。 李宗的母亲,见软白迟迟没有动作,不免着急。 李妮,去捅过了一下软白。 别无选择了。 从点头答应跟李宗恋爱的那天起,软白就知道,若无意外,自己嫁给李宗只是早晚的事。 陪李宗的爷爷奶奶聊到晚上九点多,软白才得以脱身回家。 李宗把车开到他家小区门口。 软白下车。 就送到这里吧,我想自己走走。 这一天经历了太多,起起伏伏,他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好,早点休息。 李宗没有逼他太紧。 两人互说再见之后,软白目送他的奥迪Q5史离。 小区路灯开着,并不漆黑,一些锻炼身体的人还在小区各处慢走。 软白往自己住的那栋楼走,到了门口,手伸进包里,找开外面楼栋门的钥匙。 这时,一道男孩软懦又期待的声音响起,阿姨。 他回头,寻着声音来处看去。 这一看,却使软白愣在原地。 路灯后方,正严肃助力一大一小两个人。 木少林立体的五官轮廓隐藏在光线极暗的深处,脸色实在算不得好看地盯着他。 冷冰冰的目光里,像是蕴藏着很大的脾气,隐忍未发。 小家伙却咬着嘴唇,可怜巴巴的,不再是上次H市酒店中见到的那么傲慢,看看爸爸,又看看软白。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软白很想不通地问。 我们试来,小家伙后面几个字还没说出口,就看到一个奶奶走了过来。 这个奶奶,不会就是小白阿姨的妈妈吧? 奶奶? 战战礼貌地叫道。 奶奶,软白顺着战战的视线,看向自己身后。 年过半百的大妈穿了一套白粉相间的阿迪达斯运动衣,只是路过,但却突然停在了三人跟前。 穆少林知道,这不是软白的妈妈,所以并没有打招呼。 阿姨,你有什么事吗? 软白被这个大妈盯着看到,不明所以。 大妈哀了一声,边撑胳膊撑腿地锻炼身体,边看着软白这副才回家的样子。 然后就苦口婆心地皱起眉,说,女人既然嫁人了,就得学会顾家,不能饿着你家老公和孩子,你看你,这么晚才回来。 这个你家老公,说得显然是那个板着一张扑克脸的男人。 软白一阵尴尬。 她正要解释,却见大妈又看向穆少林,不客气地指责道,你这个当老公的,也有错。 一不高兴,就跟媳妇冷着一张脸,你让你儿子怎么看你? 这年头,男人也得学会做饭,家务不能都指望你媳妇一个人包揽,你娶的是媳妇,又不是保姆。 软白觉得这个大妈越说越过分了。 这种误会,怎么能有? 分明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阿姨,你误会了,我们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软白急迫地解释道, 大妈还要说话的嘴突然停住,更加死死地盯着软白。 过了会儿,大妈张了张口,最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上下重新打量了男人和女人,还有小孩,还狡辩没关系,骗谁啊? 一看你跟那俊朗的男人,就有特殊关系。 真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没想到这小区里,住了一个被有钱男人包养的情妇,无故被盯上了情妇,标签的软白幕送大妈离开, 拧了下唇,却不知道回头能跟那对父子说什么。 不论是那个大的还是小的,他都谈不上熟。 一个未婚女人该有的本分软白还是知道的,工作原因接触男性倒无所谓,但私下里,跟陌生男人夜晚见面,这并不合适。 木少林突然低头看着身旁的儿子,陈生说,有什么事,你快点。 软白回头。 木战白朝两个大人分别眨巴眨巴眼睛,不知道自己来这里有什么事,可是,爸爸说他来这里有事,还让他快点。 哦,他想起来了。 但他分明是被爸爸叫来打酱油的。 小家伙小胳膊小腿的,很吃力地从后面黑暗之处搬出两个巨大盒子。 盒子一个浅蓝色,一个白色,上面还绑着绸缎带子。 小白阿姨,这是给你的礼物。 战战说完,还害怕说错话地回头看自己的爸爸。 木战白个子还小,毕竟是小孩子,软白只听到了他说话,都没看到他的脸。 虽然不会要木少林送的东西,但看小家伙举得这么累,软白还是暂时接住了,让小家伙得以露出脸来,软白对视仰头看他的小家伙,友好的相识一笑。 为什么给我这个? 软白问的是脚边的小家伙,但却是在等他爸爸的答案。 软白不知道,那个冷冰冰的男人,此时正好看到他戴在左手中纸上的钻戒,寓意着,已经订婚。 嗯,我也不知道,木战白不再防范软白,露出小孩子应有的纯真表情,挠挠头,费解地看向爸爸。 做完了你该做的事,我们就回家。 木少林对儿子说了一句,忧深浓黑的眉目又撇向抱着礼物盒子的软白,转身离开。 软白和战战一起都看向墨地离开的男人。 我爸爸他,战战想说什么,说了一半,又面带失望地闭上了嘴。 软白无奈,对他说,这个礼物,阿姨真的不能收。 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他无法解释给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听,小孩子也听不懂。 他只能找一个小孩好理解的理由说道,无功不受禄。 说完,软白微笑着把大盒子放在战战手上。 等下你爸爸走远了,快去追,帮我把礼物带回去还给他。 小区门口,街道边上停靠着一辆白色保时捷跑车。 男人一脸阴郁地坐在驾驶座位上,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抬起,把手指尖夹着的香烟递到嘴边,狠狠地吸了一口。 看到身后的垃圾桶了。 扔进去。 木少林目光盯着儿子抱回的东西,冷冷说道。 回到木宅。 木少林才停下车,就见沉默了一路的儿子,解开安全带跳下车。 老爷子在院子外喝茶,看到小曾孙一股脑地下车,又一股脑地跑进屋子跑到楼上,吓了一跳。 我小曾孙,这是怎么了? 谁给惹的? 这父子俩,五年来可从来没有过矛盾。 木少林稍微松解开领带,迈开长腿,进了别墅。 又有女人纠缠你,被我们战战看见了? 木少林的母亲名叫张亚丽,迎出来接过儿子的西装外套,试着问道。 木少林摇头。 张亚丽这就猜不到还能发生什么其他事了。 平时也就这件事能让战战不开心。 战战和软软被保护着长大,接触外人极少,小一点的时候还不知道妈妈的概念。 直到认识了其他的小朋友,兄妹两个才知道,其他小朋友不光有爸爸,还有妈妈。 战战回家就问,我们的妈妈在哪里? 老爷子继续欺骗孩子,说他们没有妈妈。 但是五岁的战战,懂事很多,太爷爷的谎话显然已经骗不住孩子。 磨不过孩子纯真渴望的双眼,老爷子就叹气说,你们的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如果她回来了,太爷爷让你们的爸爸带你们去见。 这些话,只有战战听到了,并且宁忌。 张亚丽把儿子的西装外套递给保姆,保姆拿走。 站在窗边,张亚丽往别墅的楼下看去,身为穆少林的母亲,两个孩子的奶奶,她很难不好奇孩子的妈妈究竟是谁。 只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五年,恐怕没人能查得到当年交易的细情。 做母亲的也不是没问过儿子,奈何,她只字不提。 而曾经跟在儿子身边的邓芳和冯昌夫妇,也已经因病退休,张亚丽想,若是哪天顺路,自己应该过去一趟,万一能打听出点什么? 第二天。 八点钟,软白才出门。 好在坐地铁,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抵达公司。 这个时候,软白很庆幸自己租到了这套距离公司很近的便宜房子。 出了单元门,软白忍不住抬起手,稍稍遮住那冉冉升起的太阳。 昨夜失眠,所以今天起床后眼睛很疲倦。 阳光照射会使眼睛不舒服。 昨夜软白想了很久,也分析了很久,总裁大人为什么要不停地送礼物给他。 第一次的上门打针还有营养餐,真的只是因为他帮忙照顾了一下两个小孩。 老板对此的感激和弥补。 空运而来的鲜花,仅仅是单纯对他这个病人的友好慰问。 可那个男人,长了一副并不会对人友好的模样。 至于昨天那两个包装盒子,软白更是怎么都想不通。 但不管是第一次的慷慨手笔,还是昨天的意外礼物,都让软白坠坠不安。 慕少林是谁,他又是谁。 前者是高高在上的T集团总裁,身份非同一般,在商界几乎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的人物。 最重要的是,哪怕身为普通人,他也会是男人中的佼佼者,拥有一副众人羡慕的好身材。 好长相,说是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恐怕也不为过。 而身为后者的他,亦无是处。 若是非要,从他身上,找到值得说的,就只有两点了。 一是女的,二是活的。 慕少林的种种表现,都让软白心里忍不住生出一种荒诞猜想。 但是,这种猜想,又让软白觉得是自己太往自己脸上贴金,想要包养女人。 慕少林身边什么样的极品货色没有? 怎么可能找上不起眼的他? 这不现实。 小区外,软白像往常一样过马路,左右看车的时候,却看到,垃圾桶旁站着一个穿黄马甲的清洁工大爷,在掏垃圾桶里的东西。 大爷随即掏出一个盒子。 接着,又是一个盒子。 一蓝一白。 不正是昨晚站站抱着的那两个。 大爷蹲下,打开盒子。 这时小区里有两个女人走出来,穿衣打扮很时尚。 大爷,你捡的吗? 其中一个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女人,赶紧过去,问大爷。 大爷觉得,捡了衣服等于白捡,这衣服,家里老太太也不能穿。 有车从软白身边经过。 等软白再看向垃圾桶的方向,就看到那两个女人已经跟大爷谈好了价钱,要买大爷捡到的东西。 二百,大爷你拿好。 给完钱,两个女人对视一眼,就去抢大爷手里的另一个盒子。 等一下。 软白走过去,看着盒子,对大爷说道,衣服,加上这个蓝色盒子,我都要了,出价一万。 两个女人顿时不友善地瞪向软白。 哪来得多管闲事的? 软白并不觉得自己被瞪了很无辜,因为他过来的目的本身也不友善。 这些东西不属于自己,因为自己拒绝了穆少林的赠语,但这些东西现在属于大爷。 Ralph Euron的衣服,可以说是职场女性最高级的配置了,女明星出席活动也有穿的。 Tiffany相钻胸针,更价值不菲。 至少十五万上下的东西,这两个女人试图用二百元就占了这个便宜。 是不是太贪心了点? 一,一万。 这可把大爷惊住了。 软白点头,模样很诚恳。 大爷,我出一万五。 先前给钱的女人又瞪了软白一眼,接着就低头找银行卡,打算立刻去附近取现金。 看大爷的样子,应该也没有支付宝什么的。 两万。 软白在大爷不敢置信的目光中,说道,我给两万。 大爷一脸你们别是在逗我老头玩的表情。 不会是假货吧? 一个女人对找出银行卡的女性朋友说,只不准就是骗子,和起火来套路我们。 你想啊,哪有小区门口垃圾桶里捡奢侈品的好事? 已经掏出银行卡的女人想了想,害怕被骗,退缩了。 也是,差点就冲动的被骗了,一定假货。 女人收起银行卡,哼了一声,转身跟好友大步离开。 大爷反应过来,怒了,说谁骗子。 我还觉得,你们三个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才是骗子,打算和起火来骗我这老头子的钱。 二十分钟后,软白带大爷来到奢侈品店。 拿出发票还有凶针,轻而易举的就换了钱。 所有事以软白一人处理。 大爷什么都不懂,手里拿着钱还是胆战心惊。 我,我这是,大爷,我不是骗子,你捡的东西就是你的。 昨夜没要这些东西,软白今天明天也一样不会要这些东西。 大牌的东西,只要崭新的还有发票,就不愁转手卖钱。 哪有这好事啊? 大爷五着装钱的袋子都快哭了,又怕又开心,顶我五年的要钱。 回头不能有人讹我来吧。 软白说不会,而后看了一眼大爷不方便的腿。 十点半,软白才到公司。 跟大爷聊了一路,软白得知大爷无儿无女,跟老伴相依为命,却在做清洁工人的第一年,就被开车毛棱的小伙子撞伤了腿。 肇事者逃逸,至今没找到。 腿的手术治疗费用和后续的药费,都是大爷一个人在苦苦负担。 大爷说他想过死了算了,可是死了留下老伴一个人怎么办? 软白突然感激穆少林。 有钱人不在意那十几万块,但被苦命的大爷捡去,却能使大爷家的情况多云转情。 无形中,也算穆少林做了一件好事。 已经迟到的软白丝毫没发觉,今天是星期六。 进了公司,感觉到大楼里冷冷清清,除了加班的,再没几个人了。 软白才恍然想起,今天是星期六,大周六的,父子俩正对峙着。 穆少林坐在一辆黑色进口路虎缆胜车子里,穿着黑色衬衫的男人,神情显得尤其可怕。 他问车门外的儿子,你确定不跟我走? 不去,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穆占白两只肉乎乎的小手抱紧书包,赌气地抬头看着车里的爸爸,嘟囔着说, 我想在别人面前夸你几句,给你刷一些好感,我竟然发现自己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夸起,因为你没有优点。 你脾气坏,不温柔,缺点倒是可以说出一大堆。 穆少林精致地眉头困扰地皱起,觉得儿子有心事了。 不料,小家伙又不道说,你这样,会讨不到老婆的。 穆占白望着爸爸黑了脸,开车离去消失的方向,他知道,自己是彻底把爸爸给伤到了,扎了爸爸那颗寡欲的心。 软软从楼上下来,走出屋子,问哥哥,爸爸去哪了? 爸爸走了,他可能被我伤透了心。 小家伙自责地低头,内心很难受地对妹妹说,哥哥,我想小白阿姨了。 爸爸什么的,不好吃也不好玩,只会凶巴巴地板着脸,相比喋喋喋不休的老师还讨厌。 穆卷软根本一点也不在乎周末家里有没有爸爸。 可是小白阿姨就不一样了,小白阿姨漂亮,还香香的。 软软,我带你去见小白阿姨怎么样? 我知道小白阿姨住哪里。 穆占白说完,就拉住妹妹的一只手。 软软点头。 双胞胎两个一拍即合。 两个小家伙出门打的。 说了地址,直奔软白住的小区。 出租车后面,穆家老宅的其中一个司机开车尾随。 当车子行驶到一处名叫君兰守城的住宅小区,司机打电话给穆少林,会报道, 先生,小少爷和小小姐来到了一个叫君兰守城的小区, 现在他们就站在小区门口,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好,我会盯着他们的。 挂了电话,司机不敢错眼地仅看着两个小孩子。 哥哥,我们给小白阿姨打个电话吧。 软软抬头,看着这些进出小区的叔叔阿姨,那些叔叔阿姨也在看他,他有点怕。 哥哥只知道小白阿姨住在这里,住在几栋,却不知道小白阿姨住在几楼。 穆战白皱着眉头,看了看马路边上停着的穆家老宅的车,他就知道,爸爸一定会派人跟着他和妹妹的。 他才要领着妹妹去公用电话处打电话。 可是一转眼睛,就被他们看到了小白阿姨。 软白看到手拉手相互保护的两个孩子,再次正在原地。 老板家的孩子怎么总往他这里跑,软白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没错,可跟他们走得太近,太过亲密的相处,总归不太好,被人知道,不知道要怎么编排他。 网严重了说,很可能害他丢工作。 软白无奈地走过去,看着两个小家伙天真的脸,问,你们怎么来这里了? 我,我带妹妹坐出租车来的,我们跟爸爸吵架了,爸爸发脾气吓哭了妹妹,我们,我们没地方可以去。 穆战白先发致人地说道,为了留下,只能让爸爸暂时先背一下暴君的黑锅。 软白蹲下,重新审视小家伙们可怜兮兮的模样,伸手摸了摸软软的脸颊,关心道,听话,回家去,父子没有隔夜愁,你们的爸爸肯定只是一时冲动,他应该很后悔,凶了你们。 两个孩子被爸爸凶,软白心疼归心疼,但到底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说他都没资格插手别人家的家事。 失去了留下来的理由,木战白没辙地捏了一下妹妹的手。 软软像是得到了什么神圣的命令,立刻低下头,撇着小嘴,委屈巴巴,眼看就要哭出来了。 那我们不打扰阿姨了,我带妹妹,就先走了,木战白倔强地拉着妹妹的手,要走,可是软软不动。 再被哥哥一扯,还摔倒了。 软软细皮嫩肉地,磕碰在小区粗糙的石头路上,直接磕破了膝盖。 呜,小家伙哭了起来。 软白顾不得其他,立刻将摔倒的软软抱在怀里,拍了拍小软软的背,安慰,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别哭,阿姨带你去家里吃好吃的。 呜呜,正哭着的软软,听到阿姨要带他和哥哥回家,立刻不哭了,重重地点头趴在软白怀里。 嗯,小白阿姨我最爱你咯,软白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木战白尾随其后,到了家,软白放下软软,找出两双新的拖鞋,给两个小家伙穿。 木战白和软软,他拉着大大的拖鞋在屋子里走,一下子就走完了,一是一小厅的房子,比木家老宅小了不知道多少倍,但他们很喜欢。 软软,过来坐下。软白拎了家用药箱出来。软软听话做好。忍着点阿,疼了记得告诉我。 软白拿出药水,棉签,还有纱布。小家伙的膝盖,磕破了指甲盖那么大的地方。 木战白站在一旁,用小手拍着妹妹的肩膀,果然,妹妹很坚强地没说疼,只是皱了皱眉,就忍到了膝盖包好。 这个真好看。软软低头看她的膝盖,一副没见过窗口贴和纱布继承蝴蝶结的样子。 软白笑着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再看了一眼时间,发现已经十一点了。 你们吃了午饭没?软白问他们。 木战白摇了摇头。 先看电视,我去给你们做午饭,想吃什么? 软白打开电视,找了动画片给他们看,接着就去看冰箱里都有什么食材。 木战白看了一下软软,说,软软想吃炸鸡,我就吃什么都行,我不挑食。 软软立刻也说,我也不挑食。 他很好养的,吃饱就行了。 软白打算的是,先让两个孩子吃得饱饱的,再送他们回去。 米饭煮上需要二十分钟才能好。 木少林的手机号码软白没有存储过,隐约只记得,号码是很好记的十一位数。 但手机号码的主人太过冷冰冰,软白不得不过目就忘,根本不敢记得。 其实就算存储了,或者记得,软白也不敢真的拨打过去让他来接孩子。 既然两个孩子是坐出租车来的,就还能坐出租车回去,大不了他悄悄地亲自送他们安全到家门口再离开。 软白这样想到。 三菜一汤,清淡却健康。 软白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主妇两个孩子不要乱走,软白拿了钥匙,下楼去买炸鸡。 楼下刚好就有一家炸鸡连锁店,看上去很干净卫生。 买好了炸鸡,软白急忙往家里走,生怕炒好的菜会凉掉。 钥匙插进锁孔里,软白打开家门。 本以为软软听到要是开门的声响,会很期待地等在门口。 但是,软白开门后看到的,却是一张成熟精致的男性脸庞。 原本的笑容瞬间凝结在脸上,他吓得居然不敢进屋。 可是,这明明是他的家,穆少林却看都没再看他一眼,只是提醒了一句,菜要冷了。 接着,已经转身,并且熟门熟路地走去了他家两平米都不到的窄阳台上。 软白愣在原地。 穆少林从容得仿佛是在自己家,边走边掏出烟盒,接着他从烟盒里磕出一根烟,叼在嘴上,点燃了火。 动作潇洒。 这是他的家,可是,两个小的讨债的一样,坐在餐桌前拿着勺子望着空空无野的饭碗等吃饭,倒还乖巧,也很可爱。 只是那个大的,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房子的主人放在眼里。 换作一般人,总该礼貌地交代一声,怎么进门的? 软白先伺候了两个小的吃饭,自己没吃,躲去了厨房。 本该木战白和木软软的妈妈该做的事,现在基本都被他包揽了,还没有工钱。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软白本以为厨房是自己的一片宁静小天地,可他错了。 一股清香独特的烟草味道猛地进入他的鼻息。 抬起头,软白意外地对视上一道深邃复杂的视线。 软白一时手足无措,只觉得有他的身躯阻挡,周围的空气都变得不再流通了。 他的身体,把他堵在了死角里。 这呼吸不畅的感觉,使软白紧张。 只想离开。 但他迈开步子以后,却更加牢固地被挡住。 软白末地抬头,看他,不要欺人太甚。 而木少林的视线,同时也落在对方看上去很软嫩的唇瓣上。 被他这一看,软白立刻别过头去。 小白阿姨,为什么你家的菜里没有洋葱呀? 软软说话的声音传来,伴随着勺子磕碰碗的声响。 软白脸上升起一股热潮,回答道,我不吃洋葱。 趁说话的这个机会,软白要走出去。 跟两个小家伙相处,比躲来厨房要安全得多。 可是这回还没走出去一步,他就被男人按住肩膀,压住了身子。 你疯了吗? 软白忍不住惊呼出声,心跳加速地抬起头,对视着居高临下压住他的男人。 穆少林清冷的视线里,蕴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男人的某种压抑,望着他,却沉默不言。 你干什么? 软白面露恐惧地挣扎。 穆少林这双眼眸的最深之处,如同深渊,跟他对视。 软白觉得自己正在被他一点一点地吸入进去,这感觉太可怕了。 偏偏,他挣托不得。 软白快要被他气哭了。 穆总,请你自重。 有孩子在,软白不敢说太过分的话,恐怕教坏祖国的花朵。 但是,身为孩子爸爸的穆少林,太过分了。 自重。 穆少林挺拔其长的身躯栖身压下,感受着女人在她身下如肋骨般的心跳速度,凝视着她细致如丝绸般的光滑皮肤,薄唇清起,自重视纸,谨言慎行。 尊重自己的人格,自己重视。 而我此时此刻,正在自重。 软白被他强词夺理的无话可说,说话的时候,男人将他紧紧地禁锢在了怀里,身体与身体间紧密贴合,没有一丝缝隙。 穆总,我有男朋友,我也已经订婚了。 穆总这样做真的不合适,说出去也不好听,恐怕会累积穆总在外的好名声。 软白一动不动地看他,如果动了,他担心自己的胸部会蹭到男人的衬衫下包裹着的紧绷身体。 他没忘记,上次解开皮带扣和胸针的时候,男人那里,起了不小的反应。 软白宣布,自己并非单身的话,很有冲击力。 他在名分上,已经属于另一个男人。 穆少林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仿佛并不在意他是否有着。 外面的战战突然想起什么,大声说,阿姨,不吃洋葱,可是挑食哦。 对,要被爸爸打屁股的。 软软童言无忌地也说道。 听到打屁股这三个字后,软白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穆少林。 只见穆少林吃笑一声,转瞬即逝,而后软白立刻就感觉到,有一只大手,正从他的腰际,缓缓往下滑去。 其实,伴随孩子成长的这几年来,穆少林从未动手打过他们,只是他一贯面冷,孩子比较害怕,久而久之,老爷子就用爸爸会打屁股来吓唬他们。 挑食就是其中一项不好的习惯,软软和战战都记得,所以从来不敢挑食,生怕要被爸爸打屁股。 软软、战战,你们过来阿姨这里。 软白忍不住求救。 穆少林总不至于在孩子面前做这种事吧。 哦! 两个小家伙硬了。 接着软白就听到他们朝厨房走来的声音。 穆战白、穆软软都回到餐桌前坐好。 冷冷的一句命令,从穆少林的薄唇间稳稳地说出。 被联名带姓点名的两个小家伙,立刻站住,不敢往厨房的方向再走一步。 穆战白想去厨房,可是妹妹拉着她的手,摇了摇头。 软白听到外面果然没了动静,忍不住无言地看着面前严肃冷酷的男人。 知道来应得不行了,软白就软言软语地说道,穆总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为什么非要为难我? 穆少林沉着脸,她的嗓音依压抑而沙哑,有人说过,情欲一旦从前门进来,智慧便会从后门处去,譬如今天的我。 我很期待,你究竟能把我的胃口掉到什么程度? 软白感受着男人纠缠而来的炽热呼吸,面红耳赤,除了觉得冤枉还是觉得冤枉,她从来没想过掉她的胃口。 这时,有手机震动的声响。 你的手机响了,软白松了口气,忍不住提醒。 如蒙大赦。 趁她放松警惕,软白立刻就想逃离厨房这个是非之地。 但她才推开她,手腕就被男人用力攥住,又扯了回去,一个反手,她小小的身子就被男人彻底裹在怀里。 嗯,嗯,软白被迫仰头,鲜弱的肩膀被穆少林结实的双手牢牢捏着,她觉得自己快要被她捏碎了。 推底,撕打,毫无用处。 反而激怒了一向心高气傲的穆少林,被她从没倒眼,从鼻尖到嘴唇,细致且狂乱的一路吻下来,半寸都没放过。 穆少林湿热性感的薄唇,来到软白锁骨的位置,轰的一声。 软白只觉得自己的大脑像是炸开了盘。 滚烫的眼泪突然不受控制,她的思绪,生生地被拉扯回到五年前不堪的夜。 除了男人粗重的喘息声,软白的耳朵里什么也没有。 软白又想起自己当年生下孩子以后的事,她跟李妮进行的那通视频通话,不经意看到电视上八卦新闻里的富商。 交易就是交易,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男人,她都没有资格说不。 但是如今被抢吻,软白忍不住想起那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一阵恶心的感觉洗上心头,头晕目眩。 木少林察觉到,她的心不在焉,一只手捏着她的下颌,缓慢抬起,她染上情色味道的双眸,紧紧凝视着她,在想什么? 怎么哭了? 软白呆若目击,寻声转望着她。 木少林个子太高,软白在家里穿的是拖鞋,养人之间有很大的身高差,她看着她,就像看一个被她欺负哭的红颜小兔子。 在想,木总怎么是一个衣冠禽兽,表里不一,性即可。 软白收住,机遇夺矿而出的泪水,不愿自己脆弱的一面,被人看到。 可是委屈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哭不哭的,什么时候能被自己本身左右了? 情绪,从来都不听话。 人活在世上,这一生就会有许多经历,好的,坏的,难以启齿的。 软白却样样俱战。 迄今为止最难以启齿的,莫过于五年前发生的不堪。 木少林的暧昧亲吻使她想起了不好的事,而她停止这些动作后说话的声音,更是直接击碎了她外表肚脐的那层灵魂。 那层看似坚硬,实则很薄弱的灵魂。 阿姨,木战白到底闯进了厨房,眼睛警觉地看着姿势奇怪的两个大人。 软白看到小家伙,赶紧难堪地转过头去,低下头。 木少林没看儿子,精致硬朗的脸庞却无比阴沉,仔细回味着软白形容她的词汇,一观禽兽,表里不一,性即可。 她的姿态,何时变得如此卑微低贱了? 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事能使她无法自拔的。 女人亦是如此。 木少林的手机还在执着地一遍遍响起。 软白被突然放开。 木少林接了电话,语气差得像是谁欠了她一百亿美金不还。 软白离她近,所以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木总,你在干嘛? 女人的声音,温柔中带着几分慌乱,我打扰到你工作了吗? 你的声音,有些吓到我了。 木少林的态度,很难不让人心声巨异。 木战白抬头看爸爸,就听到爸爸板着脸朝电话里的人问,找我什么事? 女人说,是这样,上次想必木总走得及,忘了通知我同你,一起去A市。 她知道,木少林从来就没想过通知她,她这样说,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木少林沉默不语,心思还都在身旁低头的女人身上。 女人又说,我决定星期一去A市,毕业回国,以后我本意也是自己创业,加上有父母的支持,我是很有信心的,等我过去,还希望木总身为成功的前辈,商场上能够指点我一二。 软白听出了,对方是谁?H是见过的那位,萧局长得掌上明珠,等你过来,见面再说。 木少林说完,便直接冷漠地挂断了电话。 木战白站在厨房里,炯炯有神的眼睛冷不丁被爸爸凌厉的的眼神盯上,小身子没忍住地发了吓抖。 软软在厨房门口,没赶进。 爸爸骂哭了小白阿姨,真是坏蛋。 软软正想着,爸爸和小白阿姨怎么了,下一瞬就被爸爸的大手给拎了起来,接着进入爸爸结实的怀抱。 小家伙被抱到门口。 哥哥,软软朝后头叫道。 木战白看了一眼厨房里不转过头来的小白阿姨,又看了一眼脸色黑沉。 站在门口穿鞋的爸爸,一颗小小的心脏,慌乱不已。 但他只能先随爸爸离开,保证地说,小白阿姨,我下次再来看你。 木少林在门口穿上皮鞋,却没有给女儿穿鞋子,抱着女儿,直接推门走了。 木战白急忙穿好鞋子,在后面追上。 等到一家三口都坐近停靠在小区门口的路虎揽胜车子里,木战白目视前方,咕弄着说,爸爸,你很过分。 软软缩在车后座安全座椅上,拧着小嘴。 木少林启动了车子,视线凝结成冰了般,一言不发。 父子两人此刻的表情,可谓是插成了如出一辙。 小白,我爸妈打算给你和我哥买婚房了,你不说说,想住哪个区吗? 我爸妈积蓄不少的,你不用客气,我建议你,最好买市中心的房子,上下班方便。 木少林走后,李妮就给软白打来了电话。 买婚房? 软白觉得这太快了。 就这个问题,两人聊了一会儿。 但李妮觉得软白状态不好,让她赶紧休息。 结束通话以后,软白没休息,先去收拾了桌子上的碗筷,又洗干净了碗筷盘子。 整理完厨房和餐桌,软白开始打扫整个屋子的卫生。 却发现门口有一双阿里脑袋模样的小鞋子。 是软软的。 看来是还没来得及穿鞋,就被她爸爸抱走了,上班才没多久,就跟老板的关系闹得这么僵。 究竟是谁的错,软白不知道。 软白觉得自己可能要失业了,或者应该主动辞职。 叹了口气,又去阳台打扫。 她这才看到,阳台上有一个烟灰缸。 烟灰缸是最普通的那种,防冬被的。 软白不抽烟,家里也不来异性,所以这烟灰缸始终没被用过。 今天,这烟灰缸里,却有了烟灰,还有两节才抽完不久的烟蒂。 她将烟灰倒进垃圾桶里,再用抹布到处擦了擦,直到人的肉眼看上去,再也没有一粒灰尘。 但是,软白一抬起头,却正好看到了自己昨天晾在阳台上的,黑色蕾丝胸衣。 镂空边是,面料柔软,为的是穿紧深植叶装,不露内衣痕迹。 还有一条铜色的内裤,刺绣网纱面料,平时家里根本不来外人,更别说是男性。 所以晾晒内衣这种事,软白从来没有讲究。 这房子小,其实也容不得讲究的人住。 两平米的卫生间,潮湿阴暗,不适合晾衣服。 软白收起内衣。 虽说被异性看到自己的内衣也没什么,身上又不会少块肉,但一想到她可能打量过, 软白就还是会感到有一丝丝的不自在。 晚上,穆家老宅。 一家人的用餐时间,穆少林不在。 张亚丽加了一块青瓜到沾沾的碗里,又给软软加了一块。 听奶奶的,不喜欢吃也要吃一些。 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小心不长个子。 餐桌上其他人都在用餐。 穆湛白看着碗里的青瓜,扒进嘴里,乖乖地吃掉了。 吃完仰头看向奶奶,奶奶,你为什么不吃洋葱? 桌上有一盘炒洋葱,穆湛白和妹妹很喜欢吃,太爷爷也很喜欢吃。 小叔叔和二奶奶都喜欢吃,只有奶奶一个人不喜欢吃。 每次炒洋葱都要放得老远才行。 奶奶说她闻到那股味道都会吃不下饭。 张亚丽还没说话,就听蔡秀芬若有肆无地哼了一声, 见人就是毛病多,这不吃,那也不吃的。 老爷子耳聪目明的,听到后,皱眉咳嗽了一声, 以此来警告儿媳妇蔡秀芬,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找茶。 蔡秀芬扬了扬眉,继续吃饭,不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何不妥, 但也见好就收,不说了。 张亚丽自然也听到了蔡秀芬的讽刺, 但她没做理会,而是实大体地对孩子们说, 奶奶不吃洋葱是遗传,奶奶的爸爸生前就不吃洋葱。 哦!木战白别扭地使着筷子,说, 我认识的一个漂亮阿姨,她也不吃洋葱。 张亚丽笑了笑,这世上不吃洋葱的人何其多。 还有香菜,不吃的也大有人在。 晚饭以后,两个小家伙出去玩, 天黑以后,乖乖上楼,洗洗睡了。 这是一个冗长的夜。 软白陷入梦中,辗转反侧。 梦里水声哗啦啦的, 木少林在洗澡, 她开门,走到她的身后, 贴上去, 搂住面前男人这句剑朔腰身。 她转过身,低头, 在她脖子上侧膝出一串吻痕。 她仰起头,想要更多。 粗重的喘息声, 肆无忌惮地一寸寸触摸, 使她发抖, 被汗水打湿的一缕缕发丝, 粘在脸上, 忍受着她所不能承受的热烫。 绷着的身体, 变得站立。 她后退, 木少林又压上来, 短暂地对视后, 唇与蛇细腻交缠。 男言的声音滴滴地从唇舌尖一出, 身体的感觉像被海浪拍打着一样, 忽高忽低, 她睁开眼睛, 清晰看到男人浓密地叫女人, 都极度地眼睫毛。 忽然, 画面一转, 年过半百的富商, 在朝她招手, 笑得猙獰。 啊! 软白从床上惊坐起来。 呼吸一起一伏, 六神无主。 过了好半天, 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明白刚刚的一切都只是虚无的梦。 还好! 还好是梦! A是外面此时正是黑夜, 天空不见一颗星星, 软白一半的意识都被梦境里的人与是拽住, 走不出来。 自从五年前在电视上看到那位年过半百的富商, 软白每每想到宝宝的亲生爸爸, 就会自动带入那位富商的脸。 宝宝是从他身上掉下去的一块肉, 骨血相连, 软白做不到完全不去想, 但是每次同宝宝一起出现的, 又都是富商油腻煎滑的脸。 面向生的事真的太可怕了。 被梦折磨, 今夜不是第一次。 在国外软白试着看过心理医生, 有一段时间倒真的没有再梦到那富商。 后来, 人会梦到。 软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梦折磨一辈子。 为什么这些在现实中已经过去了的事, 还要在梦里找上自己? 努力淡忘, 却徒劳。 软白把脸转向窗子那边, 朝着窗子的方向用力喘了几口气, 试图让自己的意识尽快回到现实当中。 可是下一刻, 耳边又想起白天木少林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在想什么? 怎么哭了? 软白忍不住五根手指紧紧抠着身下的床单, 五年前的那个男人, 在意乱情迷, 快意之时, 哑着嗓子说, 腿, 腿打开一点, 两道声音, 在他的脑海里慢慢重合。 这时, 外面一道闪电滑过, 白光照在软白的脸上, 不一会儿, 痘大的雨滴缓缓坠落, 风猛地一吹, 雨水砸在卧室窗子上。 软白情绪颓废地哭出来, 这就是你的命, 承认吧, 承认你曾在十八岁的年纪里, 成欢于一个年过半百的负伤身下, 只有靠出卖身体, 才能救回你至亲之人的性命, 只因你极度排斥年过半百的负伤, 你的意识才会主动意想着, 去认领其他男人的声音。 第二天, 早晨木战白来到妹妹的房间。 软软, 你说爸爸昨天抱着小白阿姨在做什么? 爸爸抱了小白阿姨? 嗯, 那可能是在打小白阿姨, 不然为什么小白阿姨都哭了? 可是爸爸为什么打小白阿姨? 小白阿姨挑食, 不吃洋葱。 木战白脑袋里, 一团纠结错乱的黑线团子, 爸爸因为小白阿姨挑食, 不吃洋葱, 打小白阿姨屁股, 把小白阿姨打哭了。 找个机会, 我要问问爸爸。 木战白一脸忧心忡忡的, 或许我还需要跟他坐下来认真谈谈, 对待女性, 他身为男性应该表现得更深适些。 你真是为爸爸操碎了心, 软软一副恨爸爸不成才的样子, 哀叹道。 一大早, 木少林才回到老宅。 上楼洗澡, 解开领带的同时, 看到浴室门上贴着一张卡通便签, 上面写着一行不太端正的字, 爸爸, 你应该学会做一个绅士。 看完, 木少林将便签纸放下。 听到动静的木战白, 这时过来爸爸的卧室。 看着跟自己距离两米远的爸爸, 小家伙小心说道, 爸爸,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 木少林少见得收起严肃, 点了点头, 嗯。 软软说, 小白阿姨不吃洋葱。 你就把他打哭了, 木战白知道教训老子是不对的, 可是, 这个老子再不教训, 就要上天了。 忍着胆怯, 他眨巴着眼睛教训道, 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 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 小白阿姨只是不吃洋葱而已, 不吃某一两种食物, 不算挑食, 你不能使小白阿姨受制于你一个人的霸权主义。 而且, 小白阿姨又不是你的孩子, 不像我们, 被你养大, 所以要听你的话。 小家伙一堆堆的道理。 你说, 你们是我的孩子, 被我养大, 所以要听我的话。 木绍林朝儿子寻寻善幼, 灌输歪理, 那倘若他要被我养到老, 养到白发苍苍, 比养你们养得还久, 他是不是也应该像你们一样, 听我的话。 木战白看了看爸爸, 挠了挠头, 是这个道理没错, 可是, 木绍林去了浴室, 不再与小孩子纠结这个只有成年人才懂的问题。 小家伙还有许多问题搞不懂, 所以, 站在浴室门口, 等着爸爸洗完澡出来。 木绍林出来的时候, 下身只围了一条浴巾, 上身赤裸, 精壮的胸膛上挂着性感的水滴。 爸爸, 小白阿姨肯定也有爸爸妈妈, 为什么是你要养他到老? 木绍林想到这里, 就很想不通。 木绍林坐下, 双腿张开, 用毛巾擦拭着滴水的黑色短发, 问道, 你几岁, 他几岁? 嗯, 我五岁, 木绍白回答道, 我不知道小白阿姨几岁。 木绍林看着儿子, 表情认真的道, 你五岁, 他二十四岁, 你们相差十九岁。 你很快会长大, 变成跟爸爸一样的成年男人, 届时, 你有你要打拼的事业, 你有你要追求的梦想, 而那个时候, 爸爸人到中年, 即将老去, 你小白阿姨也如是, 我们终有一天会老到你太爷爷这个年纪, 但这中间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生老病死, 压力和各种打击之下, 男人的肩膀总归比女人的硬。 小家伙点头, 他知道, 爸爸说过, 男人的肩膀是给一家老小依靠的。 木绍白想了想, 又说, 可是, 小白阿姨将来会有孩子和丈夫, 爸爸, 你要照顾小白阿姨和她丈夫两个人吗? 那样的话, 爸爸真是太善良了。 我照顾她丈夫做什么。 木绍林听后, 冷冷地看了儿子一眼, 起身扔了手上半湿的毛巾, 再也不想跟儿子沟通, 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字。 她丈夫, 那个李宗, 木绍林硬朗的眉目猝了起来。 小家伙低头对了对手指, 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 又惹爸爸生气。 另一边, 君兰守城, 软白不知道, 自己后半夜究竟是几点睡着的。 黑夜里一直因梦境而恐惧害怕, 到了白天, 却又头疼得, 怎么都醒不过来。 手机震动了一下, 她无察觉。 是李宗发来微信消息说, 小白, 我猜, 你还在睡觉, 希望这条消息没有打扰到你。 我今天会很忙, 抱歉, 不能去看你, 如果感冒还没好, 记得吃药。 周一我们公司再见, 我妈说她今天去看你, 她一大早起来熬了鸡汤, 我把你住的地址告诉我妈了。 这个微信, 睡着的软白, 没有第一时间看到。 小区外, 昨夜雨后, 现在天晴了, 阳光洒下来的时候并不刺眼, 反而让脸上暖融融的, 空气潮湿得正好。 李宗的母亲拎着鸡汤, 手托着保温筒的底部, 下了公交车, 乐呵呵地, 直奔前方军兰守城居民小区。 这是一处建了有些年头的小区。 这小区虽然旧了, 但15年内恐怕不会拆, 这地方, 一般的开发商恐怕也开发不起。 李宗的母亲往那走进来, 就看到小区里有三两坐着摇椅喝茶的老爷子, 再往里走, 就看到几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大妈。 几个大妈倒没看王那, 正聊得火热。 一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大妈手拿扇子, 扇着风, 指了指身后十二栋的门, 挑起一边眉毛说, 下次再瞧见她, 我只给你们几个看。 嘖嘖, 真叫一个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抖凉。 那姑娘, 你们是没瞧见? 长得挺清纯的, 不染头发, 不怎么化妆, 穿着打扮也不暴露, 规规矩矩的。 老时人家长大的孩子呀, 没料到是个剑三, 老杜, 你小点声。 别冤枉了人家清白人家的。 一个大妈觉得这个老杜说话太没根据, 肉眼见小三小心被人找上门来骂。 听到有人质疑自己的话, 老杜立马炸了, 差点跳起来的, 用手里扇子指着那十二栋, 我冤枉他。 我一个字的假话都不说, 你们整个小区问问, 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冤枉过谁? 我还怕他找上门来, 站在我面前, 我都敢跟他对质。 我接就指明到姓了, 姓软的, 叫什么白? 其中两个阿姨无奈地对视一眼, 都了解老杜这个人, 可是出了名的, 听风就示语, 捕风就捉影。 过道上, 王娜端着保温筒厅的手一抖。 王娜走向叫得正欢的老姐吗? 直接问, 你说的那个软什么白的? 她, 三, 什么三? 几个八卦的大妈都看向王娜。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看你面生, 不是这个小区的吧? 老杜也有点心虚, 毕竟没找到人家姑娘, 跟老板同床共枕的实际证据, 不好断定。 王娜自然容不得别人说自己儿媳妇的闲话, 发上火了, 跟我什么关系? 那是我儿媳妇。 你这巴巴巴的, 说她什么了? 哎呦, 搞了半天是她婆婆呀。 老杜低头看了一眼王娜手上的保温筒, 又来了底气, 平时不跟儿媳妇住一起吧? 我猜, 你儿子也不经常回来吧? 真是好笑了, 自己家儿媳妇勾三搭四的, 都把野男人带小区里来了, 婆婆还在这儿护着她的小贱人。 旁边几个大妈拉着老杜, 这话可不能乱说。 王娜一口气, 险些没上来, 野男人? 哪来的野男人? 老杜看这个所谓的婆婆, 还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就继续讽刺, 别跟我这不服气, 想让人家不说闲话, 就得你儿媳妇没做那些难堪的事。 王娜动摇了, 如遭雷击地哆嗦着问, 你, 你亲眼瞧见了? 老杜指着旁边的路灯, 那是当然了, 就在这儿, 那男的跟你儿媳妇亲密的不得了, 大庭广众的, 没个样子。 那没准是我儿子。 王娜还是不信, 阮白一看就本分。 是不是你儿子, 你儿媳妇心里有数? 老杜断定, 那就是野男人, 夫妻之间可没那样相处的。 又说, 差不多一米九的个头, 西装革履的, 一看就是有钱人, 金主。 咚! 王娜手里的保温筒, 直接掉地上。 阮白起床的时候, 是十点多。 他倒了杯水喝, 嗓子干得难受, 喝着水的同时, 低头查看微信消息。 阮白这才知道, 李宗的母亲要过来这边。 再一看李宗发来微信的时间, 早晨七点多。 现在十点多了。 按理说, 这个时间早该到了。 阮白担心李宗的母亲下错车站, 就打过去, 想问问到哪里了, 用不用他去接一下。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想了很久, 阮白最终听到了这个提示音。 阮白打给李宗。 可是李宗的手机一样, 也提示说,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阮白突然的心绪不宁。 别是出了什么事。 他又打给李妮。 李妮很快就接了, 问, 宝贝你怎么了? 阮白把事情对他说了一遍。 李妮却说, 我妈可能临时被人叫去打麻将了吧。 你不知道, 我妈打麻将的时候手机放在包里是听不到的, 至于我哥, 估计在忙。 李妮这样一说, 阮白就没再多想。 割下手机, 阮白走去浴室里洗澡, 洗完了澡, 整个人都精神了一些, 擦着头发, 他看到客厅茶几上的手机在想。 来电人, 李宗。 喂? 阮白立刻接了。 手机那端的李宗是沉默的, 良久, 他像是忍耐下了什么, 冷冷地问, 阮白, 你背着我, 都见过哪些男人? 我, 我背着你, 见过哪些男人? 冷不丁的, 阮白根本不明白李宗什么意思。 李宗莫的拔高了音量, 嗓子嘶哑, 你到现在还在跟我装无辜? 阮白, 我突然觉得我看不透你了, 你告诉我, 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阮白原本拿着手机的手, 变成紧钻手机。 李宗的言辞依旧激烈, 为自己鸣不平, 你告诉我, 我到底算是你的什么? 你完够了以后的归宿? 倒霉的接盘侠? 传说中脑袋上发绿光的老实人? 李宗怒急的声音就像冰刀, 穿透手机, 狠狠扎在软白的耳朵里。 你先冷静下来,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软白皱着眉, 脸色不好。 李宗冷笑, 也可以说是嘲笑, 误会。 不存在误会。 事到如今, 我只恨我太傻, 一直以来无条件地信任你, 我恨我在国外时没有相信软美美的话。 小白, 软美美没有说谎对不对? 背地里, 你在国外读书时有跟男人烂交过。 李宗最后一句说的是陈述句, 不是疑问句。 被即将携手走入婚姻殿堂的另一半, 诬蔑个人作风有问题, 是什么感受? 软白气得手直发抖。 不等他开口, 李宗又恶狠狠地说, 以前在国外, 我约你的时候你总说你在打工, 其实都是骗我的对不对? 现在想想, 一点真是多到数不清。 如果真像你说的, 你一天兼职打好几份工, 我怎么会从来没在你脸上看到过黑眼圈? 所以呢, 你认为我说我在打工是谎话, 那我到底去干什么了? 软白的眉头更加深地皱起。 李宗压低声音, 到底干了什么, 还用我挑明了说吗? 你说, 我想听听。 软白说道, 这是你逼我的, 那我就说。 李宗把软美美四年前告诉过他, 但他当时没信的话, 一五一时说了出来, 那五年里, 你一共有六个男人, 其中四个是有家室的。 他们养你, 供你读书, 教你语言, 甚至你为他们, 打过胎。 这一分钟, 这一秒钟, 软白觉得自己的心房彻底荒芜成了废墟。 他低头看着手指上的订婚钻戒, 眼底隐隐地有生出热泪来。 订婚还未满一个星期, 未婚夫就在电话里声声彻鼓地质问他。 一个女人的名节有多重要, 是个人恐怕都知道, 无凭无据, 只凭软美美造谣的一张嘴, 就给他安了一系列的罪名, 这来自于未婚夫的不信任的行为, 伤害程度, 等于直接背叛。 李宗还在继续说, 继续质问, 质问他, 小区里的那个男人是谁, 这一点你也不能抵赖, 你们小区一个兴度的大妈说, 亲眼看见了。 软白了无声息地按了挂断键, 一个字都不想再听。 手机又响, 软白任由他响, 不接, 不想哭, 也没有悲伤地无以复加, 只是累, 很累。 他抱膝坐在沙发上, 埋起了头, 一个人时甘当鸵鸟, 抱着自己给自己取暖。 李宗五年前出现在他眼前, 像极了阴天里厚厚云彩下那一抹, 那抹光亮, 不真切, 但又确实有, 让他以为真的要天晴了。 那抹光亮诱惑着他, 诱惑着他出去, 站在乌云底下。 那抹光亮跟他保证, 告诉他, 你信任我, 站在这里等待太阳, 等待天晴, 我会让你周围的天空晴朗起来。 他痴痴傻傻地望着那抹光亮, 等待天晴。 可是, 突然天更加阴了, 暴雨骤降。 全世界仿佛只有他是不幸的, 傻傻地, 贝林成了落汤鸡, 贝林的浑身冰凉, 蜷缩在沙发上的时间久了, 他睡了过去, 胃疼得忍受不了才醒过来。 从早上起床到现在, 软白一粒米都未尽。 穿了衣服, 拿了钥匙和钱包出门, 出去简单地吃了午饭。 午饭过后, 他又不想回家, 突然就想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走一走。 走一走, 也许心情会好一些, 会看看一些。 财沙卡进入乘地铁的通道, 软白的手就忽然被人从后拉住。 软白回头, 妹妹, 真的是你。 软美美扬起大方的笑脸, 盯着软白。 我恨我在国外时没有相信软美美的话。 李宗的这句话, 在软白的脑海里, 争鸣地冒了出来。 软美美在李宗面前诋毁过自己, 往自己头上安过莫须有的罪名这一点。 他不做质疑, 软美美干得出来这种龌龊事。 软白抽出手, 放开, 我嫌你手脏。 我脏。 软美美仰起嘴角, 并不气, 继续跟上前方快步的软白。 地铁门开, 软美美跟随挤了上去。 地铁的门关上。 软美美站好, 对软白说, 妈让我叫你回家一起吃个饭。 软白当作没听到。 阿姨, 您鞋子踩我脚伤了。 软美美突然低头, 对座位上的一个大妈说。 座位上坐的不是别人, 正是这一站才上车, 却抢到了座位的杜大妈。 杜大妈有听到软美美跟软白一个妈, 撤回了脚的同时, 问软美美, 孩子, 多大了。 26。 软美美其实并不想跟这种小市民大妈攀谈。 但碍于地铁上都是人, 不得不打。 大妈撇嘴一笑, 故作一脸羡慕地说, 长得可真年轻, 看你也就三十七八岁, 孩子都26了。 你, 软美美顿时黑了脸。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发出笑声。 软美美的脸直接涨成了猪肝色。 这种人多的地方, 她又不好跟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斤斤计较。 气出内伤。 大妈又看向此刻面无波澜的软白, 心里鄙视地想, 不愧是给人当小三的, 真是冷血, 够铁石心肠, 自己的亲姐姐被人损了, 都不带帮一生的。 大妈十分后悔, 早知如此, 刚才那话就应该用来讽刺这个见小三。 地铁才过东大门站, 杜大妈就忍不下这口气了, 看向软白, 你这姑娘没什么功德心啊。 软白看杜大妈, 自己怎么没功德心了? 同时她又很好奇, 这个疑老卖老嚼舌根的杜大妈, 还能说出什么没下线的话来。 杜大妈眼睛立马一瞪, 上地铁的时候, 你跟我抢座位来的是吧? 你说, 我这都五十多岁的人了, 你跟我抢啥? 年纪轻轻, 没本事赚钱买车开, 专门满地铁满公交的, 跟我们这群腿脚不好的老太太抢座位。 哎, 还好我儿子有出息, 早就买了车开。 杜大妈说到这里, 满脸的得意。 软美美一听, 腰杆顿时也挺直了, 转过头去, 表情毫不掩饰地期待着软白难看到抬不起头的模样。 其他几地铁的年轻人也躺枪了, 他们赚得不多, 是没本事买车, 可也有一部分是觉得地铁方便, 开车上路太独。 只是大妈这句话针对的是软白, 大家也就当个热闹看。 我才毕业回国, 家庭条件本就一般, 好在我读书的时候打了几份工, 攒了些钱, 那些钱我拿去给家里长辈买车了。 年轻人挤地铁没事, 做儿女的, 总不能让家里长辈这么大年纪了也挤, 那就太不笑了。 软白迎视着大妈的视线, 一字一句淡淡地说道。 杜大妈斜眼瞪着软白, 气得鼻子直喷火。 地铁里听到的人, 又忍不住笑, 但这次笑的, 却是那个再三找茬的大妈。 不知道这大妈回家会不会为难自己儿子, 骂他不笑。 这时地铁又爆站, 杜大妈受不了这些人的窃窃笑声, 黑着脸, 挤撞着周围的一些年轻人, 终于得空跑了下去。 软美美继续跟着软白。 软白出了地铁站, 并没去哪里, 就只是缓慢地走在繁华街头, 食而仰头, 看这座城市里值得观摩的傲人建筑物。 软白有个梦想, 就是建造出一栋对自己来说很有意义的建筑物。 软美美跟了软白一条街, 就受不了了, 太阳毒辣, 晒得她皮肤难受。 临不根之前, 软美美看智障一样地看向软白, 自己的男人都守不住了, 还有心情在这里走来走去。 再看了一眼毒辣的日头, 软美美又忍不住对软白生出极度, 这世上竟然会有她这种怎么晒都不会黑的女人。 出租车停靠过来, 软美美气愤地上了车, 摔上车门, 离开。 软白盯着城市中央的这栋图书馆, 看得入迷, 最后她拿出手机, 找了比较好的角度拍了照片, 存储起来, 打算回去好好研究。 只有工作, 才能让思想简单起来。 回到租的房子里, 软白放下包, 换了拖鞋, 就去房间里打开工作用的笔记本电脑。 研究起自己拍下来的建筑物。 这一研究, 就研究到了深夜。 整个下午, 李宗都没有打来电话, 更没有发来消息。 等到半夜十二点多, 软白洗好澡打算睡了, 手机却震动两声。 她皱眉, 过去拿起手机查看消息。 查看的同时, 又震动一声。 一共三条消息涌进来, 都是李宗发过来的微信语音。 软白抬头, 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 手指点了听去。 小白, 错的人分明是你, 可为何出来买醉的人却是我? 我出于你而不染的那个小白, 去哪里了? 你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你把他还我? 还我? 我问你, 我追了你四年多, 你都不答应跟我在一起, 现在我们在一起快要一年了。 你为什么, 为什么还是不让我碰? 李宗连续发来的三条语音, 软白都听完了。 他生怕自己会错过分手吧这三个字。 但他没说。 这样看来, 分手这两个字需要他先说了, 软白正失神地想着, 手机又震动。 点开来听。 李宗在环境嘈杂的场所里, 歇斯底里地喊骂, 你装纯情。 你他妈只知道, 跟我装纯情。 浪货。 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跟其他男人发浪的, 你寂寞吗? 哪怕你谈个固定男朋友, 天天被他干, 我也不会瞧不起你, 你想想, 你在英国时期的私生活, 你他妈跟坐机的, 有什么区别? 软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起伏不定, 但他紧咬牙关, 重新坐在了电脑前。 只有工作, 才能让他放空一切, 什么都不想。 可是当熬夜熬到大脑混乱的时候, 他到底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 胡思乱想, 在所难免。 软白不懂, 为什么李宗不相信自己的未婚妻, 却要听信软美美, 甚至听信一个素不相识的杜大妈造谣的话。 这份信任居然如此薄弱, 不堪一击。 次日早晨, 软白从地铁站走出, 过一条马路, 再走两分钟就能抵达公司高耸入云的大楼。 董子俊这时, 从一辆褐色宾利车上下来, 手拿一份文件袋, 他今天负责送小少爷去学英语, 但中途接到老板来电。 老板他急需这份放在家中的文件。 木战白坐在车里, 两条小腿晃啊晃的, 突然, 他看到一个人。 小白阿姨。 他这两天, 一直惦记着小白阿姨过得好不好, 但他又不能再私自过去, 现在终于被他看到了。 扭头打开车门, 小家伙扔下书包蹦下车。 软白昨天熬夜大半宿, 虽说他有一副熬夜也不长黑眼圈的体质, 但却不能挡住面容生出几分憔悴, 他才迈上台阶, 就感觉到眼前有一片黑色阴影笼罩住了他。 抬起头, 软白看到了近在咫尺的李宗。 让开。 面对李宗, 软白没有其他的话想说。 李宗的眼睛里有许多的红血丝, 昨晚熬夜, 加上酗酒, 今天整体面貌显得十分狼狈。 我本来还想跟你道歉, 为我昨晚说的重话跟你道歉, 可我心平气和了, 你却有个脾气。 李宗眼神闪烁了一瞬, 手指并拢, 钻成了拳。 软白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个男人, 仿佛以前从来都不了解他。 他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 才会幻想自己的未婚妻给自己头上戴了绿帽子, 而且还不止戴了一顶, 是无数顶。 李宗表情疲惫地眯着眼睛, 将软白上下打亮了一遍。 十六七岁时的你, 还是软软柔柔的, 如今的你, 却满身是刺, 那种被人揭穿真面目以后才露出来的真刺。 软白听着李宗羞辱的话, 又想起李宗昨天对他劈头盖脸的那一句又一句。 语音这种东西, 在表达伤害的时候, 总是如此锋利。 扎得软白心上千疮百孔, 鲜血淋漓。 软白彻底心死了。 上班的时间就快到了。 软白从他身边走过去, 淡淡地扔下一句话。 李宗却一把, 攥住他的手腕, 攥得很紧, 生生地把他扯了回来, 红着眼睛低吼道, 话还没说清楚, 上什么班? 李宗这时匆匆跑出来, 哥, 你干什么? 你放开小白。 软白穿了公司要求必穿的高跟鞋, 鞋跟很低, 但是跟低不代表就稳妥, 被李宗这一扯, 软白的左脚直接被崴到了。 忍着那股疼痛, 借着李妮掰开他哥大手的空当, 软白抽出自己的手, 下一刻, 摘下左手上的戒指, 一脸坚定地将戒指砸在了李宗的脸上。 软白再抬起头, 说, 从今日起, 我和你一拍两散。 软白的语气没有起伏, 即使很生气, 也要咬紧牙关保持淡定。 否则会输得很难看。 五年多以来, 最会伪装的, 居然是李宗和软美美。 李妮说他曾忠告过自己的哥哥, 不允许跟软美美接触, 李宗也明确表示了, 自己从未接触过软美美。 但是到如今, 软白发现自己才是被欺骗的最惨的那一人。 此时此刻, 软美美正坐在公司前面的喷泉池边, 一边补妆, 一边透过镜子歪起嘴笑, 笑看这边的一场闹剧。 软白收回视线, 拧紧了唇, 不泄露半分弱者的情绪。 李宗被钻戒砸到了鼻梁, 一抬手, 接住了钻戒, 他鼻子发酸地看着手中的钻戒, 两久, 才抬眼看着软白, 一拍两散, 你说得好轻松, 我的伤心狼狈, 就只换来你的这般云淡风轻。 别说了, 你们需要冷静。 李妮看看哥哥, 又看看好友软白。 软白冷笑, 因为问心无愧, 所以我很镇定。 你就只有这两句话要对我说。 李宗攥紧了拳头, 又有了歇斯底里的趋势。 在你不信任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说什么都没用了, 何必浪费唇舌。 软白忍着脚踝上的疼痛, 往公司里走。 李宗直接黑了脸, 转身追上。 李妮一把死死地拽住哥哥, 这是公司, 你要闹得人尽皆知吗? 哥, 我求你了, 别人都在看, 别毁了小白。 软白听到李妮劝说李宗的话, 突然就红了眼睛。 是啊, 他有难堪的过去抹不掉, 李宗如果发起风来, 不管周围有多少人在听在看, 直接都抖出来, 也不是不可能的。 曾经那个理智的李宗, 去哪里了? 他明知道, 他在经历过五年前的事件之后, 最在乎的就是男女关系方面的名声问题, 而他, 现在却以此来侮辱他。 你不信任小白, 却信任软美美那个绿茶表, 他算老几, 就野鸡一个。 你搭理他做什么? 脑子里尽油酸了吧? 李妮一脸失望地看着自己哥哥, 痛心地骂道。 李宗盯着软白的背影, 拳头再一次钻紧, 他想着软白收到的空运花束, 想着软美美的话, 想着小区度大妈的忠告, 而后, 一脸风态地看着自己妹妹说, 我就是吃了以前信任她的亏, 她在我这里, 永远洗不白了。 软白进了公司, 低着头走路, 脑袋里乱得可谓一塌糊涂。 小白阿姨, 随着小男孩软糯的叫声, 软白的一条大腿被牢牢抱住。 他扭头, 看向身侧抱住自己的小家伙。 木战白仰头睁着天真乌黑的眼瞳, 撒娇地说, 小白阿姨, 我躲在这里等你好久了, 终于被我抓到你了。 软白小心翼翼地往四周看了看, 发现公司的同事们, 好像都不认识总裁家的小公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软白小声地问, 同时想把小孩子的手弄开。 木战白却抱着他的大腿不放, 嘟囔着说, 小白阿姨, 你眼睛怎么红红的? 另一边, 董子俊送了文件在下楼, 就发现小少爷没了踪影, 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 最终无奈只好查找监控录像, 顺着小少爷下车的时间和去向开始查。 最后, 监控显示小少爷在公司大厦一楼。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总之, 此时此刻是抱着软白的大腿在卖蒙。 一楼? 软白的手机响了起来。 喂? 软白看到来电显示是董子俊。 董子俊却在那边说, 软小姐, 能不能麻烦你把小少爷送到顶层来? 木总现在很生气。 软白十分排斥去顶层, 支吾地说, 这, 董特助能不能下来带他上去? 是这样的软小姐, 董子俊才说完这半句, 就停顿住, 目光看了一眼已经起身的老板, 反应了几秒钟, 才说, 不用了, 软小姐站在原地等就好。 站在原地等? 你董叔叔下来接你了? 软白说道。 但是一分钟后, 软白却看到, 木少林挺拔其长的身影, 从专属电梯里走出, 正朝他这边过来。 软白色缩得很, 低头对小家伙说, 你爸爸来了, 快放开我, 乖。 小家伙不放, 下一瞬间, 小家伙的小手就被一只大手牵走。 木站白的手是抱在软白的大腿上的, 所以, 木少林在牵儿子的手的时候, 难免会碰触到软白又直又白, 手感很好的大腿。 木站白随着爸爸上楼以前, 回头关心地问道, 小白阿姨, 我爸爸打你的地方还疼吗? 软白脑子里一堆问号, 打他? 小家伙见他疑惑, 解释道, 你挑食, 被爸爸打了屁股, 爸爸说他那天都把你打哭了, 软白视线忐忑地看了一眼周围, 说, 还, 还好, 已经不疼了。 说完这句话, 他发现木少林正在看自己, 当时脸烧得难受。 担心大家会误会他跟老板的关系, 说完, 软白又恭敬地朝老板拘了一躬, 尽量表现得能多疏远就多疏远。 木少林不经意地撇向他没戴戒指的 左手, 原本沉着严肃的五官, 变得既深邃又蛊惑。 软白回到设计部, 在楼下他甩开了李宗, 可是回到工作岗位上, 一样还能看到李宗的脸。 索性, 两人座位隔开得远。 周小素看到软白坐下, 就照着镜子感慨起来, 抱怨地说, 同样一起出差熬了两夜, 怎么我就黑眼圈一片, 小白就白白嫩嫩的。 小白, 你用什么牌子的去黑眼圈眼贴啊? 一个女同事急切地问。 软白抬起头, 不太好意思地说, 没用过, 没用。 女同事惊讶了, 你是妖精吗? 熬夜都不带长黑眼圈的。 呜呜, 以后设计部熬夜加班的大任就交给你好了。 周小素收起镜子, 调侃地对大家说, 你们不准欺负小白, 人家男朋友李宗可是在这里护着呢。 大家忍不住一阵羡慕。 但周小素调侃完, 却细心地发现, 软白和李宗的表情都不太对。 后来软白困得不行, 端着咖啡杯起身去煮, 周小素就也跟着去了。 关上公司咖啡厅的门, 周小素确定外面没人, 才站到软白身旁, 问, 你跟李宗吵架了? 先前大家一起去H市出差, 有过两天的相处, 软白对周小素的印象特别好, 觉得这人没架子, 不冷落新人。 我们分手了。 周小素被惊住, 出差回来这才几天。 那天坐了大半宿的车, 我看你们两个挺好的, 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软白闷闷地搅拌着咖啡, 好了好了, 不想说就不说。 周小素挺尴尬的, 觉得软白现在正是伤心的时候, 自己还提这个话头。 男女朋友哪有一句嘴不伴的, 冷静冷静, 过几天你们还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周小素在一旁安慰道。 软白摇头。 周小素没敢再伸说, 毕竟两人才认识不久, 她还不能问太多人家的隐私。 中午的时候, 周小素本想跟软白一起去吃午饭, 但李妮先一步去叫了。 也好, 周小素知道李妮是李宗的妹妹, 未来小姑子和未来嫂子, 说话总归方便一些。 走向员工餐厅的路上, 李妮叹气, 我不知道我哥中了什么毒, 着了什么膜, 要相信软美美那只鸡的话。 软白笑了, 随便吧。 可是软白越这样牵强地笑, 李妮越觉得软白被伤到了。 小白, 你不要轻易放弃我哥。 既然那只野鸡不停地给自己加戏, 那你就跟它大戏啊。 这时, 软白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 设计部杨部长。 部长找我。 软白对李妮小声说。 李妮点头, 让她去接电话。 软白去窗边接电话, 李妮到餐厅里打饭, 软白喜欢吃什么, 身为好闺蜜的她一清二楚, 所以等软白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桌子上有两份午餐。 软白坐下, 拿起筷子说, 我要快吃, 部长派了一个任务给我。 什么任务? 又出差。 李妮尖着声音问。 软白吃了一口白米饭, 咽下去说, 这次不出差了, 外地一位局长的女儿大驾光临, 上层领导很重视这次接待方面的问题, 我和周小素负责接待。 啊, 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李妮用筷子戳了一下米饭, 嘀咕起来, 新人就是没人权啊, 周小素喜欢把行政部公关部的事情 往自己身上拦也就算了, 还拖你下水。 回头她升职加薪, 能带上你一起不? 局长的女儿, 一听就是难伺候的。 李妮敲了一下软白的汤碗, 警告道, 没必要低声下气的, 如果她欺负你了, 你打给我, 我撕了她。 软白三两下吃完了午饭, 收了饭盒, 跟李妮说, 你慢慢吃, 我时间来不及了。 说完, 就转身走了。 慢点啊, 吃得这么急, 你那破胃能受得了吗? 李妮在后面干着急, 可软白已经忙碌地跑没了踪影。 公司派了专车和司机去机场接肖珍珍。 肖珍珍从机场走出来, 一米六的身高, 脚踩至少12公分的细高跟鞋, 身上穿了一件香奈儿的当季高级成衣, 包包爱马仕限量款。 算上各种高级珠宝加身, 这一身形透下来, 璀璨夺目的, 少说也得值上百万。 周小素忍不住对软白吐槽说, 论招摇程度, 肖珍珍敢说第二, 恐怕没人敢说第一, 好歹他爹是有关部门的领导, 这么搞也不怕坑了他那当官的爹。 很快, 肖珍珍走到了跟前。 软白面上不显半分看法, 礼貌地对肖珍珍说, 肖小姐你好。 你好啊。 肖珍珍漫不经心地打招呼, 眼睛扫了一眼周小素和软白身上的职业妆, 目露嫌弃, 真是穷酸。 董子俊是开车的司机, 但在肖珍珍那里的待遇却不一样。 想必肖珍珍再来A事之前有打听过, 知道董子俊是穆少林身边的红人, 既是为穆少林而来, 又怎能不了解透彻穆少林周围的人际关系。 回去的路上, 肖珍珍坚持坐在副驾驶, 为的是方便跟开车的董子俊聊几句。 周小素和软白都安静坐在车后座上, 也不说话。 肖珍珍问董子俊, 董特助, 我很好奇呢, 穆总有女朋友了吗? 怎么我从来没看到过他身边出现女人? 董子俊笑了笑, 这个问题他不好回答。 若说穆总没有, 这恐怕会给穆总招来肖珍珍这朵烂桃花, 若说有, 万一, 万一耽误了穆总最想采摘的桃花怎么办? 董子俊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软白, 不着痕迹地收回视线, 才对肖珍珍说, 老板的私生活, 我还真不了解, 肖小姐不妨直接问穆总。 哦, 这样啊。 肖珍珍看套不出话来, 才住了嘴。 软白双眼凝望车窗外快速闪过的高速公路, 正发着呆, 就听董子俊扮认真办玩笑地又说, 穆总这种男人, 其实有些可怕, 他轻易不会爱上哪个女人, 至少我是没见过, 但一旦爱上, 可能就会认准一辈子, 对方如果想背叛他, 说分手也在内, 那最好先选好目的骨灰盒, 肖珍珍的表情软白看不到。 可软白目瞪口呆, 要么爱, 要么死。 这究竟是多强的占有欲? 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方式, 怎么可能那么变态极端, 抵达市中心? 董子俊手握方向盘, 问了肖珍珍一句, 肖小姐, 我是送您去下榻酒店, 还是送您去商场随意逛一逛? 都不用, 我约了朋友一起吃饭。 肖珍珍补完妆, 收起口红放在包里说道。 董子俊了然, 又问, 肖小姐是否已经订了吃饭的地方? 如果没订, 我们随时可以订。 如果说T集团是商界的王朝, 穆少林是皇帝, 那董子俊这个大红人就可以称作是相国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样的人物对自己恭敬有加, 肖珍珍不能不骄傲。 已经订好了。 肖珍珍又说了吃饭的地址, 车子直接朝目的地开过去。 大概十分钟, 董子俊靠边停好车, 肖小姐, 就是这里了。 谢谢。 肖珍珍拿好包包, 拢了拢棕色的大波浪长发, 淋下车前, 伸出手指朝车座后指去。 你, 跟我一起。 董子俊不着痕迹地猝了猝眉, 肖珍珍这个刁蛮架势, 可真够烦人的。 软白不意外, 肖珍珍会这样做。 肖珍珍是个讲究派头的千金大小姐, 没人给她当跟班的她, 恐怕浑身都不自在。 而现在, 肖珍珍不让周小素做陪, 只可能是因为周小素偏严肃, 不笑的时候比较有攻击性。 说白了, 就是软白长得纤细, 看着好欺负。 软白下车。 董子俊开车离去。 跟上我。 肖珍珍看宠物小狗一样, 看了一眼不起眼的软白, 说完就走了。 前方一百米处就是订好的大饭店。 软白手机来了一条微信消息。 虽然负责接待她, 但她并不是我们的什么人, 她客气, 你也客气, 她不客气, 你也没必要客气。 周小素发来这几句话。 肖珍珍这时回头说, 你怎么走那么慢, 跟上我呀。 软白收起了手机, 放在包里。 肖珍珍在这家五星大饭店, 订了一间极其奢华的包厢, 约好的人还没来, 肖珍珍坐下, 又开始补妆。 软白无所事事, 只好坐在一旁的沙发上。 不一会儿, 肖珍珍的手机响了。 接起来说, 喂, 你到了吗? 小贱人, 你让我等这么久? 找死是不是啊? 软白听到后微微一震, 心想, 肖珍珍的这个朋友, 也就是被肖珍珍叫小贱人的女生, 恐怕性情方面, 跟肖珍珍也差不到哪里去。 你妈妈? 有长辈在, 我会不舒服的。 肖珍珍扭捏了片刻, 才叹气, 好了好了, 那就让你妈妈过来一起吧。 大概二十分多钟过去, 包厢的门被推开。 软白本能地起身, 这是礼貌, 但是当她对上后妈李慧珍和软美美那两双眼睛时, 脸上一瞬就变得没了血色。 礼貌也显得多余了。 李慧珍和软美美也是一阵错愕。 你们, 认识吗? 肖珍珍觉得气氛不对。 还是李慧珍先反应过来, 笑容满面地打亮着肖珍珍, 忍不住夸出口, 这就是我们美美说的珍珍吧。 则, 长得真是好看, 又白又瘦的, 听说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你就是你们那个学校里的校花, 碾压不少国外白人美女。 肖珍珍被夸得一阵害羞, 但也坦然接受, 觉得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赞赏。 顿时觉得这个阿姨有眼光, 不知不觉, 也欣然接受了自己被李慧珍攥住双手。 软美美看到妈妈跟肖珍珍热络起来, 顿时得意地仰起嘴角。 阿姨, 美美, 快过来坐。 肖珍珍说。 软美美走过去, 经过软白的身边, 问道,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聊, 我先去个洗手间。 软白平静地说道。 她说完, 走出包厢。 珍珍你怎么会认识她的? 这是后妈李慧珍的声音。 阿姨, 我不认识她。 肖珍珍赶紧说, 我这次来A市是来见我未婚夫的, 她是我未婚夫公司的一个员工, 负责陪我到处走走, 给我拎拎包买买水。 软白走在走廊上, 渐渐听到的声音也越来越模糊。 深知李慧珍和软美美口中的自己, 从来都是不堪的。 这么多年过来, 软白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不会再为此轻易动怒。 她知道, 自己越动怒, 那对母女就越兴奋。 包厢里, 软美美提起软白, 欲言又止, 萧珍珍的胃口被软美美掉得老高, 忍不住呵斥, 有什么就说什么, 美美, 你别跟我藏着掖着的。 说吧, 免得珍珍太单纯了, 回头吃亏。 李慧添油加醋。 听了李慧珍这话, 萧珍珍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 盯着软美美。 软美美一副被逼才说的样子, 珍珍, 你要注意了, 你说, 你是来看你未婚夫的, 软白又是你未婚夫公司的员工, 我真怕, 真怕, 真怕什么。 萧珍珍一听, 反应过来, 她叫软白。 我都没问过她的名字。 她怎么也姓软。 软这个姓氏并不太多, 身边同时出现两个相互认识的姓软的, 萧珍珍当时就怀疑起来。 不瞒你说, 我和软白是不同父也不同母的姐妹, 我妈妈二婚嫁给了她二婚的爸爸。 软美美委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妈妈, 名不平道, 我妈赚钱供她出国读书, 可她出国以后不好好学习, 就只知道勾搭有钱老外, 那方面名声不太好。 我是担心, 你要小心你的未婚夫, 也被她勾搭去, 萧珍珍气地一拍桌子, 勾搭我的男人。 也要看看她有没有那个命。 别不信邪, 她亲妈就是凭手段, 抢了一个有父之夫, 那男的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为了她妈, 修原配, 割让股份, 没少做毁三观的事。 她爸再三地叮嘱我和我妈, 一定要看住了她, 就怕她也跟她妈似的。 软美美说完, 淡定地喝了一口茶水。 我现在就要灭了她。 萧珍珍霍地起身, 到软美美耳边悄悄说, 你不是会夜店的吗? 半个小时内, 让你朋友搞一些那种要给我送来, 钱好说, 最好再找一个很会玩女人的男人。 软美美心中得意, 表面却一脸震惊, 装作不懂, 你要那种要干什么? 我要让她欲罢不能, 把她跪舔男人发浪的样子录下来, 传到网络上。 萧珍珍一副是要将软白斩草除根的样子。 软美美一惊, 这, 她可是我妹妹, 李慧珍混社会混了几十年, 早就看惯了女人间的各种阴险招数, 萧珍珍眼皮一抬, 她就知道, 这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萧珍珍冷着脸跟软美美嘀咕, 你就不要帮着, 那个小贱人说话了。 她这种祸害, 早除掉早好, 你和阿姨已经帮过她了, 供她出国读书, 往她身上花那么多钱, 你们对得起她了, 是她自己不争气, 还到处勾搭别人的男人。 我告诉你, 我跟她无亲无故, 为了捍卫我的爱情, 我必须这么对她。 说完, 萧珍珍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软美美壮丝不忍心地纠结了好半天, 直到萧珍珍皱着眉毛快要发火了, 她才出去安排。 软美美出了包箱, 眼睛先看向洗手间的方向。 而后, 她看四处无人, 才走到一处隐蔽的地方打电话。 那边想了很多圣才接, 软美美不耐烦地说, 接这么慢, 你死在哪个女人身上了吗? 那边的男人也不是善茶, 语气粗劣, 说, 找我什么事? 有屁快放。 软美美这会儿不计较其他, 好不容易有了机会, 办正事要紧, 唐初, 我不跟你废话, 你赶紧给我准备点那种药, 药药笑大的, 见笑快的, 在真结的女人吃了, 都能立刻动情的。 什么时候要? 现在, 半个小时之内, 给我送过来。 软美美生怕错过时机, 语气有些急迫, 钱不是问题, 只要你能顺利办好这件事, 我给你两万。 唐初犹豫的时候, 软美美已经报了五星大饭店的地址。 一听地址这么高大上, 唐初没有怀疑软美美的诚意, 能在这种大酒店里搞事情的人, 肯定有钱, 不会赖账。 好, 二十分钟我赶到。 快着点, 有钱赚我可是想着你的。 软美美防着隔墙游耳, 紧张得不行, 而后又想起一件事, 说, 你也过来, 你不是好久没玩女人了? 这个就送给你, 玩残玩傻, 全凭你胆子大小。 好嘞。 唐初答应得痛快极了。 软美美回到包厢的时候, 软白还没回来。 搞定了, 不过时间仅任务急, 我朋友那边要价十万。 软美美给肖珍珍发消息说, 钱在我这里, 从来不是问题。 肖珍珍回复道, 软白很久才从洗手间出来, 再回到包厢时, 脸色苍白, 看上去状态很差。 你回来了, 快坐下。 肖珍珍热情起来, 说, 我都不知道你是美美的妹妹, 如果知道, 我怎么好意思让你坐陪? 没关系。 软白说道, 抱歉肖小姐, 我身体不舒服, 先失陪了。 软美美和李慧真都紧张起来, 就怕煮熟的鸭子飞了。 你不能走。 肖珍珍一把抓住软白的胳膊, 打量软白, 我们认识一场, 好歹也算朋友了, 以后我和少林的事, 还得仰仗, 你多帮忙。 软白却说, 我是拿微博工资的, 恐怕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总裁。 他这是撇清关系, 肖珍珍是个有背景的, 不好惹。 软白不想肖珍珍误会 他跟沐少林有关系。 你毕竟是他公司的员工, 了解的肯定比我多。 肖珍珍把软白按住坐下, 笑了, 你给我简单地讲一讲。 看到软白坐下, 软美美松了口气。 这一次, 必须要对软白斩草除根。 唐初就是个变态, 32岁的年纪, 玩女人却玩了16年了, 一直混在三教九流的人群中央, 但不幸的是, 去年不小心得了艾滋病。 软美美觉得, 唐初这个病得得好, 今晚, 要让软白也染上。 这样, 就不信他软白还能翻身。 四个女人在包厢里聊了几分钟, 但软白不愿久留。 李慧真健壮, 立刻提起, 小白, 你跟你爸联系过了吗? 本来执意要走的软白, 看向李慧真, 问, 我爸他, 你爸身体又不好了, 非常不乐观。 李慧真趁着软白出国的五年, 绝对地隔绝了他们父女之间的联系。 现在他提起软力康的身体状况, 软白肯定会放下一切防备, 心思都聚集在父亲的身体问题上。 15分钟后, 服务员进来布菜。 软美美手机来了消息, 她起身出去。 在回来时, 软美美看桌子上的饮料没人动, 就拿起一杯, 给了肖真真, 你的。 又拿了一杯, 给软白。 软美美担心软白怀疑, 所以表现得并不是很殷勤, 但在递给软白果汁时, 她不留痕迹地, 把夹在手心里的透明液体, 倒进了杯子里。 你爸爸会好起来的。 肖真真举起杯子, 说, 我以果汁代酒, 干杯, 小白, 你要帮我留意少林身边是不是有目的不纯的女人哦。 软白满脑子想的都是老爸的身体, 端起果汁, 敷衍地跟肖真真碰了一下杯, 你一小口。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麻烦你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 软白难得的客气, 也只有老爸, 才能让他违心地对这对母女客气。 李慧真说, 你爸换手机号了, 我也在等他联系我。 软白的脸色很难看, 换好了李慧真, 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对母女, 不榨干老爸的最后一分钱, 是不会罢休的。 不知是不是生气导致的口渴, 软白拿起果汁, 又喝了一口。 喝完, 软白放下杯子说, 我先, 失陪了三个字还没说出口, 她突然感觉有一团火涌上大脑, 接着蔓延到胸口的位置, 好似有火在燃烧。 软美美平住呼吸, 看着软白迅速热地失去理智, 一手扯着领口的扣子, 一手撩起挡住脖梗的黑色长发。 萧真真却是生出极度, 先前她觉得软白不起眼, 现在再一看, 这个软白唇红齿白, 脖梗既纤细又白皙, 一举一动, 皆是唇中透着玉, 十分惹人。 她一个女人看了都心动, 更何况是男人了。 软白摇了摇头, 努力找回理智, 大口呼吸着空气, 她看向软美美和萧真真, 见两人紧张又期待的模样, 忽然就懂了, 拿起包包, 软白快速起身出去。 她不能让这些贱人得逞。 软美美有些坐不住, 打给唐初, 追出去, 在无人的地方命令, 她下楼了, 你快去酒店门口把她抓住。 如果今晚你玩残她我给你一万, 成功让她染上艾滋病我再给你加一万, 快去。 热, 好热, 怎么这么难受? 嗯, 凭着那仅存的一丝理智, 软白用力拍打着电梯的按钮, 而后电梯门终于打开, 她成功进入电梯。 索性这部电梯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躲在一直向下降落的电梯里。 软白的脸颊上泛起一股股不正常的潮红, 低吟声, 不受控制的从口中一阵阵一触。 电梯缓缓降落至七楼, 停住了。 软白看到, 从电梯门口走进来一个男生, 他看上去也就十八九岁的模样, 身高一米七多, 一身休闲打扮。 应该还是大学生。 你, 你没事吧? 他立刻就发现了软白的一样, 吓了一跳, 结巴地问道, 没事, 我没事。 软白皱眉说, 别靠近我。 这种滋味太难以抑制下去, 他只觉得自己仿佛在海上漂浮, 随着大浪起起伏伏, 飘忽不定, 急需找一个依靠。 而不知为何, 他看着眼前这个男生, 下意识地认为他就是那个依靠。 被女人火热的目光盯住, 男生红了脸庞, 虽然这个女人长得很好看, 很干净, 浑身又散发着女人应有的妩媚气息, 可是, 她不敢沾染。 我, 我送你去医院? 男生好心地说, 我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痛苦。 软白的脑海里, 本能和李志在交锋。 本能使他想要去抱住那个男生, 而且越来越想过去, 只因对方是异性。 但是李志又在告诉他, 不能过去, 这是药物驱使的本能。 这时, 电梯到达一楼, 电梯门打开, 外面有人站着, 一片阴影朝里面的人笼罩下来, 我送你去医院? 男生顾不上朝外面看一眼, 首要的就是过去搀扶软白, 担心他这个样子会被其他男人图谋不轨。 可是, 他的手指还没碰到女人的身体一丝一毫, 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重力推到最里面, 砰的一声, 他的后背撞到电梯镜墙, 疼得呲牙咧嘴, 再抬起头, 他就看到那个女人被一个男人打横抱了起来。 看背影, 男人身高腿长, 西装革履, 只从背影看, 就已经觉得他气场强大, 浑身散发着的冷傲气质, 对旁人只说明了三个字。 惹不起。 酒店门口, 堂出到处找寻软白的身影。 一个中了药的女人, 孤身一人, 能跑哪儿去? 玩残他能拿到钱, 让他染上艾滋病, 还能再拿到一笔钱, 简直太划算。 而且, 他好久没有这么玩过女人了, 想想都他妈刺激。 堂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放走了这个女人, 她可能近一个月都没合适的玩伴了。 她走向一个酒店的前台人员,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从电梯出去? 什么样的女人? 前台小姐问。 就是一个像喝多了的, 迷迷糊糊的, 可能还热得够呛, 脸上红扑扑的。 堂出不敢说太多特征, 担心人起疑。 穆少林不经意听到堂出的话, 冷冷地回头看了一眼堂出奇人。 前台服务小姐说, 对不起, 我没有看到。 堂出说了声谢谢, 就继续去电梯门口等, 嘴里还念叨着, 难道根本没下来? 他躲哪个洗手间去了? 说着, 他就上楼去找。 穆少林抱着软白离开。 堂出不是没看到穆少林, 但他只看到了一个背影, 而且他没见过软白, 不知道那女人什么打扮什么长相。 因此, 他丝毫不敢盯一眼穆少林怀里的女人。 那种五官冷利, 气质惹眼的男人, 一看就非富极贵, 弄全的男人, 普通人几条命也得罪不起。 酒店门口停了一辆车, 董子俊坐在里头等。 穆少林却没有把软白带上车, 他这副模样, 就像一只发情的小野猫, 白白软软地依偎在他怀里, 甚至, 摸他全身。 在他全身点起了火。 谁也不能看到他这个样子, 董子俊也不行。 出了饭店, 穆少林只能抱着不老实的女人往人少的地方走。 五星大饭店附近有一座巨大的摩天轮, 但这摩天轮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装饰罢了, 不供人娱乐。 这座摩天轮由T集团一手建造, 穆少林抱着软白走过去。 上这座摩天轮, 需要保密的密码。 穆少林放下身体颤抖的厉害的软白, 揽在怀里, 他边拨董子俊的手机号码, 边低头看着闭眼亨记的软白, 问, 摩天轮的密码是多少? 摩?摩天轮? 董子俊一愣, 但不敢多问, 只说, 密码是49270166。 嗯, 我先离开一会儿, 你进大饭店, 查明软白都接触过什么人, 他被人下了药, 这件事, 必须追究到底。 说完, 穆少林五官冷酷地迅速按了挂断键。 软白根本站不住, 软绵五骨的身体贴在穆少林结实的身躯上, 仿佛这样就能吸取他身上冰凉的体温, 好舒服, 他愧叹的出声。 抱我, 嗯, 抱着我, 他无意识地邀请, 哼叫着, 难耐地对他撒娇。 穆少林的眼眸越发地深邃, 他捏住他的下巴, 抬起他巴掌大的小脸, 赤直的目光盯着他迷离又清亮的眼睛, 问, 你可认得我是谁? 你, 你, 软白说不上来, 被药物侵蚀地仿佛切换了人格模式, 只急切地想要, 嗯, 嗯, 啊, 给我, 求你, 他在对他臣服。 穆少林努力地克制着自己身体上的反应, 奈何, 他一直像个小猫一样喵喵叫, 见男人没有任何动作, 软白忍不住点起脚尖, 艰难的, 才使自己挂在他身上, 在他耳边断断续续地低难, 我, 我好难受, 好渴, 为我, 穆少林已经攥住他纤细腰肢的左手, 按按用力, 拧紧薄唇的同时, 性感的喉结忍不住上下滑动, 声音嘶哑地问, 为你什么? 雄性荷尔蒙的味道一瞬地炸裂开来, 四散在空气里, 他口干舌燥, 啊, 你, 软白只觉得, 男人的声音, 以及男人把控着他身体的大手, 不管是声音的触摸, 还是身体的触摸, 都能带给他不同的销魂感受。 他的小手, 隔着他的衬衫, 急切地乱抚在他的胸膛上, 女人香香软软的唇绊也落在他的脖梗上, 吸了一口, 立即, 男人好看的颈部线条就崩了起来, 穆少林的身心一阵颤动, 下体更是有熟悉的重感, 使身体的热度急剧盘旋于脑海之中, 他的呼吸, 渐渐急促起来, 他的甜美, 总是能迷了他的双眼。 啊! 下一刻, 软白又离开了地面, 被突然抱起。 抱着他来到摩天轮前, 穆少林忍着女人放肆的小手, 忍着他柔软的唇瓣, 在他喉结上, 锁骨的皮肤上, 来来回回地乱亲。 软白不认的这个男人是谁, 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 身体的本能驱使他这样做, 只有这样做, 身体才会舒服, 否则, 就是濒临死亡的干枯感, 折磨着他。 他好痛苦, 谁能救救他? 他的两只手, 寻到了喜欢的东西, 然后轻而易举地扯开男人衬衫的第三颗扣子, 穆少林的衬衫, 原本就解开了两颗扣子, 现在又被解开第三颗, 不, 与其说解开, 不如说是被渴望男人的, 他着急地撕扯开来, 男人机里分明的胸膛全露了出来, 散发着诱人的力度和硬度, 给我消停。 穆少林冷冷地低头呵斥他一声, 眉头紧簇, 伸手按了八位数的密码, 摩天轮的安全门直接敞开, 他抱他上去, 软白被惊吓到, 他的声音低沉得过分迷人, 随即, 安全门又关上, 摩天轮在这一刻缓缓启动, 随着摩天轮的轿箱缓缓升高, 穆少林担心他站不稳, 只好小心翼翼地搂着他, 让他坐在轿箱内的双人位置上, 他要起身, 由他一个人冷静, 但随即, 却有不听话的小手, 柔弱无骨地攀附上来, 抱住他健硕的腰迹, 死不撒开, 穆少林站住了, 我, 好热, 好热, 嗯, 只要静下来, 软白就觉得身体里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咬, 忍一忍, 忍一忍就过去了, 乖, 听话, 穆少林的嗓音变得暗雅无比, 但他没有回头看他, 他担心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我, 我, 我要死了, 他的呼吸乱得不成样子, 可是, 为什么没有人能帮他, 他渐渐感到绝望, 收回手, 开始搓着发冷需要怀抱给他取暖的肩膀, 再弄开让他脖子和脸颊都很炙热的长发, 最后, 他蜷缩在长椅座位上, 身体蹭着座椅, 穆少林没有转过身去, 但望着越升越高的摩天轮叫香, 他无论如何克制自己, 都免不了产生浓烈的动情的情绪, 要, 要, 他辗转难受, 根本不知道自己嘻喃的是什么, 身体渐渐地紧绷起来, 软白的呼吸, 以及断断续续的哼声, 叫人只觉得, 那是他在苦苦地哀求着他, 解救他, 穆少林的手机响起, 接听后, 就听董子俊公事化的会报道, 穆总, 警方已经将人控制起来了, 但其中一对母女, 跟软小姐是家人关系, 穆少林的声音音冷无比, 无论是谁, 都公事公办, 可是, 董子俊犹豫, 拿不定主意, 只能请示到, 同桌用餐的, 还有萧局长的女儿萧珍珍, 这个, 一并控制起来, 穆少林的声音里, 仿佛催了冰渣子, 董子俊得到指示, 就去照办了, 接完电话, 穆少林本能地转过身, 可是, 他目光所看到的软白, 并没有转好, 反而更加严重, 软白将两条腿并拢, 他下身穿着过膝的一步, 这条裙子的迷人之处, 在与剪裁得体, 线条干净利落, 让他平日里, 有一种清冷感, 可是现在, 他的可怜模样, 跟往日的清冷女人形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步裙后有开刹的设计, 在半个小时前, 看上去还是保守干练, 半个小时后的现在, 看上去, 就是引人犯罪, 由于两腿并拢着蹭来蹭去, 磨来磨去, 一步裙已经扭曲变形, 有的地方还被压出了褶皱, 穆少林是一个生理没问题的成年男人, 五年多前, 曾跟他有过数次的销魂缠绵, 如今这个年纪, 也正是他欲望最旺盛的时期, 软白在蹭什么, 他如何能不知道, 他想要什么, 身体的哪个部位感到空虚, 他一清二楚, 软白闭着的眼睛, 再也没有睁开过, 是周围无人, 被药物侵蚀得彻彻底底, 他似乎觉得磨腿还不够, 竟然把手, 也朝着下探去, 穆少林压抑地咒骂了一句, Shit, 大步走过去, 按住他要自己慰藉的手, 嗯, 有人过来, 而且是男人, 软白失去理智地, 墨地睁开眼睛, 接着, 穆少林便觉得, 有一具柔软的身体, 铺在了他的怀里, 心香的味道, 窜进他的鼻息, 你中了药, 现在不认得我是谁, 若我动了你, 等你清醒了, 答应我不哭好吗, 我可以对你负责, 他在他耳后低难, 一手撞裹住他, 白皙纤细的脖梗, 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 被摸头的他, 更加乖顺, 神, 什么, 可是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除了想要, 其他的他都无法思考, 蹭着男人立体的五官, 蹭着他高挺的鼻梁, 蹭着他线条完美具有蛊惑感的下颌, 他笨拙地来到他的嘴边, 碰了他的嘴角, 两团柔软颤颤地来回蹭着他, 穆少林的眼睛, 心红起来, 下一刻, 他吃痛的英明出声, 只觉得自己的唇瓣, 被狠狠地裹进了男人那冰凉的薄唇里, 是他, 再吻着他, 力气之大, 仿佛要把他揉碎, 全部按到他的身体里去, 他的心脏跳得极快, 被男人娴熟地掌控着咬拨着, 口中很快便发出快乐到极致的揣息和低气, 眼泪流下来, 软白找不到了自己的羞耻心, 毫不矜持地跨坐在男人的身体上, 在缓缓升高到最高处的摩天轮里, 养人疯狂接吻的同时, 他的小手不老实地抽出男人噎在皮带里的衬衫, 软白恩了一声, 柔声哀求, 手指抚上男人的肌柔, 片刻,手指竟想要往皮带里钻, 穆少林却支住他乱动的小手, 低声警告, 你知道你即将要摸的是什么吗? 我好喜欢, 啊, 他重新被他吻着压在座位上, 可是他的手, 依旧不老实, 好喜欢, 穆少林声音低沉地问了一句, 而后, 急切又粗鲁地把他一把从椅子上抱起来, 离开座椅的他, 只觉得身子撞上了一堵肉墙, 最后, 这堵肉墙把他禁锢了起来, 反应了片刻, 他才发觉自己是落入了男人结实的怀抱, 我会让你更喜欢, 穆少林说完, 又将他推抵在摩天轮轿箱的玻璃窗前, 高空离地, 他吻上他柔嫩且烟红的唇, 唇上传来柔软又冰凉的触感, 紧紧贴着他, 嗯, 他的唇瓣被他瞬息了起来, 被诱惑着, 他伸手搂住他强健的腰际, 感觉到怀里女人更紧密地贴了上来, 他薄唇清起, 又捣着他, 软白一双白皙的小手, 先是搂住男人的腰际, 接着又攀附住男人宽阔结实的肩膀, 身体的反应是诚实的, 他很喜欢这具充满力量的男性身体, 小舌头钻入男人充满侵略性的嘴里, 瞬间相互缠绕, 发泄着彼此的需求, 直到他快要喘不上气来, 男人才稍微离开他的唇, 可下一刻, 他微微地仰起头, 男人湿热的唇, 来到他的耳边, 穆少林带着滚烫热气的唇, 贴上他小巧的耳垂, 将那一小块嫩肉含进嘴里, 嗯, 软白忍不住英明出声, 他好看的脸颊上, 布满了动情的潮红, 不知何时开始, 男人竟然比他还衣衫不整, 衬衫下摆从裤子里抽了出来, 扭扣也只剩四颗未解开, 被男人舔弄着耳垂, 轻咬着他的脖子, 到锁骨以下的每一寸肌肤, 他感到快乐, 身体发抖, 男人沉稳的心跳声, 越发粗重的呼吸声, 精瘦的腰, 坚硬的胸肌, 成了杀死他全部理智的利刃, 给我, 他毫无羞耻心地叫着, 泪眼沉沉, 想要到快哭了, 木少林轻轻啃咬着他好看的锁骨, 他喘着粗气, 一手估着他的后脑, 一手伸向自己的皮带, 轻松解开, 接着, 拉开裤帘, 砰, 有什么东西弹跳了出来, 青筋抱起, 甚至打疼了他柔软的小腹, 嗡嗡嗡, 手机震动的声音不合时宜地响起, 一声接一声, 木少林本不想理会, 辗转榴莲在女人英明不断地唇舌里, 手机又响, 掏出手机, 木少林英智的目光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董子俊的来电, 男人目光更冷, 直接将手机扔到脑后, 砸在地上, 他低头亲吻他湿润可求的眼睛, 一只大手, 疯狂地揉搓着, 手机再次地响, 董子俊在车里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俯着皱紧的眉头,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给老板打了几次, 八次, 九次, 还是十次, 终于, 被接听了, 董子俊战战兢兢地整理着语言, 捏紧手机, 说, 对不起木总, 这个电话我必须打, 我们在饭店包厢的垃圾桶里, 捡到了装药的小瓶子, 将残留的液体送去化验, 很快就得出了结果, 这是对女性来说, 最残忍的一种催情药物, 中药后的女性, 不能与男性发生关系, 否则, 否则什么? 木少林的声音, 犹如冰刀子, 扎进董子俊的耳阔, 董子俊直冒冷汗, 说, 否则, 女性可能会大出血, 说完, 董子俊在这样的三福天里, 却感觉像有一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后脖子瞬间一凉, 带着女医生过来, 木少林沉默两久, 冷冰冰地命令道, 摩天轮上, 木少林滚烫的身躯, 跟软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可身体空虚难耐的软白, 又贴上去, 别乱动, 乖, 你乖, 擦枪走火葬送的是你自己的身体, 木少林深知, 董子俊的话不是开玩笑, 这个时候, 他不能只图自己快乐而闯入他, 软白低气起来, 难受, 太难受, 你一生抵达摩天轮, 最快也要二十分钟, 木少林忍受不了他低声哭泣的模样, 一贯冷硬的心, 疏地变软, 医生的意思是不能闯入他的身体, 但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发泄, 也不是不可以, 男人的薄唇再次压上他柔软可求的唇瓣, 嗯, 嗯, 他得到了缓解, 身体里凝聚的热液都幻化成了炙热的呼吸, 喷在男人线条硬朗的下颌上, 点着火, 那种不能熄灭的火, 木少林粗利的手掌, 再一次附上他的圆耳挺的柔软, 软白被揉搓得浑身发软, 神志迷离, 董子俊的办事能力一向极强, 十五分钟, 女医生赶到, 软白被交给了女医生, 董子俊站在左侧, 期间战战兢兢地打亮了一眼木少林, 能看得出, 自己老板为何始终绷着一张冷力的五官, 显然是欲求不满, 软白被医生用了药, 很快, 虚脱地平静下来, 木少林神色复杂地转过身去, 皱起眉头, 点了根烟, 一口一口缓慢地吸了起来, 董子俊一步都不敢动, 直到瞧见自己老板终于抽完了一根烟, 神情好似也终于镇定了下来, 木总, 您要去医院吗? 这个话, 他必须问, 木少林眉目冰冷, 眸色忧深, 嗓音里还迷流着事后的嘶哑, 联系他的朋友, 去医院照顾, 软白是被喉咙太干涩给干醒的, 想找水喝, 可是当他闭着眼睛半只起身, 再扭过身体睁开眼睛时, 却看到了坐在床边的李妮, 李妮瞪大眼睛看他, 感觉, 怎么样? 软白一愣, 入墓地除了李妮, 还有周围陌生的桌子椅子, 床铺, 被子, 再往门口望去, 这赫然是一家医院的病房, 怎么回事? 软白脑袋里一片空白,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李妮不知道, 这该死的药物, 到底都有什么后遗症, 但他要说, 你被软美美那个贱人下药了, 你忘了吗? 崔情药 崔情药, 软白的第一反应是, 这三个字很羞耻, 第二反应, 才是后来怎么样了? 软白低头仔细想, 秀眉微微皱起, 可是能被他想起来的, 都是一些模糊的片段, 桌上那杯果汁有问题, 他喝了, 很快他, 察觉到自己很热, 异样的热, 警觉到自己是被算计了, 立刻拎着包, 逃离了包厢, 接着, 进入电梯, 再然后的事情, 他用力地想, 可是怎么想都想不清晰, 软白看向李妮, 问的时候, 语气很轻, 显露出了他此刻有多害怕, 我, 我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吗? 还有, 我接触过什么男人吗? 我不知道, 李妮纠结地说, 你中了催情药的时候, 我不在你身边啊, 还是你被医生控制住了, 医生叫我来的, 软白捕捉到关键的一句, 被医生控制住了, 这说明, 是有人替他叫了医生, 软白吐了口气, 双手捂着脑袋认真回忆, 良久才说, 我记得, 电梯里有一个男生, 说过, 好像说过, 要送我去医院, 那就是了, 李妮判断道, 我担心, 你被人欺负, 还给那个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结果想的是医生的手机, 那医生是个女医生? 听到李妮这样说, 软白缓了一口气, 有水吗? 有。 李妮赶紧去拿, 倒了杯水, 给她递到嘴边, 再去拿水果, 李妮, 把水果递给软白, 软白低头, 看着眼前的一根大香蕉, 脸颊瞬间涨红, 不知道是不是崔晴耀的后遗症, 她脑袋里竟然闪现出一副羞耻的画面镜头, 男人动作迫切地解开皮带, 拉开裤帘, 我不吃了。 软白无语地推开那根大香蕉, 李妮立刻把香蕉剥开, 你不吃, 那我吃了, 饿死我了。 软白目瞪口呆地看着李妮吃香蕉的模样, 脑海里又闪现出一副画面镜头, 啊, 再给我一杯冷水, 软白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想的都是什么? 误会不堪, 李妮叼着大香蕉, 倒了一杯冷水给软白, 软白仰头喝下去, 总算冷静了些。 有人报了警, 软美美和萧珍珍都被抓起来了, 但警方调查的具体结果我不知道, 现在你醒了, 恐怕很快就有警察找你谈话。 李妮说道, 他们被警察抓起来了? 这是软白万万没想到的。 给女人下药这种龌龊事, 在软美美那类人的生活里, 肯定常见, 多半不会留下证据, 即使留下证据, 被害的女人为了脸面, 顾及太多, 也不会报警。 软白本环在想, 怎么才能让软美美和萧珍珍得到报应? 你要不要再睡一下, 我看你状态还不行, 得亏你不是个男的, 要是个男的, 恐怕得精进人亡了。 李妮怕软白抑郁, 色咪咪地调侃道。 软白, 这时有人走过来的声音, 伴随着一声熟悉的谢谢二字。 由于是高级病房, 所以周围比较肃静, 一点声音都能听得清楚。 叔叔来了。 李妮看了一眼表情呆愣的软白, 也听出了那声谢谢, 是出自软力康之口。 软白打算下床? 已经很久没见过老爸了。 才下床走了一步, 软白就觉得身体的感觉很奇怪。 怎么了? 李妮搀扶着软白, 看他停下, 关心地问。 软白尴尬得一言不发, 是啊, 如果是男人, 恐怕真的会精进人亡, 但现在也来不及洗澡, 换新的内衣内裤了。 软力康已经推开了病房门, 随之进来的, 还有李慧珍。 小白, 你醒了? 软力康看女儿清醒如常, 顿时如是重负。 软白抑制住看到老爸后 酸楚的心情, 将目光一向李慧珍, 你怎么没被警察一起抓起来? 说他不知情, 软白断断不会信的。 李慧珍脸上挂不住, 扯了扯软力康的衬衫。 软力康叹了口气, 走过去, 让女儿坐下, 斟酌着说, 小白, 不要跟你阿姨这样说话, 她到底是你的长辈。 软白瞬间失望。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李慧珍是她的原配妻子, 软美美是她的亲生女儿。 而她, 是捡来的。 看到你没事, 爸爸就放心了。 软力康一脸的皱纹, 眉头也皱着, 用手拍了拍软白消瘦的肩膀, 男依齐齿地开口, 美美那孩子是被你阿姨浇惯坏了, 再加上外面那些男男女女, 给她带来的不好影响, 才造就了她这个性格, 但她本性不坏。 李妮站在一旁, 听出了软老爸的话外音, 不敢置信。 软白冷笑, 我相信警察公事公办, 善恶中有报, 我没那么大的本事, 教警察怎么做。 李慧珍一听这话, 立马委屈了, 你现在这不是好好的吗? 却胳膊了, 还是扫腿了? 纵使美美有错, 你也不该这么狠心, 你这是要毁了我们美美吗? 李慧珍拿出哭腔, 这可怎么是好? 立康, 软白面无表情地看着李慧珍的这出反咬一口。 人都只有一辈子, 我凭什么给她脸? 自己受委屈? 她有娘生, 我没娘生。 软白说完, 去拿了病床旁放着的一摞衣服, 我去洗澡, 没事就都回去吧。 我造了什么孽, 嫁进阮家的门啊, 摊上这么一个不孝顺的, 我热脸来找你, 你就给我一个冷屁股。 李慧珍骂骂咧咧地在外头。 软白进了浴室, 调了水温, 打开淋雨喷头站到底下。 水声淹没了外面的骂声。 李慧削着苹果, 讥讽地回敬李慧珍几句, 别再这大嚷大叫了, 你还有理了? 再叫小心你, 直接抱血管, 当场暴毙。 李慧珍被李慧轰了出去。 随之走的, 还有软力糠。 李慧在晚饭之前, 也被父母叫了回去, 软白心情很差, 但转念一想, 整个人豁出去以后, 生活瞬间也舒服多了。 晚上六点多, 手机响了。 看到号码, 正在穿衣服的软白愣了一下, 但到底还是接了。 他没说话。 慧绍凌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一个人在病房? 我, 我不是一个人, 不知为什么, 他有一种自己一个人, 慧绍凌就会过来的错觉。 虽然这种错觉, 很自作多情。 是吗? 男人的声音听上去, 如同没有隔着手机, 沉稳地道, 还有其他人在, 那再合适不过了。 如果只有你自己, 我就不进去了, 孤男寡女, 影响不好。 病房门被推开。 软白惊吓地回头, 病房门口赫然站立着一个, 才走进来的西装革履的男人。 而他, 衣服还没穿好, 雪白皮肤上的两点花包, 绽放着蕴染开来的浅粉色, 随着他的呼吸一起一浮, 格外惹眼, 他这是自己挖坑, 把自己给埋上了吗? 虽然软白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转过身去, 胡乱地把衣服穿好, 但女人身体上最美好的柔软, 还是被门口站着的男人, 全部都看在了眼里。 怎么就你一个人? 慧绍凌低沉的嗓音, 首先打破了病房里的安静。 谎言直接被戳破, 软白窘迫地站在原地。 我的意思是, 等一下会有人来, 不是现在就有人, 他试图圆晃的慌乱模样, 被男人看在眼里。 慕绍凌目光深沉地打量了一遍病房, 又开口, 警方联系过我, 你的身体, 现在感觉怎么样? 肖珍珍被抓, 不敢因为这种事, 去找自己父亲, 只能跟警察报上慕绍凌的姓名, 因此, 警方联系过慕绍凌。 软白的大脑轰得一声炸开了, 男人一双精明的黑眸直直地望进了他的眼睛里。 身体, 还, 还好, 软白羞耻于被男上司, 知道自己中了催情药这种难堪的事, 就连回答都难以启齿。 董子俊帮你申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安心休息。 慕绍凌再道。 谢谢, 谢谢董特助, 他心虚地低头。 男人很快失去了耐心, 直接朝他走来。 软白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还是不敢抬起头, 眼睛只能盯在慕绍凌的腰迹, 察觉到看的地方不妥后, 他的目光尴尬地向上移, 可是看到的, 又是男人衬衫包裹下, 云衬健硕的身材轮廓。 软白呼吸不畅地退到了墙边, 但男人步步紧逼, 身高腿长的他, 直接压迫过来, 给他的感官带来不小冲击。 慕绍凌的双手, 墨弟弟在墙壁上, 把他圈在怀里, 低头, 居高临下地看他, 声音磨眉, 害怕我。 软白闻到了他身上好闻的男性味道, 混杂着尼古丁的味道, 十分蛊惑人心。 他不知道自己脸红没有, 只是觉得呼吸困难, 他心怦怦乱跳地抬头说, 怕, 很怕, 你现在的这个举动, 不太合适, 害怕我, 还引诱我进你病房? 我分不清你哪句话真, 哪句话假? 男人唇厚的声音, 自头顶传来。 软白无辜抬头, 我没有, 慕绍凌却浑身是礼, 我问过你, 病房里是否还有其他人? 你说有。 我也说过, 如果病房里只有你一个人, 孤男寡女, 我会很介意单独跟你见面。 软白, 说不过他。 慕绍凌低头盯着他柔和的眉眼, 忽然, 他修长的手指, 轻触上他柔嫩的唇半, 按了一下, 你撒谎了, 对我说, 病房里还有其他人, 让我不用顾忌孤男寡女影响不好而走进来, 这难道, 不是你故意勾引我进的病房? 软白低垂着眼, 看着男人按在他唇半上的手指, 他忍住身体本不该有的站立, 心慌意乱地说, 你误会了, 这是一个意外。 他料不到身份金贵的慕绍林会来医院, 可所有的辩解在这个情境下又都显得很无力。 说谎的是他, 没穿好衣服的模样, 暴露于男人眼中的也是他, 这一切巧合, 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故意勾引, 理亏归理亏, 但软白并不觉得错的只有自己。 在他家里, 这个男人将他堵在厨房的暧昧情景还历历在目。 如果他没有龌龊的心思, 在刚才他进病房看到他衣衫不整的一刹那, 就该绅士地说声对不起, 接着关门出去。 可是, 他没有那样做。 病房里的空气突然安静, 包括病房外,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 所以他的心跳声就格外明显, 如肋骨。 抱歉, 我要休息, 软白下了逐客令, 说完, 就要伸手推开他。 可他还没推开, 就被男人重重地压在了墙壁与他结实的身体中间。 你要干什么? 软白挣扎, 眼眸湿润地仰头望着他, 别太过分, 如果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一样可以报警抓你。 木少林炙热的气息吹拂在他潮红的脸上, 你问我要干什么? 要你, 这个答案你满意了? 四目相对, 他下流的话一字一句地进入他的身体。 软白吓得不能正常呼吸, 一股股的暖流, 不断窜进身体。 男人压下来的胸膛虽然隔着一件黑色衬衫, 但仍然温度滚烫。 他挣扎, 却导致两人的身体有了摩擦。 软白快要哭了, 抬起头来看他, 眼睛里布满了哀求, 木少林战黑的双眸里有着成熟男人该有的沉着冷静, 不理他的哀求, 他的薄唇直接压在他的唇瓣上, 轻浅地亲吻, 若有四五, 只叫人软成一滩春水, 软白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脸热过。 不, 不可以这样, 他摇了摇头, 不叫自己沉溺其中。 下一刻, 男人原本轻贴在他唇瓣上的薄唇, 转为紧紧地压下, 重重地撬开他的唇瓣, 舌头闯入, 功成略地般地侵入着他, 软白清醒着品尝到了这个男人的味道, 轻烈干净, 强势霸道。 他不禁想起董子俊说过的话, 若想背叛这个男人, 要先选好木地骨灰盒, 可能这就是他们男人的普遍心理, 被他看上的, 就要永远忠诚于他, 在一起做尽男女情色之事, 女人这一方永远没有说分手的资格。 而这个男人却绝对有说我玩够了, 我不要你了的无情权利。 不算五年前那次不堪回首的交易, 软白这是第一次跟男人有亲密的身体接触。 就算是五年前那次, 他也没有与男人接吻, 穆少林的眼眸变得愈发深沉, 喉结滚动, 带着质烫温度的嘴唇来到他的脖子上, 一路往下亲吻他细软粉嫩的肌肤。 他迷乱的浅浅的哼, 柔嫩白皙的皮肤被男人戳出暧昧的声音。 软白把自己的短暂迷失都归结于催情药, 还残留在体内作祟, 大概有五分钟那么久。 他是找不到自己的, 等清醒过来以后, 他睁着一双水眸, 毫不犹豫地咬了他。 他让他害怕。 血腥越来越清晰地弥漫在两人嘴里, 木少林停下亲吻, 染上情色的双眼, 认真看着他迅速发烫, 变红的皮肤, 嗓音沙哑, 吸了我的血, 小心怀孕。 他的脸迅速胀热, 就在这时。 病房外, 由远而近的脚步声传来。 接着响起的, 便是董子俊公事化的声音, 问道, 软小姐, 请问老板是否在你这里? 软白呼吸蓄乱地看向门口。 爸爸! 是木占白的声音。 得知小白阿姨病了, 小家伙迫不及待地来探病, 站在病房门口着急进去, 可他被董子俊叔叔制止住了。 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嘘, 董子俊把手指搁在唇边, 示意小少爷不要吵。 董子俊规矩地站去两米之外, 他担心里面有什么尴尬的情景发生, 身为下属, 不该看的不能看。 爸爸! 木占白呆了呆, 抬起小手要再敲门。 这时, 病房门从里面被打开了, 眉目冰冷的爸爸正低头看他。 木占白眉里这个来探病都不叫自己的坏爸爸, 手脚并用地拖着一个大果篮, 一个薄娃娃, 跑进病房扑到软白怀里, 抱住, 小白阿姨, 我听说你生病了, 好点了吗? 软白表情有些僵硬, 脸上余温热度还没消散。 董子俊在老板的事一下, 点头离开。 木少林转过身来, 看了一眼病房里正在被软白摸头的儿子, 呵斥道, 别赖在你小白阿姨怀里, 他需要休息。 木占白一听, 赶紧松开。 小白阿姨, 你躺下好好休息, 软白无语地看了一眼从始至中没打算让他休息过的某人。 木少林好看的眉头猝起, 轮廓分明的脸上没有表情, 软白看到他走进了洗手间, 关上门, 听声音, 他先是打开了排风系统, 接着, 是清脆的打火机声响。 小白阿姨, 你不介意我爸爸抽烟吧? 小家伙担心爸爸被小白阿姨讨厌。 软白摇了摇头。 小白阿姨, 你发烧了? 小家伙把布偶娃娃放下, 空出手来, 像模像样地摸了摸软白的额头, 又摸了摸自己的, 说, 是有点烫。 软白点了点头, 嗯, 总不能跟小孩子说, 自己是因为催情药才住医院。 木栈白又蹲下, 把地上的东西都推到软白跟前, 说, 小白阿姨, 你看, 这都是我给你买的水果, 还有这个布偶娃娃。 软软说, 女孩子抱着布偶娃娃, 并会好得快。 谢谢你, 好贴心的小暖男。 软白忍不住捏了下木栈白的小脸蛋, 父子两个, 仔细了解, 过后能发觉, 性格截然不同。 一个贴心懂事, 一个霸道专横。 木栈白生活在这种爸爸的阴影之下, 不知道将来会不会长歪。 木栈白乌黑的大眼睛看着软白, 从他脸上看到有愁绪, 小家伙在朝洗手间的方向看去, 他不难想到, 一定是爸爸惹了小白阿姨不开心。 阿姨, 其实我爸爸人很好的。 小家伙皱起眉, 努力想办法夸爸爸, 说, 我爸爸人就是难伺候了点, 脾气古怪, 阴晴不定, 性格还孤僻, 不仅生活细节中有洁癖, 思想还有洁癖, 吃东西口味刁钻, 没有人能入了他的眼让他满意, 但总的来说, 我爸爸还算是个好人。 洗手间里抽烟的男人, 皱紧眉头, 被儿子这样夸, 他并没有很开心。 软白先把果栏放在了一边, 又去病房的小冰箱里, 找喝的给小家伙, 看他好像很渴的样子。 打开冰箱, 他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瓶快要见底的矿泉水, 之前李妮跟他喝水, 都是用杯子喝的。 软白拿出一只干净的杯子, 倒了水给小家伙, 先凑合喝点。 咕咚咕咚, 小家伙喝得很快, 都喝完了。 软白拿着空的矿泉水瓶, 很尴尬。 我不渴了。 一口也不想再喝了。 小家伙察觉到没水了, 懂事地说道。 小孩子安慰人的方式很单纯, 以为可以骗得过大人, 但软白是个成年人, 怎么能看不出小家伙的心思? 软白看了一眼时间, 晚七点半了。 他不想让这对父子 留在病房里太久的时间, 频繁接触, 总归不太好。 软白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才走去洗手间门口, 鼓起勇气问, 你抽完烟了吗? 男人没有回答。 软白又问, 抽完了吗? 我要用洗手间? 他的态度很明显, 是在赶他走。 里面依旧没有回应。 软白觉得这个男人很不好沟通, 这么长时间过去, 肯定抽完烟了。 但为什么待在里面就是不出来? 想到之前他脱下来的东西, 他早就平复下来的心跳, 忽然加速。 之前洗澡的时候, 他换下了里面穿的贴身的小裤裤, 刺绣网纱面料, 镂空边饰的那一套。 这间病房里没有洗衣灶和洗衣液, 他换下后, 只好放在单独的一处, 准备买了洗衣液, 再洗干净的。 扔掉毕竟太可惜, 他的经济条件, 还不能支撑他, 随意挥霍掉一套几百块的内衣裤。 而在大公司工作, 仪容仪表又要求严格, 不是设计良好的好内衣, 根本无法驾驭一部裙和薄薄的衬衫, 恐怕会显露出难堪的痕迹。 软白很尴尬的是, 现在小裤裤上面有很多的, 那种东西, 中了催情药后, 软白不知道, 自己究竟被药物折磨成了什么样子。 但看底衣上残留的白色东西, 他断定, 自己泄了很多次。 穆少林怕是已经看到了。 软白不顾其他, 扫红了脸, 直接推开洗手间的门。 穆少林深邃的眉目深处, 泛着滚烫热意, 转头对视软白, 压抑地呵斥道, 出去。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软白用力地闭上眼睛, 立刻退出了洗手间, 并且慌乱地赶紧关上了门。 我爸爸在尿尿。 小家伙攥着一支铅笔, 不知何时, 已经开始在做作业了, 见到软白冲出来, 扭头问道。 软白没有说什么? 脸红起来? 方才入目的, 是男人笔直地站在马桶前, 皮带解开, 裤子拉链敞开着, 嘴唇上叼着一根还在燃烧的烟。 但他一直手扶着他的那个, 正在, 正在, 打, 今晚怕是要长真眼。 给他造成的视觉冲击力, 很大, 女孩子是不可以看男孩子撒尿的, 不知羞羞, 木栈白朝软白做了个调皮的鬼脸。 软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没想到有一天, 他会被一个不懂承认世界的小孩子, 嘲笑不知羞羞。 他腿软, 浑身直打哆嗦地, 蹲在洗手间门外, 距离洗手间门口很远的地方, 不知过了多久, 他在地上抱膝, 蹲着蹲到腿麻, 才听到木少林的声音, 自洗手间传来, 是那种发泄过后独有的低沉暗哑。 他说, 可以进来了。 软白咬了咬唇, 忍下尴尬, 起身再一次去推开洗手间门。 木少林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软白跟他短暂地对视后, 受不了他极黑, 极深沉的眼睛, 只好看向别处。 此时此刻, 木少林的仪表绝对整齐, 俨然是往日衣冠楚楚的绅士模样, 就连衬衫袖口, 都精致整洁得不可思议。 仿佛之前暧昧的一切, 他都没有参与过, 不过都是他单方面的罢了。 软白要进去, 他却挡住了他去路。 男人齐长挺拔的身体周围, 隐约还弥漫着 男性荷尔猛爆发出的雄性气味, 让他心慌。 麻烦你让一下。 软白低头说。 木少林硬朗地眉目沉了沉, 与他擦身而过, 走了出去。 软白深吸了一口气, 进入洗手间。 关上洗手间门之前, 他看到木少林走向了木栈白的身后, 小家伙看到爸爸过来, 没说话, 只是更认真的做题。 一大一小, 似乎都很缺爱。 先是把他家当成自己家, 吃饭, 逗留, 都随便。 现在, 又把他的病房当成了家, 小的写作业, 大的, 字, 字读, 软白摇摇头, 不敢想象。 快要崩溃了。 收起底裤后, 软白靠在洗手间的墙壁上, 懊恼不已, 觉得自己可以去死了。 一次次地出囚。 白天的时候, 他是高高在上的首席总裁, 万人敬仰, 而他是公司里新来的女职员, 没有背景, 没有依靠, 连他的直接下属都算不上。 背地里, 养个身份反差巨大的人, 却这样相处, 软白怎么想, 怎么觉得悔三观。 穆少林的一举一动, 已经让他想上他的战友之意, 呼之欲出。 软白抬手, 揉了揉发紧的眉心, 吐出口气。 同时听到小孩子蹬蹬蹬跑来的声音。 小白阿姨, 你的手机响了, 是你老爸, 小家伙来到洗手间门口, 声音软糯得嘟咙, 我, 我不小心按了接听, 他说, 他是你老爸。 软白已经打开洗手间门, 接过穆站白手里的手机。 穆少林单手插在裤带里, 西装革履的, 站在一组柜子前, 肩宽腰窄, 尽显潇洒, 他的目光盯着空空如也的玻璃水壶, 而后, 去打开冰箱门, 发现冰箱里也空空如也。 爸! 软白关上洗手间门, 在里面接听, 穆站白抿着小嘴巴, 想了想, 乖乖回去桌子前写作业。 软力康直接了当地说, 小白, 就当爸求你这一次了。 别跟美美计较了好吗? 打电话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软白拿着手机的那只手, 抖了下, 失望从心底四散蔓延, 眼睛变得酸酸涩涩的难受。 不是我要跟他计较, 我之前就说过, 铁一样的法律, 是我这种人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左右的。 软力康态度也差了, 如果不是你计较, 美美怎么可能出不来? 跟他一起进去的, 听说有个姓萧的, 家里有背景, 人家想把美美一起捞出来, 可是警察直接了当地说, 不可能放人, 除非当事人不计较。 软白很想说, 自己这个当事人没有报警, 他也不知道谁报的警, 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见过警察的面, 也没有警察找他询问情况。 那个报警的人, 不是他。 但此时此刻, 软白很想感谢帮他报警的人, 做得好, 做得很好。 面对自己亲生父亲的冷漠, 软白沉默很久, 才干干地说, 如果我没记错, 我好像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软美美给我下药, 如果我没及时跑出去, 爸,你想过后果是什么吗? 还有, 在国外他就对我使过这种低级的手段。 那次有了教训后, 在国外他就不敢乱来了, 回国后他还敢这样做, 欠教育的是他不是我, 哪里不对了? 软力康沉默。 我快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像妇女一样沟通, 是什么时候了。 我在国外五年, 我和你的妇女关系, 日渐变了, 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我想不通, 软白说着, 喉咙干地发哑, 更意外的是, 这件事发生以后, 我爸最关心的, 是被警察带走的软美美, 不是受害的我。 软力康依旧沉默。 软美美才被抓起来没几个小时, 你就能立刻跟李慧珍来我病房, 让我饶了软美美, 看到自己老爸出现, 我高兴得要疯了, 但很快, 我又新娘了, 因为我觉得你一直都在A市, 根本没去外地工作, 但是, 我爸没去外地, 就在本市, 却不来跟一年多没见面的女儿见一面, 手机号码也瞒着, 这种奇葩的事说出去谁信? 软白哽咽着说道, 病房里, 沾沾的耳朵上被爸爸塞了耳机, 听歌做作业, 他写得会很快, 但爸爸以前说, 小孩子总带着耳机对耳朵不好, 现在爸爸怎么又主动给他戴上了呢? 沐绍灵皱起眉头, 看向洗手间的方向, 软白把声音压得很低很小, 以前我觉得李慧珍才是那个罪恶的人, 以夫妻之名困住了我爸, 不准我爸跟我联络, 现在我明白了, 我从来都盼着你婚姻幸福, 如果李慧珍是真心对你的话, 说完, 软白挂断了, 靠着墙的身体缓缓下滑, 他捂着嘴巴把脸埋在膝盖里, 不让自己哭出声音, 一门之隔的外面, 沐绍灵伸手打算推开洗手间门, 将他带入怀里, 安慰他, 可是想到两人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关系, 他又收回了手, 对于他的安慰, 他大抵是不屑的, 认识到这一点后, 沐绍灵走到儿子身后, 伸手摘下儿子的一只耳机, 严肃地说, 快做作业, 做完作业, 我们带小白阿姨出去买东西, 小家伙当即就高兴了, 点头, 十几分钟过去, 软白出来, 一出来, 他就看到病房里的一大衣小, 军事衣装整齐, 一副要出门的模样, 软白心下轻松, 但也不失礼貌地客气了一句说, 要走了吗, 我送你们到门口, 他现在心里乱成了一团麻, 只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沐绍白张张嘴, 正要说什么, 他先谨慎回头看了一下身后高大的爸爸, 接着扭头对软白摇摇头, 不走, 我们要带你去超市, 去超市做什么? 刚问完, 软白立即就想起, 之前冰箱里没有矿泉水了, 小家伙可能怕他口渴没水喝, 去超市就不用了, 晚些时候, 阿姨自己烧水喝, 他们父子快点离开, 才是他最期盼的, 小家伙固执地摇头, 不行, 我不放心, 你没吃的没喝的, 软白无奈, 只好看向沐绍林, 投去求助的眼神, 希望他身为家长能把小家伙带走, 沐绍林却一手摸着儿子的头, 朝他淡淡道, 暂暂不放心, 他赖你这一宿不走也说不定, 软白, 他无话可说, 其实, 如果命中注定他要跟姓沐的有牵扯, 软白发自内心的只想偶尔遇见沐绍白, 感受身边有个孩子的温馨, 慰藉他失去亲生骨头的想念和愧疚感, 哪怕是当妈妈的错觉, 他也想偶尔有意有, 至于沐绍林, 软白祈祷自己永远不要碰到他, 在公司, 也最好跟他背道而走, 不要碰面, 才跟这个身份金贵的男人认识不到半个月, 他已经惹来沐绍珍这种生来被权势拥护, 不知犯罪是何物的千金小姐, 软白不敢想象, 如果自己继续跟沐绍林有所牵扯, 将来他更差的遭遇会是什么? 穿着身上本来的米白色长裙, 拿了钱包, 软白跟着他们父子一同出门, 沐绍林走在前面, 软白下意识地跟他保持一段距离, 一个麻雀, 一个真命天龙, 站在一起格格不入, 他不想自取其辱, 超市在医院附近, 走出去一百米不到, 沐绍林没有开车, 走在路上, 软白敏感地察觉到, 时不时地就有人在看他, 看完他, 接着会看向前方那个仿佛从财经杂志里走出来的男人, 超市门口, 软白推了一个购物车, 这一路上, 沐绍林一直走几步, 回头看一眼身后跟着的软白, 不放心他, 但他又明显不愿跟他并排而走, 这次回头, 他发现, 他推着个大购物车, 他恍然想起, 购物的确需要购物车, 虽然他没有经验, 但他视线淡淡扫了一眼, 便看到了其他男人怎么做的, 沐绍林走过去, 升陷不容智慧地说道, 我来, 不用了, 我能推的, 软白不敢让他来推, 你没看到, 都是男人在推, 沐绍林目光沉着地盯着他, 在他错愕时, 大手抚摸了下他的脑袋, 另一只手顺势推过购物车到身侧, 软白四处看了看, 顿时尴尬地, 不知该说什么, 周围都是男人在推购物车没错, 可那些男人多半是家庭里丈夫的角色, 丈夫帮妻子推购物车, 天经地义, 她和沐绍林, 却她是卑微的员工, 员工帮老板推购物车, 没不对, 老板帮员工推购物车, 这就, 算了, 随便他怎么做, 软白微微皱眉, 望着前方男人挺拔宽厚的背影, 只好领着小家伙跟上, 替集团员工无数, 遍布这座繁华城市的各处, 软白畏首畏尾地, 担心被碰到, 到时候, 恐怕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进了超市, 购物的人格外多, 沐绍林推着购物车往里走, 走两步回头看一眼软白还有站站, 人确实多, 偶尔还有人挤撞到软白, 你们两个, 走我前面, 男人皱起眉头命令道, 软白被小家伙拽着过去, 沐绍林终于满意, 来到矿泉水陈列架, 软白要拿, 沐绍林先一步, 拿了一提放购物车里, 男人手大, 拿东西拿得很多, 前面有卖巧克力陈列架, 软白本能地看过去一眼, 随即收回目光, 这时, 小家伙痴痴地望着前面的购物架, 嘟囔着说, 爸爸, 有卖薯片的, 这个月我就吃一次可不可以, 一边是薯片, 一边是巧克力, 软白并没有想买巧克力, 可沐绍林却注意到他的眼睛, 在巧克力货架上, 至少停留了五秒钟那么久, 我们先给小白阿姨买巧克力, 他生病了, 你要让着他, 沐绍林摸了摸儿子的头, 说道, 好的, 小家伙觉得, 爸爸说得有道理, 软白突然没了反应, 不习惯他给的宠溺, 旁边经过三个年轻女生, 其中一个夸张的啊, 魏医生, 接着缩起来小声地说, 我这辈子能遇到这种, 把自己女人当女儿宠的男人吗? 太帅了, 帅到合不拢腿, 纵使小声, 他也听到了, 软白脸热, 被沐绍林推回的购物车里, 很多巧克力, 各种各样, 软白拒绝, 但无效, 在超市里拉拉扯扯不好, 这他知道, 但沐绍林的做法太僭越了, 最后, 小家伙眨巴着两只大眼睛, 委屈巴巴地对着手指, 小声嘀咕, 为什么小白阿姨可以吃这多巧克力, 我只有一袋薯片呢? 沐绍林没礼儿子, 推着购物车离开, 软白尴尬地抬不起头来了, 牵着小家伙的手, 软白在抬起头时, 就看到沐绍林站在了内衣专柜区域, 最主要的, 那里是女士内衣的区域, 软白低着头走过去, 想叫他, 买完东西可以走了, 可男人这时, 却伸手, 把他带到陈列架前, 站他身后, 声音在他头顶徘徊, 刚好经过这里, 我想你需要, 软白, 脸上又升起红韵, 他很尴尬, 他到底还是看到了他放在洗手间里的, 因为催情记而弄脏的底裤, 不需要了, 朋友帮我带来了新的。 软白说完, 低头领着小家伙走去超市门口, 二十分钟后, 两大衣小走在夜晚大街上, 路灯昏暗的灯光, 无限成长沐绍林的身影, 软白跟在他身后, 身体经历过这次, 有一种真实的被掏空的羞耻感, 使他身体变得脆弱许多。 阿涕! 夜里冷风一吹, 软白打了个喷嚏, 接着又是连续几声, 站站忙从书包里找出纸巾递给小白阿姨。 慕少林闻声, 也走过来, 他放下手中拎着的购物袋, 与他四目相对时, 突然脱下西装外套。 不用了, 软白的, 我没事, 三个字还没说出口, 慕少林已经一手按住了他纤细的腰, 在他站立害怕的同时, 走到他身后, 动作十分体贴地, 从后将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 谢谢! 他顿时觉得, 暖和了许多。 衣服上, 有他残留的体温。 慕少林没说话, 拎起购物袋继续往医院的方向走。 软白牵着站站的小手, 呼吸着他西装外套上好闻的味道, 胆怯又感激的视线, 不由自主地盯着慕少林宽厚结实的脊背。 他忽然很鄙视自己, 因为此时此刻, 他在他身后, 竟然生出一种陌生的忍不住贪恋的安全感, 回到医院。 软白看着购物袋发呆了许久, 最后去洗漱。 那对父子没有多做停留。 洗漱完毕, 换好睡衣, 他躺在纯白色的单人病床上, 捏着被子却久久不能入睡。 辗转反侧地失眠了。 睁着眼睛, 软白在想, 自己活了24年, 今天, 却是第一次有人在他觉得冷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 给他穿。 说一点也不敢动, 那是假的。 沐绍林带着儿子从医院出来, 准备开车回去老宅。 车开出不久, 父子两人等了一个红灯。 沐绍林这时打开车窗, 点了根烟, 用手指夹着, 时不时地吸一口, 深邃地双眸望向前方, 逐渐眯起。 爸爸, 你教过我, 擅自接听别人的电话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沐绍坐在后面的安全座椅上, 抱怨地咬着小嘴嘟弄, 可是你让我接了小白阿姨的电话, 沐绍林吸了一口烟, 没说话。 沐绍又说, 你和我都没有得到小白阿姨的允许, 沐绍林往车在烟灰缸里弹了次烟灰, 认真的说, 让你接, 是想让你听听是不是坏人打来的。 嗯, 原来是这样。 小家伙挠了挠头, 有些迷惑了。 软白在医院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 医生来检查, 叮嘱他近一个星期注意休息, 不能熬夜。 软白点头, 谢谢医生。 医生收起各项检查工具。 赵医生, 我可以出院回家休息吗? 他不想继续住在医院, 高级病房一天的费用过高, 听说是董子俊叫人安排的。 陪萧珍珍去吃饭, 算是上级派下来的公示, 住院的各项费用, 公司也都给付。 只是他不喜欢医院的氛围。 你想出院, 也可以, 回头我给你开几天的要带回去。 医生说完, 非常客气地对软白点了下头。 软白从小到大去过医院数次, 这次是第一次被医生这样好态度的对待。 午饭没吃, 软白就快速地办理了出院手续。 坐地铁回家的途中, 李妮打电话来关心, 软白只说一切很好, 我哥, 李妮开启另一个话题。 啊, 地铁到站, 先不说了。 软白找了个借口, 截断李妮接下来的话。 他已经很明确地跟李宗说了分手, 从那一分钟开始, 就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 至于将来还会不会是朋友, 看造化。 坐在地铁里, 软白觉得腰酸难忍。 医生说这是崔情记带来的后遗症之一。 回到家以后, 软白先打扫了房间, 换了干净的被单。 下床上不响起来,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不知究竟睡了多久, 忽然一声闪电惊雷。 咔嚓! 软白被吓醒。 睁开眼睛, 他看到到处都是黑的。 外面已经天黑。 下起大雨。 软白反应了片刻, 喘云呼吸, 起身下床, 过去打开了灯。 这时, 门铃声响。 软白疑惑地走去门口, 谨慎地问, 谁? 是我。 穆少林的声音, 又低又沉。 他怎么会来? 软白通过门径往外看, 却看到男人浑身湿透, 手里拎着一个塑封袋子, 袋子里装的几盒药, 开药盒, 他并不陌生。 软白这才想起, 医生给自己开了药, 他忘了拿。 回到家收拾完房间, 直接累得睡了, 哪还记得? 打开门, 软白很不好意思。 穆少林将素丰很好地带子递给了他, 看着他。 软白拿好。 他整个人都是湿透的, 以及素丰袋外面也是湿的, 但里头的药盒却完好无损。 软白抬起头, 问, 下着大雨, 怎么没打伞? 我可以进去吗? 穆少林说, 当然可以。 软白感激给自己送药的他, 自动让开了门口的路。 穆少林往屋子里走, 换了拖鞋, 说, 来的路上没想其他, 到了小区门口, 突降暴雨。 软白很愧疚。 大雨, 是随几分钟前那一声惊雷, 同时降落的。 穆少林即使浑身湿透, 也依旧沉稳如旧, 不丢一分气场, 眉头轻皱, 错过身问他, 是否方便, 让我进去冲个热水澡。 软白没说话。 穆少林见他不言不语, 直接走向了洗手间的方向。 软白怯懦, 问, 是衣服脱下来后, 我帮你烘干。 烘干后好歹能穿回去。 男人回头看他, 点了点头, 目光急沉, 深不见底。 软白赶紧收回视线。 孤男寡女的夜里同厨怎么说都不合适, 但他是为他送药才浑身湿透。 这几何要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催情记的副作用是伤害卵巢和紫。 若不及时用药抵抗, 往后恐怕会失去子宫。 穆少林在外头直接脱掉了西装外套, 湿透的浅灰色衬衫, 粘在他肌里分明地上身, 远远看着, 健壮性感。 软白看他。 很快, 他慌乱地清醒过来, 低下头。 机械地走到厨房, 找了块面包往嘴里塞, 垫垫胃, 又倒水, 吃药。 吃完药, 软白收起剩余的。 收好了药, 他去浴室门口, 捡起男人的衣服裤子, 衬衫, 平脚内裤, 拿去洗衣机洗了一遍, 再烘干, 重新熨烫好。 用时大约40分钟。 穆少林围着一条浴巾, 宽厚结实的脊背, 肌里分明地紧绷肌肉, 还有小腹位置性感的人鱼线, 无不是叫女人流鼻血般的存在。 软白从始至终不敢看过去。 男人站在阳台抽烟, 也不说话。 直到他来到他身后, 问, 都孕好了。 软白顿时浑身都不自在, 摘下孕烫架上的衣服, 小声说, 可以穿了。 穆少林接住还有孕烫温度的衣服裤子, 气息喷勃在他的小脸上, 点头, 谢谢。 他去穿衬衫, 裤子。 这时, 门铃又想。 软白惊讶, 不知这么晚了谁会来? 穆少林在卧室, 没有在意谁来, 软白看了一眼还没穿好衣服的男人, 忐忑不已, 这个结果眼上无论谁来, 情况恐怕都一发不可收拾。 来到门口, 他心提到了嗓子眼。 看门镜。 门外站着的却是李宗。 他手上拿着把雨伞, 靠在门上, 边抽烟, 边用夹着香烟的那只手 时不时地按挤下门铃。 软白大脑, 瞬间一片空白。 他不怕李宗, 但他不能让李宗看到穆少林在这里, 否则就真的坐实了杜大妈传过的话, 她是被老板包养的女人。 软白,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 咚咚咚。 李宗同时还用拳头疯狂砸门。 谁在外面大呼小叫的? 有病啊。 邻居被吵到, 出来朝这边骂。 李宗回身, 表情阴冷地说, 少管闲事, 不想惹麻烦, 就滚回去睡你的觉。 大妈在他张口说话时, 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气, 顿时不敢招惹这种失去理智的罪汉, 嫌弃地捏着鼻子, 皱了皱眉, 碰得一声关上了门。 小白, 我让你开门, 你听到了吗? 咚咚咚。 李宗的声音充满了隐忍, 像是下一刻就要爆发。 穆少林正要出去, 但软白这时急忙忙进了卧室, 拿了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 蹲在地上, 慌乱地滑动手机通讯路。 杂门声还在继续。 物业电话, 物业电话。 他在找物业电话, 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打给物业, 叫保安上来带走李宗。 可他越急, 越找不到电话。 李宗发了一条微信过来, 吓得正在找物业电话的他手一抖。 你不给我开门, 我可要自己开了, 你不知道吧? 房东给了我备用钥匙。 接着, 软白听到开锁的动静。 软白望向一脸淡定模样的穆少林, 闻着他身上轻烈射人的气息, 近乎哀求地安抚他, 说, 拜托, 你在这里待着, 别出来。 说完, 他要出去应付。 穆少林不习惯自己见不得人的这个奇怪情况, 他上前。 软白的手刚碰到卧室的门把手, 却被身后的男人大手一搂, 整个人被压在卧室白色的门板上。 你干什么? 你无权干涉我的私事, 放开我, 他生气。 可他一动, 臀就会翘起来, 蹭在男人的裆部, 穆少林双眸染上了怒意, 薄唇贴在他的耳后, 梁薄地问, 我见不得人。 他不是这个意思。 退一万步讲, 被李宗堵住这一幕, 他可以不在乎李宗的想法, 但李妮那里, 他不能不在乎。 即使再如何信任, 被人看到这一幕, 恐怕也不会觉得, 两人在房间里, 只是说说话, 聊聊天这么简单。 况且, 前面还有杜大妈的谣言做铺垫。 软白想说什么, 却来不及。 李宗打开了门, 走进来, 要是被他狠狠摔在地板上。 我这就告诉他, 你究竟是谁的女人。 穆少林说着, 翻转过他。 他才转过来, 唇绊就被男人火热地稳住。 霸道的, 疼痛的, 深入的, 嗯哈, 他微微吃疼。 李宗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最后来到卧室门口, 我知道你在里面, 小白, 我们谈谈好吗? 软白祈求地, 看着面前的男人, 摇头挣扎。 穆少林却盛怒地, 用手攥紧了他的两只纤细手腕, 牢牢锁住, 不给他挣扎的机会, 火热地稳还在继续渗入。 大手粗鲁地掀开他, 长置脚踝的轻薄睡裙, 他只觉得腿上一凉。 男人的大手, 来到他的双腿间。 辗转来到内侧, 揉捏, 软白眼睛湿润, 想说话, 可是发出的声音都成了喘息的低叫。 啊, 嗯哈, 厨房, 阳台, 客厅的窗子都敞开着, 外面的暴雨声也不知有没有淹没他难耐的低喘, 他害怕李宗听到, 这时,李宗过来拧动卧室的门把手。 拧了几下, 却没有拧开。 木少林不知何时已经从里头叫门反锁了, 但这普通的门锁并不牢固。 软白的一颗心悬着, 悬到了嗓子眼处, 脸上也吓得失去了血色, 唇瓣被男人火热地吻封住, 他只能目录哀伤地望着面前的男人, 拼命摇头。 木少林吻了他许久, 每一次探索掠夺都极其深入, 半晌, 他的蛇从他的嘴里撤出来, 眼眸里染着流窜不息的熊熊浴火。 男人线条凌厉地侧脸, 贴在他的一边脸颊上, 体温焦融, 他捏住他双手的那只大手没有丝毫松懈, 以及搁在他双腿间的大手, 也更用力了。 不要, 软白又忍不住一阵哆嗦。 他腿软得, 需要依靠什么才能站得住, 却六神无主地直接扑进了他, 本就紧固着他的坚硬怀抱。 放开我, 你不要这样, 终于得以呼吸, 他眼里含泪, 把声音压得比蚊子还小。 外面的人也不消停。 李宗第一次没拧开门把手, 并不死心, 他以为软白在赌气, 不愿意给他开门见他, 他知道自己醉酒的时候没有分寸。 冷静了几分钟, 他点了一支烟抽, 试图稳定思绪, 但随着烟雾生腾, 他却望着门把手, 越来越急躁。 他站在卧室门外, 用力再拧了几次门把手, 像是不把门锁拧坏, 是不罢休。 最后, 李宗狠狠地摔了手上的烟蒂, 叫嚷着道, 软白, 你以为你反锁了门, 我就拿你没办法了。 别忘了, 你还是我李宗的未婚妻。 软白心上一痛, 后悔一年前的自己, 答应跟李宗相处看看, 后悔一年前的自己, 对男人还抱有希望, 后悔一年前的自己, 对幸福还怀有憧憬。 这些都不该有。 慕士林却仿佛屏蔽了门外的李宗, 浑然不觉, 这个屋子里还有第三个人, 他专注地吸取着他身上甜美的体香, 放在他双腿间的大手, 缓慢一动, 攥住他被半掀开的薄睡裙, 一直往上, 直到将他睡裙的裙脚布料, 塞到他的另一只手里。 男人没有放开他, 视线循着他脱凹有致的身体向下看。 这一眼, 便看到他那里的芳草漆漆, 软白挣扎, 可是又不敢撞到门板, 他怕声音太大李宗会起疑。 无论如何, 他也不想两个男人同时看到他的身体。 他不想被李宗听到, 或撞见此时此刻这样难堪的一幕, 从而彻底背上放浪的罪名。 你这个穿法, 知不知道我看了会失去理智? 慕绍林再次低头稳住他的唇半。 比前一次更粗鲁, 更充满占有欲。 男人大手来到他的腿间。 随着他又干又烫的宽厚手掌的来到, 他只觉得那里有一股黏而湿的感觉。 身体的反应, 出卖了他, 李宗就在外面, 薄薄的门板之隔, 软白不敢叫, 不敢动, 乌叶声也被他的热吻尽数吞没。 他的眼睛变得越来越湿润, 男人却更用力地揉搓着他, 软白如同年板上的鱼肉。 他不是故意这样穿给他看的。 一个人住的时候, 软白没有穿衣服, 睡得习惯, 但今天, 他却因为是白天睡觉而穿了一件睡裙, 睡裙长置脚踝, 算是最保守的了。 谁能想到, 这个吻着他的男人会突然造访。 他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像是认定了他这样, 是为了故意勾引他。 紧锁的房门外, 李宗被靠在门板上, 停复了许久, 才问道, 小白, 我知道你就在门口, 我这样背靠着门, 你感觉得到我吗? 我知道, 你还是爱我的, 够了, 他并拢双腿, 背靠着门板身体开始又一番地挣扎。 穆少林离开他的唇半, 呈满怒意地双眸睁开, 居高临下地望着怀中娇小的他。 软白的眼睛里, 浸出越来越多的类物, 他不能喊叫, 那样只怕会更糟糕, 对男人来说也许没什么, 可对女人来说, 他看着男人硬朗的眉骨, 还有灵力第五官轮廓, 咽了咽口水, 两人仿佛被时间定格住了, 但他身上却同时有种射人魂魄的强大气场, 叫人不敢轻易说出忤逆他的话。 转过去, 男人的声音极沉, 意义深重。 软白即使经验不多, 但到底五年前也屈生过其他男人。 这声转过去, 让他想起曾经难堪的夜晚。 那时, 他在床上, 承受着一下又一下的闯入。 现在的他摇头, 无法大声说话, 但他也知道, 自己无论说什么, 这个男人都不会惧怕分毫, 依旧会我行我素, 软白过够了这种任人宰割的生活, 他咬牙切齿, 如果今天他对他真的做了过分的事, 他会告他, 不惜一切也要告他。 从前顾虑到老爸的看法和感受, 他活得束手束脚。 后来, 有了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他开始顾及男朋友的感受和看法, 变得什么事情都畏惧。 可是现在, 老爸成了别人的老爸, 男朋友也成了践踏他自尊最严重的人。 失去一切以后, 绝望中他觉得生活反而舒坦多了。 终于一无所有, 也终于可以理直气壮。 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为了门外的疯子, 拒绝我。 慕少林冷冰冰地看着他, 睁着眼睛, 手指轻捏着他的下巴, 低头吻下。 清凉如水般的一个前吻, 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之前他的火热唇舌, 男人就已离开他的唇半, 将伸下的他一个反转, 软白成了背对着他。 他的双手被男人用一手攥住, 举高, 按在门板上。 紧贴着他后背而站立的男人, 高高地掀起他的睡裙, 将裙子一脚抬起, 攥在手中。 这样, 他整个细腻美背都显露于男人眼中, 不堪一握地柔软腰肢。 穆少林气息不稳, 顺势低头, 薄唇贴在他背部丝绸般滑腻的皮肤上。 啊, 不, 啊。 软白只感觉从尾椎骨, 泛起一阵一样的颤里, 仰起头, 低口筋出来。 就在穆少林正拉开裤裂, 外面的李宗感觉到门板有轻微的响动。 李宗更加相信, 软白跟他一样, 正贴着门板。 你哭了吗? 李宗愧疚地低头, 深吸口气, 一手按在微微颤动的门板上, 想到里面的软白, 靠在门板上身体发抖地哭泣, 他就难受。 小白, 回答我, 你哭了吗? 李宗直按骂自己垃圾, 惹女人哭。 他问你, 你哭了吗? 穆少林嗓音嘶哑地贴住他的背, 一下一下, 从他的背网上, 吻上他的耳垂, 告诉我, 你是不是哭了? 这时, 外面一声惊雷, 伴随着闪电。 软白趁机骂道, 穆少林, 你就是个流氓。 没错, 我是所有人面前的正人君子, 私下专属于你, 一个人的流氓。 穆少林从后咬住他的耳肉, 反复地添。 一手顺着他的细腰往前伸去, 摸到他圆润的肚脐。 男人粗粒干燥的拇指, 在他的肚脐上来回的妈撒, 软白受不了他这样的妈撒, 下意识地抵抗着他的手指摸到肚脐, 所以, 他往后拱着身子, 仰起头来。 这样的姿势, 却更方便了穆少林紧贴着他, 李宗还在外面诉说忠常, 小白, 那天是我太激动了, 说话没有分寸, 对不起。 但你不知道, 那天我妈回家是怎么骂我的? 她骂我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 骂我是个废物。 你们小区里的杜阿姨告诉我妈, 你带了野男人回家, 在楼下就亲密地难舍难分, 我在一想到你收到的鲜花, 我, 我整个人就头疼得快要爆炸了。 空运而来的鲜花, 那是卖多少钱? 我不知道, 反正以我目前自己赚的钱来说, 肯定不会奢侈地去消费这种东西, 我嫉妒, 嫉妒别人可以给你更多。 李宗说完, 顿了片刻, 以为一张门板之隔的里面, 软白在听。 我妈生气, 也是因为太喜欢你这个儿媳妇, 虽然我们才订婚, 但是我妈已经把她当成了你的婆婆。 试问, 哪有一个婆婆能受得了儿媳妇, 偷偷往家里带男人? 门板那边没有任何人的回应, 只是还有身体碰到门板的声响, 让她以为, 她还在门板那边哭泣着。 小白, 你哭过以后就出来好吗? 跟我妈解释一下, 道个歉, 软白双手和身体都贴在门板上, 身体与门板之间没有丝毫的缝隙, 她左右前后都没有退路。 身后的男人, 不断地挑衅着她的理智底线。 李宗的话, 生生入耳。 软白苦涩地想, 在事情发生之前, 她的确还跟穆少林没有任何亲密关系, 小区里碰面, 也仅仅只是说了两句话罢了。 甚至, 那天她和穆少林的沟通并不愉快。 那位所谓的杜大妈, 还亲口说过穆少林对她冷着一张脸, 可是, 回头怎么就变成了她跟穆少林亲密? 可悲的是, 旁人捏造的谣言却有人相信。 这个相信的人, 不仅是李宗的母亲, 还有李宗。 抛开这件事情的误会不说, 软白心头始终记得李宗的另一番话, 始终记得她质问她。 在国外是否被老外包过? 质问的同时, 李宗甚至不给她反驳的机会, 直接认定她就是被老外包了, 才得以完成学业回国, 而且一切可笑之控的背后。 李宗口中那最有力的证据, 竟然出自软美美之口。 在李宗的面前, 造谣成本就是这么低, 软白不知道该说软美美高明, 还是李宗智商低下。 想到这里, 她的情绪一阵低落, 可还不带她渗入到那股低落的情绪当中, 穆少林惩罚了她。 啊, 不要, 哦, 啊。 软白几乎就要被她的气息融化掉。 穆少林双眼边的火红, 低头看着她的身体, 与门板之间挤压的肉。 她前面那块鼓起来的柔软, 比白色的门板还要白。 门外李宗的声音, 穆少林充耳不闻, 待她瘫软下来, 她强硬地搬过她的身子, 正面相对。 软白被迫望向男人的五官, 脸上除了热, 就是很木很妈的感觉, 要她如何面对这样的自己, 这一刻, 软白觉得自己很羞耻。 李宗虽然多次出言侮辱她, 践踏她的自尊, 可是此时此刻, 在李宗的各种挽回言语下, 她却跟男人在门里做着这种暧昧的事, 她小脸潮红, 颈上的皮肤泛起浅粉色, 唇半红的娇艳欲滴, 因为之前的娇吻而微微地红肿了起来。 木少林的大手放开掐住她双手的手腕, 转而控制住她的后脑, 她恨不得将她一口吞下, 薄唇压上她颤抖的红唇, 带有侵略异味的长驱直入, 疯狂脚缠。 嗯嗯, 软白终于双手自由, 她边摇头抗拒, 边用手钻拳锤打她。 可她哪里抵抗得过男人强悍的力道? 你也想要, 都成这样了, 还摇头? 不, 软白摇头, 有泪水流出来。 这五年来, 她自认过的是清心寡欲的生活, 就连单纯的爱情片都很少看, 她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公事。 木少林重新吻上她的唇瓣, 另一只手也没闲着。 哦哦, 软白受不了的失控起来。 她开始情不自己的点起脚尖, 三魂仿佛丢了漆魄, 低口筋声不绝于耳。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迎合她, 想要更多。 木少林这时却力索地收了纸, 打横抱起她。 男人转身只走了两步, 就在她本能地伸手环住她的脖子时, 附身, 把她彻底压在床上。 洁白的床单是她今天从医院回来以后新换的, 刺目的白, 而她雪白的身体, 软白无力, 一看就极敏感。 不要, 你出去, 软白往后缩, 眼睛像是看到了可怕的大怪兽。 李宗在门外说了许久, 直到门板这里没有了人的响动, 他皱眉, 仔细地听, 却听到里面有其他声响。 小白, 你怎么了? 啪啪啪。 李宗抬手用力拍门, 小白, 你说话。 你别吓我。 回答我。 啪啪啪, 啪啪啪啪。 李宗像是要把门砸开。 软白快哭了, 寒水的眼睛看向那薄弱的门板, 随着李宗一次次重拍, 已经在颤, 他很怕下一刻, 门板就会被拍得碎开, 慕少林看他一副怕李宗进来的样子, 直接黑成了脸, 像是被千年陈醋, 泡了二十几年的模样, 一手拽住他雪白的脚踝, 把他拽到身前。 而软白彻底魂飞魄散, 李宗用手击打门板的声音稍有停顿, 而后直接变成了开始用脚大力踹门。 砰! 谁在里面? 滚出来! 李宗发疯般地怒吼。 在极其不冷静的情况下, 李宗经过再三分析, 得出结论, 他坚信了里面藏了男人, 边踹门边怒骂道, 肩夫淫妇。 软白的羞耻心被击到了最顶点。 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被李宗骂是淫妇。 木少林大手攥住他的雪白脚踝不放, 他往后缩, 忍下心里苦楚的同时, 他很惧怕他仿佛要吃了他的星红双眼。 挣扎了片刻后, 他脚踝就被磨得发红了。 疼, 他叫, 砰! 砰! 李宗又连踹两次门板。 门板被踹得濒临破裂, 软白心急如焚, 本就惨白的小脸上再湿了一层血色。 就在软白进退两难时, 他的唇半被突然大幅度附身的男人擒住。 接着, 外面有声音传来。 软白耳边充斥着男人炙热的呼吸, 还有他性感的粗喘。 卧室外, 李宗闻声转身, 看到电梯走出来, 四个穿着警服的, 还有一个是小区保安, 他们从场折的房门走进来。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李宗看看警察, 看看保安, 又看看卧室紧闭得快要被他踹开的门, 疑惑得声音不服气, 情侣闹别扭, 什么时候也归警察管了。 有人报警, 说你私宠民宅, 希望你能配合。 警察说着, 直接上手。 警察处理事物的全过程, 穿透门板, 全部被软白听在耳中, 穆少林早已放开了他。 他缩在被子里, 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 虽然现在外面下了大雨。 可天气依旧闷热, 卧室空调没开, 他悟出了一身汗, 狭窄的空间里, 弥漫着一股男女之事过后的甜腻味道。 软白不知道他为什么停止, 但很幸运, 也许他突然良心发现, 抑制住了自己的行为, 卧室的窗开着。 穆少林立于窗前, 挺拔的身躯一动不动, 他低头点了根烟, 皱着眉头, 才抽了一口, 他就掏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等对方接了, 穆少林道, 把赵医生接过来, 地址不变, 紧快。 软白缩在不透气的被子里, 不理解他把找医生接过来做什么。 赵医生是在医院为他治疗过的女医生。 地址不变又是什么意思? 软白在想, 之前谁报的警? 邻居。 现在看来, 很有可能是穆少林暗中处理好的。 穆少林抽完了一整根烟, 回过头来, 看他还是裹在被子里。 大雨声中, 他朝他走过去, 粗暴地把他搂过来绊抱着, 扯开裹着他的被子。 软白暴露于男人眼前, 羞愤不已, 你又要干什么? 被他骂禽兽, 穆少林也不发怒, 相反还把他放下, 声音很低地说道, 起来, 去洗个澡, 赵医生稍后就到。 被放下的软白, 有些错愕。 你有出血迹象? 穆少林面有愧疚。 软白直接猛了。 他懂, 这个男人说的出血迹象, 是指的什么地方出血, 在他受血沸腾的情况下, 也就只有那里出血, 才会让他急刹车。 怎么回事, 软白慌了。 他围着被子坐起身来, 却一眼看到, 床单边缘, 有一点红色血迹, 大概指甲盖那么大小。 他当时处于被他入侵, 李宗踹门的恐惧之中, 根本没心思去留意其他。 现在看到, 才觉得触目惊心。 若是正常情况下, 出血软白还不会害怕, 何况才指甲盖那么点。 可他现在适中了催情剂, 才过去几十个小时。 赵医生的叮嘱, 徘徊于耳。 严重的话, 说他可能会失去子宫, 穆少林沉默不语, 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他看了他一眼, 便转身去了凌乱的客厅, 简单的陈设, 被李宗踹踹得变了形。 地上还有一节烟蒂, 烟灰被摔得满地都是。 软白身吸一口气, 让自己别怕, 没事, 一定会没事的。 除了感到轻微腰酸之外, 没有其他大的感受, 这就是好的征兆不是吗? 穿着睡裙, 他去浴室。 进浴室之前, 他又想起自己没拿要换的睡衣, 推开门, 去衣柜里找睡衣。 因为之前跟穆少林太过激烈, 身上这条睡裙某处脏的, 已经彻底不能再穿。 拿了睡裙, 软白去浴室。 冲了许久, 才彻底冲掉身上的粘腻, 软白暴息, 蹲在浴室的地上, 即使洗完了, 也不愿意出去面对那个男人。 直到赵医生到了, 软白才擦了头发, 穿着睡衣出去。 董子俊一起过来了, 但没进门。 我们进卧室检查。 赵医生对软白道。 软白点头, 指了一下卧室, 带赵医生进去。 检查大概进行了20分钟, 赵医生问了几个问题, 软白却被问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羞耻感再次窜上来。 赵医生收起工具, 低头扣上工具箱说,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立价提前了, 我告诉你几个调理的方法。 软白松了一口气, 点头, 谢谢。 不用客气。 赵医生往出走, 软白自然跟在身后。 到了客厅, 赵医生拿出纸笔, 写了一个便签, 递过去, 按照这个买, 食补, 熬成汤喝, 一天三次。 还有, 近一个月都要进玉生活, 你这次立价提前, 就是身体反应太动情了, 惹得祸。 软白的脸, 刷得一下红成一片, 赵医生是个年过半百的老阿姨了, 男女知识早已经历过。 年轻人在这种事情上的德性, 赵医生并不见怪。 只是身为医生, 他必须奉劝患者应该注意欢爱时的分寸。 说给软白听, 就相当于说给了他的男人听, 赵医生这样想到。 完成任务, 赵医生起身, 对木少林点了点头, 准备离开。 赵医生, 慢走。 木少林亲自相送到门口。 董子俊在门外等候。 看到赵医生出来, 急忙过来帮赵医生拎工具箱, 接着恭敬地对自己老板点了下头, 又朝软白点了下头, 才按电梯, 离开。 软白在电梯关闭上的瞬间, 用手挡住了快要被木少林关上的门, 低声说, 很晚了, 你该走了。 之前因为他有出血迹象, 木少林愧疚, 甚至不敢面对他, 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 他多年前车祸差点截肢, 当时紧张自己的身体, 都没像今天紧张他的身体这样, 达到牵动大脑全部思绪的程度。 只怕这又是你的口是心非, 嘴里喊着不要跟我做, 可身体却动情到需要医生上门。 软白恼羞成怒, 抬头看他, 你说什么? 木少林冷着一张沉稳的冰山脸, 墨地掐住他的下巴, 把他小脸抬起, 说了一句让他从脸一直红到耳根子的话, 这还只是前奏, 要是真做了, 你还不得爽死过去。 木少林走后, 软白站在门口呆愣了许久, 他说的没有错, 医生检查得出的结果也没有错, 可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错, 身体, 感官, 成了背叛他的叛徒。 面对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人, 想必很少会有女人不动情。 只是在面对木少林那样高高在上的男人时, 很多女人就会自我衡量, 自己有没有资格对他动情, 动情的结果是什么。 除了萧珍珍那种身份级别的, 普通女人哪有跟他相配的资格。 软白有自知之明, 一直也都把持得住, 但今天面对他霸道的压迫。 他的身体投降了, 不听他的, 仿佛那不是他的身体, 身体往往比嘴上说得要诚实, 这句话, 其实极具奇异, 但软白如今也不得不可悲地认同了这个不全然对的道理。 他鄙视这样的自己, 更讨厌自己被他大手抚摸就会沉浮的身体。 这一晚, 软白睡得很不好。 先是睡前换洗了弄脏的床单, 最后躺下, 脑子里又装着太多的事, 加上例假提前, 使身体也不太舒服。 穆家老宅。 穆战白站在一楼客厅里, 认真看着站在去往二楼楼梯第一节楼梯上的喝牛奶的妹妹, 说, 你慢点喝。 穆老爷子这时从院子里进屋, 扫了一圈, 问, 你们的爸爸, 又没回来? 软软嘴上, 沾满了白色的奶糊糊, 朝着太爷爷摇了摇头。 也没在公司。 穆锐成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 双腿横在茶几上, 放下手机, 朝老爷子说道, 没准, 我哥是外面有狗了。 狗? 老爷子拄着拐棍, 怎么想也想不通, 一向洁癖的大孙子穆少林, 怎么会养了狗, 还是养在外头? 家里这么大的院子, 不能供他养狗。 穆战白回头, 精灵一样的眼珠子转了转, 匆忙给妹妹擦了擦嘴巴, 窜到小叔叔身边刺着牙问, 小叔叔, 我爸爸真的养了狗狗吗? 他好喜欢狗狗。 跟你们这种小的老的没法沟通, 我的意思是, 我哥可能去过私生活了。 穆锐成本来想直接说性生活, 但顾及到有两个小孩子在, 就没说。 他若敢口无遮拦, 爷爷肯定地用拐杖 打死他。 老爷子这会儿跟小孙子穆锐成眉带勾了, 莫名地就懂了小孙子话中的意思。 坐去沙发上, 老爷子用拐棍拄着大理石地面, 一脸高深地想, 少龄年纪的确也不小了, 孩子有归友, 但一直以来身边都没有女人, 难免, 到底是男人, 怎么能没那方面需求? 老爷子又想起下午肖家局打过来的那通电话。 肖局长是铁了心要将女儿嫁进穆家, 这个时候, 大孙子却有可能在外头有了女人。 如何是好? 第二天, 雨后出情。 软白很早起床, 难得可以休息一个星期, 他拿好了昨晚赵医生给开的食补方子出门。 超市就在地铁站附近, 软白不行走过去。 因为是工作日, 所以超市里的人叫比星期天要少很多。 软白推着购物车来到卖红糖的地方, 拿了一袋放在购物车, 又去买生姜。 最后, 他推着购物车来到卖卫生棉的地方。 拿起一包夜用的, 这时, 有人叫他的名字, 软, 软白。 软白循着声音, 转过头去。 那人也是, 才过来卫生棉摆放的区域, 还没挑选, 就看到了软白, 但多年没见, 他不敢认, 只能试探地问。 软白再转过脸来的这一刹那, 就听对方尖叫道, 软白, 是你吗? 软白呆呆地看着对方。 啊, 真的是你。 对方直接跑过来, 一把抱住软白。 软白被抱得很紧, 有些上不来气, 对方终于松开它, 擦着眼泪看它, 说, 你还记得我吗? 初中我们一个班, 我因为个子高坐在最后排, 我妈是英语老师, 还给你补过课。 软白点头, 看着对方点头, 你叫周云云。 你记得我的名字? 周云云一副男孩子的性格, 这会儿跟老同学相认, 感动得快哭了。 两人初中三年在一个班级, 还一起去小卖部吃过泡面。 这样的同学情谊, 在校园里随处可见, 可软白不同, 软白曾被校园暴力包围, 周云云是唯一敢跟她走在一起的女生。 在因为周云云的妈妈是老师, 其他同学对周云云就有些忌惮, 所以, 软白每次跟周云云走在一起, 都能躲过同学的故意刁难。 买完东西, 养人父前离开超市。 软白邀请周云云去家里, 周云云点头跟去。 在进小区的时候, 周云云说, 我妈两年前腿出了问题, 为了给她治病, 我跟我妈就搬来了这个城市。 周云云的爸爸也是老师, 但出轨了学校里,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老师, 之后夫妻和平离婚。 软白知道, 周云云在小学的时候就改了姓, 跟妈妈姓。 周老师现在怎么样? 软白比较担心周云云妈妈的病情。 周老师当年待她和蔼可亲。 而且, 据说这位周老师当年特殊, 单独辅导过隔壁高中的牧学长, 以前软白并不在乎牧学长叫什么名字, 在脑海里存在着的, 也一直只是一个轮廓。 因为他是那么遥不可及。 现如今看到牧少林, 软白会忍不住将当年的学长跟她融合在一起, 怎么看五官都相似。 只是一个是青春少年, 一个是成熟稳重的成功人士, 形象性情差距都太大。 我妈结枝了。 周云云半晌才回答软白。 语气中充满失落。 软白安慰她, 周云云摇头, 说没事。 到了家门口, 周云云突然想起什么, 说, 下周末我妈过生日, 你一定要到, 也见见老同学。 老同学, 这三个字本该是温馨的, 但软白听到, 却畏缩了。 学生时期被欺负的阴影太深重。 周云云没发现软白的异常, 随她进了屋子, 又说, 昨晚跟我妈对了, 对同学保上的名字, 遗憾的就只有你, 每年我们都看不到。 其他我妈教过的学生, 但凡在这个城市发展的都有过来, 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送快递的也好, 上市公司大老板也好, 都出来聚。 软白想到穆学长, 如果穆学长今年也去, 同学聚会上的穆学长跟穆少林, 是否会是一个人? 不管穆少林是不是穆学长, 这次的同学聚会, 软白都会去。 不是为了同学, 不是为了那个记忆已经久远的穆学长, 单单只是为了曾经给过他许多温暖和关爱的周老师。 没有周老师的消息也就罢了, 有了消息, 他没有不去的道理。 中午, 穆家。 从穆少林进门开始, 老爷子就跟在这个大孙子后头, 问, 你也不小了, 终身大事总该定下来, 告诉爷爷,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穆少林沉默不语, 走上楼。 老爷子拄着拐棍也依然爬上了楼, 边爬楼梯边, 暗暗地咬牙骂这个没良心的大孙子, 从来不懂得尊老爱幼。 微胖的? 长得白点的? 老爷子以为大孙子喜欢这样的, 追着问道。 穆少林进了卧室, 脱掉西装外套的同时, 扯了领带, 扔在一旁。 老爷子继续, 爷爷听说, 萧局长的女儿过来了, 你怎么也不带家里来让爷爷瞧瞧? 要不是萧局长亲自打电话过来, 爷爷这个当家长的, 还被你蒙在鼓里。 为什么要带到家里, 让您瞧瞧? 他什么身份? 伴随着花花的水声传出的, 是穆少林冷酷否定的话。 老爷子眼皮一耸拉, 顿时明白过来, 大孙子根本看不上那所谓的萧家千金。 转身, 老爷子下楼。 穆瑞成在楼下拿着个血桃再吃, 刚咬一口, 后背就被老爷子用拐棍戳了一下。 他回头, 怒了, 爷爷您对我干嘛? 过来, 过来我这坐下。 老爷子一脸沉重地招手。 穆瑞成看了看楼上的方向, 又看了看爷爷的反常脸, 只好坐下, 问, 爷爷, 发生什么事了? 老爷子提了一口气, 看着小孙子, 嘱托道, 你最近帮爷爷盯紧你哥, 看他私下到底跟什么女人来往。 盯紧我哥? 穆瑞成双眼皮都下成三层了, 那不就是跟踪? 我不要命了, 还是爷爷, 您快死了, 要带我一块下去陪葬? 爷孙两个正在说话, 穆少林简单冲完了澡, 下楼了。 老爷子闭嘴不再说话, 穆瑞成只是仔细地盯着他哥, 其实他也很好奇, 究竟什么女人能让他这位冷血无情的大哥总是夜不归宿。 穆少林走向餐桌, 拿了份报纸, 坐下, 抖开报纸。 十分钟后, 蔡秀芬下楼, 张亚丽也从外面回来, 穆家到了午饭时间。 这时, 穆少林的手机响了。 看着报纸, 他接起问道, 什么事? 董子俊人在外面吃午饭, 跟在BOSS身边多年, 他可谓是操碎了心, 今天意识像往日一般, 重复着自己的工作。 刚坐下翻开备忘录, 董子俊就看到有一项行程, 需要提前约定好。 是这样的, 穆总, 下个周末, 你高中的老师过生日, 今年, 去不去? 如果不去, 我立刻安排那天, 你到美国的行程。 董子俊试着问。 如董子俊所料, 穆少林不去。 穆少林只去过一次, 在了解到生日会的内容后, 他感到极其乏味, 在场的人无不是没有下线的巴结, 献殷勤。 自第一次去过以后, 他就改成了, 吩咐人提前订好礼物给老师, 在亲自打电话问候, 说句生日快乐。 周老师跟他, 只是简单的师生关系, 但他当年, 不得不离开读高中的小镇上时, 曾托付给周老师一个人。 那个人, 后来的确被周老师照顾得很好。 仅仅这一点, 值得他终生感恩。 穆少林挂断董子俊的来殿后, 立刻打给周老师。 通了以后, 穆少林重复着往年说过的话, 公事在身, 不能抽出时间, 去给您过生日之类的话。 周老师说, 你去忙你的吧, 男人应该把事业放在第一位。 相互客气几句, 周老师在挂断电话之前, 又说, 对了, 有件事我挺高兴的, 你可能还不知道。 当年被同学欺负的那个女生, 叫软白的, 你还记不记得? 我女儿今天碰到她了, 还邀请她下周末过来参加同学聚会。 软白看上去过得还可以, 这有一半是你的功劳。 穆少林拿着手机的大手, 动了动, 似乎没想到 软白要去同学聚会, 末了, 说了一句, 知道她过得还可以, 我就放心了。 你是个好人,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周老师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老爷子偷描大孙子的表情, 只见大孙子打完这个电话, 整个人就莫名的有些阴郁暴躁。 分明三分钟之前还好好的。 开饭了, 都过来吃。 老爷子提醒道。 穆少林却恍若未闻, 皱眉拿起手机, 找到董子俊的手机号码, 在拨过去的同时, 他又立刻按下了红色挂断键。 在打给董子俊, 准备让他取消美国行程的那一秒钟, 穆少林有些被自己的行为震住了, 一个女人罢了, 何时值得他这般在乎? 更何况那还是个口是心非, 惯会掉男人胃口的心机女人。 周云云在软白的出租屋待了一上午, 就回去了。 软白送他到地铁站进站口。 看着周云云走远, 软白才回家。 小区门口。 李宗的母亲王娜站在那里, 眼睛四处搜寻, 明显是在找人。 软白到了门口, 不得不过去。 总不能躲一辈子。 王娜的眼睛终于定格在软白身上, 怒气从心肺中冒出来, 方才按门铃, 没人应, 那他就站在楼下等。 软白不可能永远不下楼。 阿姨。 软白礼貌地打了招呼。 啪。 王娜一巴掌甩软白脸上, 恶狠狠地瞪着眼睛说, 你不配叫我一声阿姨。 我怕被你叫一声折十年的瘦。 软白捂着脸, 感受着这份疼痛, 半嗓, 才抬起头, 有话请说, 没话我要上楼了。 你什么态度? 王娜眼神变得更立。 你什么人, 我就什么态度? 软白平静又怨恨地说完, 转身, 往小区里走。 对这个长辈, 他还保留着一分尊重。 仅仅一分。 王娜被软白这个态度, 激得火冒三丈, 冲上去。 冲进小区, 从后猛地抓住软白的衣领, 拽过来就是一通打, 你这个骇人不浅的狐狸精。 我儿子对你怎么样? 你平仰心说。 他来桌奸, 还反被你这个贱人送进警察局, 你背后男人好硬气的手腕呢, 没王法了是吧? 软白被泼妇一样的王娜抡来抡去, 打得头发散乱, 脖子上也出现了好几条指甲抓痕, 还有之前被打得一边脸, 都火辣辣得疼。 王娜攥住软白的头发, 不撒手, 继续咒骂, 你这种女人, 就应该被抓起来亲猪笼。 你怎么就那么缺钱? 为了钱恋都不要了? 你喜欢被有钱男人包, 没人管你, 可你别当我儿子啊。 我儿子五年的青春, 你拿什么赔? 软白忍不可忍, 忍着疼痛, 把头发从王娜手里扯出来, 用力将王娜推开, 够了。 被推出一米多远的王娜, 气得脸红脖子粗, 手指发颤地指着软白, 不守复道, 勾三搭四, 你还有理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一个大妈上来拉架, 死命地拽住王娜说, 老姐妹, 你别太动气, 儿媳妇有没有勾三搭四, 你也不能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不是? 拽着王娜的这位, 王娜认识, 正是那天跟杜大妈一起八卦软白带 也男人回家的其中一位。 冤枉冤枉她, 我会判断。 王娜瞪了那大妈一眼, 我们家的闲事, 你少管。 大妈见此人不识好歹, 表情尴尬。 软白这时已经进了单元门, 不想跟李宗的家人进行无谓的纠缠。 回到家里, 软白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 登陆租房子的网站, 找房子。 放在一旁的手机响起。 来电人李妮。 软白接了。 李妮声音急切, 小白, 你没事吧? 我妈去找你了。 你见到她没有? 见到了, 不过没事了。 软白知道李妮是在关心她, 不想让李妮担心。 我真要被我妈和我哥气死了。 李妮说着, 就有了哭腔, 我去找你, 你等我。 软白来不及说不用, 李妮就挂断了。 没有给李妮打过去, 软白发了一条微信给她, 别生气了, 都会过去的。 你真是心大啊, 我家人对不起你。 李妮很快回复了软白, 还带了个大哭的表情。 软白低头, 不心大又能如何? 快一个小时过去, 李妮终于到了软白住的小区。 按门铃, 软白过来给开门。 进屋, 李妮换拖鞋, 直接就看到了软白的脸, 她诧异地上前查看再三, 瞪大眼睛说, 我妈, 打你了。 软白点头。 疯了吧。 李妮皱起眉头无语, 很不理解地说, 我真开始觉得, 我哥我妈都有病, 宁愿相信一个长蛇妇的话, 也不愿意相信亲近的人, 连我的话, 他们都不信。 两人进了卧室, 李妮看到软白电脑上开着网页, 是在租房子。 你要搬家? 嗯, 只有搬家才能清静。 软白无奈地道, 李妮去冰箱拿了一罐喝的, 返回卧室, 看了看租房信息, 租个两室的好了, 我跟你过去一块住, 两个人能互相照应。 软白看向李妮, 她不希望李妮为了陪她而出来住, 这样恐怕导致李妮跟父母哥哥的关系闹僵。 李妮像是早就看出来了软白的心思, 说, 放心, 不是因为你才搬出来住的, 大二那年, 其实我就想出来住了, 我爸我妈天天吵, 软白的经历里, 没有过父母一同出现的场景。 那个场景究竟是美好和谐的, 还是争吵不断的, 于她来说, 总归都是奢望, 一辈子恐怕都看不到的稀有场景。 一个下午, 软白跟李妮两个人就选好了房子。 第二天, 软白跟李妮两人去看了房子, 签合同, 交钱, 搬家, 一天处理完毕。 第三天, 软白要大扫除。 李妮担心软白身体受不住, 上午十八道家请了保洁。 啊, 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 李妮忍不住幸福的感叹。 换了个环境, 软白也开心, 最近积压在心里的郁节, 也都一起消散了。 一个星期的假期, 转眼过去。 软白不得不重新收拾起心情, 鼓足精神踏入公司。 让软白没想到的是, 才到达设计部, 他就看到了坐在工作位置上的李宗。 李宗似有感应, 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软白。 这一眼, 看得软白浑身不舒服。 李宗那天夜里在门外骂过他淫妇, 而今天他看他的眼神, 依然赤裸裸地在骂他淫妇。 周小素很快群发了邮件给大家, 9点20分准时开会。 所以, 9点20分, 全设计部的人都坐在了设计部专用的会议室里。 设计部的部长是个女强人, 向来不服男人, 因此, 工作上难免偏向于有斗志的女人。 会议中定下了一个重要项目, 女部长指定周小素带人参与, 而周小素喜欢软白, 因此, 软白也有幸参与。 会议结束, 软白跟大家一起往出走。 小素, 你带着小白去62层会议室, 快! 要进电梯的女部长, 接电话的同时, 回头指着一起出来的周小素和软白。 周小素来不及问去做什么, 但一定是好事, 就立刻带着软白进电梯, 上62层。 本想找软白的李宗, 只好先回设计部。 T集团62层会议室门口, 有人等候, 见到周小素和软白, 放行, 两人安静进入, 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旁听。 会议室气氛素木, 软白有些不敢喘气地抬起头来, 先是看到了公司的高层们, 其实身为新人, 他根本还认不全。 桌上放着名牌, 他看到除了公司重要职位的人, 其他人都是这次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 最前方一个女士在进行讲解, 正说到项目地皮位置的优势, 而右翼位置上坐着的, 便是一派金贵的大boss。 软白急忙收回视线。 穆少林出现在他家的不和谐画面, 还历历在目。 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 结束时, 刚好是午饭时间。 大人物先往出走, 员工之后才分等级的陆续离开, 软白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会再次碰上穆少林。 会议室外, 穆少林正在跟两男一女客套攀谈。 软白记得, 那三人身份都不低。 董子俊这时看过来, 用话拦住周小素和软白的去路, 我记得周小姐有些酒量, 稍后的饭局, 一起过去。 这是命令的语气。 说完, 董子俊又看向软白, 刻意邀请, 软小姐也一道, 顺便听听老板们的设计方向。 这种邀请, 软白只要还是这个公司的员工, 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和余地。 软白正不知如何自处时, 就感觉到有一道目光刺在身上, 转过头去, 他看到穆少林正在看他, 男人视线深邃无比, 充满不知喜怒的意味。 去酒局前, 软白和周小素先回了一趟设计部。 走到工作位置上, 软白放下之前, 开会带到楼上的笔记本电脑, 接着就看到搁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一声。 陌生人信息, 138开头, 6688结尾的手机号码, 信息内容说, 小白阿姨, 我就快要放暑假了, 你十天后有没有什么安排? 软白猜想, 这个号码是穆占白的。 他快速回复, 工作很忙, 我才接了一个重要项目, 小白阿姨要赚钱吃饭生活, 不能带你去玩了, 抱歉。 不想过多接触穆少林儿子的心, 显露出来。 他讨厌被穆少林误会的感觉, 他并没有为了勾引他, 而接近他的儿子。 这个社会上, 但凡拥有穆少林那种金钱地位的男人, 恐怕都会习惯性地防着身边出现目的性不单纯的女人。 而这个女人, 如果有幸不被他反感, 那很有可能会跟他发生一些关系, 但这关系仅限金钱, 肉体。 总之, 不是走心。 看多了豪门男女的八卦新闻, 软白深知, 那些游戏规则不是自己这种女人能触碰的。 穆少林是个禁忌, 他心中的禁忌。 再诱人, 他都只属于婴素, 是毒。 过了很久, 穆湛白才回复了一个字过来, 哦! 后面的六个句号, 说明了小家伙此时此刻有多难过。 没办法, 他要顾忌小家伙的爸爸。 他想, 如果湛湛和软软是孤儿, 没人要的孩子, 他在这样约等于无父无母的日子里, 也许会领养两个小孩, 边完成设计梦想, 边赚钱养好他们。 可惜, 他们不是孤儿, 相反还有一个身份显赫的爸爸。 软白狠了狠心, 没有回复了。 收起手机, 他走出设计部。 李宗随后起身, 他魂不守舍的样子被他全部看在眼里, 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在想谁, 但他就是看得一肚子火。 软白才走到洗手间门口, 就被身后一只大手拽住。 你干什么? 这是公司, 你放手, 软白往回抽自己的手, 眼神不善地看着李宗。 你跟我过来? 软白被连拖带拽地弄进茶水间。 放手。 软白挣扎, 你再不放手, 我喊人了。 李宗这时把他逼近角落, 讥讽道, 喊人。 你的嗓子还能喊得出来? 那天晚上, 在你男人身下想必叫得喉咙都哑了吧。 软白身体缩了下, 李宗, 你别这么不可理喻。 我不可理喻。 李宗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张狂地说, 我未婚妻给我戴了绿帽子。 我连抱怨几句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要不要这么翻脸不认人, 前面才跟我订婚, 回头就跟男人滚床单。 软白, 你见不见啊? 读书的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骚。 软白被气笑了, 看着他, 淡定地说, 现在知道了, 也不晚。 李宗没想到, 他会坦然承认, 这让他十分不爽。 有过禁警察局拘留96小时的教训后, 他不敢再动手使用暴力, 只能憋着额头抱起的青筋, 骂道, 我真他妈瞎了眼了, 看上, 你这么个垃圾货。 还好我没娶你, 否则等我晚年瘫痪在床了, 你是不是得找个野男人回家? 你知不知道, 你很恶心。 软白感觉周身冰凉, 再也不想多听一个字, 转身出去。 茶水间的门, 被大力推开。 从洗手间出来的周小素, 看到了李宗凶恶的眼神, 立马对软白说, 小白, 我们该走了。 有其他人在, 李宗没有放肆, 只是望着软白离开的背影, 他攥紧了拳头。 没有哪个男人, 受得了被戴绿帽子。 这个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 可却是被他看上的女人。 自从他看上她的那天起, 他就认定了, 这个女人只能喜欢她。 相识多年, 软白没有让她失望过, 但是如今, 她知道, 她不是那样本分的女人。 软美美说她在国外就有过男人, 还不止一个。 前几天激烈争吵过后, 她后悔, 担心自己冤枉了她。 但经过几天前夜里, 自己亲耳听到的隐约声响, 李宗断定, 软白就是一个贱货。 这种脏女人, 她不屑碰。 只是, 她很不甘心, 自己竟然被这样的女人耍得团团转, 耍了整整五年。 这口气, 是个男人就咽不下。 软白失魂落魄地来到楼下。 周小素看了一眼公司门口, 问她, 没事吧? 软白摇了摇头。 我从洗手间出来, 距离太近, 都听到了, 我相信, 你不是她说的那种女人, 你这个前任, 恐怕有些精神分裂。 周小素说, 软白不想做每个人眼中的当父, 她想解释, 可又不知从何解释起。 最后她只好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 李宗说的也不是全不对, 她赌到我家有男人, 但这是我们之前有了激烈的矛盾, 正是分手之后。 周小素惊讶地看着软白。 软白又难堪地说, 那个男人, 对我可能有一些些喜欢, 但绝不是真的喜欢, 图一时新鲜, 还是什么, 我不太了解, 我的拒绝在他的强势之下, 显得很渺小无力。 周小素不惊讶, 软白有男人追求。 她惊讶的是, 软白背后的这个男人, 会是什么人, 什么男人会让软白用图一时新鲜。 她的强势这种词。 两人走到门口, 周小素关心地问, 李宗你们两个同一个部门, 以后怎么相处?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软白做了一个决定, 等发了薪水, 我想辞职。 周小素立刻站住, 定定地看着他说, 这可不行, 你开什么玩笑, 我把资源都用在了你身上, 你辞职就是对我不负责。 他这样一说, 软白顿时心里有愧, 可不辞职, 真的很难理清楚一些关系。 替集团门口, 一共停靠两辆豪车, 董子俊看到软白周小素出来, 先开口安排道, 软小姐, 坐这辆车。 而周小素, 被董子俊安排到了另一辆车里, 美其名让他陪合作伙伴聊天, 但其实, 这里头的门道他一眼就看了出来。 董子俊站在车外, 替软白开车门, 态度恭敬。 软白望着宾利后排座上的男人, 心生俱异, 但他不得不坐进去。 穆少林本是在闭目养神, 感觉到有一道鲜弱的阴影过来, 他睁开眼睛, 车缓缓开走。 酒店方面的问题, 董子俊已经提前全部打理妥当。 软白在车里坐得端正, 不看前方, 只怕那个男人不经意到达他的余光里, 他只能看向车外忙忙而过的街道。 穆少林目光慵懒地, 正浏览着一份报纸, 骨节分明地修长手指, 捏着报纸的边角, 周身散发着冰寒的气息, 冻住了斑, 意识一言不发。 软白突然地口干舌燥, 每次紧张, 他都会想喝水。 抵达酒店的时候, 周小素没有等后面的软白, 热情地招呼三个合作伙伴进了酒店。 周小素自认自己是个老油条, 有什么能逃得过他的眼睛。 软白口中那个图一时新鲜的强势男人, 恐怕正是T集团的boss, 也就是自己的男老板。 看出这一点的人, 肯定还有前方走着的那位面上一派从容淡定的董特助。 否则, 董子俊不会特地安排软白坐进老板的车。 周小素突然很开心, 比得到今日这个重要的项目还要开心百倍。 她是一个追求实际的女人, 在职场上, 女性要想往上攀爬, 总比男人慢那么一点, 辛苦那么一点。 软白是自己的福星, 毕竟那是被老板看上的女人。 管她是图一时新鲜, 换换口味还是什么。 总之, 目前老板的眼中有软白一个女人。 而男人又有一个通病, 就是吃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越是吃不到, 越是惦记, 周小素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掉胃口的事情留给两家女人软白去做, 而她要做的是如何撮合这两个人。 事业上升期, 周小素明确地知道, 自己急需一个友军去吹老板的枕边风, 这个友军眼下只能是软白。 一行人全部到达酒店。 软白低微的身份, 只够资格走在穆少林身后两米远, 从下车, 到酒店大堂, 再到电梯门口, 她一直默默低头走路。 电梯来了, 她不得不站进去。 由于她最后一个进去, 只能站在前面, 若想往后去, 只能从男人的身旁挤过去, 为避免身体的碰触, 她乖乖站定。 电梯门关上。 抵达用餐的楼层后, 软白进去, 逐一落座。 菜色陆续上来, 还有酒。 这时软白手机响了。 对不起, 我出去接个电话。 软白起身, 抱歉地对大家说。 在座的人都看向她。 穆少林并未抬眼看她, 冷冷地道, 快去快回。 软白立刻出去。 出了包厢, 站在走廊上软白接了电话, 喂? 打来的人是设计部的一位女同事, 叫刘念, 为人直率, 挺好相处的。 刘念小声说, 我来吃午饭, 结果我看到你男朋友李宗了。 他, 他拽着一个女的, 鬼鬼祟祟的来了消防通道, 然后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软白, 渣男, 他是个渣男。 刘念说。 他怎么渣男了, 李宗总不至于才来公司接近一个月, 就勾搭上了公司的女同事。 如果有了新欢, 他何至于三番两次地为难他这个旧爱?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事实, 半个月前, 他才和李宗订婚。 既然有了新欢, 李宗怎么会订婚? 我看免提, 你听, 但是不要说话, 千万不要说话, 我也是偷听中, 刘念小声说完, 才转脚去消防通道门口, 把手机开着免提, 放在旁边的一个花盆里, 自己跑远, 怕那两个人出来发现他。 现在, 你是不负责的意思咯? 当初搞我搞得欢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软白听着, 一正。 是你先勾引的我吧? 怎么, 打算讹我? 李宗的声音, 很愤怒, 软眉眉语气相对轻松。 是我勾引的你没错, 但被我一勾就上勾的你, 又比我好在哪里呢? 把持得住自己那根东西的男人, 才有资格指责我的恶行。 少废话了, 我不想跟你打嘴仗, 总之, 这个孩子, 你听话去打了, 我不会要。 你说打掉就打掉。 要不是你, 在我身上边运动边喊着, 要给我弄出孩子来, 我会不让你带套。 我会不吃药。 我会傻傻地, 让你种进去。 现在真的有了孩子, 你才来跟我说, 你不娶我。 拿我当软白那个小傻瓜呀。 软白站在酒店的走廊里, 轻轻地闭上眼睛。 软美美怀孕了, 李宗梅说那不是他的孩子, 只说不想负责, 这直接证明了他们发生过关系, 可能还不止一次, 怀孕, 测出来, 最快也要20至30天。 软白觉得自己可不就是傻子, 或真价实的傻子, 软美美跟李宗早就有软, 而自己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男朋友在跟其他女人做过后, 回过头来, 装纯良地跪地求婚, 而自己还感动得一塌糊涂, 答应得十分痛快。 软白嘲讽地扯动嘴角。 忽然想起刚来公司的时候, 李宗第一次出差, 他发给他微信, 结果聊完了, 他还微信消息, 发来一堆乱码的东西。 现在想想, 那很有可能是软美美在他的床上用他手机故意发的。 还有他出差在酒店那晚, 跟他通电话的同时, 有人砸门敲门, 之后他手机关机, 一天都没消息。 也很有可能是跟软美美在一起, 他们之后又说了什么, 软白没听。 按了挂断, 他给刘念发了感谢的微信, 之后回了包厢。 软白的座位被安排在木少林旁边,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即使尴尬也不好开口换位子。 周小素坐在软白身边, 看到软白回来, 台下巴示意服务生上前给软白红酒。 服务生站到软白面前。 软白拿过红酒, 就听周小素大声说, 小白, 出去接了这么半天电话, 赶紧敬一杯酒, 给老板们赔个罪。 一杯红酒不是问题, 喝了又不会死。 软白走过去, 歉意地敬了一杯, 喝光。 接着, 又有服务生过来, 给在座的每个人都, 重新倒了红酒。 软白看着酒杯里暗红色的液体, 有点晕眩, 刚才那杯喝得太猛了。 酒精大不大, 他根本不知道。 服务生倒完了酒, 离开。 软白拿着自己的酒杯要做好, 这时, 却不知道办到什么东西。 他整个人意外, 朝左侧摔去的同时, 一杯酒全都倒在了。 周小素不着痕迹地收回自己, 故意伸过去, 给软白下半子的高跟鞋, 起身说道, 小白,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牧总擦一擦啊。 软白并不觉得, 一杯红酒能让自己晕眩成这样。 他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大圆桌的桌布下方, 发现桌子底下桌腿总共有八个, 刚好自己这边也有一根很粗壮的桌腿。 可能他就是不小心绊到了这根粗桌腿, 才会摔。 将一杯红酒尽数倒在老板的裤子上, 且还是倒在男人最尴尬的部位, 置其湿透, 软白觉得自己死一万次都不冤枉。 木少林本就总以为他故意勾引他, 现在出了这事, 他彻底抬不起头来。 愣着干什么? 快给牧总擦一擦啊。 周小素递过去一盒纸巾, 干着急地催促他。 软白来不及思考, 第一反应就是抽出一堆纸巾往老板的那地方按去, 纸巾遇到红酒, 当即湿透, 变成腰野的暗红色。 软白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手指好像碰到了什么, 用纸巾擦拭的时候, 难免手指在老板的尴尬部位上头滑来滑去。 隔着裤子, 他仿佛碰到了触感可怕的东西, 而且, 那地方在以他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 软白脸上莫名地燥热起来, 包厢里, 三位合作伙伴都在, 有男有女, 这一幕想必会让老板很难堪, 软白自责地咬了咬唇, 越是焦急越是出错, 手指都在发抖。 用掉了半盒纸巾, 可穆少林的裤子还是脏了。 这种向来洁癖的男人, 怎么可能瘦得了, 穿着一条被红酒湿透的裤子用餐, 软白正懊恼无措时, 手腕却被男人牢牢地攥住。 他抬起头, 对视上他阴冷深邃的视线。 男人身形高大, 眉骨硬朗, 望着他自责不已的小脸, 一字一句说道, 跟我出来。 在座的人看着这一幕, 多少都有些惊讶的表情显露出来。 三个合作伙伴下意识都看了出来, 这位软小姐跟穆老板, 关系并不简单。 而董子俊和周小素, 也都诧异, 老板对软白, 竟然占有得如此肆无忌惮, 光明正大。 这种光明正大的方式, 几乎是在所有人面前, 直接宣布了, 软白就是他的女人。 周小素安安庆幸, 还好自己跟软白关系不错。 软白一直被拖拽到电梯前, 随着他进入电梯。 电梯关闭, 缓缓上升, 不知道要上几楼, 太久没停, 他才断定要去的是很高很高的楼层。 随着电梯上升, 他脑袋里晕眩的感觉更重。 被一杯红酒打倒, 他知道自己高估了自己的酒量。 电梯门开, 他又被男人拽着往出走, 来到一间套房门口, 他拿出房卡, 刷卡, 推开门, 一手攥着他的手腕, 带进去。 才进去, 他就被男人大力地压在套房玄关处。 顶灯光线昏暗, 使人表情视线变得迷离, 木少林精致的五官也都成了充满艺术感的立体影像。 男人的热吻铺天盖地, 朝他压下。 他全身无力地震了一下, 却被男人强悍结实的手臂搂入怀中。 嗯, 嗯, 他的小嘴被男人凶猛撕磨, 逐渐侵入。 他抗议的喘声, 带着丝丝甜蜜的红酒味道, 惹得男人放不开他, 只想把他的抗议物业全数推入腹中。 啊, 不! 啊, 他发丝都乱了, 木少林的大手在他的衣服外, 毫不客气地隔着他的衬衫抚摸来抚摸去。 最后, 他大手不耐烦地一扯, 扯掉他衬衫的三颗扣子吊在地毯上, 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乱拳锤打着他的胸膛, 他哭了。 木少林末地停止了亲吻, 大手捏住他白皙的小脸, 烦躁道, 哭什么, 不愿意我这样碰你。 不敢承认你的身体也很想被我摸。 如果我笨手笨脚地让你看了不高兴, 我保证以后会离你原点。 他把他粗鲁的行为当成了他发火后给他的惩罚。 木少林唇间的红酒味道, 硬朗唇厚, 叫人迷醉, 的确, 这种男人怎么会不叫女人贪恋? 可是这份贪恋, 他知道注定不能长久。 他怕眼前的男人又是一幢海市蜃楼, 明天醒来突然就找不见了。 李宗是他了解了四年多的良人, 可事实却非常打脸。 看着像良人的男人不一定真的是良人。 但眼前这个尊贵的一看就不是良人的男人, 就更不可能是良人。 他与他, 生来地位就不平等。 很多过来人都语重心长地对晚辈说过, 门当户对很重要。 而他即使跟他在一起, 也只不过是他一时的玩物。 跟这样的男人谈婚论嫁, 他需要多大的脸和勇气才敢去奢望。 一旦奢望, 就会再次被现实打脸教做人。 软白不愿意做梦, 尤其好梦, 怕醒来以后心里空荡荡, 一阵阵的顿痛。 做了不好的梦, 起码醒来还会庆幸到底是大梦一场。 慕少林的宽厚手掌, 按在他的腰迹, 有些失去了理智, 炽热的面部五官贴在他的脸上。 来来回回磨蹭, 薄唇在他耳边说, 擦我裤子上红酒的时候, 究竟是笨手笨脚? 还是你故意想摸他? 这个他, 指的是什么他当然知道。 软白觉得自己醉得很严重, 眼前高高大大的男人俨然是一股烈火, 将他的理智燃烧殆尽, 使他已经无法思考。 放开我, 我的立架还没结束, 他喘得很急, 低头靠在他的手臂上。 软白在用仅存的理智, 告诉他立架还没走这个事实。 他担心稍后自己会醉得越来越厉害, 如果他控制不住, 把他就地法办, 浴血奋战, 软白不想得妇科病, 更不想糟蹋自己的身体。 我好晕, 对不起我想回家。 早知道酒量这样差, 他就不该逞能地喝完一整杯红酒。 今天可谓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自作自受。 穆少林低头, 压下体内流窜的欲望, 深深叹了口气, 抬手疼惜地摸了摸他的头发, 说, 先休息一会儿。 打横抱起他, 他将他放在套房宽大的床上。 穆少林转身到衣柜前, 打开, 从弱大衣柜里取出一套蕴烫的服帖的男装。 软白迷糊地看到他脱了衬衫, 裤子, 内裤, 穆少林背对着他而战, 性感的身材直叫他瞳孔发紧。 最后男人慢条丝理地换好了衣服, 恢复得一派贵气。 但他却又过来体贴地将他的高跟鞋脱下, 男人为他脱下高跟鞋的时候, 手掌难免攥住了他的脚踝, 他动了动, 身体里突然有了异样的变化, 忍不住蜷缩起脚趾, 试图将脚踝从男人的大手中抽出, 来回摩擦。 女人柔白的脚踝被男人大手的温度烫得不行, 他不知道穆少林何时放开了他的脚踝, 只感觉到一股疼痛, 自小腹传来, 这股疼痛一阵一阵, 最后他的额头上出了一层细密的薄汗, 喝了酒的晕眩, 加上腹痛, 使蜷缩在温软舒适大床上的他, 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酒店的这间套房, 穆少林偶尔会过来休息, 酒店隶属T集团。 从他正式回到穆家进入T集团工作的那一天起, 这间套房便专属于他, 闲杂人等, 平时不得靠近半步。 他睡着后, 他调了空调温度, 将被子小心盖在他身上。 软白醒来的时候, 天已擦黑。 望着陌生的酒店房间, 他反映了片刻, 才想起之前的事。 支撑着身体起来, 他确定自己醒久了, 但还是有轻微的头晕头痛。 手机就在身边, 他摸过来。 上面有周小素发来的消息。 我到公司了, 部长问起你去了哪里, 怎么没回公司? 我跟他说, 你临时被董子俊派了一个任务, 今天不能回来。 这条消息, 周小素四点半发过来的。 软白症了症。 他跟周小素同为T集团员工, 老板在包厢里, 对他的行为举止, 周小素应该看了出来, 也猜到了, 他跟谁在一起。 所以才这样帮他说谎, 都好谎言下, 另一个让人不能不多想的事实。 软白不知道怎么解释, 只回复了四个字, 谢谢周姐。 千万别跟我客气, 等你将来当我老板娘了, 提拔我就成, 姐姐跟你混。 周小素调侃的秒速回复道, 软白愣了愣, 回复说, 我有自知之明, 一定守住底线。 守什么底线啊? 你傻了吗? 不管, 反正我以后跟你混饭吃。 周小素恨铁不成钢地回复道, 软白的眼角眉梢, 都染上了惆怅, 等慕少林对他腻了, 翻脸无情, 他还不知道, 去跟谁混一口饭吃, 在他咬手指研究套房门口的门把手 怎么拧开始, 身后一股热度贴上来, 他惊恶砖头, 这就对上慕少林锐利审视的视线。 我送你。 慕少林说罢, 食指一按, 直接输入指纹密码, 拧开门把手。 两人一前一后出去。 他慌乱地在前, 男人在后。 酒店这层仿佛指住了慕少林一个人, 安静异常, 连个服务的人都没有, 到了楼下, 才是酒店正常该有的氛围。 一路走, 每个人都在恭敬鞠躬, 跟老板打招呼。 软白加快脚步, 跟他拉开很长一段距离。 但纵使这样, 他还是躲不掉旁人的侧目。 他在拦出租, 准备匆忙逃离的时候, 男人的私人坐驾停在了他面前。 一辆出租车过来, 停下。 软白打开车门, 立刻上车。 但下一刻, 他却被打开车门下车的男人捉住手腕, 带出来, 打开车后门, 将他塞进车里, 很有涵养的回身替他跟出租车司机道歉, 最后上车, 亲自驱车送他回家。 这一气呵成的霸气一幕, 不知被酒店里多少员工瞧见。 软白觉得自己的脸都没了。 一个下属女职员, 普通女人, 被老板这样对待, 在众人眼中只有一个看法, 那就是他心机对老板欲情故纵, 勾引老板被老板前规则。 不好的字眼全部钉在他的身上。 耻辱柱上只有他。 黑色鹿虎懒胜行驶了半个城市, 终于抵达他新租的小区。 软白在回来的路上腹部又痛, 疼到最后浑身无力, 从不晕车的他竟然在下车时天旋地转, 腿发软。 小心! 慕少林已经下车, 上前, 大手自然而然地攥住他的肩。 软白不着痕迹地避开, 转过身说, 慕总慢走。 谢谢送我回来, 今天酒洒在你裤子上的事, 很对不起。 这次的小区较比上一个住的地方, 环境要好许多, 但位置没有原来的好, 房租钱省下了不少。 新小区的优势随处可见, 门口不远处就有社区服务医院。 去看医生, 否则我不放心。 慕少林没有在大街上对他使用暴力, 而是站在距离他一米远的前方, 凝视着他。 软白抬起头来, 他站在盲道上, 而他站在街道旁边的车子左侧, 夜幕的绚烂在男人身上流转, 仿佛这偌大城市, 只为衬托他存在。 看了一眼时间, 他摇头说, 不用看了, 我自己知道身体状况。 慕少林拿出手机, 随即拨了一个号码, 阴沉着脸色, 道, 叫赵医生过来一趟, 地址是, 不要。 慕少林的话还未说完, 软白过来, 试图夺走他的手机。 但他去夺手机的时候, 一把被男人牢牢攥住, 那纤细的手腕, 白皙光滑, 前面的血管泛着冷清色, 映在他的目光里。 吓你的。 慕少林拿着手机那只大手锤下, 低头看他的目光变得十分温柔。 软白面色苍白地看了一眼男人手里的手机, 的确, 屏幕上根本没有通话中的模样, 他根本没有真的拨号。 但他如果不去社区医院, 他必定会真拨过去。 软白特别不想赵医生再过来, 第一次在医院接触赵医生, 是因为他中了催情剂, 第二次是在家中, 因为跟他坐, 坐到一半的时候, 太动情, 有了出血迹象。 都很羞耻。 这一次在车上莫名的小腹坠痛, 他不知道原因, 也许是催情剂的问题, 还没调理好, 也许是因为历驾在身期间喝了红酒。 去看一看社区医生也好。 软白将手腕从他大手里抽出来,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说完, 他转身往社区医院方向走。 社区医院距离街道只有20米远。 软白到了。 慕少林随后也道, 男人西装革履地随他走进社区医院, 可谓是一道罕见的人物风景线, 负责接待的漂亮小姐, 看得一时痴呆住了。 软白难为情地说, 我看妇科, 漂亮小姐这才回神, 比患者还紧张地开始给软白开单子, 敲打键盘的时候, 好几个字反复敲了好几遍才打好。 而致使漂亮小姐紧张的男人, 却双腿交叠地坐去了等候区, 俨然一个沉稳大气的丈夫角色, 耐心陪伴妻子, 等候妻子的检查结果。 尤其男人脸上严肃刚硬的表情, 不看旁人, 只看妻子, 一看就是个眼中只有妻子的好男人。 软白拿着单子排号, 等着叫到他才进去。 才坐下, 就有一个女人戳了软白一下, 眼睛看了看后方那位视线 指在妻子身上的丈夫, 极度地说, 你这男人哪里找的, 婚后那方面生活, 过得是不是很幸福, 嘖嘖, 看你男人身上的那股强悍劲。 软白脸上一红, 旁边座位上的女人, 从一开始说话, 就始终口无遮拦的样子, 来了兴致, 什么话题都敢聊, 也不管周围有没有男士。 说啊, 我好气死了。 旁边座位的女人一脸期盼。 软白还不知道, 一向文姓色变的社会, 现在在关于性的这个话题上, 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开放了。 他不是, 软白摇头。 可软白的他不是我老公这句话, 才说出去三个字, 旁边的女人就偷偷瞥向软白身后, 又贪婪得狠狠看了几眼木少林。 之后回头打断软白的话, 红着脸说, 我们都是女人, 夫妻房里的事也都经历过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方便说吗? 你们一个礼拜做几次? 你家男人, 那方面一看就很厉害, 说着, 女人又将仰慕的视线, 搁在身后远处的木少林身上, 低难道, 就连他身上, 都带着那种随时随地能跟女人大战三百回合的霸气, 软白, 这个话题, 他觉得自己接受不了。 首先木少林不是他的老公, 他不敢肖想, 其次是他身上是否带着随时跟女人大战三百回合的霸气, 他也不想观察研究。 不好意思, 我去个洗手间。 软白拎着包, 找了个借口离开八卦的女人。 从洗手间再回来时, 软白坐去了另一个烧片的位置。 在等候区域, 坐了大概有二十分钟, 医生才叫到软白的号。 软白起身, 过去打开医生办公室的门, 走进去, 按照医生的吩咐, 脱了裙子和底裤, 躺在床上等待检查。 往下躺, 再往下躺。 年过五十的女医生看了一眼软白, 说道。 软白听着指挥, 往下去, 曲起双腿, 张开, 张得大点。 女医生说完, 见软白呈现的是合适的姿势, 才核实到, 姓名。 软白。 他说。 妇科检查对于软白来说不陌生, 但第一次妇科检查, 却是在五年多前的某一天, 获取为那个男人孕育孩子的资格的前提, 必须是身体健康。 他这辈子, 永远都忘不了自己脱光光, 被询问, 被冰冷的遗弃进入身体检查的漫长过程。 有羞耻, 有愤怒。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年多, 但每次做妇科检查, 他都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五分钟不到, 检查做完。 软白下了那张不大的床, 低头吐了口气, 稍作清理, 有些慌张地穿好衣服, 随女医生出去。 做完检查, 继续回等候区, 排队等结果。 外面检查完毕的人, 逐一进去听结果。 叫到软白的名字时, 软白起身, 但他却看到, 等候区偏僻的后排座位上, 某个男人也起身。 他朝医生办公室的方向走过来。 软白站住, 看他。 他难道要跟他一起进去? 不是夫妻关系, 一个男人去听一个女人妇科检查的结果, 真的不合适。 有什么问题, 及时跟进, 我不准你敷衍自己的身体。 慕少林张口的每个字都充满了力量, 低沉的声音, 不容反驳地霸道。 软白微微拧起眉头看他, 想说不可以。 但他又觉得, 社区医院里自己随便遇到的一个陌生女人。 都能随口打听他的夫妻生活质量问题。 也许说明, 这个社会真的变得很现实, 很开放了呢。 再也不是他十七八岁时, 休于弹性的那个社会了。 慕少林是个成功的商人, 能在毫无根基的情况下, 拿下整个慕氏家族, 这足以说明, 他是个生来就卓尔不凡的男人。 而成功男人, 基本都有个共同点, 他们做事, 只看利弊。 感情在他们眼中, 反而最廉价, 庸俗。 也许, 慕少林比较关心的, 是他的身体是否生了严重的病, 会传染给男人的那种病。 照医生检查得太过匆忙, 只是对症下药, 并未深入。 什么病能传染给男人, 使男人害怕? 没毒? 艾滋病? 在慕少林充当着他丈夫的角色, 同时进入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 软白豁出去地生出一个暗黑的想法, 医生看错诊, 公布他有艾滋病。 他很期待, 公布出来的那一刻, 身旁的男人究竟会作何反应? 会不会吓得立刻摔门离开, 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他, 很久以后, 软白才知道, 艾滋病没毒之类的, 需要另外去大医院做专门的检查才能查出, 社区医院还不能查出这个。 医生, 我的身体情况, 软白有一丝丝的紧张。 医生低头, 看着病例本说, 都挺好的, 平时注意别着凉了, 也别做剧烈运动, 尽量多休息。 说着, 医生抬起头仔细打量软白, 看你穿衣打扮, 应该是上班族吧? 最近这些天, 高跟鞋能少穿就少穿。 软白点头, 好的。 没什么事, 别自己吓自己, 我给你开些药, 出去随便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开着药, 医生也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男人, 见男人的一双眼睛里都是妻子, 忍不住安慰这个丈夫一句, 放心, 你老婆身体很好, 卵巢, 子宫, 我都给她看了, 很健康, 疼骨状况也良好, 以我多年的经验看, 她是个好生养的。 软白的脸上再次一热, 不知为何, 脑海里就浮现出一句话, 屁股大好生养。 这句话她不记得具体在哪里听来的, 也许是在国外留学时, 中国留学生们聚会开玩笑时有人说起过, 也许是少女时在爷爷家, 从邻里妇女们的聊天中, 无意听来的。 不管是哪里听来的, 被医生特意提起好生养这三个字, 她都窘迫不已, 尤其还是在这个男人的面前提。 拿了结果, 软白离开社区医院。 慕总, 我要回去休息了。 她头也不抬, 对身旁随她出来的男人说道, 送你到楼下? 慕少林说吧, 再一次脱下西装外套披在她身上, 似乎料到了她会拒绝, 她为她披上以后, 大手直接按住她的肩。 呼吸着有她身上味道的西装外套, 软白很不自在, 抬头看她, 怎么都要拒绝。 慕少林的目光却很坚定, 医生说过, 你不可以着凉。 软白如何都适应不了, 这份奢侈的关怀, 但仔细想, 若不打算继续跟她纠缠, 她似乎只能照她说的做, 回了家, 她就走了, 一干二净。 想了想, 她转身往小区里走。 男人稳健的步伐跟在身后, 不远不近, 保持着一个虽远, 却又显得两人关系过于暧昧的距离。 慕少林只是走在她的身后, 而她身体却被凉风吹得一点也不觉得凉, 反而很热, 站立, 心跳加速, 软白承认, 有这个男人的守护, 自己倍感安心。 试问在这世上, 又有哪个女人不想被一个优秀的男人守候? 只是往往当你以为那个男人就是对的人的时候, 最后还是会受伤, 直到伤痕累累的时候才明白, 爱情亦可甜的相蜜, 也忽而可冷的如刀。 这个男人最后留给她的是什么? 她不知道, 也堵不起。 直到小区门口, 软白再没跟慕少林说过一句话。 转过身, 软白没有继续往小区里走, 脱下西装外套, 准备还给她。 她不打算让慕少林踏入这个小区, 如果她知道她住在几栋几楼, 会否又像以前一样, 带着孩子突然找上门? 出租房里一起同住的还有李妮。 如果被李妮看到, 难免产生不小的误会。 在公司里有一个董子俊和周小素误会, 已经够叫她无法做人了, 她不想私下生活中再多一个。 况且她才跟李宗分手没多久, 回头就被发现, 她被慕少林送回家, 李妮纵使在信任她, 恐怕也会认为她水性洋花。 慕总慢走, 软白头也不抬, 把西装外套递还给她。 慕少林站在距离她半米远的地方, 低头瞧着自己的那件西装外套, 纯正黑色, 被女人白皙的小手紧紧攥着。 她没有接。 夜色逆红之下, 男人点了根烟, 抽了一口才看向她, 沉深问道, 你究竟在怕什么? 软白怕的, 是她整个人, 完美的外形, 高贵的身份, 举手投足间散发的金贵气质, 都叫她望而却步。 慕总又何必, 跟我过不去? 何必? 闻听此话, 慕少林上前半步, 站到她面前, 在她稍微闪躲之时, 抬手轻捏住她的下颌, 用拇指抹撒了下, 开枪道, 我自有我跟你过不去的原因。 软白对视着她晦涩不明的眼眸。 过不去的原因, 是什么? 难道就是男人的通病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 等得到了, 渐渐地也就失去了兴趣, 大手一撒, 你变得分文不值, 也自由了。 软白微微别了下头, 下巴脱离开男人修长有力的手指。 慕少林夹着香烟的那只手抬起, 将烟割在唇边, 却始终没有接过自己那件西装外套的意思。 软白无奈, 只能干巴巴地摊开来说, 还希望慕总高抬贵手, 别跟我玩这种游戏, 我想慕总身边也不缺女人, 环匪艳兽, 要什么样的没有? 慕少林朝她的方向, 吹出一口烟雾。 眉风硬朗, 继续说下去。 软白映着霓虹灯光而战, 光的映射让她双眼里似璀璨, 似泪花, 我这辈子不求大富大贵, 只求安稳健康, 所以, 慕总的粗大腿, 我不愿意抱, 也没妄想过飞上枝头当凤凰。 我想一定有很多女人日夜祈祷, 能抱住慕总的大腿, 做人上人, 一线女心, 权贵之女, 名言千金, 还不任慕总随便挑选, 慕少林视线深谙地望着眼前的小女人, 表面上情绪平静无波, 实则心里已经翻江倒海, 这辈子, 她甘愿跟随在哪个女人身后过? 即便是亲生母亲, 在她这里也从未有过这个待遇。 可她慕少林的愚尊将贵, 她看不见。 我的大腿, 你以为是谁想抱都能抱的? 早前还被我第三条腿轻碰了一下, 就动情到发抖的你, 现在倒立起了牌坊。 慕少林面色冷酷, 说出让她难堪至极的话。 软白惊恶地抬起头来, 由你红遮盖, 也难掩, 她脸上难堪的红, 原地等我, 不听话的代价, 你可以发挥想象。 慕少林说完, 抽着烟接过她手上的男士西装外套, 转身走了。 只留软白呆呆地站在原地。 慕少林的背影, 奇场挺拔, 威慑力十足。 她闭上眼睛, 忍不住想, 哪怕慕少林长得跟隔壁高中的学长很像, 她也绝对不是慕学长。 慕学长温柔绅士, 王子般迷人, 而这个男人, 毒蛇, 脾气差, 叫人避之不及。 两个有着巨大性格差异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软眉专注地惆怅起来, 没注意到, 路口开过来一辆奥迪Q5。 李宗愁眉不展的样子, 让副驾驶上的软眉眉, 心情也极差。 她打算将车开去附近一大型超市的收费停车场, 这时, 却听软眉眉突然叫道, 停车? 李宗眉看软眉眉, 不耐烦了一句, 道路不是你家门口, 随便哪里都能停。 我看到软白了, 停车? 软眉眉视线从车外收回, 瞪向李宗, 赌气地说, 你的小心肝就在前面, 你不停车? 果然, 李宗一听到软白这个名字, 表情就变了变。 软眉眉失望至极, 觉得肚子里这个孩子就是个笑话, 大声朝他喊, 你不是给我脸色吗? 怪我让你失去了你的小心肝? 好, 我这就替你去解释清楚, 帮你挽回他。 不管李宗, 软眉眉说完, 直接打开车门下了车。 李宗准备叫他, 但张张嘴, 又什么都没说, 只是皱眉打着方向盘, 将车先开向了停车场。 软白看到软眉眉的时候, 很诧异。 你料不到,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这副表情, 很有意思。 软眉眉没有表情, 直勾勾地盯着软白, 嘴唇微动, 打听到你住在哪里, 简直易如反掌。 你似乎忘了告诉周云云, 我们姐妹之间真实的恶劣关系。 这次联络上后, 周云云总会找软白, 也就知道了这个住址。 李慧珍身为软力康的二婚妻子, 自然随丈夫回过丈夫的老家罗家镇, 软眉眉图新鲜, 也跟去过几次。 每次听说软家回来人了, 周云云都跑过去, 打听软白, 现在过得怎么样, 一来二去, 周云云跟软美美也有些熟。 在外人面前, 软美美收起坏的一面, 表现得十分纯良, 周云云没有防范。 软白想起自己白天听到的, 关于软美美怀了李宗孩子的事, 没有愤怒, 相反, 有的只是平静。 你和李宗什么时候结婚, 记得通知我, 我为你们忠诚眷属感到高兴。 软白莫名觉得他们很配。 怎么? 心理伤痕累累了, 还在故作坚强? 承认被我抢了男人, 你很心痛, 我又不会笑话你。 软美美的声音不大, 却字字尖酸。 软白轻笑, 一双被我穿够了的鞋, 我觉得脏了, 坏了, 扔到了垃圾桶里, 谁捡走了, 关我什么事, 扔都扔了, 还心痛什么? 说完, 软白看到软美美的脸色, 终于绷不住了。 我们最好永远都不要出现在对方的面前, 气大不仅伤身, 还会让你衰老得快。 软白一字一句地砸在软美美脸上, 接着, 欲走开。 不要走, 软美美突然变了脸色, 放低了姿态, 双手抓住软白的胳膊, 苦苦地道,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你打我骂我都好, 只要你高兴。 软白回头, 看着她, 软美美原本攥住软白胳膊的手, 缓缓向下, 改成了握住软白的手, 满脸无辜地说, 小白, 你也知道, 我从小就缺父爱, 所以, 我极度你有爸爸, 从我进入你们家开始, 我就跟你合不来, 因为你过得比我幸福, 但那都是小时候的幼稚事了, 求求你相信我, 我从来没想过抢你男朋友, 软美美的伎俩, 软白从小到大一清二楚, 不用回头, 软白也知道自己身后有人, 这场演技精湛的苦情戏, 软白知道, 软美美是演给她身后的人看的, 小白, 我真的没跟李宗哥上过床, 在国外仅有的一次住在一起, 也是因为我无处可去, 无奈才借助在她房间一晚, 不关她的事, 是我非要赖在她那里, 软美美一手握住软白的手不放开, 一手抬起来, 发誓, 我保证, 那晚她睡的床上, 我睡的地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软白用力甩开她的手, 别唱独角戏了, 我真的, 真的没想到你这么讨厌我, 软美美说着, 突然哽咽, 最后无辜的双眼对视着软白, 真的哭了出来, 软美美眼泪不停滚落的那一刻, 说不出的楚楚动人, 任何人看了, 恐怕都会认为软白才是欺负人的那个, 心胸狭隘地容不下父亲二婚妻子带来的姐姐, 软白知道, 李宗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 所以, 她故意讥讽道, 你们住在一起有没有做过什么, 我不感兴趣, 今天你来哭着说这些, 是怎么了? 委屈? 太阳尾, 你后悔勾引她了, 要到我这来退货? 软美美争着闪烁泪光的双眼, 双眸, 就像一朵小白花, 她脆弱地看着软白, 但其实早已气地咬紧了牙齿, 软白, 你跟我嚣张什么? 笑话, 李宗是你穿化了不要的破鞋? 说这话前, 你也不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就你这种毫无情趣的干瘪女人, 恐怕世上没有任何男人愿意要你。 别说了。 李宗走过去, 拽住软美美纤细的手腕, 带着她走。 软白站在原地, 李宗哥, 你捏疼我了, 软美美将手腕从她大手中挣脱出来, 娇弱地喊道。 李宗没有放手, 软美美一边喊疼, 一边回头看向被孤独留下的软白, 嘴角扬起胜利者的微笑, 你自己回家, 今天不谈孩子的事, 明天再说。 李宗松开软美美的手腕, 烦躁地点了根烟, 上车, 启动。 软美美瞪大眼睛, 看着丢下自己的李宗, 失控地差点哭出声, 李宗开车离去, 拿出皮夹, 交了钱, 离开停车场。 车行驶在街道上, 李宗将一只手搭在车窗上, 郁闷地想着软白讽刺软美美的每一句话, 什么? 他扬尾? 还有那个破鞋的比喻, 叫他火大。 谁是谁穿烂的破鞋, 走着瞧? 见人? 急转方向盘, 拐到下一个路口, 李宗狠狠地朝车外扔了手上的烟蒂。 被扔在停车场里的软白, 四处看看, 发现有人正在看他, 他眼烧狠狠一瞥, 泪光闪烁地自言自语嘀咕着, 软白, 你的终究都会是我的。 我想得到的一切, 我不顾一切也要得到。 婚房, 男人, 你都没资格拥有。 慕少林在药店总共买了四盒药, 都是按照之前社区医院大夫开的单子买的。 为女人买药, 他还是头一回。 可是, 等他出来, 视线在在街上寻找软白的身影, 却发现他消失不见了。 深夜, 穆家老宅。 穆战白还没有睡, 小小的身子坐在黑色皮沙发里。 我们还不上去睡吗? 哥哥, 软软抱着一只小熊, 歪在皮沙发另一侧, 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声。 你要是困了, 你就去睡好了, 哥哥自己等。 穆战白也快要睡着了, 但他支撑着, 不让眼皮彻底沉下去。 坚持要等爸爸回来了, 说完话再睡。 软软一听哥哥要等, 顿时觉得自己也应该学习哥哥, 坚强一点, 不要这么容易就困。 小叔叔说, 爸爸总有一天会娶后妈给他们。 他和哥哥只想要一个交代, 到底他们的妈妈在哪里, 是去了天上, 还是躲在哪里, 这辈子都不肯要他们了吗? 兄妹两个小家伙继续等。 小孩子的精力到底有限, 十点钟不到, 就睡着了, 软软还流着口水, 巴唧着小嘴, 吃着手指, 张亚丽睡醒一觉下楼来的时候, 看到孩子们都睡着了, 赶紧巧声找来保姆, 吩咐保姆轻手轻脚地, 将战战和软软抱上楼去。 被抱起来的时候, 两个小家伙, 虽然偶尔会动, 但好在没醒过来。 穆少林今晚没有夜不归宿, 但他回来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分别去软软和站站的房间看了一眼后, 才去洗澡, 准备休息。 躺在床上睡了大约两个多时辰, 穆少林辗转反侧地就醒了过来, 卧室漆黑一片, 这个夜很沉很长。 随着他翻身, 卧室里响起的还有一声软糯的爱。 穆少林头疼得半坐起身, 低头, 看向突然出现在他床上的儿子。 爸爸, 小叔叔说, 你这样的症状是叫孤枕难眠, 穆少林眉头抬动, 他将双手枕在脑后, 闭着眼睛, 小孩子懂什么叫孤枕难眠。 我懂, 所以我才来跟爸爸一起睡, 我们俩枕一个枕头, 你不孤枕, 就不会难眠了。 小家伙说着, 还往冰冰冷的爸爸身边凑了凑, 讨好的说, 爸爸, 我想问你一件事, 穆少林难得的有耐性, 恩了一声。 爸爸, 我和软软的妈妈, 还活着吗? 小家伙问得小心翼翼, 从他懂事, 知道妈妈的存在起, 他就知道这是个禁忌。 活着? 过了半晌, 男人思梦思醒的低声说道。 小家伙一听, 见鬼了似的瞪大眼睛, 什么? 他和软软的妈妈, 居然还活着。 穆战白在老爸的床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他难得的没有赖床。 登登登跑回房间, 举起小牙刷开始洗漱, 小牙齿洁白整齐, 洗漱完毕, 他跑去找软软, 推开房门, 张张嘴, 说, 我们的妈妈还活着。 软软脑袋上扎着一个小辫子, 歪了下头, 哥哥, 你说什么? 我说, 我们的妈妈还活着。 穆战白三两步跑过去, 一条小短腿跪在地上, 替妹妹穿好鞋, 带妹妹去了别墅另一屋子。 保姆看到, 也没有在意。 穆战白让妹妹把风, 推开小叔叔的房间, 然后一步一顿地迈着猫不进去, 拿起小叔叔的手机, 转身, 捏手捏脚地离开, 拿到了吗? 哥哥。 软软睁着大大的眼睛问。 穆战白点头, 跟妹妹到隐蔽的地方, 用小叔叔的手机拨号。 这时, 冯昌的手机已经被拨通。 城市五环的一处住宅外, 冯昌正在跟妻子晨跑, 手机响了, 两人同时站住。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冯昌皱眉, 对妻子邓芳说, 穆家二公子, 穆锐成。 他打电话来干什么? 邓芳不解。 夫妻两人, 二十年前就在穆家做事, 穆老爷子退位给儿子, 没过几年, 儿子重病去世, 老爷子又重新掌权。 直到穆少林回归穆家, 夫妻二人便开始跟随穆少林做事。 穆少林是天生的领导者, 他拥有十足优秀的遗传基因, 智商超群, 目前夫妻二人认为, 这个晚辈, 并没有遗传父辈不好的基因。 父亲的花心, 滥娇, 薄情, 他们在穆少林身上从未看到过。 一转眼, 从穆少林十六岁回到穆家算起, 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三年过去了。 冯昌邓芳夫妻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没经历再扶持这个曾经被穆家极度排斥的私生子。 好在, 穆少林已经站稳脚跟, 再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退休的二人, 很怕被穆家人找。 但凡找过来的, 目的都不单纯, 这五年来, 朝他们夫妻打听小少爷和小小姐亲生妈妈身份的, 数不胜数。 二少爷, 冯昌到底还是接了这个电话? 没有听到穆瑞成的声音, 却听到一道软糯的铜声, 冯爷爷, 小, 小少爷。 冯昌诧异。 冯爷爷, 我想问你一个事情, 可以吗? 小家伙礼貌地说道, 可以呀, 冯爷爷知道的, 都会告诉你。 小家伙知道, 冯爷爷只是客气地说说, 并不会真的什么都告诉他。 昨晚, 爸爸终于告诉我了, 说我妈妈还活着, 木战白说到这儿, 情绪低落。 冯爷爷, 大家都说你和邓奶奶认识我妈妈,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妈妈会不会回来找我们了? 这个问题难住了冯昌。 我爸爸, 会不会重新娶我妈妈? 冯昌不该说的一个字不透露, 只说, 应该不会娶了, 你们的妈妈, 好像已经有了男朋友。 冯昌去年和妻子出国旅行, 去的是英国, 恰好住的地方在软白学校附近。 夫妻二人养老, 都由木少林派专人照料, 两人去英国旅行, 木少林想必也知道, 至于是不是故意安排他们住在软白学校附近, 冯昌不敢往家揣测, 只是回国以后, 他带回给木少林一个消息, 软白有男朋友了, 看上去, 感情不错。 冯昌无意之说, 但说完, 却也特意观察过, 木少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表情。 木少林当时的表情, 深沉难懂。 因此, 冯昌确定, 木少林对软白有过好感, 若不是软白小姐有了处得很好的男朋友, 有过孩子的两人, 说不定能成一对。 冯昌更记得, 木少林当年宠爱软白的次数有多频繁, 别说连续温存了一个月, 就算只有一页, 按照那个频率次数算, 应当也能成功怀上孩子。 这里头要说, 没有喜欢的成分在, 冯昌断断不会相信。 同为男人, 冯昌了解男人的生理需求, 到了某个时期有多强烈, 木少林却能在五年多前纵遇了无数个夜晚后, 突然禁遇, 且禁遇了五年多身边都没出现过女人, 这实在难以解释。 旧情难忘? 从小少爷刚才说的话里, 冯昌还捕捉到一个关键信息, 木少林告诉了自己的儿子, 他的妈妈还活在这个世上。 这一行为, 已经彻底偏离了当初定下的已经去世的说法。 难道, 软白小姐回国了? 两人碰过面了? 冯昌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听那端的小家伙失望地说, 哦, 我知道了冯爷爷。 接着, 挂断了。 冯昌吃早餐时, 跟妻子研究这个问题。 邓芳说, 少林跟他父亲不一样, 不会荒淫无度, 当年也挺让我大跌眼镜, 一个境遇的年轻人, 夜夜往别墅里跑, 跟那偷吃小鱼干吃上了瘾的猫似的, 进了别墅就做那事, 也不跟人家说说话, 实在是不懂温柔。 后来我们去旅行, 少林安排人订机票酒店, 有意无意地推荐我们去英国, 现在看来, 不是英国景美, 是英国有他牵挂的人。 邓芳喝了一口热牛奶, 说着, 就忍不住笑, 别说阮小姐已经有了男朋友, 就算没有, 以少林这个闷骚的脾性, 得几辈子才能把孩子妈追回家。 冯昌同意, 妻子说的每一个字, 以往严肃的脸上是憋不住的笑, 关键这小子还高冷, 死要面子, 我看着他长大的, 还能不了解他。 邓芳也摇了摇头, 这就难办了, 那女孩子当年我看是个含蓄腼腆的, 少林不主动追, 两人就没戏。 我猜, 这小子见到那个软白了。 冯昌擦了擦手, 崩起表情, 从很多方面来说, 少林都是占有欲, 控制欲强烈的人, 万一人家软白有男朋友了, 他瞧见了, 不懂怎么追, 也拉不下脸来, 还不得活活吃醋, 把自己酸死。 另一边, 穆家老宅, 两个小家伙删掉了通话记录, 再把手机放回小叔叔房里。 我们跟爸爸要一个手机, 会不会给我们买? 软软跟在哥哥身旁, 乖乖地问道。 穆战白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觉得还是不要的好, 否则惹爸爸生气。 反正小叔叔睡觉的时候就跟死了一样, 拿他手机用用就好了。 站站看向软软, 说, 冯爷爷告诉我, 妈妈有男朋友了, 他不可能再跟爸爸在一起了。 软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我们给爸爸也找一个女朋友好了, 我觉得小白阿姨就很好。 穆战白终于死心了, 原来不是爸爸不要妈妈的, 是妈妈有了其他男朋友。 早餐时间。 张亚丽从楼上下来, 脸上是精致的妆容, 对满桌在座的家人说, 爸,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穆老爷子抬起头, 准备说出口地去吧二字, 被蔡秀芬打断。 蔡秀芬一扬眉, 笑了, 打扮得这么漂亮, 嘴唇涂得跟吃了死孩子似的那么红, 是去约会男人。 在座的, 除了老爷子脸色难看, 没人把这十几年如一日的针锋相对当回事。 张亚丽很冷静。 秀芬你放心, 我不是你, 我不会耐不住寂寞勾搭别的男人, 木镇区得早, 我不会让他九泉之下不能凝目。 你说谁耐不住寂寞? 蔡秀芬转过脸来, 把筷子往桌上重重一摔。 保姆拉着起身, 就要去撕张亚丽的蔡秀芬。 蔡秀芬指着他骂, 要不是你勾引我老公, 我何至于到今天这不田地, 见掉渣的小三, 我呸, 一大早看着你这张脸, 我就倒胃口。 张亚丽看老爷子有要发火的趋势, 审视多事的, 没有继续跟蔡秀芬打嘴仗, 跨着LV的限量版包包, 优雅地离开别墅。 蔡秀芬气得一口气上不来, 直垂胸口。 保姆赶紧扶着蔡秀芬上楼休息。 木瑞成皱起了眉, 吩咐管家, 找医生来, 去给我妈看看。 张亚丽昨晚前半夜, 只睡了三个多小时, 后半夜基本没睡。 木战白和木软软两个孩子, 下午在楼下花园里叽叽咕咕地讨论, 说要跟他们的爸爸问清楚, 他们的妈妈在哪里。 小孩子的对话, 张亚丽站在窗内都听见了。 木家两个小宝贝的生母, 可谓神秘至极, 就连当年掌权的老爷子都不知内情。 冯昌邓芳夫妇又是守口如瓶, 无论如何试探, 都不露口风, 甚至金钱收买, 都不为所动。 张亚丽在出门前, 趁着没人, 问过小孙子这个问题。 但湛丽的回答是, 爸爸只告诉我, 我妈妈还活着, 我再问其他的, 爸爸就说, 别得寸进尺, 木少林的脾气出了名的差, 孩子肯定不敢再问。 张亚丽不禁想, 软软和湛丽, 究竟是儿子的情人生的, 还是什么, 他这个当妈的不知道的女友生的? 再或者, 那次生子, 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可不管生子的方式是哪一种, 这个生了孩子的女人, 总该有点线索, 叫人摸到。 儿子有什么好对亲妈隐瞒的? 豪门生子, 等于是直接生下了高高在上的小小继承人, 那个女人, 也真沉地住气, 就不想嫁入穆家, 攀上穆家这个高知。 张亚丽身为女人, 自认很了解女人, 没有哪个女人会经得住豪门的诱惑。 专车上, 张亚丽打了一个电话, 那边很快接听。 张亚丽视线看着车窗外的街道, 态度很冷淡, 我快到地方了, 你千万别玩什么花样。 软力康, 我警告你, 没有下次了, 别逼我不顾及当年的那点勤奋。 同一时间, 软白在厨房煮面条, 放入一把小青菜, 两颗荷包蛋, 汤鲜味美的面条就快出锅了。 丽妮洗漱完毕, 等着吃现成的面条。 软白在厨房, 但软白的手机震动了不止一次。 两人都已经参加工作, 非工作时间难免也有急事被找。 丽妮过去看了一眼软白的手机, 当看到屏幕上留念的名字时, 丽妮就想喊软白出来看消息。 但是, 刘念这个名字的下方, 两行字猛地进入李妮的视线。 小白, 李宗和那个女人有暧昧关系的录音需要我发给你吗? 对你以后分手有用吧。 李妮看到这里, 一股气血往上涌。 怎么可能? 解锁软白的手机, 李妮给刘念发了一条消息, 有用, 发过来。 刘念接着就把录音发了过来。 李妮打开听, 从头听到尾, 一字不录地将李宗跟软美美的谈话, 听了个一清二楚。 哥哥背叛软白, 成了铁一般的事实, 还怀了孩子。 曹! 什么东西? 李妮打给李宗, 二话不说就破口大骂, 喜欢乖的, 拒绝不了骚的。 你和软美美, 真是婊子配狗。 放心, 你们就快得梅多艾滋了, 交叉感染, 一起烂掉死无葬身之地。 软白听到动静, 急忙从厨房出来, 问, 小妮, 怎么了? 一大早, 跟谁吵得这么凶? 李妮挂断, 摇头, 没事, 借用你手机骂个人。 吃完东西去上班时, 软白看了一眼手机通话记录, 但是李妮删除了, 接着手机也没想过, 软白就没再想。 李妮要跟部门领导去一个工地, 软白不能坐顺风车, 就去坐地铁。 心不在焉地进入地铁车厢, 脑子里想的都是李妮的反常, 李妮之前骂的话, 显然是骂得狗男女。 李妮谈恋爱了, 被男方背叛。 软白无语地叹了口气, 怎么李妮也跟自己一样倒霉, 遇到渣男。 这时, 地铁上的人越来越多, 有个大叔故意往软白这边靠, 旁边有其他扶手不扶, 非跟软白攥住同一个扶手。 软白抬头看了一眼那猥琐大叔, 试图抽回手, 可那人不仅手上开油, 身体还朝软白贴了过来。 地铁早高峰太拥挤, 软白正皱眉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 一股熟悉的力道固定住了他的身体。 他低头, 赫然发现一双宽厚好看的男人大手, 搂住了他。 软白一下被搂得失去平衡, 整个人倒在了男人怀里。 老婆, 还生我气? 穆少林嗓音低沉, 直叫人耳朵发痒。 男人挺拔健硕的身躯紧贴着他, 宠溺的语气和全力护着的姿势, 以及那生老婆, 使未缩大叔顿时收起了手。 那大叔看了一眼穆少林, 只一眼, 就被男人冰冷如刀子般的眼神吓到畏缩, 灰头土脸地往别处钻去, 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穆少林怎么会坐地铁? 见鬼了, 软白被男人保护在怀里, 安全指数全地铁可以说最高了, 但他真的很不自在, 地铁行驶虽稳, 人却太多, 难免人会晃, 造成身体的蹭动摩擦。 地铁到了一站又一站, 软白觉得, 自己跟穆少林紧密贴合得身体怪怪的, 地铁车厢的大片窗子 能影射出人们乘车的模样。 软白一开始不敢抬头, 但后来时间久了, 脸上的红韵就淡了许多, 他尝试着微微抬起头来, 偷偷看车窗头射出的影像。 穆少林高大挺拔的身躯, 站在他身后, 男人一手抬起攥着扶手, 一手护着他, 揽在他的腰迹, 将他整个人都揽在怀里。 软白身材娇小, 想要看到他的脸上表情, 除非视线在网上, 因为男人的身高, 直接导致他的脸庞, 不在他微微抬起的视线内。 之前开游的猥琐大叔, 只是故意摸了他的手, 可穆少林, 却站为己有的, 把他彻底抱进了怀里。 周围挨得近的人, 也听到了男人那一声老婆, 所以, 男士们都自动离软白远一些, 为避免他那位五官冷酷的老公不高兴。 地铁到了市中心商业街, 下去的人很多。 软白看着地铁停下, 周围的人开始往门口走去, 他不知道穆少林会不会乘地铁, 不得不转身, 低声对他说, 该下车了。 穆少林显然不知道哪一站下。 文言, 他这才松开它, 恩了一声。 软白走在前, 跟往天一样下了地铁, 往出站口走, 他不知道穆少林有没有跟上来。 出地铁站, 过一条街就是T集团大厦, 步行甚至不到五分钟。 软白心跳怦怦怦地加速, 他虽然没有跟男老板走在一起, 但男老板多半走在他的身后。 这是公司范围内, 软白焦虑地想, 会不会被人看到? 毕竟穆少林乘地铁来公司上班, 跟大熊猫上街一样能引起围观讨论, 软白不觉加快了步子。 穆少林步伐稳健地从地铁站走出。 他早上7点20抵达软白租住的小区门口, 开车去的, 但他看到软白出门后直接往地铁站走去, 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他跟上去, 自然而然地就随他一起买票, 刷卡, 有样学样地跟他一起上了地铁。 而一路上, 他都没有发现他的跟随。 不知从何时起, 这个女人的思绪能一并牵动他的思绪, 穆少林以为五年多过去, 他早已成为了他眼中的路人甲。 事实却证明, 并没有。 穆少林走在T集团大厦的范围内, 步行上班的老板, 毫不意外, 引来了许多正准备走进大厦的男女员工的侧目。 老板, 今天没开车? 而且, 是从街对面地铁站方向走过来的。 这一点, 足以引起公司员工们无限遐想。 软白从公司旋转门进去, 低头走路, 直奔电梯的方向。 而在他数着电梯下降楼层数, 电梯门打开后, 第一时间进入时, 还是没能躲开不该发生的事和那个不该进来的人。 他望着按住电梯, 走进来的男人, 一张小脸直接吓得惨白惨白的。 电梯关闭, 软白过了很久才回神, 按了下自己要去的楼层。 上升的电梯中, 气氛怪异。 到了某楼层, 偶尔会有人要搭乘电梯, 但在看到电梯里站着的是老板时, 众人又都错愕, 说声抱歉, 不敢一同搭乘电梯。 软白是个尴尬的存在。 因为每个人见鬼了一样, 看到老板后, 都会疑惑地, 也看一眼他。 电梯终于抵达软白上班的楼层, 他要出去。 你的药? 男人声音低呀, 听上去有些疲惫。 要出去的软白, 同时也被男人轻捏住了左手手腕, 接着眼前出现的, 是一个印有药店商标的购物袋。 昨夜他说, 让他原地等他。 他没等。 原来, 他去药店给他买药了。 地铁里碰到, 也只是他站在他的身后, 贴着他的身体, 出了地铁, 他一眼都没有看过他。 现在, 他才正眼看这个男人。 慕绍林今天并不是西装革履的严肃模样, 白色衬衫衣袖妥贴的晚起, 眉纪领带, 这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有些随性, 容易接近, 但成熟稳重依旧。 鬼使神差的, 他伸手, 接过药, 周小素今天来得很早, 心里装着事情始终睡不着, 干脆早点来公司等人。 可睡眠不够, 到底是要犯困, 他拿着咖啡杯去泡咖啡。 才走出办公室, 就瞧见电梯口, 站着一道身影。 软白? 周小素才要开口叫人, 下一刻, 就看到软白被一个男人搂着压到了电梯里去。 男人搂软白的时候, 手腕上的昂贵手表, 从周小素视线里一闪而过。 周小素识货, 确定那个男人就是老板。 电梯里, 软白被穆少林压在电梯墙与他厚重的身体之间, 胸口起伏, 努力地喘气呼吸, 唇与唇火热地缠绵, 他一时沉醉地, 快要忘了自己是谁, 空间狭窄地在人电梯里, 充斥着暧昧的粗喘, 衣服妈撒地吸索声, 男人大手伸入他的衣服里, 软白站立到小腿酸软, 只觉得男人的手好干, 有一层薄薄的茧子似的, 让他皮肤站立不已, 不可以, 他喘得更厉害了, 他怕自己会溺死在男人身上浓重的荷尔蒙气息里。 有人说, 早上人的身体会更容易蠢蠢欲动, 尤其是在这种密闭的电梯空间里, 随时都可能, 有人进来, 更是多了几分刺激感, 人也就更容易控制不住的动情。 周小素躲在茶水间, 喝着一杯没怎么冲泡好的咖啡。 看到有身影进入设计部工作区域的时候, 周小素赶紧抿掉嘴里的苦咖啡, 走过去, 盯着软白明显红透的脸颊, 还有红肿起来像是熟透的饱满果肉的嫩唇, 看了半天。 显而易见, 小白被老板滋润过了, 软白魂不守舍的工作到中午, 思绪被一个电话再次打乱。 周云云打来电话, 激动地对他说, 小白,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隔壁高中打篮球最帅最厉害的沐学长吗? 软白呼吸一致, 他这些年基本不来我们的聚会。 到底是咱们的学长? 比咱们年纪大, 不爱搭理我们这些年纪小的也正常, 但是这次, 他说他要过来。 我妈说, 他本来周末要去美国开会, 可他才打电话过来说, 提前去开会, 还说会从国外带回来一位著名的骨科医生, 介绍给我妈这个恩师治病。 周云云自顾自地说完这一大通, 忍不住调侃阮白, 小白, 我可记得, 你少女怀春的时候暗恋过人家的, 我没有, 阮白第一反应就是否认。 还敢说你没有? 你没有的话, 那是谁一有时间就趴在墙头上, 痴痴呆呆地往人家隔壁, 高中操场上看啊。 周云云嘴不饶人地诉说起往事, 学生时期的经历, 软白清晰的都还记得。 他觉得美好的景色, 人, 都会痴呆呆地看很久。 出高中里, 被他凝望过次数最多的人, 便是隔壁高中的牧学长。 周云云猜想, 软白一定害羞了, 又说, 心尽校草, 风云人物。 又帅得那么名副其实。 试问谁会不喜欢? 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软白咳了一声, 被说得脸上开始发烫。 如今潜意识里, 他脑海中牧学长直接变成了牧少林。 但据说牧少林还有一个弟弟叫牧瑞成, 兄弟两个长相有三分相似之处, 牧瑞成本人, 软白没见过。 万一牧瑞成才是当年的牧学长, 他却脑海里总是带入牧少林的身影, 岂不误会大了? 软白硬着头皮说,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我那个时候才十四岁, 十四岁怎么了? 拜托你开放点, 你难道不知道? 当年我们学校就有早恋的吗? 比比街市好不好, 高一那边还有堕胎的呢? 我妈是老师, 这种事情我在家听得多了。 周云云肯定地说, 你当年就是情窦初开, 自己太腼腆, 没察觉而已。 软白背对得无话可说。 周末聚会的地址也变了, 回头我把地址发你手机里, 先不说了, 我还得通知其他人。 周云云说完, 挂断电话。 软白放下手机, 整个人都微米不振起来。 以前还只是猜测 牧学长会不会去, 现在却被周云云明确通知, 牧学长会去。 情窦初开的年纪, 每个女生都会有, 软白嘴上不承认, 心里十分清楚。 摇了摇头, 软白不愿意再想了。 即使聚会上碰到牧学长, 也只是看一眼, 点头之交罢了。 若大校园, 仰慕他的女生何其多, 而他只是卑微地缩在出 中校园墙这头的一个, 醉不起眼。 整理好思绪, 软白重新打起精神工作。 城市四环外的一家普通中餐馆。 张亚丽不知自己总共喝了几杯茶, 半壶都快下去了, 才等到软力糠。 软力糠推开包房门, 进来。 服务员随后也进来, 菜单搁下, 请问两位吃点什么? 张亚丽刚想说不用了, 我什么也不吃, 软力糠就已经拿起了菜单, 简单地点了三菜一汤, 两碗米饭, 还有一瓶凉的可乐。 服务员说了声, 稍等, 就出去了。 张亚丽看着这脏兮兮的用餐环境, 烦躁得不行, 压着声音, 点着手表上的时间问他, 看看现在几点了, 你才来? 软力糠, 我的时间你浪费不起。 家里人看得紧, 这次来晚, 是我的错。 软力糠没有瞒着张亚丽, 实话实说。 张亚丽闻言, 扑斥一下笑出了声。 软力糠,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这么窝囊。 张亚丽定定地看着软力糠瘦的皮包骨的脸, 真的想不到什么样的女人, 才会嫁给你这样没有上进心的男人, 我还以为, 你也就只能骗骗当年不懂柴米油盐为何物的我。 软力糠做的端正, 属于强撑着的一股子端正。 一个男人, 土埋半截身子的年纪, 自尊还被前妻践踏得破碎不堪, 按理说, 他是应该对这个高高在上的前妻避之不及的。 但他今天, 实在有事相求。 我们说正事, 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那房子有你三分之一, 你看你是怎么想的。 要钱的话, 我给你多少合适。 软力糠说话时, 眼睛根本不敢看张亚丽。 今时今日的张亚丽, 光彩夺目, 保养得当, 一点也看不出真实年纪。 身为T集团上市公司上一任领导者的二婚妻子, 当年, 张亚丽嫁入豪门, 风光无两, 时常会陪同丈夫出现在各大报纸版面上。 软力糠又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妻子跟另一个男人的照片印在报纸上, 是什么情景。 那天他在工地里, 看着报纸上的人看得入神, 有危险都不知道, 工人大喊着提醒他, 他还是眼睛烙印在报纸上, 躲避掉车不及, 导致左边耳朵差点被砸掉。 软力糠忘不了张亚丽, 他是他美好的初恋, 第一个被他满心欢喜不顾一切娶回家的女人。 罗家镇的房子是一套二层独栋小楼, 已经老旧, 开发商要了那块地, 拆迁之前会给相应的赔偿款。 要拿赔偿款, 必须房屋拥有人签字。 25年前结婚时, 这房子加了张亚丽的名字, 离婚的时候张亚丽什么也没说, 关于房子怎么分, 也没人提起。 要不是开发商逼得紧, 催促尽快签字, 软力糠也不会找上张亚丽。 张亚丽始终看着对面坐着的软力糠, 但很快他就一眼也看不下去了, 两人上次见面, 还是一年多前。 罗家镇这个地名你不提起, 我都快不记得了。 张亚丽红唇微张, 小镇拆迁, 能补偿多少钱一平米。 鸟不拉屎的地方, 开发商一平米补偿你两千、三千。 分到我手里, 有几十万吗? 我是不是说多了? 软力糠计算过, 分给张亚丽的有二十万。 张亚丽讥讽又同情地看他, 拆迁款我一分不要。 合同你拿来, 我给你签字, 补偿的那点钱, 还不够我买一个限量版皮包的, 留着那些钱给你现在的老婆吧。 软力糠想了想, 拿出带过来的合同, 连一支签字笔, 一同推到张亚丽面前。 张亚丽拿起笔快速地签了名字, 他只想尽快解决, 往后不想再跟这个男人见面。 好了。 张亚丽把笔放回合同上, 推到他面前的同时, 拿包起身。 软力糠也站起来, 伸出胳膊, 拦住他说, 亚丽, 小白他, 我现在已经刻意疏远他了, 你上次跟我说, 你要让他过更好的生活。 张亚丽恍然猜想起这件事, 问, 他回国了? 软力糠点头。 这样, 先按照我说的做, 首先不管他有没有男朋友, 我都要重新给他介绍一个, 你放心, 他是我的女儿, 我不会害他。 说完, 张亚丽嫌恶地离开这家普通餐馆。 软力糠回家后, 头疼了一夜。 李慧珍在家翻找合同, 翻了半天也没翻着, 忍不住跟软美美嘀咕, 软力糠开始跟我耍心机了, 他怎么还不死? 什么死不死的? 他现在死了, 我们还能拿到拆迁补偿款吗? 几十万啊! 这辈子你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软美美跟着老妈一起翻, 皱着眉, 小声说, 要死也等我们拿到钱了, 她再死。 都是为了你, 我才委屈在她这里, 过这种苦日子。 李慧珍搬了个凳子, 到鞋柜顶上找。 一个小时转眼过去, 母女两个一无所获。 李慧珍鼻子不是鼻子脸, 不是脸的进了卧室, 随后出来, 确定阮厉康已经睡着了, 才到餐厅吃女儿订的外卖。 包着小龙虾, 软美美说, 妈, 你说她这样的男人, 年轻时还能娶到什么天仙不成? 前妻的身份, 她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你是不是傻? 她前妻改嫁以后, 嫁得很好, 那种女人, 最忌惮旦被别人知道她肮脏的过去了。 李慧珍不死心, 想着还要继续找, 非要找到合同, 看看那女人的名字不可。 软美美吃了一个小龙虾, 继续包第二个, 我在杂志报纸上收集过咱们城市所有贵妇的照片, 但我实在没看出来软白长得像哪一个。 软白这个亲妈也够狠心的, 二十多年了, 自己生的女儿, 抛下后一面再没见过。 李慧珍责了两声。 第二天, 软力康出门。 软美美听了老妈的话, 去跟踪。 昨天没跟踪到, 真是错失良机, 否则, 一定能看到软白的亲生妈妈究竟是何方神圣。 软力康打了出租车, 来到一家普通咖啡馆。 软美美盯着里面, 打给老妈, 软叔叔没约会前妻, 是来见软白了。 这个要死不死的烂人。 李慧珍在那头气得不轻, 他要把拆迁款给他女儿。 不行, 我不能让那个小剑蹄子得到一份。 咖啡馆里, 软白低头搅拌着一杯卡布奇诺。 一年前他发现父亲疏远了自己, 这一年多, 他过得很不舒服。 尤其回到A市的这段时间, 明知道老爸在, 家在, 可他就是再也回不去了。 听说, 你跟李宗分手了? 软力康开门见山地问。 哦, 是的。 软白稍微抬起头来, 看着老爸苍老得不符合年纪的脸庞。 作为女儿, 他心疼老爸, 可却心疼得小心翼翼, 不敢声张, 生怕老爸再一次走开, 永远不见他, 虽然他不知道, 自己哪里让老爸厌恶了。 软力康拿出一张病历单, 颤抖着手, 放在咖啡桌上。 这时, 软白话还没说完, 眼睛就看到了上面的病历单三个字。 拿过来看, 软白惊恐地吸了一口气, 怎么会这样? 软力康时日无多了, 五年前得了癌症, 勉强换回性命, 如今却又得了肺癌, 这个肺癌, 是没救了的。 软力康开口, 心闷胸痛, 这两个肺癌的明显症状带给他不少痛苦, 之前不见你, 就是想让你学会独立地去生活, 学会没有父亲的日子, 我想你能适应, 从小你就没有母亲, 你一样成长得比别人家的孩子好上千万倍, 三观症, 懂事, 孝顺, 软白手里捏着病历单,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下来。 临死之前, 爸还是最不放心你。 软力康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笑意不达眼底, 终身大事是重中之重, 小白, 既然你已经跟李宗分手了, 爸就想着, 在死前, 能看到你在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 爸也好, 给你把把关, 看你幸福。 软白听着, 还有, 老家的房子要拆迁了, 爸打算给你存一笔钱, 如果将来你的婚姻有了变数, 也好应急用, 当然, 爸这张乌鸦嘴说的话你别信, 我女儿嫁的男人, 一定专一, 长情。 软力康说道, 软白看到这病例单是一年前的, 正是老爸疏远他的那段日子。 爸, 这么严重的病, 你怎么可以瞒着我? 软白几乎崩溃。 早该治疗的, 万一能治好。 半小时后, 咖啡厅里只剩下软白一个人。 软力康不想让女儿过度伤心, 找个借口先走了。 咖啡杯旁边, 有一张病例单, 还有一张纸条。 软白被泪水湿润的眼睛红肿起来, 他盯着病例单看了很久很久, 眼泪越流越多, 他无法理解, 好人为什么不能有好报。 离开咖啡厅的时候, 软白打给老爸, 说, 住院吧, 也许还有机会治好, 五年多前, 捡回来过一条命不是吗? 你先去相亲, 看看合不合适, 爸爸再决定住不住院。 软力康临死前, 就这一件心事, 他相信, 张亚力不会坑亲生女儿。 我去, 我会去的。 软白点头, 听到老爸的声音, 眼泪再一次流得不止。 微风吹起的十字路口, 软白结束跟老爸的通话, 望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哭得可怜, 活像一只被折掉翅膀的小鸟。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 软白不失粉袋地准备出门。 李妮在门口看着他说, 小白, 相亲成不成的倒无所谓, 但你今晚不是还有一个同学聚会吗? 见老同学, 你确定不要化个妆什么的? 软白摇头, 他没心情化妆, 也没有化妆的习惯。 哎, 好吧, 反正你长得也精致温婉, 有不化妆的资本, 开心点, 叔叔会好起来的。 李妮真情实意地说道, 嘱咐两句, 送软白到电梯门口。 软白下楼, 整个人还在被老爸的肺癌牵动。 他低头走路, 卷翘浓密地眼睫毛呼闪几下, 下一瞬, 他手腕突然被人从后攥住, 接着, 他在转身看到男人精致稳重五官的同时, 身体被带到他的车后, 在他惊恐之际, 整个身子已经男人紧紧覆盖, 熟悉又霸道地吻, 疯狂落下。 他含住他, 反复瞬息。 男人熟悉的唇, 熟悉的气息, 让他有些想哭, 慕少林只是出差了几天, 但对他的思念, 已悄然泛滥成灾, 没日没夜的忙碌, 终于赶在周末这天赶回来, 他的第一见识便是来见他, 想吻他, 摸他, 不知道是不是内心太过孤寂, 软白没有抗拒他的吻。 直到过去十分钟那么久, 他觉得嘴唇里的嫩肉都被男人瞬息得破了, 他才停住, 薄唇贴在他耳畔, 艾雅的嗓音灌入他的耳窝, 真想把你推入腹中, 走到哪带到哪, 把你囚禁在我的身体里。 软白睁着水润的双眸, 脸颊是微微红的, 眼露迷茫地望着面前, 这个男人。 慕少林深邃的双眸里充满了炙热, 也盯着他, 相对无言地过了半晌, 他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好又一次附身。 软白睁着眼睛, 感受着男人迷乱地吻。 他清楚看到, 他高挺的鼻梁, 硬朗地不同于寻常男人的深刻眉骨, 夜幕下的阴影里, 他那叫人沉醉得精致五官, 好看得并不真实。 他的后脑, 被男人大手捧住, 下颌也被托起, 男人火热地吻从他的嘴唇, 蔓延到他的脖子上, 锁骨上, 嗯, 软白被迫抬起头, 迎合他。 男人如湿的双唇, 一下一下印在他的皮肤上, 不停爱抚。 情色的意味渐浓起来。 软白经验很少, 尤其亲吻方面的经验, 好像只有每次跟他的。 他在被他带动。 软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直到小蛇被男人含得麻木, 他才胡乱地喘着气, 再一次睁开眼睛, 手推抵着他坚硬的胸膛。 穆少林攥住他乱动的小手, 捏在手心, 牢牢地像是要攥进掌心里, 融为一体。 软白觉得, 体内有一股危险的热流, 在翻滚攒动, 反应强烈。 他害怕了, 低垂眼帘要躲避, 却正好模糊地, 看到男人急切瞬息着他小蛇的好看薄唇。 他尝到了他口腔里的味道, 轻烈甘醇, 混合着淡淡的烟草味, 热潮上涌, 软白情不自禁地同他一起闭上眼睛, 什么也不看, 什么也不想, 全心全意感受着这个难耐的热吻。 唇蛇纠缠在一起, 愈发激烈。 还好这是晚上, 而且是在他的车后, 过路的人经过也不会看到。 他清楚地听到男人动情的闷哼声, 他的身体在起反应。 暧昧交织中, 他忍不住呢喃着英明, 嗯, 快要不能呼吸了, 热度在这样的夜晚里发散, 找不到出口, 热潮在体内堆积, 汇聚在某一处。 软白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竟然不知羞耻地, 想要更多。 穆少林把他单薄的身子压在胸膛里, 诱导他的双手, 还住他的腰际。 两个人的身体, 缠得严丝合缝。 像初次品尝情爱滋味的男女, 都接近疯狂, 软白感觉到自己口腔里内肉破得更严重了。 甚至有了淡淡的血腥味, 软白不可思议地开始抗拒, 他怕继续下去, 会被他吸干。 我弄疼你了。 穆少林粗野地喘息着, 说话都是浓重性感的鼻音, 像在发泄的最后关头被拦住, 急红了眼。 他看着穆少林的双眼, 手指按在他火热坚硬的胸膛上, 而后, 微微弯曲起手指, 被他的体温烫到了。 注意到他闪躲的眼神, 穆少林掰过他的小脸, 动作很轻地吻了吻他的嘴唇, 道, 你心跳很快。 软白低头, 不想承认。 穆少林双眼里头好似燃烧起了烈火, 如同一头能争善战的野兽, 而他怀里的女人, 一对比, 更像是知年人的猫, 被他引诱得, 也意乱情迷起来, 对不起,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软白现在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 打自己几巴掌。 软白从车后走出来时, 小区里来回溜达的大爷大妈看到了他。 穆少林两步走上前, 身高腿长的男人想要追上他, 十分容易, 前一刻还好好低头走路的他, 下一刻就被男人扛起。 啊, 你放我下来。 软白吓得不轻, 他趴在他的肩膀上, 惊魂未定。 大爷大妈忍不住为年轻人害羞, 这年轻人真的霸道。 穆少林打开车门, 他被塞进了他的车里。 大爷大妈都伸长了脖子, 想看看这两个年轻人在干什么, 但穆少林的这辆进口车, 车窗贴得黑乎乎的, 让外界根本看不清楚里面的情景。 穆少林不给软白说话的机会, 启动了车。 自己系好安全带, 或者我给你系。 男人嗓音低沉地命令道, 而后, 猛地一打方向盘, 车急速驶出小区。 软白根本无法下车。 除非不要命了的选择跳车。 黑色路虎被开到小区外, 又沿着街道行驶了十几分钟, 直到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 靠边停了下来。 软白不知道他为何, 又突然停车。 心跳加速地想起今晚的同学聚会, 他忍不住偷看他一眼, 好奇地想, 他今晚都有什么安排, 是否跟他一样, 也要去看望过生日的恩师。 穆少林闭起眼睛, 眉头青簇, 呼吸起伏不定地, 靠在驾驶座位上, 突然开口, 有没有想我? 哪怕一点点。 问这句话的时候, 穆少林没有看他。 软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这个问题, 这几天他没有见过他, 他此刻才在想, 他这几天做什么去了? 周云云说过, 穆学长去了国外开会。 在被他堵在小区车后抢吻之前, 他并没有总是想起他, 因为老爸得了肺癌, 这个噩耗, 紧紧地压迫住了他所有神经。 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对不起, 我真的有事要走了。 软白不知道回答什么, 索性不回答。 有时候逃避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他一手去弄车门把手, 另一手, 却被男人从容伸过来的大手攥住。 手背上墨地一热, 软白望着车窗外, 深呼吸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 感受到手背被攥住的同时, 又被紧紧地包裹住。 穆少林睁开了双眸, 看向御下车逃离的他, 可他却回避地, 只给他一个后脑勺, 不敢看他。 他的这股倔强激怒了他。 我什么时候让你走了? 穆少林脾气出了名的差, 平日作风惯世雷厉风行, 在他这里一再退让, 已经跌破底线。 过来! 软白毫无征兆地被他扯过去, 整个人倒在座位上, 吓得嗡了一声。 进口路虎车前座, 空间很大, 他倒下的时候, 竟然哪里都没有磕碰到, 只是脸一动, 仿佛蹭到了什么形状怪异的东西。 软白一看, 浓密纤长的眼睫毛, 顿时定住。 他正跌躺在男人的怀里。 他脸热得像煮熟的瞎子。 穆少林很享受他跌倒在他怀里的感觉, 一股难以言喻的欲望重进汇聚在他的小腹下方。 闭上眼睛, 侯杰忍不住上下滑动, 他被他弄得全身火大。 软白想要起来, 腰际却被男人的大手按住。 放开我。 放开我吧, 继续纠缠下去, 没有意义。 他这话, 不是说给慕少林听的, 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慕少林叔弟睁开了眼睛, 眼底弥漫着一股忧伸。 软白枕在男人腿间, 紧抿着唇, 气息若有肆无地平住了。 不知过了多久, 男人按在他腰际的手突然松开, 攥住他手腕的那只手也缓缓松开, 被放开。 软白终于获得自由, 脸上没有高兴, 也没有难受。 他起身稍加整理, 拎起了包。 在他又一次打开车门准备下车的时候, 男人却一个粗意十足的猛扑, 将他拽回来, 直接扑倒在副驾驶座位上。 今晚穿这么少, 就是为了相亲做准备。 怎么, 穿得少是你勾引男人的手段? 慕少林压制着他。 男人深邃蛊惑的眼睛, 深深地望进了他惊慌失措的眼睛里。 软白明白他这是气话。 他穿了九分裤, 七分袖衬衫, 李妮在他出门前还教育他不重视这次相亲, 穿得这么保守拘谨, 看上去就像死板的老厨女。 得知老爸患上肺癌的那天开始, 软白就对什么都没兴趣了, 相亲成不成功看演员, 性格合不合得来也是一方面。 如果一个男人只注重他穿的什么, 那恕他不能满足对方。 可这样的一身打扮, 却被穆少林说穿得少。 往南听了解读, 就是在说他穿得骚。 穆总是不是该看眼科了, 全公司都找不出一个比我穿得还保守的, 我怎么就穿得少了? 软白心情低落地看着他, 反唇相机。 穆少林的表情上沉满怒意, 他承认, 软白穿得不少, 相反还很多。 但最该死的是, 这个女人即使穿得很多, 也能让他体内欲念无休无止, 泛滥成灾, 如果那个男人看到这样打扮的我, 也能产生欲望, 恐怕不是我的问题了。 软白的言外之意, 指责穆少林惊虫上脑, 还怪他穿得少。 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 穿正装也不正经的女人。 穆少林第一次领略到, 他的灵牙利齿。 惩罚似的, 低头, 吻他嘴唇。 嗯, 这个吻来得迅猛, 他皱起眉, 快要承受不住。 口腔里有些地方已经破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女接吻, 都会激烈到这种程度。 总之, 他觉得他受性太重, 不像正常男人。 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开来, 他却觉得甘甜可口。 男人舌尖, 舔尸着他嘴里被他磨破的嫩肉。 本就闷热的车里, 又点起了火。 副驾驶车座位被他缓缓放下, 软白摇头, 扭动, 拒绝着。 在一个男人身下乱动, 事前还不够刺激, 想再点一把火。 穆少林呼吸沉重, 很怕他的热情, 会致使他理智崩塌, 在车上救药了他。 软白抬起脸, 双眼闪烁着焦虑的光芒, 微微颤动的睫毛不停闪烁, 昭示着他有多怕。 怕他会强迫似的跟他发生关系。 约好的相亲时间就快到了。 老爸安排的相亲他不能迟到, 也不能爽约不去。 为了让老爸住院治疗, 他愿意做任何事。 软白现在看得很开, 经历过的人就会知道, 在生死面前, 俗世的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就跟五年前一样。 老爸都快死了,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贞洁 对比老爸的宝贵生命, 前者一点也不重要。 儿女的生命是父母赐予的。 他恨妈妈, 但感激爸爸。 这个父亲为他付出太多, 之前这一年, 他不知内情, 还误会了老爸很久, 他打电话对老爸说的那些狠话, 不知道究竟把老爸伤害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突然要相亲? 才跟李宗分手, 穆少林不觉得他需要急着找下一个。 软白摇摇头, 不说话。 嗯嗯, 他的唇又被封住, 唇舌纠缠, 交叠的身躯不分彼此, 两颗炙热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穆少林舔视着他的嘴角, 舌尖描绘着他粉嫩的唇形, 沉声问道, 我再问你一次, 为什么去相亲? 软白定定地看着他, 一时忘了怎么开口。 看来是我没喂饱你, 眼神这么想要, 穆少林一边吻他, 一边伸手, 扯开他衬衫的扣子, 一颗, 两颗, 大手继续扯下去。 嗯嗯, 我, 啊, 我说, 交紧丝膜, 他受不了被他手指抚摸带来的感官冲击。 男人急切又粗鲁地动作停下, 沉声问道, 为什么去相亲? 软白深吸了一口气, 嗓子发紧。 他把老爸查出肺癌晚期, 一直瞒着他, 不放心他一个人活在世上, 要给他找一个好老公的事, 都说了。 后背抵在车座位上, 软白逃无可逃, 身上穆少林跟他的距离, 只有一厘米不到, 呼出的炙热气息, 不断喷在他唇瓣上。 很想去。 嗯, 一定要去。 他别开眼睛, 尖色地说。 穆少林低头霸道地含住他的唇瓣, 吸着他的小舌, 皱眉又问, 那个要跟你相亲的男人, 比我吸引你。 软白觉得舌根一阵疼痛, 睁开眼睛看他。 如果他是自己的男人, 日夜这样相处, 他会被他吻坏掉。 只是一个吻就已经让他吃痛, 再深入的话, 摇了摇头, 他按骂自己想不该想的。 他没你有钱, 这算他的一个优势。 软白诚实地说道, 还没见过他人, 稍微有了解过各方面的外在条件。 穆少林不解, 有钱是罪过? 软白一颗心越跳越快, 苍白地说, 也许是罪过, 至少在我家有钱算一项罪过。 我爸厌恶有钱人。 为什么厌恶有钱人? 身为有钱人的某男, 觉得十分冤枉, 一事无成的男人算什么男人, 制霸商界, 这是每个男人都该去厮杀完成的目标。 软白摇了摇头, 不想说真实原因。 母亲在他出生以后就跟有钱男人跑了, 为了钱, 抛夫弃女。 这种家仇, 他不愿意跟穆少林讲。 他特别害怕, 这个男人会施舍同情心给他, 以他拒绝不了的强硬手段。 他是商界的帝王, 在这座城市之手遮天。 他的付出, 他定然无以为报。 肺癌晚期病人的情绪, 应该很不稳定, 好了, 我送你去相亲。 穆少林说的是陈述句, 并没有征询他的意见, 而后又看他, 说, 不过, 我有个条件。 软白看他。 什么条件? 主动吻我, 十分钟。 男人手掌先是附在他额头上, 随即摸向他的后脑, 示意他别害羞, 主动写, 凑上红唇味给他。 十分钟, 我, 我做不到。 软白诧异地睁大眼睛。 穆少林附身, 性感薄唇轻贴在他胶软滑嫩的唇瓣上, 来回妈撒, 也不进去, 在吓得他眼睫毛直呼闪时, 才有要一举攻入进去的趋势。 嗯嗯, 他别开头, 闭上眼睛说, 我, 我做得到, 你不要, 穆少林看着他快速喘息的胸口, 起身坐回驾驶座位上。 男人落下车窗, 动作熟练地点了根烟, 眯起眼睛, 抽了一口, 而后抬起夹着香烟的修长手指, 按了按疼痛的太阳穴。 穆少林愿意等他准备好, 过来吻他。 活了29年, 他去过的风月场所比他住过的酒店还要多数倍, 但他从未像其他事业有成的男人一般, 思生活糜烂不堪。 正如他所说, 甚至不用招手, 只需他一个眼神, 环肥燕瘦, 什么样的女人都会主动往他身上扑, 伺候得他舒舒服服, 但他却没有来得厌恶那些女人。 不管是一线女星, 还是名媛淑女, 都不及他心中深藏着的一抹白色身影。 这一辈子, 穆少林十分愿意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 软白坐了起来, 座位也调整好了。 他局促地坐在副驾时, 穆少林抽完了半支烟, 突然侧眸看向他。 软白似是被他灼热的视线折了一下, 微微一震, 咬着嫩唇不知所措, 就这么过去, 吻他吗? 过来, 我教你怎么做。 穆少林伸手。 他迟迟不把手递过来给他, 男人很不喜欢他这种心不甘情不愿, 皱眉说道, 我的耐心有限, 不准你去相亲我做得出来, 你没有反抗的力气。 也就是说, 惹恼了他, 他不会顾及别人的父亲是死是活。 当女人乖顺地靠过来时, 穆少林引诱他坐到他的腿上, 方便亲吻。 车门被他打开, 一米外是树木, 风声被大风吹得沙沙作响, 软白胯坐在男人怀里, 后背抵着车的方向盘。 还要我细教你吗? 穆少林抬起目光, 认真看他美丽又稚嫩的模样。 他双颊泛起羞红, 咽了口口水, 眼睛看着他刚毅的薄唇。 缓缓, 贴上去。 可是贴上后, 不敢动了。 呼吸热得, 要烧死他。 被他强迫接吻, 和他主动贴上来, 感觉是天渊之别。 男人薄唇滚烫的热度, 烫得他无法继续, 因为发抖, 他的唇肉, 时而碰到他的, 时而碰不到他的。 近来, 像我借入你一样, 借入我的嘴里。 穆少林低垂眼帘看他, 闭上眼睛, 薄唇疼惜地蹭了蹭他的鼻尖, 两手拿起他无处安放的双手, 让他缓住他的脖梗。 软白低头从不抬起, 双手指腹摩擦着他身上衬衫的布料, 歪了下头, 亲上他烫人的唇, 舌头打结得慌张着。 很久, 舌尖探出去, 舔了舔。 他的视线不安地划过男人微翘的薄唇, 天生好看的唇线, 继续往下, 看到他的喉结, 引人垂涎的衬衫领口下的身体, 他发现自己还是做不到, 怎么主动吻男人, 他不会。 被别人吻的滋味, 也是这个男人教他体会到的。 现在这个姿势, 软白很尴尬, 他很怕自己乱动, 会做坏男人那里。 你这么纯。 穆少林看他已经着急的脸热心跳, 还是找不到, 主动撬开他紧闭的双唇的办法, 他只好放弃。 软白只觉得, 后背被一双火热的大手搂住, 来回妈撒, 男人以吻封住他那只会享受不会劳动的小嘴, 他的不安被他吞噬, 越吻越深。 最后, 男人的大手按在他的两侧腰间, 脖子被女人牢牢地缓住, 身体和唇舌不断被更高的高温烘烤, 他发起抖来。 在他瞬息啃咬的发狠时, 缠着声音音鸣, 别, 别咬, 跟穆少林接完这个吻, 他担心自己可能需要挂口枪磕急救。 跟我保证, 不会多看那个相亲的男人一眼。 穆少林按在他腰迹的大手, 缓缓滑到他的手腕处, 摸到他的小手, 钻住, 食指紧握。 软白被他搞得有些失魂。 这算什么, 在他的威胁之下, 沉浮于他。 抵达相亲的地点。 软白去了一趟洗手间, 在穆少林车上发生的那些事情, 让他心里紊乱。 相亲的男人, 不管长什么模样, 条件如何, 他都知道自己配不上对方。 哪个好女人会在相亲之前, 跟另一个男人搂抱在车里唇舌缠绵? 简单地整理了仪容, 他出去。 穆少林开车又快又稳, 技术也好, 全程遵守交通规则, 却也在约好的时间赶到了这里。 软白坐在咖啡厅里, 拘谨不已。 小姐, 喝点什么? 服务员过来。 我等人, 稍后再点。 他礼貌地回到。 服务员微笑, 点头。 两分钟后, 咖啡厅门口开过来一辆白色马沙拉蒂跑车, 下来的男人, 身穿休闲衣服, 戴着某欧美明星同款棒球帽。 嗨! 男人进来, 主动跟软白打招呼。 嗨! 软白吓了一跳, 站起来也打招呼。 男人坐下。 软白猛了, 问道, 你是, 李雷? 没错了。 说着一口不标准中文的外国男人点头, 叫来服务员点咖啡, 在软白惊讶的表情下, 男人问, 喝什么你? 不对, 是, 你喝什么? 男人搞不清楚中文文字的顺序。 软白被雷到了, 说, 都一样, 能听懂的。 我喝卡布奇诺。 等点好东西, 李雷急迫地开始自我介绍。 软白听得迷迷糊糊糊, 他虽然在国外留学过几年, 但在择偶方面, 却从来没有想嫁给外国男人的想法。 这个男人很绅士, 很礼貌, 软白偷偷看了看时间, 觉得礼貌性地坐十分钟, 就可以适时找个借口说再见了。 老爸什么时候这么时髦了, 认识这种外国男人, 还介绍给自己女儿。 看了一眼咖啡厅外的马沙拉蒂, 软白更加疑惑, 老爸怎么会认识这种家庭的人呢? 软白跟相亲对象坐的是靠窗的位置, 咖啡厅的窗子是大片落地窗, 通透明亮, 夜色一览无遗。 玻璃窗外十分钟前便停着一辆黑色路虎。 这时, 路虎车门打开, 从里头下来一个做派成熟的男人, 浑身的气质就是最强焦点。 他手拿一杯盒装咖啡, 之前在咖啡厅点了拿到车里喝的。 软白偷瞄了一眼穆少林的背影, 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小白, 你对另一半的要求, 有什么? 李雷挑眉问道。 软白这时看到穆少林从咖啡厅正门进来, 身高腿长, 简直朝这边走来, 在服务员的引导下, 坐到了他和李雷左侧的位置上。 穆少林这个男人随便往那里一坐, 就比咖啡厅的空调还质冷。 我没什么具体的择偶条件。 他只想尽快结束相亲。 穆少林像尊神一样坐在另一侧, 他倍感压力。 没什么择偶条件。 那我把我的情况说给你听。 这时, 李雷放在咖啡杯旁的手机响了。 RRY, 我接个电话。 李雷说完, 站起身。 软白松了口气。 可他依然不敢动, 不敢看向身侧的另一个男人。 穆少林也没有什么动作, 只是看着报纸, 时而浅磋一口味道苦涩的咖啡。 来电显示亚丽阿姨。 李雷接了。 雷雷, 相亲进行得如何? 张亚丽问得很急, 想立刻知道最终结果。 李雷看了一眼远处独自坐着的软白, 于心不忍地道, 亚丽阿姨, 这个女孩看着很好, 我不想害她。 张亚丽一听, 来了火气, 什么叫害她? 我是gay, 我给不了她夫妻生活, 甚至给不了她正常男女士之间的爱情。 如果结婚, 我父母会逼迫我生小孩, 我做不到跟女人同床, 她很美好, 安静礼貌, 我下不了这个手。 李雷用英文跟张亚丽说道, 我不管你是不是gay, 你想跟你男朋友在一起, 就得安抚好你父母, 你父母只想要一个小孩。 娶了他, 你可以带他去国外事馆生小孩, 这样就避免了碰他身体, 我是为你着想, 你傻了吗? 张亚丽大声威胁, 雷雷, 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愿意跟你行婚的, 你很幸运, 现在就有一个现成的傻瓜等你带走。 你还不抓紧机会? 最重要的是, 你别忘了, 你男朋友商业犯罪, 如果我不放过他, 他后半生就要在牢房里度过。 李雷的电话, 接了十分钟那么久。 在他任命回来的时候, 软白想说自己有事, 想先离开了。 但李雷坐下却说, 小白, 我很高兴认识你, 一见钟情的感觉很奇妙, 不知道你对我有没有一见钟情。 软白, 一见钟情的好草率。 软白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值得别人一见钟情。 我身高外貌你都看到了, 家境也复数, 我们结婚以后去国外生活, 我保证你一辈子衣食无忧。 李雷努力说自己的优点。 扑。 软白嘴里才喝进去的咖啡差点全喷出来。 穆少林音质无比的视线, 也投向了这个外国男人身上。 对不起, 李雷先生。 软白慌张地擦了擦嘴角, 抬头说,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咖啡钱我付了, 再见。 说完, 他拿起包, 礼貌地朝李雷点了点头。 头也不回地离开。 出了咖啡厅, 软白讨野式地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这个地址。 软白将手机递给出租车司机, 手机屏幕上写着一个僻静的地址, 那里是本城最著名的富人区。 出租车司机将计价器放下, 车子顺着车流涌动, 行驶。 软白回头看向咖啡厅外那辆进口黑色路虎, 车没有动, 不知不觉他松了口气。 穆少林没有朝这个方向过来, 是否说明, 他并不是穆学长, 他不认为, 每天都很阳光开朗的穆学长, 会变成今时今日冷酷无情的商界巨子。 在路上, 软白接到周云云的电话。 周云云催她。 九点半, 软白乘坐的出租车终于到达富人区。 周云云出来接软白。 软白看了看别墅的外貌, 还有气派的大门, 木凳口呆, 这个地方, 熟悉吧? 某当红女星办生日派对, 就在这里办的。 全网都发了消息, 炒作恋上富二代。 周云云也感叹, 挽着软白进去, 木学长跟我们普通人不同, 这次他坐东, 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种 只有商战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场景。 所以, 这别墅是木学长的。 A市的有钱人中, 姓木的, 除了T集团牧师家族, 软白不知道第二个。 看到木学长了吗? 软白忐忑地问。 还没看到真人, 听说有势在身, 忙完晚点才能过来。 周云云说着, 弩弩嘴, 快看那群妖精, 听说, 今天能见到木学长, 一个个打扮得跟花蝴蝶似的, 俗。 别墅很大, 聚集了不少量男美女, 当然也有普通点的, 比如软白, 周云云, 还有几个坐在一桌腼腆喝东西的。 这是软白, 你们谁还记得? 周云云将软白带到一群好同学面前。 戴着眼镜的男人站起身, 点头, 当然记得, 坐在班级第二排的唯一一个三好学生。 在座的其他几个, 也都起身, 男同学跟软白握手, 女同学朝软白友善地微笑。 经过周云云的介绍, 软白跟这几个同学很快熟起来, 聊的话题都是现在各自的工作状况, 没人聊起学校往事。 大家都顾及到, 学校里的往事对于软白来说并不美好。 聊了一会, 大家互相加了微信。 有人问, 云云, 老师呢? 哦, 我妈在里面。 牧学长从国外带回来一位专家, 我妈妈的腿不是截肢了吗? 一直没痊愈, 总是发炎, 各大医院也找不出问题。 周云云无奈地说道, 这边都在安静说话, 另一边就不一样, 几个穿着暴露的女人站在泳池边上, 嘻嘻哈哈, 仰起下巴比较着她的包包什么牌子, 她的口红什么色号, 很难买的。 这时, 别墅大门口传来车开上来的声响, 鸦雀无声。 就连那几个叽叽喳喳, 比较来比较去的炫妇女, 也住了口。 在看到一辆进口黑色, 鹿虎懒生霸气开进来的时候, 软白同其他人不一样, 其他人脸上表情丰富, 有期待, 有自卑, 有娇羞。 而软白的脸上, 没有表情。 鹿虎停下, 车牌号十分醒目, 车门打开后, 车上走下来一个强大如神底的男人。 男人浑身上下散发的强大气场, 明晃晃地写着三个女人们最欣赏的, 最梦寐以求的男性特征, 侵略性, 掌控力, 责任心。 好帅啊, 一个女同学不敢喊出来, 只能捂着嘴巴压抑地小声低叫。 大家还是听到了。 男人走过来, 下身简单的黑色西裤, 上身白色衬衫的领口, 解开了两颗扣子, 精致袖口妥贴地挽起, 他仿佛只是随意路过, 但气场射人, 叫人不敢忽视, 却也不敢正眼瞧他。 软白看着走得越来越近的男人, 愣住了。 软白, 你也来了。 穆少林莫地朝他笑了, 那样冷硬的五官上有了笑容, 真的足以倾倒众生。 男人嗓音辞性, 语气正重, 听上去, 仿佛今晚他的到来, 只是为了一个他。 软白抬起头来, 看穆少林, 眼睛一眨不眨。 过了不知道究竟多久, 时间仿佛也静止了, 他才勉强恢复如常, 可难以言喻的情绪, 还是激得他狼狈至极。 他那微微颤动的纤长睫毛下, 是饱含淡淡泪光的双眼。 穆少林, 等于穆学长。 往日心底的怀疑, 和眼前的真实见证, 天差地别。 这个男人跟多年前相比, 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他也一样, 幸运的是, 时隔多年, 从校园到社会, 从松垮宽大的校服, 到职业装, 兜兜转转, 他还是在遇到了, 自己心目中, 占有特殊分量的男人。 可悲哀的是, 出了高中校园, 他的人生就变得坎坷不断, 身体也脏污不堪。 面对着面。 软白想起不久前在车里跟他发生过的热吻, 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又热烈的情感, 不感到出的情感。 说不清来由。 时间仿佛一下子被盗回了校园时光。 穆学长, 你也太偏心了呀, 只记得软白。 一个身高一米七的美女, 撒娇地站到前面来, 一双勾魂的眼睛望着成熟稳重的穆少林。 男人深邃的双眸里, 只有软白的倒影。 撒娇的女同学顿时尴尬不已, 抿了抿唇, 白了一眼穿衣打扮, 根本就不起眼的软白。 穆少林难得开尊口, 看着软白, 说道, 我记得她, 那年夏天, 我们跟市里高中的一场篮球比赛, 很多学生围观, 我最后一次投篮, 听到身后女孩子们都尖叫, 我回头, 发现好像她叫得最大声。 软白脸上, 瞬间声腾起一片坨红。 没有的事。 这绝对是没有的事。 她是被同学欺负着长大的, 去看男同学的篮球比赛, 她缩在角落里的资格有, 上前尖叫的资格却没有。 穆少林这番话, 让原本不起眼的软白 直接成了全场的焦点。 没有, 真的没有, 软白窃窃地看了一眼围观的男女同学们, 怕树敌。 国外请来的专家, 给周老师看完了腿。 送走专家, 周老师戴上生日帽, 巨型蛋糕被推到了面前。 周云云陪伴在母亲身旁, 许愿, 吹蜡烛, 切蛋糕。 分蛋糕的时候, 每个同学都跟周老师说了祝福的话, 也认识了一遍。 软白是出了校园以后, 第一次看到周老师, 有些激动, 她从小没有妈妈在身边, 缺少一份母爱, 女老师给予过的呵护, 她想, 类似母爱吧。 母爱究竟是什么样的, 她也不了解。 周老师被周云云推出去, 坐在别墅一楼的桌子前, 其他人都在远处玩。 小白, 看到你过得不错, 老师就放心了。 周老师握住软白的一只小手, 轻拍了拍, 这么些年过去了, 有没有试着找一找你妈妈? 听到老师这番话, 软白的手, 颤了一下。 没找过。 软白墙扯出一丝笑容, 看老师, 我想他一定过得很好, 不想被我打扰。 其实, 他有找过。 软白还能记起, 自己十岁时, 上街贴过寻人启事, 把自己知道的信息, 都写在上面。 可是最终结果, 就是没有结果。 后来长大了, 到了大城市, 他才知道, 世界这么大。 母亲到底生活在哪一个地方, 仿佛没人知道。 不找也好。 周云云安慰他说, 好好孝顺你爸爸, 好在终于长大了, 能靠自己把生活过下去。 当年的可怜虫, 如今出落的白镜漂亮。 身为老师, 也感到欣慰。 穆少林走过来的时候, 手里拿着一杯果汁, 他直接放到软白面前, 自然地向男朋友照顾自己的女朋友。 他身后跟来一个雇佣的专业适应生, 适应生将托盘上的果汁饮料, 分别放在周老师和周云云面前。 周云云喝着果汁, 眼睛贼溜溜地, 在穆少林和软白两人之间流转, 猜想, 这两个人的关系, 恐怕并不简单。 今晚聚会之前, 两人不像说的那样, 没见过面。 又有两个人走过来, 一男一女, 夫妻关系, 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宝宝, 两人都是, 这个城市里的精英白领。 男的朝穆少林伸出手, 说道, 今天没见到学长, 之前我还不知道, 我在你公司做事。 你好。 穆少林不厌恶有礼貌的人。 男人的妻子, 也礼貌地跟穆少林握手, 再跟软白握手, 分别打招呼。 几人一起坐下。 小宝宝却趴去软白腿边, 吃手指, 有口水, 这孩子, 阿姨太漂亮了对不对? 女人拿出手帕, 给宝宝擦口水, 小宝宝还吃着手指, 朝软白笑。 对不起啊。 女人说。 没关系, 我很喜欢小孩子。 软白的意思是无碍。 结婚了吗? 结婚了的话, 赶紧自己生一个, 带宝宝的过程也很好玩。 女人朝软白露出温和笑容。 穆少林看了一眼, 突然埋头喝果汁的软白, 在没人看到的桌子底下, 她握住她的手, 安慰地捏了捏。 软白把手从她干干的掌心里抽出来, 心底微生诧异, 提起孩子这个话题, 她的确很失落, 但穆少林是如何感受到的? 她又不会读新术。 夫妻之中的男人问起, 听老师说, 学长你只读了一年高中就转学了。 穆少林点头, 没有过多阐述转学的真正原因。 我知道一个秘密, 周云云不惧怕老妈的阻止, 觉得都是成年人了, 当年的一些秘密拿出来说也没什么。 这个秘密我是听校长叔叔说的。 周云云看向穆少林, 穆学长早恋, 喜欢学校里的一个女生, 被校长叔叔严肃地叫到办公室里谈过话。 这个消息有些爆炸。 软白的心情没有来得失落, 暗淡下去。 她有过暗恋的女生, 没想到穆学长你更严肃地对校长叔叔说, 你不会在学校里打扰她, 你毕业后一定娶她。 周云云说得越来越慢, 语气透着某种暧昧, 瞄了一眼软白, 校长叔叔不高兴地问你, 才上高中, 你知道什么是喜欢? 毕业你就会后悔。 你说你知道, 你还说, 你连和那个女生以后结婚生孩子的画面, 都想过了, 穆少林没有否认。 当年家族内部斗争, 导致还不能自我掌控命运的她, 被人强制送到小镇上读书, 很意外, 她恋爱了, 单方面相思。 那一年里, 她蠢蠢欲动, 她彻底陷入一张挣脱不破的情网。 软白听不下去了, 我去洗手间。 她放下杯子, 起身。 说她羡慕也好, 说她嫉妒也罢, 她都认了。 这二十四年, 从她懂事起, 就活得不快乐, 她不知道, 什么能让她快乐? 是小时候吃的那些冷饭, 还是小朋友的欺负, 再或者是初中同学的讥讽打骂? 从小她就知道, 别人生来就有的, 她不会有。 比如妈妈, 别人努力都求而不得的, 那她就更没有资格拥有了。 比如穆少林, 好不容易忠于成年, 熬到了曾经那些大人口中, 说得很自由的年纪, 可她没体会到自由快乐, 有的只是现实残酷的束缚。 软白, 你上辈子一定是个罪人。 这辈子才用尽全身力气, 赎钱是罪孽。 别墅到处都有洗手间, 无论是院子里, 还是一楼、二楼。 软白其实只想洗个手。 院子里的洗手间被几个陌生的女同学占用了。 软白走过来的时候, 那几个同学正在说, 这个洗手间快帮我拍, 我要多合照几张, 发微博上去, 上次大明星迪迪就是在这里搂着她男友拥吻的。 跟一线女明星共用过一个洗手间, 让她们感到愤外荣幸。 软白不去打扰, 转身。 一楼二楼也有洗手间。 一楼也有人, 几个女同学在化妆, 软白读书时跟她们接触极少, 也不想续旧。 唯一能续的旧, 大概就是当年都有谁揪着她的头发打过她。 时间冲淡了一切, 软白不想再计较回味一遍伤痛的滋味。 她们的初中、高中、大学、走入社会, 每一天过得都十分精彩, 因此也早就忘了读小学初中时, 曾欺负过一个没妈的女同学。 站在二楼洗手间里, 软白望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面颊, 闭了闭眼。 手机响起, 是老爸打来的。 爸, 你怎么还没睡? 软白声音有点干。 软力康问相亲结果。 爸, 我没打算跟外国人在一起, 而且他太热情了, 第一次见面就表白, 说他对我一见钟情, 告诉我, 嫁给他后, 去国外生活。 软白靠在洗手台上, 低头, 听着不太靠谱。 带他温暖的那个老爸又回来了。 软力康叹气, 怪我, 那男的是我一个老朋友介绍的, 是我没了解明白, 就让你去见, 听你说完爸也觉得不怎么靠谱。 没事, 见一面也不损失什么。 他不想老爸自责。 挂断以后, 软力康打给张亚力。 张亚力在家打麻将, 手机响起, 看到手机号码的时候, 他当即脸色, 就冷了下来。 我去接个电话, 很快回来, 你们先玩着。 优雅起身, 张亚力披上LVP肩, 走出打麻将的房间。 别墅走廊的尽头, 张亚力接起, 压低声音问, 我说过了, 少给我打电话, 别逼我换手机号码。 你给女儿介绍的什么男朋友? 见了面就表白, 还说要结婚, 婚后去什么国外生活。 张亚力,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软力康肺癌在身, 本就胸闷, 现在更是气得生死。 张亚力理亏, 沉默了。 软力康喘着, 伴随可声, 张亚力, 做人的良心你可以没有, 但没良心的同时, 你要守住点底线。 那是你亲生女儿, 不是路边的乃只野猫野狗。 软力康, 你没资格跟我吼, 这个女儿我是给你生的, 她脱离我身体的那一天开始, 就跟我没关系了。 路边捡来的阿猫阿狗, 如果长得可爱, 我都愿意养, 但跟你生的孩子, 我一百万个嫌弃, 你还要我伤你自尊的, 强调多少遍?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事。 张亚力说尽一切侮辱的话, 软力康气地挂断。 张亚力冷笑一声, 神情地淡漠地望向窗外。 她这辈子, 只有穆少林一个儿子。 过去不堪的生活, 都见鬼去。 在张亚力即将转身回屋的时候, 手机又响。 有完没完。 看到又是软力康的手机号码, 张亚力一阵烦躁。 有话快说, 有屁就放。 我希望这次以后, 我们永远都不要再通电话, 缺钱你说, 我可以施舍给你。 麻烦你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前夫, 活得就像在我的世界里死了一样, 悄无声息。 张亚力终于失去耐心, 言辞激烈, 更是没了往日的优雅。 张亚力, 我不跟你对骂, 这辈子是你对不起我, 我软力康窝囊归窝囊, 但我没对不起你一分。 软力康半央求半威胁地说, 你不准伤害我女儿, 有你这样的妈, 是她的不幸。 如果你敢算计我女儿, 打她主意, 我软力康就算还有一口气, 我也要撑着这口气去揭发你的过去。 张亚力什么目的, 软力康一惊二楚。 24年前二人离婚, 张亚力迅速攀上高枝, 嫁给T集团鼎鼎有名的掌权人, 随后, 使尽了各种手段打压她这个无能的前夫。 是让前夫变得更无能, 封住她的嘴。 现在, 女儿长大成人了, 当妈的又开始担心女儿找上门, 已经开始酝酿计划, 要将女儿嫁去国外, 禁锢起来。 变着法子的封住嘴。 软力康最后说道, 女儿什么也不知道, 她根本不知道你姓甚名谁, 她早以为你死了。 别打她的主意。 张亚力听词, 直接松了口气, 软力康, 最好是这样, 否则我饶不了你们。 别说。 软白走出洗手间, 迎面就撞到单手插在裤带, 依靠在门口仿佛专门等谁的男人。 木少林点的这根烟才抽了一半, 眉头微醋, 看她。 软白被看得紧张, 说, 我先走了。 别走, 我有话说。 木少林突然伸出大手, 过来一把攥住她发抖的那只小手。 软白的眉微微拧起, 木少林却已拽着她, 转身推开一间房间的房门, 带上门的同时, 男人用力一摁门把手, 上了锁。 回身, 男人宽阔的胸膛将她压在墙角。 房间关着灯, 宝纯贴着她耳畔, 她又解开一颗衬衫扭扣, 说, 我喜欢你, 在去你们那个小镇上读高中, 你第一次偷看我打篮球的时候。 软白如遭雷击。 我, 她试图狡辩, 太尴尬了。 嘘, 听我说完。 男人手指按住她的唇绊, 又说, 我不愿意, 在我还没独立的年纪里, 跟喜欢的女孩, 谈一场听天由命任大人摆布的恋爱, 我只想在我绝对独立的年纪里, 一意孤行, 宠爱我喜欢的女人每一天。 木少林冷峻严肃的神情她看不到, 她只听到她说话的低沉嗓音, 以及炙热的气息。 她低头吸住她的唇, 痴迷一样, 深深探进对方的嘴。 这种方式的表白, 相信世上没有哪一个女人会不喜欢。 一段感情从进行时开始。 女人这边想要的, 不过就是一个呵护和一份安全感。 软白深知, 木少林是身份金贵的豪门公子, 将来能嫁给她的女人, 身份一定要跟她的顶级家世门当户对才行。 很遗憾, 她没有那样的家世。 所以, 注定要在跟她恋爱之初, 就被淘汰。 如果这段表白来得再早一些年, 那得到的结果, 只能是分手。 因为在她必须听从父母摆布, 没有独立的年纪里, 干扰的人太多, 不确定因素也太多。 若是那样, 爱到最后, 养人只会两败俱伤。 也许, 还能偷偷地继续坚持这份爱。 但那种疲惫的爱, 纵使一开始再浓烈, 最后恐怕也都会被现实研磨殆尽, 点头认命地退出彼此的生活。 徒留下两个伤痕累累的灵魂, 无处可依, 连哭都不能痛快。 今时今日的穆少林, 不同于过去。 她意气风发, 成熟稳重, 一手拿稳的剃集团, 使她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人面前, 织手遮天, 她背后的家人们依附于她。 她有了一意孤行, 选择终身伴侣是谁的绝对资本。 谢谢,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字。 软白回吻她, 十分声色, 笨拙。 眼泪不知不觉流出。 穆少林品尝到了咸色的泪水味道, 她睁开染尽情欲的双眸, 低头看她。 软白还是不敢正眼看这个男人。 她白皙精巧的下颌被男人倾抬起, 被迫迎向她充满侵略性的眼眸。 软白心头微颤, 适应了房间的昏暗后, 她清晰看得到她眼睛里掠夺成功的锋芒, 成熟男人的身躯与强大的魅力, 让人垂涎。 男色迷人, 她亲上她的脸颊, 为什么哭? 软白双眼闪烁阴晕, 摇了摇头, 只是不敢相信, 你会喜欢我这样的人。 她是自卑的。 幸福来得太过突然, 像一个梦, 事实上她明白这是现实, 可还是害怕, 这就是个梦, 只是自己身在梦中而不自知。 如果真的是梦, 她不愿醒。 死在这样的梦里, 双唇。 两人下楼离开的时候, 一前一后。 软白有顾虑, 让她十分钟后再走, 一起走, 恐怕会被人说闲话。 慕少林虽然想光明正大, 不愿意回避任何人, 但也理解。 为了不让她的生活受到打扰, 只好暂时先随她去。 软白下楼, 先跟周老师和周云云说再见, 再跟几个新认识的同学说再见, 然后, 离开聚会的别墅。 真的不用我送你回家吗? 这只小白兔, 你就不怕路上有大灰狼把你抓走。 周云云送她到门口, 爷鱼地说。 软白, 好吧, 我懂了, 周云云挑眉, 意有所指的取笑软白。 软白尴尬, 周云云一定已经猜到了。 脸上浮起红韵。 慕少林站在别墅二楼, 她看到了软白离开的身影, 猝起眉头, 视线盯着手表上缓慢过去的时间。 终于过完十分钟, 她下楼。 先跟周老师道别, 接着安排司机送老师回家。 交代好一切, 她去开车。 有女人跃跃欲试, 想上前跟即将离去的男人打招呼, 哪怕握个手, 认识一下, 要个私人的联络方式也好。 但男人眉目太过冷硬, 到最终也没有哪个女人能拿得出勇气。 路虎懒胜驶离别墅。 软白在距离别墅几十米远的地方, 看到车开过来。 停车, 男人下来。 我自己可以。 软白还不适应她的无微不至。 慕少林亲自打开车门, 扶她上车。 大手按在她的腰迹, 怕她磕碰倒, 像照顾小女孩般细心。 等她坐好后, 看她。 慕少林身高腿长地站在车外, 身形完美, 鼻挺气场, 她伸手揽过她的后脑, 亲吻她的唇。 这样的姿势也可以, 软白也闭上眼睛, 没拒绝她。 一吻完毕, 慕少林绕过车身, 走回驾驶座位车门前, 打开车门, 上车, 附身为她系好安全带, 随即一手熟练地掌握方向盘, 一手攥住她的小手, 驱车离开。 一路上, 两人都没说话。 软白感受着她手掌传递过来的炙热温度, 心微微热。 等红灯时, 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 现在, 算什么关系? 好不容易熬到小区门口, 她松口气。 慕少林把车开进了小区, 停靠在她住的那栋门口, 恨不得跟她同住的心, 昭然若揭, 不想分开, 一分一秒都是折磨。 我先上去了, 你回家慢点开。 软白苍白地说了一句道。 先别走。 慕少林攥着她的大手没松开, 车里光线很昏暗, 她没开灯, 怕她脸皮薄。 软白心怦怦跳。 先别走, 是要做什么呢? 她没经验, 跟李宗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过这种经历。 软白手机不合时宜地想了。 我, 我接个电话。 她不得不抽出手。 脸红不已。 李妮趴在阳台上, 往下看, 小白, 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车, 挡风波里能看到一点车里的影子, 车里一晃而过的是你。 相亲对象的车吗? 是不是她耍流氓, 不让你下车? 我这就下去。 不用下来, 我现在回去。 软白说完, 点头跟车里的男人告别。 打开车门, 她慌张地下车。 木家老宅。 木战白和木软软坐在沙发上, 一起呆呆地看着今天回家很早。 好像心情也还不错的老爸。 睡了。 木少林坐在沙发一端, 拿着手机, 给软白发过去这两个字。 爸爸, 你在干什么? 战战觉得老爸被什么东西附体了, 否则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表情温柔起来。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木少林无视了儿子的问题, 看到软白回复, 没睡, 你呢? 没睡? 男人快速回复过去两个字。 接着, 安静了。 手机上再也没有消息。 软白腼腆起来, 直接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木少林只想立刻确定关系, 宣示主权, 从今天起, 只要你点头, 我是随时可以成为你丈夫的男人。 他打完字, 慎重地发送过去。 老爷子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 听墙歌。 孙子回家以后, 一反常态的表情, 老爷子全都看在眼里, 这个不知冷也不知热的坏小子, 也终于有女朋友了。 软软蹭到爸爸跟前, 点脚深薄看了一眼, 乃声乃气地说, 爸爸, 你也会用微信了呀。 这个家里, 软软知道太爷爷, 奶奶, 二奶奶, 小叔叔, 都有微信, 爸爸是没有的, 他从来没用过。 木少林坐在沙发上, 猝起眉头, 视线专注又焦躁地盯着手机屏幕看, 始终没得到软白的回应。 他不愿意。 木瑞成这时从楼上下来, 听到大哥用微信了, 惊讶地走过来, 测了测身, 看了一眼, 嗯, 你连个头像都没有。 木少林关掉了跟软白的聊天界面, 表情英质。 为什么他不回复? 在跟女人聊天啊? 木瑞成坐到沙发另一侧, 公子哥坐派十足, 抬起腿搁在茶几上,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对面那个冷脸大哥, 我看对方头像, 是个女生爱用的卡通头像。 跟人家聊天, 你怎么还臭着一张脸? 外头听墙根的老爷子, 也皱起眉。 木瑞成惊艳老道地分析, 问, 你主动追的人家? 人家还不乐意跟你在一起? 哇, 这得什么级别的女人啊, 连钻石及单身汉都瞧不上。 别施欲情故纵吧? 掉你胃口, 逼你给他名分? 他这位大哥向来禁欲冷酷, 不惜女人接近。 如今冷不防就掉入了情网, 木瑞成真怕自己这位商场上手段很辣无比的大哥, 一世英明, 都毁在女人手里。 木瑞成了解女人, 八戒上一个有钱男人, 他们第一目的就是嫁进豪门, 第一目的做不到的情况下, 选择第二目的, 捞上一笔。 但凡女人, 无例外。 木少林放下没来消息的私人手机, 随口道, 肤浅。 是啊, 现在的女人想找个不肤浅的太难, 大哥你看我, 最近都没招女人了, 受不了, 他们一个比一个肤浅。 木瑞成以为大哥要回头试案。 我说你肤浅。 木少林双眸战黑如墨。 木瑞成点烟的手, 顿住。 卧槽, 他大哥究竟是被外面哪个狐狸精给迷住了, 竟然六亲不认了。 给我, 软白在家, 抢回被李妮拿走的手机。 李妮看到软白宝贝似的, 把手机抢回去, 低头查看消息, 忍不住瞪大眼睛道, 小白, 你有情况啊? 这个男人, 魅力这么大。 才见一次面, 就让你陷得这么深, 你看你脸上红的。 软白终于看到了木少林发的消息。 从今天起, 只要你点头, 我是随时可以成为你丈夫的男人。 恋爱是个美好甜蜜的过程。 男人这个时候许夏的承诺, 半真半假, 信不得, 也许只是头脑一热。 但木少林许夏的承诺, 软白相信他是真心的。 软白抬起头来, 看李妮。 重新开始一段恋爱, 他不想瞒着最好的朋友, 尤其是一起同住的朋友。 只包不住火, 早晚会露出来。 软白看着李妮, 紧张地道, 这个男人, 不是跟我相亲的那个, 相亲没成功。 李妮有些意外, 不是相亲的男人, 那是哪个男人? 你跟我哥刚分手不久, 我哥先对不起你的, 李妮合理揣测, 分手的这几天里, 有人追你。 并且, 你也看上对方了。 软白点头, 嗯。 李妮, 不用观察看看吗? 万一, 万一也是个人渣。 软白觉得这样好乱, 就一股脑地把事情都说了。 李妮听得一脸猛闭。 木瞪口呆地看着软白, 过了很久, 他才消化完这个爆炸性的消息。 李妮傻笑起来, 瞠目结舌, 藏得太深了。 木, 木总, 我们的老板。 软白蜷缩在沙发里, 闷头不语。 小白, 给点反应啊, 那是老板啊。 替集团的大老板, 你捡了一个金矿, 不不不, 俗气, 什么金矿, 你是白捡了一个。 啊, 什么形容词才合适呢, 急死我了。 李妮快要抓狂了, 膜拜地看着软白。 快回复啊, 老板要等急了。 李妮拿过沙发上的手机, 塞给软白, 我有罪, 我不该跟你开玩笑, 抢你手机。 软白回复消息的时候, 忍不住想起李宗求婚时, 对他说的话。 小白, 你要明白, 这世上再也没有哪一个男人比我更早地爱上你, 更坚定地爱着你, 这是李宗求婚那天说过的话。 现在, 软白知道, 这话是错的。 这世上有另一个男人, 更早地爱上了他, 在他懵懵懂懂, 还不知道男女情爱是何物的时候。 沐家老宅。 沐少林躺下了, 却睡不着, 辗转反侧地翻身, 起来, 第一次起来, 去喝了半杯白水, 第二次是去洗手间, 第三次到阳台上抽烟。 三次起身, 她的视线都紧盯着搁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没有任何消息。 第四次起身, 沐少林长身立于阳台上, 深沉的眉目不越皱起。 拿过烟盒, 撵出一根烟搁在唇边, 点上, 扔下打火机的时候他想, 自己是不是太上赶着了。 上赶着不是买卖这句话, 很通俗易懂。 男人薄唇以及口腔里沾染了烟草的好闻味道, 手指尖的香烟燃着, 米古丁的作用下, 他下定决心, 要对他冷淡些, 不能太宠, 不能浇灌坏了。 等他发给他消息的时候, 他也不回复。 嗡, 手机震动。 沐少林回头, 墨地看到黑暗的卧室里, 床头柜方向有一抹光亮在闪烁。 男人几乎一秒钟都没耽误地回了卧室, 动作急迫, 导致褐色睡袍下的大腿磕在坚硬床脚上, 疼得皱眉, 但他还是第一时间去拿起手机。 我知道了。 软白纸淡淡地说了四个字, 语音, 不是打字。 沐少林抑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说好了冷着他, 可还是立刻按住说话, 嗓音是蓄烟后的沙哑, 明天, 我们一起开日出。 好啊, 他软软地两个字, 听得男人原本冷硬的五官柔和了几分。 第一次触摸到两情相悦的滋味, 沐少林睡不着觉。 三点起床, 他拿了车钥匙出门。 沐瑞成去夜店玩玩才回来, 打着喝歉, 迎面碰到西装革履,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大哥, 见鬼了似的, 问, 大半夜的, 您要去干嘛? 沐少林无视周围一切生物, 娶了车, 上车, 到车离开。 沐瑞成望着消失在别墅门口的那辆骚包跑车, 摇头, 则, 果然是有女人了, 凌晨三点开着跑车出去骚, 难不成要跟人家坐车上运动? 软白从小区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那个站在哪里, 哪里就是一道风景线的男人。 沐少林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等待他过来, 在他真的过来时, 他打开车门, 让他上车的同时, 塞进他手里一杯热饮。 现在夏天, 可凌晨三点多, 避免不了有一丝良意。 软白心里很温暖。 车上, 他到底还是睡着了。 出门时告诉自己, 不可以困, 要陪他说说话, 你没睡好, 对方也一定没睡好。 沐少林认真专注地开车, 跑车行驶在深夜的街道上, 比白天安静许多, 行驶了二十分钟, 到达看日出的地点。 看了一眼万表伤的时间, 在看向睡着了的他, 他不忍心叫醒。 日出错过了, 可以再看。 这时, 街道上一辆车经过, 鸣了一声响笛。 软白吓得醒了过来。 沐少林阴智的视线, 从那辆呼啸而过的车上收回, 转而看他, 温柔地轻声说, 到了, 我们去顶楼。 软白迷迷糊糊地看向外面, 这是T集团大厦门口。 下车, 跟他上去。 后背忽然一阵暖意, 他差一回头, 看到男人健硕的身躯贴了过来, 再抬起头, 发现沐少林不知何时已经脱下西装外套, 披在了他身上。 我不冷。 他很抱歉, 被他照顾得太无微不至, 他会觉得欠他太多。 睡醒后小心着凉, 小孩子都需要这样被大人照顾长大。 沐少林不容置会, 暗住已经披在他身上的外套。 软白感受着他的体温, 依旧恍如梦中。 T集团大厦的顶层, 他第一次上来, 现在四点半了, 城市景色一望无际, 他从未在这样的地点这个时间看过这幅美好的画面。 即将日出, 天边的金黄色逐渐蕴染了这座城市, 像富油画。 微风吹起软白的发丝, 他无声地笑出来。 感叹, 景色的精致。 沐少林满足于首次看到他的笑颜。 在我记忆里, 你很少笑。 他想说, 他基本没笑过。 男人滚烫的身躯从后贴上来, 伸手圈住他娇小的身体, 他附身低头, 稳住他后脑勺的黑发, 闭上眼睛, 认真呼吸着他的发香。 把你以后的生活交给我, 不能再哭了, 如果再哭, 那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 沐少林搬过他的身体, 面对着面, 在日出见长的时候, 低头, 吻上他微张的唇。 软白伸手, 胆怯地慢慢搂住男人剑术的腰迹。 仰起头, 送上唇瓣。 他不会主动接吻, 只知道不要再躲了。 他要瞬息他, 他就伸出蛇给他。 沐少林大手拥紧了他, 隔着衣服来回搓揉着他单薄的后背。 他的主动, 彻底粉碎了男人的自制力, 他将他的唇瓣狂纳入口中。 嗯, 软白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成熟男性的身体压下来, 不是开玩笑, 他是那样的凶猛结实, 将他牢牢压在天台栏杆上。 嗯, 啊, 苏麻快感接踵而来, 只是接吻, 就已经很缠绵激烈, 软白开始推着他的胸膛。 慕少林沉沦其中, 从日出刚露出一点, 到日出生起, 软白的唇瓣还是没能得到解脱。 自制力已经被粉碎失控的男人, 风磨了斑, 灼热地呼吸在他耳边, 发出暧昧声音。 没得到你时, 我知道我爱你, 得到了你, 想你的感觉, 非但没有得到缓解, 相反越来越烈。 他又急又狂地亲吻, 使他大脑一片空白。 直到六点钟, 他才被他放开, 离开顶楼。 没到上班时间, 所以公司里没人, 但软白跟他走在一起, 还是不敢抬头。 两人上车。 慕少林将车驶离T集团门口, 说道, 陪我接一趟战战软软, 送他们去我舅舅家。 你自己去接吧, 我想回家了。 软白脸上的热议还没退散, 恋爱他也没谈过, 但跟李宗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这样。 慕少林太霸道, 喜欢吻他, 摸他。 口腔里他自己舔一下, 感觉微微地刺痛。 怕什么, 我的家人你早晚都要见。 慕少林认定了, 这辈子老婆人选只能是软白, 等他准备好了, 立刻见家长。 软白感动, 也害怕。 慕少林的父亲是慕氏家族的人, 慕氏在这座城市有几十年的稳固继业, 若不是他父亲中年时期疑似乱搞婚外情, 也不至于被舆论和道德打垮, 连累公司, 引起股市震荡。 他的舅舅在商界地位应该也不低, 慕少林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据说出身跟慕氏门当户对。 八卦新闻上, 软白不经意地也看到过一些。 站站和软软出来的时候, 像小鸡仔见到妈妈一样, 先是诧异地惊喜住, 接着一股脑都挤到了软白的身后。 一边一个, 从后抱住软白的腿。 软白求助地看向慕少林, 软软撇着小嘴, 不去车上。 臭爸爸昨晚回来的时候还很高兴, 到了后来, 就冷着一张脸, 看谁都不顺眼。 两个小家伙今早见了他, 难免惧怕。 软白还不知道, 因为他一个晚回复的消息, 慕家老宅里, 昨晚夜不能寐的猛男, 脸上究竟发生过多大的转变。 确定不上车? 那你们就永远不用上来了。 慕少林恢复了平时的严肃冷峻, 问向那两个黏住人的小孩子的同时, 下车拽过软白。 软白一动, 两个抱住他腿的小家伙也被拖动。 软白无奈, 低头说, 好了, 我们先上车, 你们生什么气, 告诉阿姨。 慕少林甩下脸色, 回到车上。 软白将两个小家伙照顾上车, 一起坐在车后排座位上。 慕少林回过一趟老宅院子, 把之前开的跑车停了回去, 去孩子舅舅家的路只能开越野车, 因此, 他开了另一辆路唬出来。 软白站在老宅外等。 慕少林并不打算这个时间让他进去认识爷爷和母亲, 蔡姨, 慕瑞成, 这些人在一起, 恐怕会直接吓跑他。 小白阿姨的嘴巴好像被蚊子咬了, 又红又肿, 软软拎过小书包, 翻找蚊虫叮咬的小荷药膏, 翻出来说, 小白阿姨, 我和哥哥被蚊子咬了, 就涂这个, 很快就好了。 接过药膏的软白, 慕少林的视线从后视镜直接看向软白。 他的红唇娇艳欲低。 软白对世上男人充满异味的视线, 尴尬地别过头去。 在去慕少林舅舅家的路上, 慕少林, 赞赞和软软, 一家三口, 再加上一个软白, 找了一家餐厅坐下吃早餐。 软白很局促不安, 他跟慕少林, 那么格格不入。 还好, 他今天穿了职业装, 原本担心看完日出, 就到了上班时间, 没办法回家换衣服。 现在别人看过来, 希望都会以为他是慕少林的秘书。 赞赞和软软怕爸爸的样子, 都被软白看在眼里。 趁着爸爸去洗手间, 软软吃得一嘴草莓果酱, 还不忘告状, 小白阿姨, 我爸爸真的像没长大的孩子, 总气哭我。 哥哥还好, 比我坚强些, 没被爸爸气哭过。 战战负荷地点头, 爸爸坏脾气, 不喜欢跟人沟通, 我们很想认真疏导, 他的心理问题, 但他好像觉得自己没病。 软白轻笑地给软软擦了擦沾染果酱的小嘴。 慕少林从洗手间回来, 看到餐桌上气氛融洽, 极度地问了一声, 摇什么了, 好像聊得很开心。 你回来, 我们就不开心了, 切软软用勺子戳着面包片, 我跟小白阿姨讲, 你身为爸爸, 气哭我多少次了。 小白阿姨, 你可不要做我爸爸的女朋友, 嫁给了我爸爸, 准有你哭的时候。 软软说得信誓旦旦, 操碎了心的劝道。 软白看似很听劝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 慕少林喝了一口热牛奶, 温度刚好, 而软白的那杯热牛奶, 被服务员才端上来, 他伸手调换, 喝我这杯, 不烫了。 软白, 站站和软软对视了一下。 爸爸, 在关心小白阿姨吗? 他也会关心人家呀。 又被什么东西附身了的感觉, 脸上时音时情, 忽冷忽热。 半个小时, 早餐用完。 两个小家伙走在前面, 背着小书包, 软软趴在哥哥耳边, 不知道在偷偷说什么。 慕少林从后搂住软白的腰迹, 不过分亲密, 但也对外人彰显了他 身为男朋友的权利。 软白很不自在。 别这样。 他躲了一下, 担心被人看到。 他其实没什么, 但他不行。 慕少林的一举一动, 万众瞩目, 八卦记者不盯着他 是因为他洁身自好, 跟拍几年 也未必能拍到什么花编新闻。 但自此以后不同了。 软白担心自己 成为他的舆论负担。 别哪样? 慕少林跟他走在 距离孩子两米远的地方, 声音很轻, 跟我睡在一起以后, 我允许你这样叫。 软白, 停车的位置 距离餐厅有一段距离。 软白不想听他 调戏他, 正经地说道, 你平时吓到软软了, 软软是女孩子, 那么小的年纪, 会吓出心理阴影。 小孩子瞎说。 慕少林一脸, 他根本没有吓过 女儿的模样。 好吧, 软白懂了。 这个男人平时的模样 就是冷硬的, 除非多笑, 但让他多笑, 显然不太可能。 慕少林想起 女儿之前对 软白说的话, 小白阿姨, 你可不要做 我爸爸的女朋友, 嫁给了我爸爸, 准有你哭的时候。 别听软软乱说, 我不会弄哭你, 床上不算。 慕少林 以待深意地说道。 可, 我去帮软软拿书包, 软白快步走到前面, 跟两个小孩子 相处比跟大人 相处来的自在。 他是成年人了, 24岁, 当然知道床上, 他让他哭指的是什么意思, 慕少林的舅舅 家住得有些远。 两个小家伙被送到之前, 慕少林接了他舅舅的电话。 所以到的时候, 他舅舅和舅妈 已经在院子外等了。 这是郊区的一处别墅群, 环境清幽。 舅爷爷, 软软过去, 跟舅爷爷很亲近。 站站比较小男子汉地站在一旁, 拎过妹妹, 大热天地, 不要黏着舅爷爷和舅奶奶了。 那时, 舅爷爷抬起头的时候, 意外看到慕少林身边站着的女人。 软白立刻打招呼, 您好。 哎, 好。 舅爷爷盯着软白看了几眼, 愣住了。 慕少林顺着舅舅的视线, 也看向软白, 软白脸上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唯一引人注目的, 就是他的纯美无害, 干净好看的长相。 软白分别跟慕少林的舅舅和舅妈 礼貌地打了招呼。 慕少林诧异舅舅的奇怪眼神, 问道, 怎么了, 舅舅。 这时, 舅舅的眼睛 从软白身上一开, 问自己这个西装鼻挺的大外甥。 我, 我是他的秘书。 软白说道。 慕少林先开口, 恐怕会说, 她是他女朋友。 跟着老板一起叫舅舅舅妈, 他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慕少林的长辈, 并不接受他这种身份地位的普通人, 认为他配不上慕少林, 那他岂不是自讨苦吃? 慕少林体贴他的感受, 因此, 没有纠正。 舅舅点头, 疑惑地说了一句, 秘书。 很快, 慕少林带软白一起离开。 上班的时间快到了。 软白上车以后, 系好安全带, 我跟我爸约好了, 今天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我请了假, 下午再去公司, 到了市区, 你把我随便放下就行。 我跟你一起过去。 慕少林启动了车, 说道, 不行, 我爸, 他想说, 他老爸那里, 还不知道他的存在。 让老爸接受一个有钱男人做未来的女婿, 还需要一番言辞去说服。 慕少林懂了, 伸手过去摸了摸他的后脑, 安慰道, 明白, 我会证明给你爸爸看, 有钱人不一定都人品有问题。 软白点头, 独栋小别墅里, 软软和站站在院子里玩, 抱着两只软乎乎的小橘猫, 舅爷爷望着院子里的两个孩子, 皱眉思索, 对老伴说道, 当才少林旁边的那个女孩子, 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哪里眼熟了? 一个秘书而已, 长得是挺好, 少林喜欢就让他喜欢, 那么大的男人了, 谁还能干预他, 交往什么女人? 舅奶奶浇着花, 念叨, 舅爷爷摇头, 不是说这个, 我是看他长的, 你仔细想想, 他跟谁年轻的时候长得像, 太像了, 舅奶奶无语地叹了一声, 中国人多, 长得像的, 像来也不少啊, 那个电影明星夏宇和家友儿女里的张一山, 长得也可像了, 比亲兄弟还像。 舅爷爷转身, 没法聊了。 舅爷爷背着手在身后, 去了客厅。 舅奶奶一手扶着老花镜, 一手拎洒水壶, 继续交窗台上, 那些快开了的花。 客厅有一口年代久远的柜子, 红色青面, 大朵的牡丹花图案, 每一片绿叶都十分逼真。 将柜子的柜盖拿下来。 柜子左侧放着一摞报纸, 舅爷爷有收藏旧报纸的习惯。 报纸上头, 放着一本厚厚的相册。 舅爷爷拿出相册, 翻了几页, 终于找到那张记忆中的照片。 照片中一共四个人, 一个是年轻时候的舅爷爷本人, 并外三个, 均是二十来岁如花般年纪的女孩子。 这张合影里, 张亚丽站在中间, 身穿那个年代很流行的红色长裤, 脸上的表情, 没有其他两个女孩子开心。 张亚丽左侧, 站的是年轻时的舅奶奶。 张亚丽右侧, 站的是她的闺蜜, 年轻时候的周青, 一身白裙子, 两条精致的黑色麻花辫。 虽然这张照片是二十八年前拍的, 但舅爷爷觉得自己还没老糊涂, 不可能记错那张脸。 看了半天, 舅爷爷突然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出来给老板做秘书的女人, 想必只是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舅爷爷想得入神, 丝毫没注意到老太婆交完花进了屋。 舅奶奶看到照片上的四个人, 脸色当即不好了, 指着那个周青对自己老头子说, 偷偷摸摸看人家照片, 能解你相思之苦。 说什么下话? 舅爷爷生气地收起照片, 把老舅的相册塞到柜子里去。 敢看人家照片, 你不敢承认? 张义德, 别说我没提醒你, 人家周青可是省委书记的老婆。 当年人家就看不上你, 你也真够可以的。 当年三十七八的年纪, 也敢暗恋一个小女二十岁的姑娘。 舅奶奶十分嫉妒。 想到老头子年轻时喜欢过别的女人, 就火大。 舅爷爷没辩驳, 转身出了客厅。 一大把年纪了, 计较这些没意思。 周青是张亚丽的闺蜜, 从小一起长大, 舅爷爷身为张亚丽的哥哥, 喜欢上妹妹的闺蜜, 爱而不得, 但舅爷爷并没有极度遗憾过。 周青嫁给了一名优秀的军人, 生活幸福美满, 如今周青的丈夫更是成了省委书记。 张亦德只是心疼自己妹妹, 相比周围一起长大的女孩子们, 妹妹的感情和人生就要坎坷许多。 第一医院, 穆少林送软白过来。 软白下车, 关上车门, 回头对他说, 慢点开车。 穆少林没有多说什么, 看着他进入医院的鲜柔身影, 收回视线, 拿起手机就打了个电话, 说道, 你立刻联系第一医院的正院长, 有位性软的肺癌患者, 帮我特殊照顾。 建了医院的软白, 有些心神不宁。 他18岁的那年, 父亲得了肝癌, 但他知道的时候, 老爸已经住院治疗中, 手续相关问题, 他都没有参与处理。 第一医院很大, 走了很久的台阶才进去, 这是一幢抗日时期留下的老建筑, 外墙建造的, 一看就很厚实坚固。 软白在过去问导诊的时候, 却听导诊反问道, 你好, 请问你父亲姓阮吗? 软白诧异了一下, 点头, 是, 请跟我来。 导诊小姐态度极好, 为他指路。 软白拘谨地跟着进去, 挂号建专家。 不用想也知道, 这恐怕是穆少林的手笔, 李妮也来了医院, 见到软白, 就问, 叔叔还没来吗? 软白摇了摇头。 软力康说了一定回来, 不用他接。 软白知道, 老爸是怕他跟李慧真母女发生冲突。 别太难过, 我会心疼, 人这一辈子遭遇什么都是改不了的命。 李妮不知道怎么开导软白。 五年前, 软白被父亲患肝癌折磨过一次, 如今的肺癌对于软白来说, 只是雪上加霜, 从冷变得更冷了而已。 这次的打击不会直接冻死软白。 怎么取暖, 苟延残喘地活着, 软白有经验。 十点多, 软力康打来电话。 小白, 爸下午一点才能去医院, 你先回你们公司上班。 软白担心老爸不来, 说, 我在医院等, 你不来我不走。 软力康说, 一定去, 忙完手伤的事就去。 李妮在一旁贴着耳朵听到了, 在软白挂断的时候, 说, 我们先去外面喝点东西, 慢慢等, 医院空气太差了。 嗯。 软白跟他一起下楼。 医院电梯里总挤满了人, 软白和李妮只能走楼梯下去。 到了三楼楼梯转角的时候, 软白迎面看到, 窗前站着的两人, 一个是一脸愁云的软美美, 一个是一脸紧张的王娜。 妈, 你怎么在这儿? 李妮惊讶。 软美美看到软白, 二话不说, 就往妇产科走。 王娜瞪了一眼爱事的女儿和软白, 回头抓住软美美的胳膊, 哀求道, 美美啊, 这个孩子你不能打, 那是我们李家的骨肉, 你行行好。 李妮一听, 眼神立了起来, 对软白说, 前面等我。 软白点了点头, 从分手以后, 李家的事情就跟他再也没关系了。 他不想牵扯, 只好去前面等李妮。 软美美眼泪汪汪地对王娜说, 阿姨, 不是我不想生这个孩子, 是李宗不敢认这个孩子, 他觉得认了这个孩子, 就是对不起别人。 这个别人, 明显指的软白。 软白觉得, 从天而降一口黑锅, 压在了自己身上。 同时, 软美美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七楚的眼神也意犹所指的, 看向了前方等待李妮的软白。 王娜瞬间明白了, 正了正脸色说道, 美美, 我那个儿子就是太傻了, 被外表单纯的女人给骗了, 她也是个可怜人, 你们都是好孩子, 都是可怜人。 阿姨给你做主, 还没个王法了是吧? 我儿子认了自己的骨肉, 就是对不起别人。 她个不要脸的死女人, 给我儿子戴那么多顶绿帽子, 怎么还活得好好的? 甜不知耻的不是你, 是她。 软白听到了, 毕竟王娜骂的声音那么大, 医院里很多排队的人, 都在楼梯口探头弹脑的围观。 李妮看着老糊涂的亲妈, 还有颠倒黑白扮演白莲花的软美美, 右手狠狠的一巴掌, 重重地扇在软美美的左脸上。 随着清脆的啪, 被一声巴掌响起, 同时响起的, 还有王娜的怒吼叫喊, 你这个死丫头, 敢打你嫂子? 打坏了肚子里的孩子, 你负责得起吗? 这个孩子, 我死都不会生下来, 软美美不知道真哭还是假哭, 说完, 捂着脸, 离开了。 王娜来不及打女儿一巴掌, 急忙追了出去。 边追边, 继续央求, 美美, 你慢着点, 肚子里还有我的孙子呢, 阿姨给你做主。 你说嫁过来没安全感, 生下孩子没保障, 那你告诉阿姨, 教教阿姨, 阿姨到底怎么做你, 才能有安全感有保障? 着急抱孙子的王娜, 第三下四的跟在软美美后头。 这个贱人, 不祸害得我们家家破人亡不罢休了。 他一哭二闹的, 不就是想逼我爸妈给他全款买房子吗? 李妮气得原地大口喘气, 咬牙切齿。 自己老妈怎么就这么糊涂, 被一个贱货的拙劣演技, 耍得团团转, 下楼的时候, 李妮还在骂, 这种烂货, 我那个傻逼哥哥怎么对着他吓得去手的? 脏死了, 被有钱男人玩够了玩烂了, 人家不要他, 现在学聪明了, 找我哥这种美脑子的接盘, 别让我再看到他, 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李妮火冒三丈, 恨不得撕碎软美美。 医院外的一家奶茶店, 李妮坐下, 还忍不住小声嘀咕, 你们出国的时候我告诉过我哥, 让他离软美美远点, 可他呢? 没听, 先是朋友后, 是妹, 然后就成小宝贝。 软白无奈地低头。 11点, 慕少林的电话打了过来。 软白看了一眼李妮, 低头接起, 没说话。 旁边有人。 慕少林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 嗯, 他还不习惯当着朋友的面跟他说话, 才热恋一天不到, 怎么跟对方相处, 也是他还搞不明白的。 慕少林问道, 午餐吃了没有? 点了, 还没上来, 我跟李妮在一起。 李妮在一旁猜到了是谁打来的, 用口询问, 老板大人吗? 软白点头。 慕少林又询问了医院这边的情况, 远想过来, 但软白说他老爸还没到, 下午来了, 冷不妨见到他, 肯定吃惊。 慕少林只好作罢。 下午一点, 软力康来了医院。 有慕少林的话在前, 医院方面可谓尽心尽力地对待软力康, 住院的病房给安排得最高级的, 男康护一名, 女康护一名, 又特配了专业教授医师看诊。 软力康患上病患服, 躺下之前问, 小白, 这, 爸, 我一个同事在医院里有人, 所以, 软白不知道自己编造的理由靠不靠谱, 其实细想, 是很不靠谱的。 软力康不信, 但也没说什么。 医生开始为他检查身体, 软白只能出去。 李妮靠着抢小声说, 你没告诉你爸, 老板跟你在谈恋爱吗? 软白摇头, 坐在病房外的椅子上发呆地说, 如果我爸知道了, 他会宁可不治病, 也要搞清楚怎么回事。 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就会断定老板欺骗我感情, 跟我玩玩罢了。 其实, 李妮欲言又止, 但又觉得好朋友不会生气, 想到什么说了什么, 其实你爸偏激了, 如果真像软美美他妈说的那样, 你妈妈年轻时, 是跟有钱男人走的, 那你爸恨有钱男人情有可原, 毕竟抢走了他老婆, 但你爸不应该说, 有钱男人就是渣男, 玩弄感情, 起码那个有钱男人没玩弄你妈妈感情, 除非, 你妈妈, 后来又被有钱男人耍了, 你爸知道内情, 软白低头不语, 他始终觉得, 老爸应该知道, 妈妈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了, 只是不说出来, 一直以来顾虑到老爸糟糕的身体情况, 不能受刺激, 他都忍住不问, 久而久之, 心里也淡下去了想知道亲生妈妈是谁的想法, 坐在椅子上, 李妮拿出iPad, 打开一部下载好的日剧, 他把耳机塞给软白一支, 说, 看一会儿, 打发时间嘛, 也好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然, 心总是紧紧地揪着, 软白很少看剧, 看了一会儿, 软白不可思议地摘下耳机问李妮, 这种电视剧也能播, 亲兄妹在一起, 违反人伦, 不是, 怎么可能亲兄妹, 李妮摘下耳机说, 男女主角不同父, 也不同母, 第一集你没看, 所以你不知道, 他俩没有血缘关系, 软白这还勉强能接受, 继续看, 软力康的检查, 进行了两个小时, 还没检查完, 有些是需要明天空腹早上检查的, 软白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老爸很痛苦, 李妮三点多的时候, 被公司一个电话叫回去, 安顿好老爸, 软白也离开医院, 私事请假处理完, 回到公司, 软白就要加班, 周小素知道, 软白跟老板的关系, 但部门部长不知道, 因此公司分明, 安排了工作给软白, 软白没有抱怨, 也不觉得累, 过了下班时间的办公室, 只剩软白一个人, 加班到七点半的时候, 外面天黑了, 璀璨的繁华景象映入眼帘, 软白暗了暗太阳穴, 起身去茶水间泡了一杯茶喝, 突然, 他听到响动, 软白平时胆子不小, 但办公室空荡荡地不如家里, 他有些怕, 男人沉稳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放下手里的杯子转身, 怕会是李宗, 可是下一刻, 在他转过身之际, 男人健硕有力的身躯, 就紧紧把他压在茶水台前, 火热地吻, 落在他白皙的侧颈上, 你怎么来了? 软白没想到是他, 站站和软软去了木少林舅舅家, 晚上要接回来, 他这么快接完回来了, 不如我们立刻就结婚, 木少林低头, 薄唇包裹住他的唇瓣, 软白眷恋男人的温度, 与炽热的眼神, 在狭窄的茶水间里, 周围安安静静地, 只有他瞬息他皮肤的暧昧声响, 他也肆无忌惮起来, 无助的时候, 意外有了他结实的肩膀可以依靠, 他以唇舌回应他, 怯懦柔软的双手, 也沿着男人精壮的腰身抚摸上去, 唇舌逐渐升温, 变得烫人, 在被男人边吻边拖地抱到茶水台上的时候, 软白的大脑一片空白, 有一根弦绷得紧紧的, 仿佛随时都能断开, 嗯, 他仰起头, 受不了这个程度的亲热, 男人薄唇碰触到他小腹的时候, 他摇头, 不, 不要碰那里, 他轻起的唇一出伸口筋, 急喘着气, 红肿的唇在被堵上, 狂吻使他身体发抖, 口中绵软的声音也被拉长, 黏腻地划过木少林的耳膜, 想要了? 他呼吸声早就不正常了, 软白被男人想要了? 这句话说的, 舒然找回之前瓦解了的理智, 推开他, 趁他一个不留神, 从他身前挤了出去, 木少林伸碎双眼, 已经暗红一片, 体内某种因子沸腾浓烈, 浑身冷冽地, 上前一把, 将他重新给扯了回来, 抱在怀里, 脸对着脸, 手臂圈住他的后背, 只靓呛了两步, 他就把他压在了酒红色单人沙发上, 不想要? 他蛊惑的声音, 叫他听了脸红心跳, 周围蔓延起无边爱火, 软白承认, 他从情窦初开的时候, 就暗暗喜欢这个男人, 但那不代表喜欢, 就要立刻做那种事。 嗯, 试图说, 不要的双唇, 被男人再一次堵住, 蛇根被吸吮得微微发疼, 茶水间里, 只有男女口舌交缠的暧昧声响, 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来, 为男人周身增添了厚厚一层更成熟稳重的气息。 软白沉沦其中的, 闻着他身上尼古丁的味道, 以及濒临爆发的荷尔蒙味道, 强烈, 可怕, 压迫着他。 我, 嗯, 还有工作要做, 啊, 他说起工作, 却激怒了男人, 话言未落他, 被他结实的手臂从沙发上捞起来。 找不到着落点, 下一刻, 身子又被男人狠狠压在了一米多宽的保鲜柜前。 冰凉柜门上的凉衣, 隔着衣服, 近袭着他滑腻的后背。 慕少林紧贴着他柔软的身体, 不留一丝缝隙, 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干燥略有保险的男性大手, 隔着衣服在他的身体上尽情抚摸。 到了他那里, 慕少林也丝毫没有注意轻重的用力搓起来。 胸口所有的氧气都快要被压榨没了。 软白细碎的英明。 身上的黑色修身裙, 不知何时也被男人用大手粗鲁地扒了下去。 慕少林终于彻底失去了忍耐力, 沉寂多年的欲望找到了爆发, 找到专属于他的倾诉口。 他生得那样水嫩, 别怕, 别躲, 宝贝, 他克制的嗓音里有着胶着的热情, 压住了他, 不允许他闪躲。 有什么碰到了腿, 一阵粘腻的感觉让他浑身站立。 他喘着气低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慕少林此刻的动作。 他一边捧着他的后脑勺吻他, 一边解开腰间的金属皮带扣。 那个, 触目惊心地, 各到了他小腹。 不行, 这样, 这样太快了, 软白知道自己不是什么贞结恋女, 身体在五年前给过别的男人, 而且还不止一次。 可这次毕竟是正常恋爱, 短短的一天相处下来, 就要这样吗? 慕少林认定了他是他老婆, 下一分钟领证他第一个愿意, 低头含住他娇羞的耳垂, 轻轻啃咬, 发狂了斑, 越来咬得越重。 苏麻的站立感贯穿全身。 软白神经虚软的情况下, 身体猛地被男人翻转了过去。 背对着他。 他趴在保鲜柜前, 惊恐万分地感受着身后男人的力量, 转过身来之前, 他恍惚看到他那微醋的眉头, 放红的锁骨。 慕少林掌心的热度早已超出了正常人体温, 体内那头狂猛的野兽被唤醒, 他像砧板上的肉, 被他沾惹, 注定要被他完完整整吞入腹中。 放轻松, 你会喜欢上他, 慕少林语气认真的说道。 从他身后吻着他细白的脖子, 分散他恐惧的注意力, 他大手散发着干燥的热度, 按在他肚脐位置。 恐惧慌张的感觉让他像个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 头昏脑胀的乌液着他在保鲜柜前, 身体颤抖不已, 大脑神经催使着他大口喘气, 强烈的羞耻感, 侵袭着他脆弱的灵魂。 慕少林用嘴唇撕磨他白皙薄梗的皮肤, 还有红红的耳根。 他挺身。 这一刻, 他甚至清晰听到了自己压抑的喘息低吟。 不, 他承受不了他的力量。 如同他狂吻他的时候, 力道刺痛。 不行, 啊, 出去, 他清楚自己不是第一次, 可真的容纳不下他。 慕少林额头上有青筋被击起来, 软白背对着他, 虽然看不到, 但低头时却看到了他手臂上抱起的一根根青筋。 痛, 啊, 不要了, 他贴着保险柜胡乱地摇头, 眼睛迷蒙地往左侧看去, 只看到男人的手臂上的青筋, 每一用力都会爆出来。 慕少林猴头发紧, 嗓子发干, 纵使心痒难耐无法忍受, 可他的痛呼声弥留在耳边, 叫他不舍继续, 却又退无可退, 翻转过他的身体, 男人一边吻他的嘴唇一边用手撕磨安抚他的身体。 只是, 他竟越来越小, 更加容纳不下越来越嚣张的他。 软白被折磨得有了空虚感, 也很想要。 睁开快要被泪湿的双眼, 他仔细看着身前这个硬如铁的男人, 他抚摸他后脖梗的那只大手, 更是温度烫如烙铁, 所到之处, 活活辣辣的一片。 没有女人能经受得了这样的诱惑。 想要被他填满的感觉越发强烈。 他在尝试, 眉头深深促起。 他双手抱着他的脊背, 手指沿着他脊背硬朗的线条滑下, 疼得咬着牙, 打起哆嗦。 到了这个地步, 他不想再退缩, 也没有了退缩的意义。 最后, 他疼哭了。 修剪得干净整齐的指甲, 几乎嵌入了男人脊背的皮肤, 软白这一刻无助,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怎么回事。 他不是不想给他。 穆少林硬是把开了闸的洪水拦截住, 反复亲吻他的额迹, 嗓咽暗哑, 心疼道, 对不起, 怪我太心急, 慢慢来, 多做几次就适应了。 他抬起脸, 白皙的双颊上划过泪痕。 穆少林亲吻掉那些咸色泪水, 脑海中有了个霸道自私的想法, 这个女人, 她这辈子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手, 下辈子, 下下辈子, 她永生永世要定了她。 疼得严重不严重? 去医院? 还是叫医生过来? 穆少林整理好她的衣裙, 为她披上外套, 低头看着她疼惜地问道。 软白摇了摇头, 穆少林拨弄着她凌乱的发丝, 将一缕头发别到她耳后, 啄了一下她粉嫩的唇, 说道, 找个地方休息会儿。 我工作还没做完。 软白闷声地低头说, 躲避着她完全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炽热视线。 工作归工作, 领了薪水就该做完, 她不想耽搁, 那张图名早不长急需。 穆少林似是能读懂她偶尔的倔强, 转身走到她的工作位前, 伸手快速整理了她的笔记本电脑, 一手拿着。 软白的手被她另一只手攥住, 双颊泛红地随她离开。 手牵手一起走过办公区域, 走过电梯, 穆少林出了公司, 打开车门让她上车坐好。 而后, 她转过身去, 低头皱眉点了一根烟抽。 男人精致地五官脸庞, 吹着夜晚凉风, 但身体的热度仍是持久不散。 她从荷尔蒙正旺盛时期认识的她, 篮球场上回头一瞥, 一眼注意到, 她那张能激起, 她保护欲的小脸, 身体也是小小的一只, 不仅没发育好, 似乎还有些营养不良。 但往后的日子里, 她发觉自己脑海里不停闪现的女生, 只有隔壁, 初中那个发育不良的小女生, 对那些发育很好在她眼前晃的高中女生, 提不起半分兴趣。 小镇上男女同学的做事风格要比大城市开放得多, 老师管早恋问题, 管得也并没有A式的严格, 她冲动过, 想过追她。 某个星期五的黄昏, 软白放学往家的方向走, 她跟在她身后。 前方的少女始终有心事的模样, 丝毫没注意到身后跟着高中男生。 在走到她家附近的时候, 她听到了一些闲话。 软家老爷子开我家铁生的玩笑, 说等铁生长大了, 就把小白嫁给我们铁生。 哼, 我们铁生就是娶不着媳妇, 也不可能娶他们软家的那姑娘啊, 小白长得不像她吧, 估摸着是长得像她妈妈, 这长相如果像了, 其他方面也就得像。 就是, 长大了也准是个不正经的, 谁家敢娶? 没过两年日子, 就跟有钱男人跑了怎么办? 哭都找不着掉的哦。 还有啊, 我儿子前天放学回家跟我说, 软家这个小白现在才上初三, 就是个小狐狸精了, 整天捉摸着掉一个有钱男同学, 给他买吃买喝。 慕少林在那天才知道, 软白平时为什么都不会笑。 邻居们的议论声没有避讳任何过路人, 他听得一清二楚, 想必软白也经常听到。 本想追求他, 赶潮流的早恋一回的想法, 因那次的过路听说而压下, 消散。 他并不是跟那些人一样, 嫌弃他是个像妈妈的狐狸精, 长大了也养不熟, 不正经。 他只是心疼他会因为他的出现, 更被邻居们议论不好听的话。 少女时期的他, 应该干净, 他不能沾惹。 他家事复杂, 金钱, 权力不缺, 早已学完了大学课程, 脑子里甚至都消化完了那些课程的他, 蹲了好几集, 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 折服在这个民风看上去并不友好的小镇上。 他可以不惧怕任何谣言, 但他不行。 隔壁初中的小白是卑微的, 从来不抬起头走路, 就连老师校长都注意到了, 他的视线紧紧黏在他的身上, 他却没察觉到过。 其后, 他了解到他父亲在A市买了一套二手房子, 并且早已另取。 至于父亲是什么原因没接亲生女儿过去同住, 他身为一个外人, 在神通广大也不得而知。 他很想带他走, 这是一个埋藏在心里的愿望种子, 每天都在生根发芽, 可现实告诉他, 那不可能, 他想带走他, 首先要跨越的就是双方父母的阻挠。 两个没有独立的人在一起, 会被世人说成不懂事的私奔。 他会跟他妈妈一样, 被邻居说成作风放荡, 跟有钱男人跑了。 慕绍林打消了带他走的念头, 只恨不得快些走入社会, 努力奋斗, 有了坚实的臂膀后, 给他依靠。 前提是, 他也要尽快长大。 他比他小五岁, 慕绍林回忆起曾经那些年对他的等待, 可谓度日如年。 19岁的他, 经常去朋友家喝酒, 不可避免的意外接触到有色影片, 初次了解到男女情爱之事, 他就罪恶地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想着那个弱弱小小的少女, 想将他站为己有的心情, 越来越烈。 直到那年年底, 一场意外发生, 他彻底失去, 主导周围人和事的自我意识, 被爷爷安排退校, 没有知觉地倒下, 离开。 之后的几年里, 他逐渐独立, 首先做的事情是派人照顾他, 不惊动他。 他终于等到软白成年的那一天。 读了高中的女生, 搬来了A市, 跟父亲后妈同住, 他应该还是不开心的, 但至少比在小镇上幸福了许多。 软力康对他还不错, 同时他也发现, A市高中里的男女同学, 对他也很友好。 派去盯着软白的人, 有一天回到T集团顶层办公室, 跟他汇报, 说有个已经上了大学的男生, 对软白照顾有加。 软白到了周末, 也去那男生家里玩。 原因是, 那个男生的妹妹, 跟软白是同学。 穆少林还来不及了解, 那个男生是谁, 以及对软白抱有什么目的。 第二天, 他就得知了软力康患上肝癌的消息。 软白那天放学, 低头走出的学校, 眼泪噼里啪啦的掉落, 他没哭出声音。 穆少林那天去了学校门口, 会议一结束, 他从会议上直接离开, 黑色宾利商务停靠在学校门口, 他经过, 丝毫没注意关心他, 伸手递给他纸巾擦眼泪的成熟男人是谁? 满脑子都是老爸的肝癌, 一门心思只想快点到医院。 只说了句谢谢, 他连看都没看他, 快不离开。 软力康患上肝癌, 寻找肝癌的前提是得有足够的资金。 不知道哪个丧心病狂的介绍了个半百的老头子给软白。 答应给那个老头子做小老婆, 生个孩子, 对方就给他五十万。 穆少林表情最英智的一次就是听说消息的那一刻, 软白就值五十万。 在他心目中无价的女人, 被标价卖了。 还好, 他现在依旧属于他, 光明正大的属于他。 如果不是他那里太紧致, 容纳不下他的保障, 他早已埋入, 嵌进他的身体, 完完全全地再一次拥有他, 将爱从灵魂升华进身体每一个细胞内。 在想什么? 穆少林驱车离开公司, 前往酒店的途中, 问他。 软白摇头? 穆少林专属的这间酒店套房他来过, 并不陌生, 空间感很强烈, 属于男人私密的私人空间。 打开笔记本电脑, 他在这里工作。 其实, 他想在办公室完成工作, 或者回家去完成, 但穆少林皱眉强烈要求, 让他下班时间多陪陪他。 笔记本打开后, 他去包包里找尺子, 可是这时, 去阳台抽完烟回来的男人将他直接打横抱起, 压在床上, 掀开他的裙子说道, 脱了, 我看看之前伤眉伤道。 穆少林记得自己闷哼着往里弄了好几次, 都被卡住, 他那里受伤了怎么办? 软白早已恢复如初的脸颊, 刷得一下又红成了一片。 不用了, 我没事。 他微微皱眉, 想挣脱他再一次开始升温的怀抱, 怕他受不了, 控制不住, 可他的力气根本挣脱不开。 被压在床檐, 男人手伸下去, 他惊恐地看他, 不知道他究竟要做什么。 两腿间一凉。 什么, 被他扯了下去。 他怯懦的视线, 望尽了他身不见底的黑眸, 唇瓣被突然附身压下来的男人牢牢稳住, 沈膝声连连。 他害怕熟悉的痛感再来, 本能地拒绝。 穆少林的下一步动作, 直接让软白的, 脸红的几乎能滴出血来。 他检查他。 软白根本没被他之前的行为弄伤, 只是当时很疼, 现在那骨子疼痛已经得到了缓解。 不要, 不要看, 他挣脱不开, 只好难受地去扯被子, 试图把自己的身体遮住, 不让男人大喇喇地看。 穆少林认真检查了一遍。 没受伤, 他很欣慰, 如果弄伤了他, 他会觉得罪过。 大手抚摸上他的白腿, 一阵战力席卷着他薄弱的意识, 唇齿间的英明因他的热吻而又一次溢出, 羞涩的情潮从他每一个毛细孔里渗出。 软白就快要崩溃了。 换种方式, 我会让你喜欢。 穆少林比他年纪大, 比他成熟, 在这方面是个无师自通的成熟男人。 手上做出的举动, 让他出乎意料, 瞪大眼睛的同时, 下一刻咬着嘴唇, 又不得不闭上眼睛, 全身站立, 紧绷。 双手牢牢抓住了男人的胳膊, 扣着他的西装。 雪白的脚趾也羞耻地蜷缩起来, 身下的被子被蹭压出了褶皱。 穆少林身高腿长, 西装革履的侧身躺在床上, 还是白天绅士的模样派头, 健硕地身躯半压着他, 嘴上细细地粘稳着他的唇半。 嗯,嗯嗯, 很快软白就彻底找不到自己的意识了, 灵魂游离在他手中。 全身朝他贴了上去, 白白的好看脚趾灯的被子一片凌乱。 身体变得发紧起来。 够了,嗯, 他觉得身体正在羞耻的阴塌盛开。 一分钟, 软白就不行了, 难受的脸颊, 额头上都是潮湿的薄汗, 难耐地哼着, 用力磨蹭身下的针丝被单, 这么快就到了,嗯? 穆少林的声音里充斥着浓重的鼻音, 性感罪人。 软白再度颤抖。 他开始失魂沉沦, 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像晕死过去了一样都不知道。 身体被腐捏得极致敏感, 碰一下都要叫出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番火热的缠绵舌吻后, 他被轻轻放下。 男人走去洗手间的方向, 水龙头打开, 卸下水声。 穆少林洗了个手, 他的手指修长漂亮, 骨节分明, 每一根手指都非常有力量, 挤出洗手液, 洗了一遍十根手指。 左手的食指和中指, 方才弄过他, 穆少林某底发热地看着, 回味着, 拿起干爽的消毒毛巾, 擦了擦手。 有那么一刻, 他竟然变态地不舍地洗掉。 回到卧室, 他走到床前, 抱过不抬头穿衣服的她, 附身给了她火热的舌吻。 一吻完毕, 他退出她甜美的小嘴。 深吻后的嘴角, 被牵出一条暧昧淫丝。 软白不知道, 自己怎么到他车上的。 他表达过, 坚持不留宿在他酒店的套房里, 恋爱第一天, 就夜不归宿, 李妮会笑话他, 恋爱同居发生关系, 在一天内完成。 是他太迷人强势, 还是他太寂寞渴望。 黑色路虎停在街道路旁, 穆少林下车, 去了一家连锁的24小时便利店, 简直走到卖女性用品的区域, 直接目标准确地拿了一盒内裤。 值班的女服务员, 目光紧紧盯着方才进来的高大男人, 惊讶地甚至都忘了说顾客您好。 A市长得帅的男人比比皆是, 白天晚间来过便利店的, 也不计其数, 越人无数的服务员, 这一刻还是吃惊了。 这个男人, 双腿长直, 五官轮廓刀销般立体精致, 新时代的男明星, 恐怕也没有能及得上他一根手指头的。 穆少林递过来一盒内衣, 掏出皮夹, 问, 多少钱? 服务员听着男人磁性低雅的声音, 骨头一阵酥软, 偷偷看了掏钱的男人一眼, 说道, 85块, 穆少林放下一张100的人民币, 转身离开。 服务员双手去拿钱, 眼睛还盯着男人消失, 在便利店门口的背影, 骑场挺拔, 浑身冰冷的气场那么近欲, 可他, 买的女人穿的, 底, 底裤, 记忆的气质, 加上纵欲的现实, 叫人疯狂了。 回到车上, 穆少林把盒子递给他。 什么? 软白身体虚软无力, 问完, 伸出手, 去接了过来。 两人沟通的过程里, 他没抬头看他一眼。 穆少林很好奇, 他究竟要脸皮薄到什么时候, 这次并没有彻底真正地坐下去, 只是他的手指, 服务了他。 他很期待, 他那里能容纳他的那天。 软白低头摆弄着盒子, 里面三条装的, 是他喜欢的款式和颜色, 他记得没错。 坐在他的车里, 他其实尴尬的呼吸都烫到自己, 身上那条, 被他之前在酒店套房里扯坏了。 现在, 他空着的, 李妮很意外软白还能回来。 加完班了呀! 我还以为, 你会被老板拐去家里一起睡觉什么的。 说着, 李妮接过软白手里的包包和笔记本电脑。 我先去洗个澡。 软白说道。 说完, 急匆匆地去了浴室。 李妮哼着歌, 继续敷面膜, 看电视剧。 软白累得浑身酸痛, 想起在他床上的羞耻画面, 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洗完了澡, 倒在床上不到五分钟, 就睡了过去。 闹钟响, 仿佛就在眨眼之间, 可他醒来看到的时间, 的确是凌晨三点。 昨晚的图没画完, 他要在三点起床加班完成, 否则明早无法交差, 打开笔记本电脑, 右下角弹出一个框框。 一封新邮件。 软白打开。 发现这是陌生人的邮件。 看到邮箱里的内容后, 他愣住了, 是穆少林发过来的画完的图, 他昨晚, 帮他, 完成了这次的图, 软白抬起手, 犹豫着打了一行字, 打完, 脸红得又删了。 最终只发过去, 饱含感激的三个字。 谢谢你, 不用加班, 软白倒头又睡了两个小时。 定了闹钟五点多起床, 打算在上班之前, 去医院看一看老爸的状况。 他比李妮出门早。 这个时间的街上也不是没人, 24小时开业的超市和药店敞开着门, 软白走去地铁站的路上, 看着眼前的药店, 进去了。 给我一盒避孕药。 他不好意思地对服务员说道。 昨晚, 穆少林在他的双腿肩蹭, 白灼烫到他的皮肤。 他的那个, 流到他那里。 他怕意外怀孕。 买好了碧玉药放进包里, 他站着没走, 其实还想买一种药, 就是能削肿的药, 削那里的肿。 被弄得红肿, 是他昨晚洗澡才看到的。 可是羞于其耻, 软白最后低头走出药店, 没买。 穆家老宅。 餐厅的早餐桌上, 中式早餐摆了一大桌子, 老爷子这几晚睡得不好, 半夜听到一点动静就醒, 他那个大孙子也争气, 每次半夜, 开车回家进车库, 都能弄出很大动静。 走路带风, 开车飙风, 老爷子想忽视这个大孙子都难。 可是, 问题就出在这儿, 一个勤勤恳恳眼里只有集团利益的工作狂人, 最近没在公司加班也没在家, 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 尤其昨夜, 回来得更晚了。 老爷子偷偷问过小曾孙, 却从小孩子诚实的口中得知一个了不得的消息。 太爷爷, 我爸爸即使回来了, 也辗转反侧, 小叔叔说, 那症状叫孤枕难眠, 男人到了某种时期, 会患得生理病, 虽然我不懂, 可我觉得, 爸爸这样老不睡觉, 继续下去, 身体肯定吃不消, 小家伙挠头, 表示很担心爸爸活不偿命。 老爷子听完, 摸了摸小曾孙的脑袋瓜, 说, 你爸爸体魄好, 寿命肯定长, 这个爷爷不担心, 爷爷是担心, 担心什么, 老爷子没在小孩童面前铭讲。 老爷子一脸严肃地抬头, 问大孙子, 少林啊, 昨晚, 爷爷听你, 又是凌晨才回来睡的。 穆少林勉强喝了一口眼前的线末豆浆, 听了爷爷的问话, 他割下碗, 冷着一张脸起身, 有人迅速递过来, 运烫好的西装外套。 穿好外套的男人, 说道, 我去公司, 你们慢慢吃。 老爷子整个人都不好了, 握着拐杖的手也哆嗦, 皱紧眉头, 思索起来, 他这个能力非凡的大孙子, 一晃进玉了这么多年, 平时就是老宅, 公司, 两点一线的来回, 过得俨然是退休老干部的乏味生活。 眼看着他都想给大孙子下点迷药, 绑起来, 找个男科医生, 过来给看看大孙子那东西, 是不是不好使, 没反应了。 结果, 现在大孙子就有情况了。 二孙子跟踪了几天, 奈何车技和脑子都不好, 每次跟踪都被大孙子发现, 之后被甩开几条街, 灰溜溜地滚回来。 老爷子想不通, 大孙子若是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怎么就不能把那女孩子带回家里来让长辈看看? 好不容易能一起吃个早饭, 老爷子这才提起话茶, 大孙子二话不说, 起身就说去公司上班。 越想, 老爷子越觉得, 大孙子是在逃避。 那姑娘身家不好? 出身多糟糕, 才这么拿不出手? 或者, 大孙子是个冷静至极, 薄情至极的男人。 玩玩人家, 玩几天玩腻烦了就甩。 根本没存取人家的心思。 不笑大孙子。 薄情寡义, 算什么真男人。 快吃, 吃完送我去公司找你大哥。 老爷子突然吵吃早餐的二孙子, 呵斥了一声。 木锐成, 我招谁惹谁了, 晃悠着小腿, 揪着油条吃得满嘴油的两个小家伙, 对视一眼, 不敢把爸爸好像喜欢小白阿姨的事情说出来。 蔡秀芬这个时候也吃完了, 忍不住说, 爸, 别怪我说话难听, 您儿子生前什么德行, 您再了解不过了, 少林是您亲孙子, 木家骨穴, 怎么可能不遗传自己父亲的基因? 这天天大半夜的回来, 指不定是在外头, 跟什么场所的小妖精好上了。 妈, 你少说两句。 木锐成皱眉抬头说道, 空气安静下来。 张亚丽放下碗, 我吃完了, 先上楼了。 两个小家伙却在捉摸小妖精是什么, 小仙女吗? 一定很漂亮吧? 在座的, 都听懂了蔡秀芬画里画外真正的意思。 木绍林和木锐成的父亲木镇, 在生前活着的时候, 花心烂情, 桃花不断, 尤其家里有了蔡秀芬这个正牌老婆之后, 玩得更甚。 木震曾警告过蔡秀芬, 安心地在家当少奶奶, 别管她外面有多少女人。 蔡秀芬嫁进木家两年, 一无所出, 跟丈夫碰面的机会都很少, 怎么可能有机会怀孕生孩子? 贝律的忍无可忍的蔡秀芬, 终于有一天决定不忍了, 精心安排了一次桌奸, 她发誓要打死那个小三。 当天半夜, 木震被桌奸在床, 她身下压着的小三, 就是今时今日坐在餐桌上一同用餐的张亚丽, 张亚丽家庭出身一般, 在当年来说, 只能算勉强过得去, 还是后来攀上了木家的高知, 一步步提拔娘家人, 张家人才跟着张光, 发展起来。 张亚丽当年只跟有钱的朋友玩, 还费尽心机地结交红色家族的孩子们。 蔡秀芬记得, 张亚丽的一个儿时闺蜜叫周青, 周青跟一个家庭背景厉害的军人谈恋爱了, 张亚丽就更加粘着周青, 留了后手, 想找备胎, 如果抓不住商人世家的木镇, 就去抓住军人世家的某某男人。 就是这样一个公于心计, 小小年纪去舞厅工作, 装清纯, 流泪卖惨, 骗男人的烂货, 成功地挤掉了他这个正宫少奶奶, 携儿子上位。 蔡秀芬知道, 木镇那种垃圾男人不会跟任何女人谈真爱。 当年商场得意的木镇, 只在乎儿子, 谁给他生了儿子, 谁就得他欢心, 母凭子贵, 张亚丽凭儿子开始了他荣华富贵的豪门生活。 有时候闹着闹着, 哭着哭着, 蔡秀芬又觉得认命了, 谁让人家张亚丽的儿子争气呢? 一个私生子, 被带回家, 三两下就果断决绝地拯救了濒临倒下的牧师集团, 后更名替集团, 彻底抹去了老一代人留下的丰功伟绩, 成了他穆少林一手遮天的新帝国。 可能, 这就是苍天对他蔡秀芬造过的孽的惩罚吧, 蔡秀芬又会魔鬼附身般猙獰地想, 如果当年那次彻底弄死穆少林, 这惩罚不也就理所应当的没有了吗? 老爷子来到T集团顶层办公室的时候, 开门见山, 见了正在忙碌的大孙子, 举起拐杖指着他的鼻子, 就是一顿训斥, 穆家门风绝对不容许任何人败坏。 你父亲当年做的肮脏事情, 你也知道。 爷爷不容你不踏厚尘。 爷爷, 我怎么了? 穆少林起身, 伸手, 把快要砸在自己脸上的红木拐杖拿到一边去。 老爷子眼睛一瞪大, 同龄一般, 你怎么了? 还有脸问, 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穆瑞成在一旁试时解说, 爷爷怀疑, 你最近天天凌晨过后回来, 肯定是去找女人了, 半夜去找的女人, 肯定是外卖鸡, 被怀疑连续多夜都出去瓢鸡的穆少林, 如果不是鸡, 你就把那女孩子领回家里来给我们看看。 老爷子趁机咄咄逼人道。 穆瑞成也朝他大哥表现出一脸, 你既然没瓢鸡那你就把那个女人带回家, 给我们看看的表情。 对于大哥这种禁欲能近五年多的奇怪男人, 穆瑞成始终怀揣着研究的心理, 这种男人不碰女人也能活得好好的, 太变态了。 人家见不得人? 你这是委屈了人家, 你知道吗? 老爷子问道, 问完就紧紧盯着大孙子脸上的表情, 生怕大孙子是个一边天天睡人家, 又一边嫌弃人家的父亲汉。 穆瑞拿老爷子没办法, 父亲生前他没有孝敬过, 那个男人也根本不值得他孝敬, 但爷爷却是个名市里的爷爷。 这会儿多半是着急他成家, 才急于逼问。 我是怕你们吓跑他。 穆瑞抄起一份文件, 搁在一旁, 淡淡一句, 否定的不是被他藏着掖着的女人, 而是爷爷弟弟他们这些家人。 被嫌弃的弟弟和爷爷, 他长得很秀气, 在旁人面前文文静静地, 怕生, 而你们, 穆瑞抬头看了一眼弟弟和爷爷, 不喜地猝起眉头。 原本保持着举起拐杖, 要打大孙子姿势的爷爷, 似乎顿时觉得, 自己的确没个慈祥老人的模样, 灰溜溜地放下拐杖, 咳了一声, 试图挽回一丝和蔼形象。 助纣为虐的穆瑞成, 忍不住说, 要真是你说的那种小白兔, 我看最先吓跑他的, 得是你。 穆瑞成是有生理需求的成年男人, 懂得男女之间那档子亲密事。 所以就他大哥这副强健的体魄, 用不完的精力, 饥渴了五年多的样子, 还不得啃得人家小白兔骨头都不剩。 则, 做穆少林的女人, 真是可怜, 晚上伺候完她, 白天还能有力气干别的? 软白早上在医院逗留了一个小时, 来回坐车, 到公司的时间刚好, 没迟到, 也没早来多久。 部门部长要的图她传送了过去, 部长很满意, 赞赏的目光丝毫不掩饰, 说她的图画的让人眼前一亮。 不像新手, 倒像画了几十年的老手。 软白想, 穆少林在设计方面应该是个高手。 周小素给软白发弹窗消息, 说, 部长说你图画得好, 评价这么高, 不用想也知道, 试用期过后你是会被留下来的。 其实, 就算不因为画图画得好, 周小素相信软白也会被留下来。 老板在背后, 这股强大的势力不是开玩笑的。 周小素又发消息说, 你知道画图最强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是谁软白忙碌中回复了五个字。 BOSS大人呀, 你不知道吗? 全世界有五个发达国家都有老板设计的建筑作品, 我们是有幸也建造过一座, 就是城中央的那座图书馆, 后来老板接手了家族事业烂摊子, 就忙得再没时间画图设计。 周小素劈里啪啦打了一堆字, 发送。 软白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几行字, 失了神, 上次坐地铁在城市中央无聊闲逛, 吸引了他视线的图书馆, 那座建筑是慕少林亲自设计的。 哎, 我们这些痴迷设计的狂人, 哪辈子才能看到老板亲手画的图呢? 周小素又给软白发送了一句。 软白已经打开了方才给部长发过的图, 视线定格在昨夜他画好的图上, 久久不能回事。 手机响起的时候, 软白黏在图上的视线才收回。 喂, 张医生。 软白小声地接起电话, 出了办公区域。 医院打来电话, 跟他要软利康本人的身份证。 软白点头, 好, 我下午送到。 忙完上午的工作, 他收拾了东西, 连午饭都没吃, 就出门打了个出租车, 赶往父亲跟李慧珍的家。 即使不想看到李慧珍, 也没办法, 身份证在家, 老爸又不能起床出院, 他只好去拿, 再怎么厌恶, 忍一忍都过去了。 在路上, 软白拨打李慧珍的手机号码。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打了几次, 都提示关机。 软白看了一眼车窗外的草杂的街道, 找到软美美的手机号码, 拨了过去。 你怎么给我打起电话了? 不是你爸死了, 通知我和我妈奔桑吧。 软美美玩着手机, 秒接了软白的来电。 软白没跟他废话, 只说, 你在家? 我去那边拿我爸的身份证。 在家呀, 你来取好了, 软美美说道。 软白按了挂断键, 愁眉不展地等着到达地方。 另一边, 软美美从床上起来, 想了想, 打给李宗, 不是想跟我谈谈吗? 你来我家, 现在, 我只等你二十分钟。 李宗没在公司, 跟小组长在外面, 接了电话立刻赶过去。 母亲被抱孙子的愿望冲昏了头脑, 在医院为了劝阻软美美不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竟然直接拿身份证, 去银行取了现金, 当天任由软美美挑了一套房子, 付了首付, 名字写了软美美。 李宗被老妈气疯了。 事后王娜十分后悔, 也想到软美美是个看着不太靠谱的姑娘, 但能怎么办? 房子买都买了, 只能让儿子牢牢抓住软美美, 赶紧结婚, 生下孩子再说。 哪怕被骗了才, 也就是个首付钱罢了, 换一个活蹦乱跳的孙子, 也不亏多少。 李宗一晚上电话轰炸软美美多次, 软美美都闭门不见, 有了拿桥的资本。 现在, 软美美主动给她机会见面, 她二十分钟不到, 就赶来了。 门没关, 李宗直接进门, 客厅和卧室都没人, 她走向浴室方向, 问, 你在里面? 进来说。 软美美命令道, 李宗皱眉, 推开了面前的门。 软美美才洗完澡, 身体上一股乳香沐浴露味道, 柔软的身子贴上门口的男人, 小手不老实地在她身体上来来回回。 才摸了一下, 你就有反应了, 亲爱的。 女人蹲下。 芬芳的小嘴, 贴到她身上去。 李宗皱紧了眉头, 闭上眼睛, 情不自禁地闷哼了一声, 大手, 按住她的脑袋。 她讨好地抬起头来, 水眸望着她。 张开嘴。 然后, 伸出小舌, 快点, 我还要回去上班。 李宗不耐烦地催促。 被欲望催使地, 忘了追问软美美, 为什么会一反之前的冷淡态度, 突然对她这样热情起来。 她现在只想好好地爽一爽。 软美美蹲在湿漉漉的地砖上。 小手摸到李宗的皮带扣, 轻巧地为其解开, 然后, 拉开她的库链。 嗯, 李宗反手关上浴室的玻璃磨砂门, 安心享受的同时, 视线向下看去, 正好看到软美美白皙匀衬的腿, 还有圆润的脚趾。 她点起脚来, 整个上身前倾, 贴着她的, 忙碌起来。 嗯, 快点, 李宗按住软美美的后脑勺, 往自己身前扯。 一点也不温柔地催促她道, 再快点, 嗯, 你真够浪, 软白下了出租车, 往小区里走。 这是A是很老旧的一片小区, 很多年前, 老爸赚钱买下了这栋小区里的一套房子, 两室一厅。 房子里, 有许多软白的记忆, 只不过都是不好的记忆。 走进去的时候, 软白打量着自己五年多都没再踏过的旧楼道, 想起初中没毕业的, 自己搬来跟软美美住一个房间。 老爸那时说, 这是你的姐姐, 比你大两岁, 你们要融洽相处, 知道吗? 软白傻傻地笑着说, 我知道。 软美美也说, 爸爸放心, 我一定照顾妹妹的。 结果, 就在第一天相处的那一晚, 她半夜被抢走被子, 在她跟这个陌生的姐姐要被子的时候, 不知睡没睡着的姐姐, 发着脾气, 把她踹到了地上。 她额头磕在床边的柜子上, 流了点血, 她忍着疼, 没哭出来。 第二天早上, 老爸看到她的伤, 问她怎么回事。 所谓的姐姐, 突然乖巧地冲上前, 捧住她的脸, 心疼地说, 小白, 你怎么磕到了? 是不是晚上下床喝水, 不知道怎么开灯? 下次记得叫姐姐, 姐姐给你拿水喝? 她年纪还小, 被这个姐姐说得哑口无言, 想着, 可能姐姐真的是睡相不好, 不是故意地把她踹下了床。 房子是老爸的, 可女主人却是李慧珍, 她只能学会老老实实地寄人篱下。 再到后来的后来, 同床而住的姐姐, 晚上躲在房间里学抽烟, 藏酒喝, 仿佛学会抽烟喝酒, 是时尚女孩的潮流。 发现烟酒的李慧珍明知道是女儿喝的, 抽的, 却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 骂道, 小小年纪, 不学好, 小镇上长大的孩子果然没有教养。 浑身都是什么破毛病? 你以为会抽烟会喝酒, 就是很酷的事情? 看我怎么管教你。 为了遮掩自己女儿错误的行为, 李慧珍打肿了她的脸。 老爸从外地回来, 他哭了, 说要回去跟爷爷住, 小镇生活多艰苦, 他都能忍下。 非人的生活里, 他明白了世人口中提起都惧怕唾弃的后妈二字, 深吸一口气, 软白重新站在这栋房子的门口, 正欲按门铃, 却发现门铃坏掉了, 而且, 门还开着。 难道, 软美美知道, 他要来, 所以特地开的? 推开门, 软白走了进去。 嗯, 你真是个妖精。 窝窝, 男人急促地呼吸声, 伴随着爽到极点的叫声, 还有偶尔的几句脏话, 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被软白听到。 软美美娇滴滴的声音接着传来, 说, 是我比较美, 还是软白? 你不说, 我就不给你弄了。 你, 从来都是你, 快点吸, 别停, 李宗的嘴背大脑之沛, 大脑被欲望之沛, 身子如同置身空中漂浮, 那你在英国的时候怎么不追我, 反而追她? 你说我比她美的。 不是该追人家长的美帝吗? 软美美撒娇地点声问道。 李宗似乎烦了, 着急, 抱着软美美的脑袋就想顶撞。 软美美不从。 李宗只好耐心地想着措辞, 说, 你太漂亮了, 我怕追不到你, 不敢追, 只好去追比较好追的她, 你是女神, 太爽了, 不堪入耳的声音没让软白脸红, 没让软白觉得气愤, 反而更加平静, 心如止水。 老爸跟医生说过, 身份证被她放在卧室李慧珍梳妆台的抽屉里, 那个抽屉里专门放各种重要证件。 软白猜到, 软美美知道她要来, 所以掐算着时间, 在吊李宗的胃口, 让李宗说出这些不值钱的话, 来刺激她。 找到崭新的身份证, 软白看了一眼。 老爸这四十多年李弄丢过两次身份证, 所以, 新的身份证办理回来以后, 基本不带在身上。 软白把身份证装进包里, 离开卧室。 软美美知道软白何时进来的, 现在眼睛透过磨砂玻璃门, 看到软白要离开的身影, 忍不住交哼一声, 表示自己有多幸福, 软白听了那声哼叫, 站住。 她转身看浴室里那两道重叠在一起的身影, 突然善解人意地说道, 身份证我拿到了, 先走了, 顺带帮你们关门。 砰! 磨砂玻璃门一阵阵荡, 是李宗的后背撞在了门上。 接着是女人嘴里奇怪的声音, 软美美皱起眉头, 看着突然退出去的李宗, 直接怒了, 就怕李宗又被软白牵动思绪, 那她打算气死软白的目的, 就功亏一篑了。 李宗立刻穿好裤子, 皮带卡扣的声音响在安静的房子里, 听得出, 她很慌乱, 半天也没系好皮带。 推门出来, 李宗不管浴室里跪着伺候完, 她的软美美模样有多卑贱低微, 皱眉看着软白, 痛苦地说道, 小白, 软白想起软美美电话里诅咒老爸死了的话, 不禁扫了失去兴趣的李宗一眼, 笑了, 这么快就软了, 才二十多岁, 未来你老婆的幸福生活恐怕开忧, 贱人, 你给我闭嘴。 软美美扯过一条浴巾, 裹在身上, 出来讽刺地骂道, 还有脸说我, 你不就是外表清纯, 背地里还不是跟男人发浪? 我听说你们上回可激烈了, 前男友在门外听着, 你们也真有兴致, 不要脸到了极点。 最起码那晚在我房间的男人, 不会被门外的人一下就念下来不行了, 软白说道。 李宗攥起拳头, 想起那次隔着门听到的暧昧声响, 就咬牙切齿。 软美美失望地看了一眼, 她听到软白的声音, 就吓得捏了下去的某处, 气得骂道, 废物。 出了小区, 软白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耳边回荡起李宗对软美美说过的那些讨好的话。 她悲哀地想, 李宗这种男人, 她的感情廉价地就像街边的传单, 靠近她的, 只要想要, 就可以人手一份。 疲惫地靠在出租车里, 软白差点睡着。 慕少林的电话叫醒了她。 她接了。 下班以后, 随我回家吃顿晚饭。 让我的爷爷, 母亲, 其他家人们, 都看看你。 可是, 软白犹豫不决, 有很多的顾虑。 今天是她跟慕少林正式谈恋爱的第二天, 晚上就去见家长, 未免也太快了。 说实话, 她还没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而另一个摆在面前的很现实, 也很残酷的问题, 是她和慕少林的门不当户不对。 不要有任何压力, 论家庭出身, 我其实没比你好到哪里去, 归根究底, 甚至出身还不如你。 慕少林猜到了她的顾虑。 她这样说, 软白再也无法拒绝。 接完慕少林的电话, 软白就觉得, 心口压着一块大石头, 压得她喘不过气, 估计只有见完她的家人, 这块大石头才能消失。 手机又响了几次, 软白看到, 都是李宗打来的。 她没接, 也没挂断。 只当作没听到般的彻底无事。 这一刻, 软白很感谢软美美做的一套又一套, 为了刺激她, 而演得半真半假的戏。 看完了方才浴室里的那场激情戏, 软白总算了解到了李宗真实的另一面。 死心的彻彻底底, 不再有一丝愧疚。 这边软白才答应了, 跟穆少林一起回家吃晚饭, 另一边老爷子就激动地忙了起来, 甚至比每一年张罗过新年还要上心。 如果顺利的话, 您念家里就又要添孙子了。 老爷子念叨完, 给了穆瑞成一拐账, 再看看你。 媳妇没娶, 女朋友没处, 孩子没有, 你这个废柴。 赶紧滚回家收拾屋子去。 大哥二十九了, 才带女人回家, 我急什么? 我比他小好几岁。 还有, 爷爷啊, 您不是最喜欢您的那套老式家具了吗? 说好了死都不换的。 穆瑞成说道,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废话这么多。 老爷子气得又拿拐杖揍他。 回到老宅, 穆瑞成坐在沙发上开始指挥, 茶几换掉, 沙发换掉, 餐桌什么的都换掉, 古朴的家具换成了北欧风格的家具, 老爷子平时不准任何人动的宝贝老古董家具, 都被下人打包好, 小心翼翼地抬着送去了仓库。 下午四点, 客厅已经在穆瑞成的指挥下, 焕然一新。 穆栈白放学回家来, 穆瞪口呆地看着变了样的客厅, 说, 太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的家具去哪了? 你们的爸爸, 今晚要给你们带回家一位阿姨, 软软, 站站, 记得今晚一定要听爸爸和太爷爷的话, 不能调皮捣蛋, 知道吗? 老爷子笑得一脸褶子, 生怕两个小孩子讨厌未来的后妈。 阿姨? 小家伙看了妹妹一眼。 太爷爷, 那个阿姨叫什么名字呀? 软软抱住太爷爷的大腿, 仰起头, 乃声乃气地问道。 叫什么? 太爷爷皱眉, 仔细想了想, 之前大孙子去洗手间打电话, 自己隐约听到的, 说, 好像, 叫什么白吧? 小白阿姨? 穆栈白再一次瞪大了眼睛。 老爷子惊讶, 低头问小曾孙, 你知道这个小白阿姨? 知道。 老宅里的人不停忙碌, 进进出出。 小家伙站在太爷爷面前, 对沙发上聚精会神听着的太爷爷说, 我们去过小白阿姨家里, 小白对我们两个很好, 还给我们做饭吃, 爸爸死皮赖脸地在人家家里待着。 还有呢? 软软在一旁补充说, 上次爸爸出差带了我们, 我们和爸爸都在小白阿姨的房间睡觉的。 老爷子一听, 来了精神, 挑起眉毛问, 什么? 你们爸爸, 那么早就跟人家一起睡过觉了? 两个小家伙疯狂点头。 爸爸很讨厌, 老是欺负小白阿姨, 有一次我还看到爸爸把小白阿姨欺负哭了。 木战白真的为小白阿姨担忧, 如果嫁过来要被欺负一辈子, 那还不如不嫁, 毕竟, 老爸真的不像是个什么好男人。 老爷子两手拄着拐杖, 端正地坐在新式北欧风格的沙发上, 捉摸着大孙子对人家小白究竟感情深到什么程度。 木镇是老爷子的儿子, 当年追求蔡秀芬也是许诺人家名分, 但娶回家后就欺负人家。 蔡秀芬经常被欺负哭, 这一哭, 就是大半辈子。 儿子都死了, 儿媳蔡秀芬还是时不时地想起往事就哭。 老爷子自认了解儿子, 可还是没想到儿子是个人渣, 现在老爷子却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大孙子, 能不怕大孙子扎了这个一欺负就哭的小白吗? 木锐城在楼上找了一圈, 下来, 问, 我妈呢? 这时, 老宅院子门口停下一辆黑色奔驰, 豪车上下来的人, 正是才被儿子问起去哪儿了的蔡秀芬。 妈, 大白天的喝什么酒? 木锐城出来, 皱起眉头, 搀扶住下车站都站不稳, 差点倒在门口磕碰到脑袋的蔡秀芬。 蔡秀芬睁开眼睛, 看儿子, 抬起手摸了摸儿子的脸, 笑说, 我儿子长得真俊, 哪里比张亚丽那个下等货生的儿子差了? 妈, 你喝醉了, 我带你上楼。 木锐城知道自己母亲耍起酒疯来的模样, 这么多年, 家里就没安宁过。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不能发生吵闹, 他必须管好自己母亲, 不管怎么说, 大哥和两个侄子嘴里的小白阿姨是无辜的。 不该看到听到豪门里不为人知的龌龊一幕。 我难受, 你别扯我。 快到门口了, 蔡秀芬突然一甩手里的皮包, 打开儿子, 悲愤地骂道, 吃里扒外的东西。 怎么? 嫌弃你妈喝醉酒, 给你丢人了? 木锐城, 你看看清楚, 我才是你亲妈。 张亚丽, 才是酸了你, 亲妈的坏女人。 我知道, 妈, 我先扶你上楼休息。 儿子怕你头疼。 木锐城尽力劝着, 蔡秀芬看儿子对自己好, 点点头, 醉眼惺忪被扶着走上楼去。 老爷子瞧着, 叹了口气。 早已麻木地两个小家伙对视一眼, 也上楼。 上楼以后, 哥哥妹妹先洗漱, 换了一身新的衣服鞋子。 为了迎接小白阿姨的到来, 木战白还去小叔叔房里, 顺手牵了一瓶发胶, 对着镜子, 皱起小眉头, 拿着梳子, 开始摆短短的黑发往后梳。 哥哥, 你好帅, 软软穿着公主裙, 对照镜子梳起小背头的哥哥说道。 是吗? 木战白一笑, 腼腆地说, 你都夸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 两个小家伙下楼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老宅大门口停下一辆豪车。 黑色路虎, 是爸爸回来了。 小白阿姨, 我好想你哦, 两个孩子一起冲出去, 软软最先抱住才下车的软白。 软白差点站不稳, 蹲下摸了摸软软肉乎乎的小脸, 阿姨也很想你啊。 老爷子一看, 这副和谐的景象, 不禁欣喜, 看来, 大孙子的婚事能定下来了。 大人愿意, 小孩子不反感后妈, 这就没什么阻碍了。 你们两个, 听话地站一边去, 别这样, 抱着你小白阿姨。 木少林迈开长腿下车, 一脸严肃地冷着脸庞, 扫射两个黏人的小家伙。 软软撅起嘴巴哼了一声, 低头嘀咕, 就可以你抱人家, 不准我们也抱。 上次你还把小白阿姨抱哭了呢, 木少林, 软白尴尬地脸红起来。 你就是孩子们总提起的小白阿姨。 不得不说, 我们少林的眼光好啊。 老爷子着急地走了出来, 上前讨好孙媳妇说道。 老人腰板挺得很直, 穿了一条深灰色西裤, 上身小细格子衬衫, 外套一件马甲, 打扮得十分绅士又时尚, 向法国街拍杂志大片里走出来的老头。 软白顿时站起来, 很敬重地说道, 爷爷您好, 我是软白。 好好好, 进来坐下说, 这两个孩子跟你好像很熟, 挺投缘的, 爷爷看了你们在一起的画面就高兴。 老爷子直接把这个小白当成了孙子媳妇对待, 保姆出来拿车里的礼品。 软白买的东西并不贵重, 没多少钱, 但老爷子看了, 却很喜欢, 暗暗地觉得这个小白为人实在, 不花言巧语, 弄那些虚的。 穆瑞成安抚好母亲, 下楼来。 嫂子你好, 我是穆瑞成, 我大哥同父异母的弟弟, 突然成了嫂子的软白局促地站起身来, 他知道穆少林有个弟弟, 但穆家的复杂关系, 他了解的并不多。 媒体八卦杂志写的, 哪些真哪些假, 也没人知道。 你好, 我叫软白。 软白跟他打招呼道, 一家人坐下说话。 穆少林让软白坐在他身旁, 爷爷, 两个小的, 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不管说什么, 穆少林都要过滤阻拦一遍, 他认为可以问的才能问。 小白啊, 你今年多大? 老爷子问道, 二十四岁了。 软白说道, 少林比你大五岁? 大五岁好啊, 爷爷这正好有一篇报道, 我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老爷子说着, 在茶几抽屉里翻出一张报纸, 递过去给软白。 穆锐成无语地想, 爷爷的套路还真多。 新换的茶几买来的报纸? 这一看就是早有准备, 早打听好了, 人家比大哥小五岁。 软白接过来看。 报纸上说, 一些学者研究表明, 男方比女方年长五岁, 是最不容易产生矛盾的年龄组合, 这类婚姻非常幸福, 也较为稳固。 我奶奶呢? 穆占白这个时候, 皱眉问道, 那副模样, 很严肃, 仿佛他才是最在意小白阿姨正式来家里的人。 穆绍林看了一眼儿子, 只见儿子今天穿着一套黑色小西装, 白衬衫, 系了领结,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是儿子带媳妇回家给他看。 满头发焦, 你也不怕苍蝇上去打滑摔死。 穆锐成摸了摸小侄子梳的油黑的小背头, 我那一瓶发焦你都用光了吧? 穆占白觉得小叔叔很不会说话, 不分场合笋自家人形象, 自己在小白阿姨面前脸都丢光了。 还好, 善解人意的小白阿姨这时朝他露出笑容, 还伸手让他过去, 化解了他的尴尬。 坐到小白阿姨身旁, 穆占白看了一眼老爸朝自己投来的冰冷目光, 没忍住, 没大没小的也瞪了一眼老爸, 心想, 你不就是嫉妒我比你年轻? 老爷子怕软白误会家里不重视他, 解释说道, 少林的妈妈今天有个很重要的时尚派对要出席, 这时都怪爷爷安排不妥, 爷爷听说少林有了女朋友, 就着急的想见见, 让你来吃晚饭这时应该选个日子。 不过, 少林的妈妈也在赶回来了。 软白在杂志上看到过穆少林的妈妈, 每次一些名媛贵妇和女明星们出席的派对, 张亚丽都有被邀请在列。 她正要说没关系, 就听到大门口有车声。 奶奶回来了? 软软从太爷爷怀里出去, 跑到门口接奶奶。 张亚丽下车, 一身风光地走了进来。 软白本来要说的话也咽了下去, 随穆少林站起身。 奶奶, 小白阿姨已经来了哦, 软软出去, 接过奶奶的LV包, 跨在短胖的小胳膊上说道。 张亚丽进来, 满脸堆起笑容, 目标明确地对唯一的陌生女孩子说道, 对不起, 阿姨之前不知道你要来, 让你等了好久。 才到一会, 来得匆忙, 没有提前跟您打招呼。 软白客气地说道, 接受了张亚丽热情的拥抱。 妈, 你坐。 穆少林看不得软白应酬长辈, 那会很累, 赶紧轻轻揽过软白的身子, 将她从母亲怀里带出来。 爷爷看了, 满意地点点头。 就说句话, 都怕累着媳妇的嗓子湿得搂了回去, 这个大孙子, 将来怕是得变妻奴。 小白是吗? 我听我们家软软这样叫你, 姓什么? 张亚丽坐下, 问道。 我姓, 话没说完, 软白就看到, 一侧楼梯上正走下来, 一个穿着花旗袍的中年女人, 表情不善, 气势汹汹的, 手里还拿着一杯红色果汁。 贱人? 收起你的虚伪, 蔡秀芬扭着稍微有些发福的腰, 快步走过来, 一杯果汁, 在骂声响起的同时, 全泼在了张亚丽脸上, 泼完, 重重地撂下杯子, 看着在座的家里人说道, 怕我胡闹, 就让我儿子, 把我关在房里不出来? 软白吓得站了起来, 不知道, 这位穿着一身故意旗袍的女人是谁。 保姆过来用纸巾给张亚丽擦脸上的果汁, 一声不吭, 穆少林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仿若被泼了一杯果汁的, 不是自己母亲。 两个小家伙, 也只是瘪着小嘴不说话, 似乎对这一幕习惯了。 妈, 你听我的先上楼? 穆瑞成起身阻止。 蔡秀芬疯了一样甩开儿子, 满身酒气地转身, 看向软白, 忽然对软白冷笑, 笑得森冷彻骨, 你是, 少林带回来的女朋友? 蔡秀芬双眼含泪地问道, 你的家是怎么样? 倘若你婚后受了附加的委屈, 你的家庭能为你撑腰吗? 软白被问得, 不知该说什么好。 穆瑞成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过, 她是穆少林同父一母的弟弟。 也就说明, 眼前这个身穿故意定制旗袍的中年女人, 曾经跟穆少林的母亲张亚丽, 拥有同一个男人。 蔡秀芬看着这一大家子的人, 酒气很重地朝软白走了过去。 小心! 软白眼疾手快地搀扶住, 快要摔倒在地的蔡秀芬。 蔡秀芬一边身子被软白搀扶着, 一边身子歪在沙发上, 难受得皱眉说道, 阿姨看你的穿衣打扮, 你的家庭应该就一般人家。 阿姨劝你啊, 清醒些, 不要嫁到穆家来。 滚回楼上房间去。 老爷子怒了, 站起来大声喝道, 我不滚。 蔡秀芬争鸣的面目看向老爷子, 念到了八百遍的话, 每次喝醉了, 还是要说给所有人听, 要滚也是她张亚丽滚。 我才是穆震明媒正娶的老婆。 蔡秀芬的眼睛里, 渡火燃烧, 指着张亚丽羞辱道, 见货。 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装什么素质人? 不过是一个舞厅里跳舞的, 出去卖的。 进穆家大门之前, 你都不知道被多少野男人上过了, 穆震真是瞎了眼了, 要你这么个便宜货。 软白发猛地看了一眼穆少林, 而穆少林只是面色平静地坐在沙发上, 眉头虽不悦地皱了起来, 但却没有开枪, 阻止蔡秀芬的胡闹, 她点了一根烟, 闭上眼眸, 吸了一口。 软白忽然想起, 之前她在电话里对她说过的话, 不要有何压力, 论家庭出身, 我其实没比你好到哪里去, 归根究底, 甚至出身还不如你。 这是穆少林之前对她说过的话, 你确定你要嫁进穆家来? 蔡秀芬看向软白, 苦口婆心地劝道, 孩子, 穆家的确是这座城市里, 鼎鼎有名的豪门世家, 风光无两, 但嫁进这个豪门, 就等于走进了一座冰冷的坟墓, 你的丈夫不会关心你, 你这些富家的亲人, 不会同情你。 最主要的, 外面那些惦记着你老公的小三, 不管身份多下等, 做得工作多低贱, 哪怕是个在舞厅跳舞, 专门让男人摸的, 男人也会宝贝式地, 把他捧在手心。 我们这些做妻子的, 只能老老实实在家, 体谅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得问他, 玩女人玩得累不累。 说到最后, 蔡秀芬攥住了软白的小手, 越来越不像话了, 老爷子拐杖往地上用力一对, 抬起头来, 老爷子软下语气, 对软白说, 小白啊, 你伯母喝多了, 他说的话, 你别往心里去。 软白看了看老爷子, 以老卖老, 你帮着儿子的拼头, 抵护儿媳妇。 蔡秀芬起身破口大骂,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妈, 你闹也分个时候。 沐瑞成气地一把抱住老妈, 使尽浑身力气, 把老妈往楼梯那边带。 保姆被叫过去帮忙, 连拖带拽的, 好不容易将蔡秀芬弄到了楼上去。 在楼下, 软白还能听到楼上 乒乒乓乓摔东西的声响。 沐瑞成上楼后, 再没下来, 估计是担心自己母亲出什么事。 呜呜的哭声, 想撤这栋价值不菲的老宅。 软白在沐少林的事意下, 带着两个小家伙出去玩。 宅子里种了一片花田, 黄昏时分, 蜜蜂还勤劳地采着花蜜。 软软看着那蜜蜂, 嘀咕, 她老是嗡嗡嗡地叫着, 小白阿姨, 花蜜采完她都立刻吃掉了。 软白失神地, 想着里面的情况, 没听到软软问什么。 小白阿姨? 软软蹲下, 抬头问。 什么? 软白回神, 问道。 小白阿姨, 什么是舞厅跳舞, 让男人摸的? 二奶奶为什么这样说奶奶? 小家伙天真的问道。 二奶奶好凶, 还哭了。 奶奶被二奶奶, 泼了一脸的红果汁。 到底是奶奶可怜, 还是二奶奶可怜, 软软想不明白。 软白蹲下身, 抱过软软的小身子, 亲了一口软软的脸颊说, 大人吵架的话, 听完忘了就好。 阿姨跟你一起数三个数, 数完, 我们就忘了好不好? 好。 软软开心地闭上眼睛, 数到, 一、二、三, 小白阿姨, 我忘了。 软软真乖。 软白把孩子抱得更紧, 腾出另一只手, 牵过沉默的站站, 你也要忘了, 知道吗? 小家伙点头, 但猝起的小眉头, 还是没松开过。 软白不心疼里头的任何一个长辈, 只心疼眼前的两个小家伙, 本该天真无邪的年纪, 却在这样的家庭里, 经常听到那些不堪入耳的话。 大人有恩怨要发现没错, 可总得分分场合。 亲眼目睹了豪门里的不堪, 软白抱着两个小家伙的同时, 忍不住想, 自己的宝宝, 现在过得如何了, 家庭氛围是否也这样不愉快, 还是相反的其乐融融? 这顿晚饭, 穆少林不建议一家人坐在一起吃。 老爷子没有强留, 只说以后有合适的机会, 在一块吃饭。 穆少林同母亲张亚丽一起出来的。 想留在家, 还是跟小白阿姨一起出去。 穆少林出来以后, 问两个依旧很黏软白的孩子。 紧紧抱住软白的四只小胖爪子, 说明了两个小家伙的选择。 今天你来, 还发生这样的事, 让你见笑了。 阿姨很喜欢你, 对了, 你还没告诉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 阿姨只听到, 他们叫你小白了。 张亚丽脸上早已恢复了干净, 身上衣服也换过了, 整体看上去又变得光鲜亮丽, 优雅从容。 阿姨, 我叫软白。 她也从容地回答道。 张亚丽脸上原本还堆起的笑容, 一瞬间就凝固住了, 沉下脸色, 确认地问道, 什么? 软白? 你说你姓软? 软白点了点头。 穆少林看向母亲, 语气颇为不耐烦地道, 姓软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 她觉得母亲的话未免也太多了, 软白是跟她在一起过一生, 没必要为了她而迎合这些奇葩家人, 带回来给他们见一面, 已经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没什么, 那就是觉得, 软这个姓氏的人少见。 张亚丽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 纵使心里早已翻起惊涛骇浪, 面上也能做到波澜不惊。 软白? 张亚丽在心里咀嚼着这个名字, 软白最后看了一眼张亚丽, 没做多想, 的确, 姓软的中国人很多, 但分散开来, 在每个人的周围, 其实都很少见。 至少, 她从读小学到, 走入社会参加工作, 大家认识的姓软的, 就她一个。 张亚丽目送儿子和软白一起离开。 车子开走, 老宅别墅的花园里, 就只剩下原地站着的张亚丽。 半晌, 张亚丽拿出手机, 回头看了看前后左右, 确定没人, 张亚丽才走向远处的游泳池, 拨打了一个她很厌恶的人的手机号码。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张亚丽听到这个提示音, 烦躁得咒起霉, 继续拨打。 直到拨打的手指都发抖了, 对方还是关机。 穆少林带着两个孩子和软白, 一起来到市中心的一处高级公寓。 210平米的房子, 装修奢华至极, 地段也好。 爸爸, 以前你怎么没带我们来过这里? 穆战白在房子里走了一大圈, 回来, 抬头问沙发上坐着的爸爸, 穆少林毫无温度的视线看着儿子, 说道, 昨天买的, 你不想再回家住了? 穆战白问道, 这个地理位置, 去公司方便。 好像, 离我们学校也不远。 穆战白好记性地说, 刚才来的路上, 我有看车外的街道, 上次董子俊叔叔带我去的小学学校, 就走这条路, 而且好像很快就要到学校了。 这栋公寓地理位置, 位于市中心最中心的那一个点, 交通的确方便, 距离小学学校很近, 穆战白没记错。 所以, 你想说什么? 穆少林食指交叉, 眉目深沉地望着小嘴叠叠不休的儿子。 我是想说, 这个大房子, 有三个房间, 挺宽敞的, 我和妹妹是不是一起也住过来? 穆战白说着, 还看了看洗手间的方向, 我都想好了, 小白阿姨住一间, 我和爸爸你住一间, 软软自己住一间。 不要, 洗手间里洗脸的软软乍毛道, 我要跟小白阿姨住一间, 抱着小白阿姨一起睡觉觉。 软白适时地出声, 说道, 小白阿姨有地方住, 房租交了半年的。 穆少林脸色阴沉地瞥了一眼儿子, 坏了他的好事。 爸爸, 我是不是给你拖后腿了呀? 穆战白听到小白阿姨说不来这里住, 内疚得很。 软白终于给软软洗好了白嫩的小脸, 擦了擦, 擦干以后收起毛巾搭好。 小白阿姨, 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穆战白为了融化老爸眼睛里的冰川, 去抱住从洗手间走出来的小白, 蹭着, 求抚摸。 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不想再住回去, 可是住在这里, 爸爸那副我们上辈子就欠他几百亿的模样, 他会饿死我们的。 穆战白可怜巴巴地说道。 软白想好了对策, 蹲下说, 小白阿姨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里, 这样, 阿姨每天早一些过来给你们做饭吃, 照顾你们上学。 穆战白还想说什么, 可是总不能抢求小白阿姨,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晚饭在外面吃过了, 看了看时间, 软白觉得自己该回去了。 后半夜, 换了新房子住的穆战白失眠了。 来到客厅, 拿起暗遥控器打开窗帘。 小家伙趴在落地窗窗前, 皱起小眉头瞅着外面的夜景。 不睡觉。 穆绍林起床, 看到儿子的时候, 他随手点了一根烟, 将打火机扔在客厅茶几上, 走出去到露台上, 坐下。 穆战白跟出去, 说, 爸爸, 你生气了? 生什么气? 穆绍林抬眉, 但却看也没看儿子。 生气小白阿姨不过来住? 穆战白懂事地说, 爸爸, 你做人不要太自私, 我们应该理解小白阿姨, 他凭什么无条件地照顾你这样难伺候的后老公, 还有我们这对脱油瓶啊? 后老公? 穆绍林终于转手, 看向儿子, 嫌弃地说道, 没上过小学的孩子, 果然没文化。 莫名被老爸鄙视没文化的穆战白, 还有两个月, 他就是小学生了。 在这之前, 穆战白决定暂时先忍下老爸的羞辱。 忍了又忍, 穆战白在回房间睡觉之前, 还是忍不住回敬他老爸一句, 你上过小学, 你出一拳A优异成绩, 考入牛津大学, 可你还不是快三十岁了, 也没讨到老婆, 我长大一定比你强。 穆绍林, 小家伙风风火火地窜回了房间, 关门, 反锁紧了房门睡觉, 怕老爸受刺激, 闯进来揍他。 第二天一大早, 软白出门, 李妮顺路送了他到医院, 在他下车的时候, 说, 看完你爸, 你真的还要去给老板的孩子做饭? 这么快就给他们当起后妈了。 软白没说什么, 低头解开安全带。 小白, 你说说吗? 李妮一手把着方向盘, 色眯眯地笑着八卦, 能平静地忍下老板的两个孩子, 还甘愿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照顾。 我的小白, 你进入后妈角色这么快, 那你进入老板妻子的角色, 进入得怎么样了? 你跟老板, 有没有, 那个, 哪个? 软白装糊涂地打开车门, 快速下车。 你说哪个? 当然是滚床单啊。 李妮故意地逗她, 叫道。 软白已经关上车门, 进了医院。 李妮见她这个反应, 忽然身体一震, 明白过来, 嘀咕道, 死丫头, 不会真的跟老板滚过床单了吧? 那还不赶紧领证结婚? 医院病房门口, 软白轻推开门, 进去。 软利康看到女儿, 心情大好。 爸, 感觉怎么样? 你手机怎么打不通呢? 父女两个说话, 康护识趣地出去了。 软利康躺着什么也不用做, 舒服多了, 正想给你打电话, 你就来了, 手机昨天没电了, 才看到, 冲上电了。 软白拿过一把椅子, 坐下认真听。 小白, 罗家镇的老房子拆迁, 你知道吧? 合同同意书, 爸都给快递过去了, 只等打补偿款给咱们, 咳, 咳嗨嗨。 软利康说着, 咳嗽起来。 软白伸手, 给老爸顺了顺胸口的气。 从剧烈的震壳中缓过来后, 软利康又说, 这两天, 你请假, 回一趟罗家镇, 你爷爷, 在老房子, 美美他妈可能是过去了, 爷爷。 软白顿时诧异, 爷爷早就被姑姑接去日本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软利康按住女儿的手, 担心女儿发火, 边咳嗽, 边虚弱地, 把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 说完, 正好医生进来, 做每天的例行监测检查。 爸, 我先走了。 软白说道。 软利康点了点头, 失神地消化着老爸说的, 关于爷爷的事情, 他走出医院。 病房里, 软利康一只胳膊伸过去, 给医生抽血, 另一只手, 拿起正在响的手机。 你好, 我是软利康。 软利康只顾着看针头扎进胳膊, 没看来电显示, 直接接了。 张亚丽嗓子明显不舒服, 像是几天没喝水了般, 我问你, 女儿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干什么? 软利康变了音调。 提起这个软利康就生气, 狼心狗肺说的就是张亚丽。 孩子从小到大, 当妈的, 根本没问过孩子叫什么名字。 别废话, 快告诉我。 张亚丽疯了般的吼叫。 软白, 她叫软白, 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以后, 心思能纯净洁白, 不可像你一样。 肮脏, 污秽。 骂完, 软利康又喘了几口气, 说吧, 你又在打什么歪主意。 穆家老宅。 张亚丽手上的手机, 因为她的手指突然变得无力, 而从手上滑落。 手机摔在地上。 软白。 软利康说, 她女儿的名字叫软白。 这难道是软白对她这个当妈的, 进行的报复吗? 这次登门, 也是蓄意为之。 张亚丽讽刺地笑了起来, 软白, 你才24岁而已, 面目那么纯凉, 内心倒横竟然这样深。 把我们母子二人, 傻得团团转。 穆少林早上才起床, 就接到软白打来的电话。 对不起, 我答应早上过去给你们做早饭的, 但是现在我有点急事, 不能过去了, 你帮我跟站站软软说一声。 说完, 软白直接挂断。 设计部的部长还没上班, 软白只能先打电话请假。 想到五年多没见过面底爷爷, 他的手直抖, 眼泪也毫无征兆地流了出来, 已经七十多岁的老头, 身体又不好, 孤零零的一个人生活在小镇上。 是爷爷从小抚养他长大的。 爷爷是他最亲近的人, 比老爸还要亲。 在坐车回出租房的路上,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请假, 说明原因, 跟部长交代, 跟小组长周小素交代, 再告诉李妮, 自己晚上不回来了, 要出门几天。 穆少林之后打给软白, 都提示战线。 软白在手机上 买了一张高铁车票, 选得特快。 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和日用品, 匆忙出门。 前些年爷爷被姑姑接去了日本, 爷爷不想跟儿子一起住, 因为李慧珍这个儿媳妇 不是好相处的, 老爷子怕自己 跟这种儿媳妇待在一起, 活不偿命。 可是, 本来嫁得很好的小姑姑 被丈夫抛弃, 离开了日本。 被女婿照顾的很好的老爷子, 一息之间也无处可去, 女婿顾及最后一点情分, 派人把老爷子给送回了中国。 在这件事情上, 软白其实有点怨老爸。 为什么要把爷爷安排在小镇上 住那栋早年的破房子? 接到A室来, 一起住, 能委屈李慧珍母女什么? 火急火燎地踏上回罗家镇的高铁。 车站环境嘈杂, 小偷又多, 软白聚精会神地护着自己的小行李箱。 安稳地坐在高铁车厢里的时候, 软白拿出笔记本电脑, 开始工作, 塞着耳机的情况下, 他能不受周围环境影响。 忙了一会才觉得饿, 只好吃个包里备着的面包。 9点20上的车, 中午11点多抵达了罗家镇, 收拾好东西, 软白拎着行李箱和电脑包出了车站。 车站没变样子, 仔细想想还能记起来, 周围的环境给了他一种久违的感觉。 看到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小镇, 不知不觉红了眼眶。 出租车, 五块钱一位啊! 皮肤有黑的大叔, 潮出站的人们吆喝着。 软白上了一辆出租车。 四个人拼一辆车, 每人五块钱。 十几分钟, 软白被送到了那栋老房子门口。 二层小楼十分破旧。 软白深呼吸了一口气, 踩着地上从老旧砖缝里长出来的野草, 拉着行李箱走进去。 推开铁大门, 里面是红砖铺的院子, 院子里的野草长得不高, 有被人处理过的痕迹, 再往里走, 他闻到了一股呛人的烟味。 随着他走进门, 爷爷拱起地被浸入他的视线。 老头不停咳嗽着, 苍老的一双眼睛被灶台坑里冒出来的浓烟呛得红了起来, 眼泪直流, 黑锅里是一碗米饭和一碗剩菜。 那碗青菜不知被煮了几回了, 菜汤里连一点油都没有。 软白走过去, 灶台坑里的树枝被火烧得噼里啪啦响, 他快速过去伸手抱住爷爷, 哭着叫了一声, 爷爷, 老头瘦的皮包骨的手上煮着烧火棍, 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软白。 你是, 爷爷, 你认不出我了吗? 我是小白。 软白胡乱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然后从包里拿出纸巾, 仔细地给爷爷爷擦了擦爷爷有点脏的脸, 边哭边抱怨地说, 回来了怎么不找我? 我爸那里不能去, 还有我这个孙女呢? 小白? 真是你吗? 你爸跟我说, 你要嫁人啦, 爷爷不好拖累你, 麻烦你婆嫁。 老人家有为孙女着想, 苍老的眼睛盯着孙女, 伸手摸了摸孙女的头, 哎, 小孙女还是这么乖。 恍惚间, 老头不敢认这孙女了, 变了样了。 不是拖累, 也不麻烦。 这时, 门口响起一道低沉有力的声音。 软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泪眼朦胧地转过头去。 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仿佛从天而降的男人, 逆着光线, 还看到门外停着一辆黑色路虎。 只顾着心疼爷爷, 他都没注意到其他车声。 这镇上本来就日夜都过大车, 被吵习惯了。 男人西装革履的弯身从破旧的老门槛迈不进来, 镇上老房子门槛建的都太低, 而他太高, 走到哪里都特别惹人瞩目。 四目相对, 沐少林漆黑深邃的眼眸里, 有着幽深, 那股幽深里又蕴含着一股怒意, 似乎在责怪他独自前来, 有了麻烦, 却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于他。 他是, 爷爷根本不敢认人, 认错了就不好了。 沐少林西装鼻挺地走进来, 伸手礼貌又显得很亲密地揽住软白的腰, 这一动作, 让爷爷看明白了两人的关系。 你就是我儿子说的那个李宗。 爷爷笑了, 站在造货坑前头讲道, 爷爷早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小白他爸跟我说, 你们在一块儿出了五年多, 现在就快结婚了。 软白很担心沐少林会反驳, 赶紧打断说, 爷爷, 看你瘦的, 在日本是不是待不习惯? 老啦, 老人都这样。 爷爷拘捋着腰, 拄着烧火棍去了另一个破旧房间。 找了半天, 老头儿才找出两个小凳子, 拿出来搁在厨房地上, 招呼孙女婿, 来, 孩子, 坐在这儿, 家里没什么好家具。 低头看着地上那两个破旧的小木凳子, 软白紧张地看了一眼穆少林, 担心他会嫌弃地不坐。 穆少林却体贴地顾及了爷爷的感受, 放下往日端着的老板架子, 丝毫没嫌弃地坐在了凳子上, 还拉住他的手, 说, 坐, 我们陪爷爷聊几句。 爷爷坐在了厨房里原本就有的小凳子上。 你跟爷爷聊吧, 我出去买点菜。 软白把行李箱推到一边, 然后从包包里拿了钱, 不放心地看了一眼穆少林。 穆少林明白他担心什么, 点了点头, 让他放心。 那我先去了。 软白看了一眼爷爷, 才出门。 走过红砖铺的院子, 出了大门, 软白抬头就看到门外金米远的地方站了好多人。 有些邻居, 他还能模糊地记得叫什么名字。 在这些邻居的口中, 他是个贱人生的女儿, 所以长大了一定也是个贱人。 那些茶余饭后的八卦, 身为当事人的他小时候时常听到。 软白走向卖菜的小商店。 深厚的议论声, 比当年小了许多, 但内容也丰富。 仿佛他和穆少林的到来, 重新又唤醒了这些人, 早已忘却的陈年八卦。 这是老软家的那个小白吧? 一个大妈在他背后指着他, 小声问别人。 顿时有人接话, 肯定是, 长得虽然大变样了, 可模样底子还是在的,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是小白那孩子。 则, 今时不同往日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看看人家这姑娘出息的, 再瞧瞧我们家姑娘, 只能嫁给县里一个小警察。 王大妈, 你别这么说, 你姑娘嫁的, 可是咱们镇上所有人家的姑娘里, 嫁得最好的。 也没多好, 我和他爸同意女儿嫁, 还不是看上女婿给我们彩礼二十万, 外加给他爸买了辆十多万的车吗? 我这女婿没什么优点, 就是有钱。 我嫌弃着呢? 有人站出来, 专门捧王大妈, 你女儿那是实实在在地嫁进了好人家。 这个小白, 我看八成是给人家当小三呢, 瞧瞧这男人的车, 得值好几百万。 没准是那小白在外头才勾搭上的男人, 这就急着带回来, 显摆给咱们镇上老乡了。 那这小白可够虚荣的, 跟他那个被有钱人拐跑了的亲妈, 一个不要脸的德行。 软白在商店买了青菜, 炒菜用的肉, 还有排骨, 调料。 返回去的时候, 那些八卦的大妈们还在。 经过院子进门的时候, 他看到木少林手里端着一只碗, 碗里是剩菜, 他正准备倒掉, 而爷爷目光不舍地盯着那碗剩菜, 显然想阻拦他, 又不好开口。 爷爷, 这碗菜吃下去, 对您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相反还有坏处。 木少林说完, 果断地处理掉了那碗剩菜。 爷爷沉默地坐下, 没说话。 软白拎着东西站在门口, 说不上心里什么感受, 一股难以言说的安全感, 涌入他的心底。 男人衣着整洁地在厨房里走动, 白皙修长的手指, 端着那个破碗, 手腕上名贵腕表上镶嵌的钻石, 在暗沉破旧屋子里, 闪着光芒, 一切都很格格不入。 察觉到他站在门口, 而且拎着菜一副狮神的样子, 木少林放下破旧甚至换了碗盐的那只碗, 抬头问道, 回来了? 都买了什么? 软白感动他的配合, 何不嫌弃? 镇上其他人家都用上了天然气, 再不记得也用上了煤气罐, 只有老头, 还在用灶火坑, 烧着林子里捡来的树枝。 木少林在镇上待过一整年, 了解镇上的民风。 罗家镇条件如此有限, 全因为上一届领导不作为。 如今换了领导, 这里经济会迅速发展。 这次政府和开发商一起大力度地对镇上进行联合开发, 也说明了罗家镇未来的价值。 木少林买来了煤气罐, 送货工给安装好, 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 你去陪爷爷, 我来做。 木少林走到切菜板前, 担心他不会用煤气罐, 或者老旧的菜刀太顿, 一不小心伤到他手。 我没问题, 你去做, 否则我很过意不去。 软白对他特别感激, 也有愧疚, 哪还敢用他来做晚饭。 而且, 软白意外的, 是他竟然会做饭吗? 木少林看了看他切的东西, 随后, 就被老头儿叫过去说话。 不管是在英国的几年, 还是十来岁在小镇上, 软白都下过厨, 小时候爷爷在田里忙农活的时候, 他周六日会去帮忙一起摘豆子, 太阳快下山, 他跑回家提前给爷爷和自己做好晚饭, 烧的就是柴火。 那些年吃的虽然不是很好, 但总归能填饱肚子。 读书的那几年, 有老爸给的钱, 还有自己打工兼职赚的钱, 那时候, 他就满足的, 觉得自己生活在了天堂, 厨艺变得更好了。 做好糖醋排骨, 软白端到桌子上去, 不经意往爷爷那边看了一眼, 他看到爷爷笑得, 眼睛只剩一条缝了。 穆少林动作优雅地比划着什么, 一如既往的, 还是那副大老板架势, 但爷爷听得专注, 既欣赏孙女婿, 又感激老天有眼, 让孙女找到这样出类拔萃的男人。 别聊了爷爷, 过来吃饭。 软白把饭菜都摆在桌子上, 叫道。 商店送过来三个高的塑料凳子, 仓库里能支起来的就桌子也支了起来。 爷爷现在也很尴尬, 担心孙女婿嫌弃。 李宗, 小镇比不上势力, 你凑合吃, 尝尝小白的厨艺。 爷爷举起筷子, 给穆少林夹了一块排骨。 软白端着碗筷, 十分抱歉地看了一眼, 坐在对面的穆少林。 穆少林应该是很厌恶李宗的, 但现在, 他被爷爷一口一个礼宗地叫着, 着实委屈, 只能吞下, 不能严明。 爷爷, 你也多吃。 穆少林依旧没有拆穿身份问题, 很关照老人的让爷爷先吃。 给爷爷加完菜, 他又给软白加了两块排骨。 谢谢。 软白用筷子加着几粒白米饭, 不敢抬头跟他对视, 吃了一小口白米饭, 才去咬他给加的排骨。 软白才注意到, 穆少林给爷爷爷, 和他加的都是精排骨。 一根骨头, 肉容易咬下来的那种。 而他吃的, 是脊梁骨。 小镇不富裕, 排骨都是连着脊梁骨一起卖的。 软白加起一块精排骨, 放到他的碗里, 你也吃, 别只顾着给我和爷爷加菜。 我还不饿。 那块排骨, 男人不容抗拒地, 又放到了他碗里。 爷爷注意着两人相处的细节, 心中欣慰。 老头活了七十多年, 见过的人, 看过的脸色, 太多太多, 孙女婿是真情, 还是假意, 他看得很通透。 我们家小白, 是我这个老头子, 一手带大的, 活得很糙, 从小吃的是粗茶淡饭, 穿的是别人家孩子不要的旧衣服。 他小时候, 他爸出去打工, 不在他身边, 他妈又是从他出生, 以后就再没回来看过他。 这孩子, 生的命苦, 可是很懂事, 爷爷想起来就自责, 爷爷这番话说得心痛, 似乎回忆起了旧事, 眼睛里有了泪光。 爷爷一手养大的孙女, 比许多富裕家庭养出来的女儿还要懂事, 您不必自责。 穆少林看向软白, 对爷爷说道, 我们吃饭吧, 不要说了, 我现在这不是过得好好的, 软白了解爷爷自责什么, 但那不是爷爷的错, 不是老爸的错, 是那个生了女儿, 转身就抛弃的女人的错。 爷爷一脸沧桑地打量着孙女婿, 一开始, 爷爷看你这身穿衣打扮, 还有外面那辆车, 是真怕你欺骗我们家小白, 不是真心对他。 现在看来, 是爷爷眼界浅, 误会你了。 穆少林宽慰老人家的心, 说道, 爷爷, 您说反了, 这次过来, 还得麻烦您多劝劝小白, 我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他讨我婚。 老头一听, 严肃地表示说, 小白如果敢讨你婚, 辜负了你, 我就去城里打断他这个不孝孙女的腿。 软白, 忙活了一天, 到了晚上, 软白送穆少林去镇上宾馆, 去的路上, 软白想提醒他镇上宾馆的条件设施有限, 但一想起他在镇上待过一整年, 又闭嘴没开口。 黑色路虎停在房子门前, 两人步行走过去。 软白走在他的左侧, 抬头对视了他一眼, 说道, 对不起, 让我爷爷叫你李宗, 如果说你不是李宗, 爷爷一定会担心地问来问去, 即使来龙去脉说通了, 他也不放心, 会惦记得睡不好觉。 没什么, 老人家看到的孙女婿是我这个人, 没错就行。 穆少林深邃漆黑的眼眸, 定定地望着软白, 那里头蕴含着很强烈的占有欲。 前方一家商店还没关门, 软白进去, 问老板娘, 卖充电器吗? 老板娘看了看陌生的两个面孔, 一看二人的打扮, 就是大城市来的, 迟疑地问了一句, 我看看, 什么手机? 软白用的是苹果手机, 充电器跟穆少林的那部 手机不匹配。 穆少林掏出手机, 递给老板娘看。 老板娘没敢接到手里, 就远远地看了一眼, 摇头, 这小地方, 就卖华为小米什么的手机充电器, 你这个手机, 我见都没见过。 好的, 谢谢你。 软白只能跟他一起出去, 小镇上问了几家, 都是如此。 软白知道, 穆少林开车过来的匆忙, 才忘了, 带手机充电器, 都怪他, 着急看到爷爷, 没来得及认真的跟他说清楚家里的事, 害他心急如焚。 怎么办? 要不这样, 你今晚就开车回去, 反正两个小时就到了。 软白希望他能这样做。 男人事业为重, 生意要紧, 一个大公司等着他管理, 现在手机没电, 任何人通过手机都联系不上他。 穆少林沉默地拧紧了薄唇, 深邃的眉目下, 充斥着的是一份固执, 公司根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还有董子俊坐镇。 否则, 他出高价薪水, 养一群管事的人都是干嘛的?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穆少林的嗓音, 深邃蛊惑。 还好这是黑夜, 遮掩住了他升起飞红的白西双颊, 走吧, 我先送你去宾馆住下。 你呢? 你住哪里? 穆少林问道。 软白已经走到了宾馆门口。 老板, 开一间房, 最好环境能好一些。 软白拿出现金, 又跟身后的男人要了身份证, 默默祈祷能有好环境给他住。 老板边开着房间, 边抬头看了一眼穆少林。 身份证上显示, 这个男人A是户口, 而男人此刻往那里一站, 身高腿长, 五官立体伶俐, 平平无奇的小宾馆, 顿时有了一种最高级别领导驾龄的感觉, 蓬壁生辉。 开好了, 最里面那一间。 老板给开了个环境最好的房。 慕少林一手接过身份证和钥匙, 一手攥住了他的胳膊。 来到房间门口, 慕少林用钥匙开了门, 带他进去。 看到里面的环境, 他转身把他按在墙边, 壁咚的姿势, 低头看他, 轻声说道, 这里环境也没多好, 我跟你一起住你爷爷家。 软白看了一圈房间, 宾馆的环境再差, 也比爷爷家的老房子好上一百倍。 不行, 爷爷家房间不够的。 嗯, 他才摇头说不, 唇瓣就被男人炽热地薄唇堵住。 慕少林大手, 钳制住女人纤细腰身, 霸道索吻, 唇舌强势地撬开他的背齿, 吻了一会儿, 呼吸急促地一把抱起他的身子, 搁在床上。 嗯, 别, 他仰头, 看着压上来的男人, 睁着水眸, 一双小手, 按在男人宽厚强壮的胸膛上。 西装革履的男人, 却像一头猛兽, 压住他, 翻身而上。 这时, 隔壁房间却传来一道让软白听了浑身一阵的女人声音。 死鬼, 你什么时候, 进来的? 嗯哈, 你也不怕你老婆, 嗯, 找过来, 是李慧真的声音? 老板是我哥吗? 我跟他要了一把你房间的备用钥匙, 听声音, 隔壁房间在李慧真身上奋斗的不明身份的男人, 是有老婆的, 并且一家子就住在这个小镇上。 软白摸着备丹的手, 缓缓地攥住了备丹。 他为老爸感到悲哀。 老爸奋斗了二十多年, 不念辛苦地给李慧真母女二人赚钱, 养他们。 可到头来, 老爸在医院里忍受着绝症带给身体的痛苦, 妻子李慧真却在这里给他戴绿帽子。 你下流, 你不喜欢我下流吗? 总比你家那个不是得这个癌, 就是得那个癌的汉子强, 说, 是不是, 啊, 你强, 你最强, 恩啊, 别再顶了, 顶到最里头了, 最里头了。 我看还有一段距离吧。 男人粗鄙地说道, 这么大岁数了, 你还装什么装, 这么深, 也不紧, 也就我伺候得了你。 软白一阵恶心。 认识。 穆少林听着隔壁的声音, 低声问道, 他, 是我后妈。 软白觉得丢脸丢到家了。 穆少林从他身上起来, 衣服架子般的身体仿佛带有自动整理衣着的功能, 瞬间变得衣冠楚楚, 整洁考究。 我们走吧。 他不想让他再听到这样恶心的动静。 软白起来, 呼吸都刺痛地随他走出去。 早上去医院, 他听老爸说过, 李慧珍可能已经来了小镇上。 你先出去等。 穆少林低声对他说, 拍了拍他的肩膀, 而后自己站在宾馆前台, 没动半步。 直到他什么也无法思考地出去, 坐在月光下的长凳子上, 穆少林才去退了房。 宾馆老板退回的钱, 他没拿, 并且拿出皮夹, 抽出一叠钱, 搁在大理石台面上, 说道, 都是你的。 小镇上一间房几十块钱一晚, 一天下来, 说实话, 没几个住店的, 就算有几个, 还一大半都要讲价讲半天。 宾馆老板看着台面上的现金, 犹豫地问, 您这是? 那时, 穆少林把方才在小镇自动取款机取到的钱, 都给了老板, 手指间夹着一根才点燃的香烟, 抽了一口, 黑萌咪起地说道, 你去办一件事。 软白等了两分钟,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进去找穆少林。 退完房了。 这时, 穆少林大步走出来。 怎么退房了? 那是连夜开车回A市, 还是, 跟他一起住爷爷家呢? 穆少林攥住他的一只小手, 感觉冰凉, 他不禁攥了又攥, 说道, 问了宾馆老板, 隔离卖床单被子。 爷爷那边有旧被子, 就一套。 他今晚盖的, 还是在柜子里又翻找的, 很潮, 下午在院子里晾晒了起来。 爷爷认为应该送客人去宾馆, 虽然是未来孙女婿, 但到底没结婚, 身份也不是普通人家的男孩子, 遭不了小镇上这等贫苦的罪。 A市。 张亚丽自己开车出门, 把车停在无人的路边, 反复拨打儿子的手机号码, 都是一样的提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打给董子俊。 董子俊, 我是少林的妈妈, 少林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 张亚丽问。 对不起夫人, 牧总的私人行程一向不准我们过问。 董子俊五分钟前接到老板的电话, 显示的来电号码是软白。 这说明老板跟软白在一起。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回来, 都不是他一个下属该问的。 一群废物。 张亚丽骂了一声, 挂断电话。 一手把着方向盘, 一手拿着手机, 愤怒地想了半天, 张亚丽想起好朋友的儿子李雷。 电话很快打通。 雷雷吗? 我是张亚丽, 你张阿姨。 阿姨问你, 上次给你介绍的那个相亲对象, 你们见面之前有打过电话联系对方对不对? 你快找找, 把他的手机号码给阿姨发过来。 好, 阿姨等你。 张亚丽说完就挂断。 三分钟后, 软白的手机号码被李雷发了过来。 镇上, 买完一床薄被子和床单的两人从商店里走出来。 穆少林问起软白后妈相关的事情。 软白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 一五一时说道, 我爸的意思是, 李慧珍想要我爷爷这套房子的拆迁款, 总房款算起来也不少了。 你爸若是不给, 他怎么样? 穆少林听了李慧珍的事迹, 不难想象, 软白当年寄人篱下, 吃了多少这个厚妈的苦头。 软白看着前方的路, 抱着一个卡通抱枕, 我爸进了医院, 如果生气, 病情会加重, 恶化得更快, 李慧珍料到了, 我不会惊动我爸, 至于我和我爷爷, 在他眼中, 可能都是很好欺负的, 任他柔缘捏扁。 这时, 才走出商店没几步的两人, 听到隔壁的宾馆里, 有打骂声。 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女婊子, 竟然敢勾引我男人? 看老娘今天不撕了你的嘴。 随着骂声, 是一阵门帘被掀动的声响。 宾馆门口跑出来一个极其狼狈的女人, 软白吓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李慧珍, 被人家南方的老婆捉到在床了? 穆少林看了一眼软白错愕惊呆的小脸, 宠溺地仰起嘴角, 鸡不可见地轻笑了下。 软白盯着前方那一幕, 李慧珍身上穿着一条长裙子, 被一个疯了一样的彪悍女人扯着头发, 边骂, 那女人还边用手隔着裙子掐刘慧珍的大腿, 胳膊。 您的刘慧珍倒在地上嗷嗷乱叫。 至于那个在李慧珍身上奋斗的男人, 窝囊地拎着衣服站在宾馆门口, 吓得腿直打哆嗦, 女婊子! 我先打死你, 回家我再砍死那个杀剑刀的。 我就好奇了, 怎么有你这么下贱的东西, 一把年纪了还在屋子里叫得跟母猪似的。 我非拔了你的舌头不可。 女人骑着李慧珍, 啪啪啪地两手左右开弓, 打得惨不忍睹。 李慧珍脸肿得通红, 嘴角还流血了, 软白拉了拉穆少林说, 我们回家。 穆少林脱下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 搂着他往老房子的方向走。 才进家门, 软白还在想着李慧珍那时恶有恶报, 就听到爷爷说, 小白, 你手机想半天了。 穆少林主动拿着新买的被子和床单, 进了软白房间, 开始铺床, 今晚打定了主意睡他屋。 手机上六个未接来电, 都是软白不认识的号码。 他拿起手机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 干脆接了, 你好。 软白? 我是少林的妈妈。 张亚丽终于联系上他, 语气里掩盖不住的急迫和怒意。 张亚丽说话的态度一上来就很奇怪, 软白当即被震住了, 甚至都忘了叫一声阿姨打个招呼。 你在哪里? 我立刻就想跟你见一面, 软白, 我想我们应该坐下来认真谈谈, 与你与我都好。 张亚丽自顾自地说道, 在穆家老宅见面的时候, 张亚丽亲切地叫他小白, 现在却是联名待姓地叫他软白。 软白想起自己五岁的时候, 在外头被其他小孩子推倒在地, 裙子下的膝盖磕碰在砂石上, 坏了一块, 还出了血。 他哭着回家找爷爷, 要妈妈, 问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 那些有妈妈的孩子总是欺负他, 骂他小野众, 小野众活该被欺负。 被他的哭声折磨得十分疲惫的爷爷, 第一次退去和蔼, 脸上挂起了严肃的神情, 对孙女的叫法也从小白突然变成了联名待姓的软白。 被爷爷叫了全名的软白, 之后就听到了一段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爷爷严肃地苦着脸说, 你没有妈妈, 你要记着, 勇敢地长大, 爷爷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能养活你。 不要指望你妈妈, 之前爷爷说你妈妈出去打工了还没回来, 都是骗你的, 怕你伤心。 因为你妈妈在生下你后, 就不要你了, 外面那些人说得对, 你被你妈妈抛弃了。 你妈妈那个女人, 见钱眼开, 不三不四, 辜负了你爸对她的一番情谊。 为了享受生活, 连你这个亲生骨肉都能说扔就扔。 要不是爷爷把你捡回来, 你可能就在孤儿院长大了。 而这一次, 张亚丽态度很差地叫了她的全名。 她从张亚丽口中将要听到的又会是什么话? 不能在电话里说吗? 软白想立刻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不能在电话里说, 我怕你失去理智, 我怕你承受不来, 所以我必须要你在我视线内, 保证你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张亚丽说着, 顿了顿, 如果你控制不住情绪, 我来帮你控制住。 软白拿着手机, 手指都在抑制不住地发抖。 对不起, 现在见不了面, 我在老家看我爷爷, 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回去。 软白心中急迫, 可今晚不能带着爷爷连夜走。 老人家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样连夜的折腾。 张亚丽想了想, 在手机那边说道, 好, 我等你明天回来。 再见。 软白要挂断电话。 等一等。 张亚丽拦住, 提醒道, 这件事你最好别跟少林说, 目前来看, 只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 很轻松就能解决。 好的, 我明白了。 软白说道。 张亚丽似乎不放心, 又说, 你别自作聪明的背地里, 偷偷告诉少林, 我可以告诉你, 这对你们两个来说, 绝对没有好处。 如果你私自告诉了少林, 那等你, 回到A室跟我见了面, 听了我说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的, 我保证。 明天见。 软白说完就按了挂断键。 爷爷拄着拐棍出来, 问, 谁打来的电话? 你爸。 软白眼神不定地闪烁着, 回神地搀扶着爷爷, 说, 爷爷, 快睡觉去, 明天起来了, 跟我去A室, 我们以后住在一起。 爷爷被他推回了房间。 房间有一张木板床, 上头扑的被子就旧的。 软白蹲下, 给爷爷脱了鞋子, 又端了水盆过来, 给爷爷洗了脚, 拿新买的毛巾仔细擦干, 扶着爷爷躺下。 爷爷还在坚持自己的意思, 我不跟你们走, 在这生活, 一个人也挺好。 不行, 我想跟爷爷生活在一起, 小时候爷爷抚养我长大, 我长大能赚钱了, 就应该照顾爷爷安享晚年。 软白说得不容拒绝, 给老头个好被子, 才转身出屋。 慕少林等在门外, 软白出去。 小镇上空气很好, 尤其夜晚, 露水渐渐变得重了, 周围的花花草草被露水打湿, 散发着清香的味道。 你今晚, 软白看他, 不知道他今晚要怎么睡。 慕少林嘴上叼着的香烟, 转而夹在手指间, 轻声过去, 准备伸手搂过他说话。 却在这时, 听到屋里的门被打开, 门上的小块玻璃因为开门的震动而发出声响。 李宗啊, 你跟爷爷住爷爷这屋, 老头儿有点不放心, 拄着拐棍, 又他拉着鞋出来了。 软白没说话。 慕少林指了指大门外, 对老人家道, 爷爷, 我睡车里, 车里足够宽敞。 车里不冷吗? 爷爷怕你冷。 不冷, 来时被毯子了。 慕少林说完, 进屋, 扶着爷爷重新回了屋。 等屋里安静了, 慕少林才走出来, 去他屋里拿了西装外套和车钥匙, 抬起深沉的眼眸, 看着他说, 我睡车里, 你跟我出来。 软白在后面, 悄悄地跟他走出去, 很怕爷爷突然出来, 抓他回屋睡觉。 大门外, 男人打开车门, 将西装外套搁在了车座位上, 回身抱住他, 低头用下和抵着他的脑袋。 说, 想跟你睡, 我快疯了。 软白人由他抱着, 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莫名的惆怅。 张亚丽找他, 他料到了, 不会是什么好事, 多半是劝说他离开慕少林, 而且, 可能还会有偶像剧里的狗血戏码, 开出一张支票, 随便他填。 这一招, 豪门里的太太们, 为了儿子能摆脱普通身份女人的纠缠, 都喜欢用, 不管是狗血电视剧里, 还是现实生活中。 现实很多时候, 往往比电视剧还要狗血。 慕少林低头稳住他的唇绊, 在这泛起良意的夏日夜里, 缠绵地吻, 猛烈火热, 直到软白承受不了, 快要因为缺氧而昏厥过去。 爷爷监督着, 不让孙女跟他一起睡是对的, 老人家传统的观念里, 没结婚, 不能住在一起。 回了A室, 你们年轻人随便怎么发展关系, 只要别在我老头的眼皮子底下, 做出格的事情就好。 我该回去了, 明天还要早起给爷爷整理带走的东西。 软白被他抱在他坚硬的怀里, 虚软的身子, 想往出逃。 他先抽出手, 失去重心时, 却一不小心, 左手胡乱地按在了男人的那里。 抱起筋的肉, 意外被他小手攥住。 烫到了手斑, 他吓得连忙曲起手指。 想起上次在酒店套房里, 他用手弄他那次, 软白红着脸, 快速脱离他的身体, 转身回了屋子。 穆少林已在车前, 衬衫与西裤下包裹着的火热躯体, 还在叫嚣着需要发泄。 皱起眉, 男人打开车门, 拿了烟盒和打火机, 低头点了根烟, 狠狠地吸了一口, 如今只能抽烟来压制体内的不平静。 要黑如墨的双眸, 望向开着一盏昏暗小灯的房间。 老旧的房子这几年一直空着没人住, 所以没有安装窗帘, 穆少林一直盯着那间房间, 直到过了半晌, 他熄灯。 这一夜, 软白睡得不好。 穆少林前半夜也几乎没睡, 重回小镇, 宁静的夜里难免使他触景生情, 想起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的一切。 好的坏的画面一起涌入脑海, 历历在目。 清晨五点多, 软白就头疼地醒了。 换了陌生的地方睡觉, 不习惯还是其次, 主要他心里装着张亚丽的那些话。 还做了噩梦。 梦到张亚丽以死威胁, 逼他离开穆少林。 他起床, 叠好被子, 先去了爷爷那屋。 爷爷看到孙女进屋, 问, 起这么早, 不多睡会儿。 平时也差不多这个时间起床, 软白过去, 突然搂住爷爷的脖子, 说, 爷爷, 我就不送你去, 我爸那了, 他出去打工了, 很久不能回来, 您先跟我住。 孙女脸上的惆怅, 爷爷没有看见。 老头拍了拍孙女的手背, 爷爷知道你有孝心, 可你就快结婚了, 爷爷这么个老头子去了, 拖累你。 不拖累, 照顾爷爷怎么是拖累, 我找的婆嫁, 肯定也希望, 我是个孝顺的人, 如果他们希望我忘恩负义, 不孝顺, 那这样的婆嫁我就不嫁了。 软白笑着对爷爷说, 可是眼里却生出点点泪光。 他不知道是不是起床后心情不好的问题, 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 要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 穆少林从大门口走进来, 软白看到了他起场挺拔的身影, 还看到他手上拎着的早餐, 有豆浆有油条。 爷爷, 我们吃早饭。 软白蹲在地上拿过鞋子, 帮爷爷穿。 扶着爷爷一起去厨房。 穆少林陪着爷爷边吃边聊。 软白匆匆吃完, 起身去给爷爷整理东西。 他发现, 爷爷平时用的日用品, 都不旧, 相反有一些还是国际大品牌, 他自己赚钱了, 也不会去消费的那种奢侈货。 装东西的手提包, 都是Prada的。 小姑姑嫁的那个男人, 据说性情很好, 出手也大方, 之后更是带着小姑姑和爷爷一起去了日本生活, 生活条件多好, 从这个Prada手提包上就看得出来。 老头儿享受了几年的好生活, 突然回到这穷困小镇, 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 软白收拾好东西, 就扶着爷爷换衣服, 上车。 早起的邻居看到这一幕, 问, 软老爷子, 你这是, 接爷爷去我家? 软白一眼认出, 这个讨厌的邻居。 说完, 软白关上了车门, 邻居当时大声嚷着说, 这是孙女来接爷爷去城里享福啊。 则, 可别跟你小姑姑似的, 没过多久, 就给老头儿送回来了, 你小姑姑嫁了有钱人, 眼睛就长头顶上去了, 可到头来, 还不是让人家赶回国了? 要我说, 这软家养出来的女儿, 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 软白没理会邻居的恶语相向。 穆少林在屋里, 拎起装老头儿装日用品和衣服的手提包, 皱起眉头, 就要出去看看什么邻居在乱叫。 软白看他一脸阴郁, 忙拦住他, 抬头对视他寒冰般的双眸, 别跟这种人计较。 太没素质了。 穆少林愤怒地说道, 跟这里的邻居没道理素质, 可讲。 软白突然抱住穆少林剑硕的腰迹, 一双小手穿过他的外套伸进去。 想到要见张亚丽, 他的心情好不起来。 回A市的路上, 爷爷问软白, 你爸又去哪儿打工了? 前些天给我打电话, 他怎么没说? 穆少林从后视镜里, 看了一眼车后座上的爷爷和软白。 软白有点慌, 说道, 可能怕爷爷你担心, 我爸才没说, 自己又去打工了。 这次我爸去的地方其实不远, 但短时间内没有假期, 不能回来看我们。 去做什么工作, 累不累? 老头担心儿子的身体出问题。 软白脑子飞速运转, 想编造一个不累的工作, 说给爷爷听。 就在他绞尽脑汁思考时, 穆少林说道, 做监察工作, 平时做办公室, 一个星期去一次工厂, 检查安全指标, 总体来说是份大多数人求之不得的清闲工作, 赚的也多。 老头一听, 连声说这个工作好。 软白感激地看向开车的男人。 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终于抵达A市。 昨晚软白跟李妮联系过, 让李妮在A市帮他租一套房子, 两室的。 李妮问起原因, 软白就将爷爷的情况说了。 李妮知道, 软白是被爷爷一手带大的, 直接说, 不用租房子了, 他要搬回家里去住了。 原因是, 他这才搬出来没几天, 老妈就被软美美骗去一套首付款房子, 再不回家坐镇, 傻逼哥哥和老妈恐怕慢慢地就要把家里的房子都过户给软美美了。 扶着老头上楼的时候, 李妮在家。 爷爷, 我总听小白说起你, 他来这边上学的时候, 我俩就一个班级, 还是同桌, 他想爷爷总哭鼻子呢。 李妮笑着说道。 跟在爷爷后面说了一会儿话, 李妮就被软白拽去厨房。 软白问, 你真的要搬回去? 怎么之前没听你说? 正要说, 你就回老家了,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答应了跟你一起出来住, 却留下你一个人, 现在好了, 爷爷来了。 李妮拍了拍软白的肩膀, 软白沉默下来。 怎么了? 李妮觉得, 她有心事, 而且是很重的心事。 软白为了见张压力, 才没让穆少林上楼, 更说下午不出门, 要陪爷爷。 穆少林只好离开, 回了公司。 软白对李妮说, 我出去一趟, 没意外的话很快回来, 你帮我照顾爷爷, 到我回来好吗? 当然没问题了。 李妮表情古怪地打量软白, 突然你都不像你了, 出什么事了? 我看你表情不太对, 没什么事, 放心。 软白出门。 二十分钟后, 软白坐在了附近的咖啡厅, 对面坐着的是打扮华柜, 风韵油存的张压力。 想不想知道, 你的亲生妈妈是谁, 现在人在哪里? 算了, 我直接跟你说吧, 你是我的女儿, 您说什么? 软白面容僵硬起来, 张压力一定是在开玩笑。 这位豪门太太, 也许是真的讨厌她, 讨厌到了极点, 想拆散她跟穆少林, 但说出这样荒唐的话来做理由, 未免也太幼稚了。 我说, 你是我的女儿, 难道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张压力说完, 伸手端起咖啡杯子, 浅尝了一口, 而后抬起头来, 面无表情, 所以你跟少林, 不能在一起。 软白目光定定地, 盯着对面的张压力, 一手的手指, 在桌子底下, 抓紧另一手的手指, 攥出汗来。 她没跟张压力说过自己, 从小失去了亲生妈妈, 张压力怎么会知道这些? 穆少林说的, 软白的脑子乱成一片。 她又想到, 张压力是个第三者, 拆散了那天发疯的蔡秀芬 和穆少林的父亲穆震, 继而成功上位。 而她这边, 从小就听邻居们议论纷纷, 说她的亲生妈妈 跟有钱男人跑了。 那个有钱男人, 能给妈妈好日子过? 这一点, 似乎勉强能对得上号。 可是对得上号又怎么样? 这个世界上, 做第三者的坏女人那么多, 跟有钱男人跑了的女人也那么多, 怎么可能这个就是她的亲生妈妈? 软白摇头, 不会的, 她不相信。 张压力对视着她的眼睛, 又直击她脆弱之处, 小白, 我从来没问过你爸爸你的名字。 直到你说你姓阮, 你引起了我的怀疑, 所以那天, 你说你姓阮的时候, 我才惊讶, 担心你跟阮力康有什么关系。 碍于少林在, 我才没直接跟你问出口, 我甚至怀疑, 你是不是知道自己是我的女儿, 你爸爸告诉了你。 所以, 你故意勾引少林, 只为来到我的面前, 报复我抛弃你们妇女, 说到这里, 张压力的面目变得有些阴暗, 争鸣。 现在看来, 你并不知道自己是我的女儿, 跟少林走到一起, 也不是对我的报复。 张压力的面目重新恢复了淡定。 软白不接受, 就像当年不接受老爸得了肝癌一样, 摇头不接受, 你别骗我了, 你的谎话太低级了, 可以去骗骗几岁的小孩子, 低级谎话。 你认为, 我能坐上T集团前任董事长妻子的位子, 会是一个无聊到跟人说低级谎话的人。 张压力挑眉, 开口说道, 软白望着张压力, 怎么想也想不通。 的确, 张压力是一路过关斩将, 算计了很多, 才走到穆少林的父亲身边, 并且站稳了脚跟, 坐享一辈子穆太太的身份。 这样一个功于心计的女人, 怎么可能不精明? 精明的女人, 是不会编造荒唐的理由来骗人的, 即使骗了, 也是一时, 骗不了一事。 就算她蠢, 她笨, 总归还有一个精明非常的目少林。 如果张压力说谎, 很快就会被拆穿。 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软白闭上眼睛, 忽然身体发冷。 这么说, 张压力真的是自己的亲生妈妈? 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 平静了十几分钟, 软白也没有平复下心情, 干脆起身, 拿了包, 转身就走。 你站住! 张压力叫道。 软白站住了。 张压力拿起包, 从皮夹里掏出现金, 搁在桌子上, 举止优雅地走到软白面前, 语气冰冷地说道, 我希望你不要失控, 找准自己的位置, 理性地处理这件事的后续, 否则你会毁了少林? 软白终于抬起头来, 对视这个中年女人。 相比她的狼狈和崩溃, 这个女人要镇定得多, 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像在公布早餐吃什么, 午餐吃什么, 这个从天而降的亲妈, 到底真的假的? 软白认为自己应该去求证。 如果这真的是她亲妈, 那这个亲妈此时此刻 在面对她这个女儿的时候, 可以如此冷淡? 眼神、表情, 都没有一丝其他情绪。 软白抹了一下眼泪, 低头想, 其实这也是对的, 指望那个抛弃自己的亲妈 对自己能有什么感情? 毕竟从出生就再没见过。 若非冷血到了极致, 又怎么会做得这么残忍? 酸涩的感觉在心里不断扩散, 软白下楼。 张亚丽跟着一起下楼。 软白叫了一辆出租车, 坐进车里, 就哭着说, 去第一医院。 出租车司机用异样的眼光 看了一眼哭起来的她, 没说什么, 打表, 认真开车。 后面, 张亚丽也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要到了会有类似的经过, 张亚丽不敢开车, 怕被人认出来, 只好打车, 吩咐司机跟上, 千万别跟丢了。 软白心乱如麻, 坐在车里哭得失去声音,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怎么可能? 脑海里一大堆的画面交织错乱。 慕绍林来到小镇上读书, 她是高大帅气的校草。 慕绍林那天在面试员工, 她进去, 被她问了几个很私人的奇怪问题。 慕绍林抱着她吻着她表白, 说她从很久前就喜欢她, 现在终于独立, 可以自由地不听从大人的摆布, 放肆地, 光明正大的, 爱她。 慕绍林在酒店套房里, 摇起她的裙子, 用手指给她, 她体内白拙的东西, 流淌在她腿间, 亲密无间。 软白崩溃地努力呼吸, 就快窒息地感觉, 让她蜷缩起身子, 两手掐着疼痛的喉咙, 摇头, 一直摇头, 哭喊都发不出声音。 小姐, 你没事吧? 出租车司机害怕地问道, 这时遭受了什么打击, 才崩溃到这个程度。 软白终于哭出了声音, 出租车司机边开车边盯着她, 心想, 去第一医院, 这恐怕是这位小姐的亲人去世了, 否则怎么这么伤心难过? 第一医院门口, 软白下车, 张亚丽随后也下了出租车。 一起进去, 张亚丽追上软白, 伸手攥住她的一只胳膊。 软白咬牙切齿, 不说话, 用力挣脱开张亚丽, 攥住她胳膊的手。 眼神狠利地瞪着这个带给她痛苦的女人, 我知道你爸住院了, 如果不想她气死, 你就整理好情绪, 想好说辞, 之后随便你怎么证明, 我是不是你亲生妈妈。 张亚丽很理智地说道。 这时, 软白的手机响起, 她像一头受伤的小兽, 伸出触脚, 抵抗着张亚丽。 拿出手机, 当软白看到来电显示上 穆少林三个字时, 她不敢接, 低头用力攥住了手机机身, 嘴唇哆嗦着, 没眨一下眼睛, 眼泪都疯狂掉落。 你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不适合接她的电话。 张亚丽不用看, 也猜到了打电话过来的人是谁。 软白低头, 一直在掉眼泪。 来, 擦干你的眼泪, 跟我上去。 张亚丽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 掏出纸巾, 递给软白, 这仿佛是她能关心的最大限度。 软白拒绝了张亚丽施舍的两张纸巾, 吸了口气, 抹了妈脸上的泪痕, 往医院里走。 一个伤心地不停掉眼泪的人, 走在医院里, 会引来别人的侧目, 但不会被多看几眼。 这种地方, 伤心的人何止一两个。 医院电梯, 下午并不忙碌。 软白很快来到了老爸住院的楼层。 我去个洗手间。 他要顾及老爸的感受, 不能让老爸看到他的狼狈难过。 张亚丽沉默地站在洗手间门口, 等着。 软白进去, 洗了一把冷水脸, 接着就表情木讷地看着镜子里那个哭红了眼睛的自己, 微微皱起的眉头, 怎么都舒展不开。 软白出来的时候, 张亚丽提醒了一句, 如果不想你爸爸病情恶化, 你就要开心点。 软白抬起头看着这个女人, 很想问, 请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才能开心起来? 经过张亚丽身旁, 软白去了病房。 护工看到病人的女儿来了, 就走了出去。 软丽康看到自己女儿的时候, 表情很好, 但看到女儿身后跟着的张亚丽的时候, 整个脸色都是阴沉了下来。 爸! 软白叫了一声。 软丽康盯着张亚丽的表情, 直接说明了一个事实, 那的确是一个男人对前妻憎恨的眼神。 其实在来的路上, 软白就明白, 张亚丽既然敢说, 这件事恐怕就已经是个不可更改事实了。 我来, 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张亚丽主动开口, 对软丽康说, 本来我想一辈子不打扰你们妇女, 但机缘巧合, 我见到了小白, 小白很懂事, 我太喜欢她了, 无意中得知她性软, 我心里更是激动。 说着, 张亚丽过来虚情假意地, 搂住软白的肩, 笑得满足, 我没想到, 我女儿这么大了, 既然碰到, 那就是我们母女的缘分, 你现在身体不好, 老头也从日本被赶了回来, 小白负担太重, 我想这个时候, 小白多一个我这样的妈妈, 也没什么不好的。 软白没有挣脱开张亚丽, 怕老爸看出破绽。 软丽康的眼睛, 在张亚丽和软白之间, 看了又看。 张亚丽突然想认女儿, 这让她感到深深的疑惑, 但若女儿不排斥, 这件事就是女儿自己一个人的事, 当父亲的, 不会用自己的道德来约束捆绑女儿。 这样, 你们父女聊一聊, 我出去等。 张亚丽搂着软白的那只手, 轻拍了拍软白的肩膀, 以示警告。 不要说错了话。 等到病房里, 只剩下父女两个, 软丽康犹豫半晌, 才虚弱地开口, 小白你过来, 爸爸问你, 爸, 你什么都不要说。 软白不想再通过老爸的话。 被强迫地再回忆一遍, 从小被抛弃的伤痛。 这个时候, 他只想静静地待着。 亲生妈妈究竟是谁, 在今天之前, 他觉得一点也不重要。 而现在, 也不是认不认这个妈妈的问题。 那好, 你冷静冷静, 爸爸不说话。 软丽康不了解实情, 还以为女儿是一时半刻, 接受不了, 被亲妈找上。 软白低头沉默了很久很久。 想不想认这个妈妈, 是你的自由, 爸爸是觉得, 等我走了, 不在这个世上了。 你起码还有一个亲人在。 软丽康没忍住, 还是说了。 希望女儿看得清眼前的利弊。 软白终于有了反应, 摇了摇头, 抬眼问, 当年, 邻居说我妈妈是生了我才跟有钱男人走的, 爷爷以前也是这样告诉我的, 那为什么, 现在他有个比我大四岁的儿子? 想了很久, 他才理清楚脑子里纷乱交缠的每一条线索。 但他并没有从软丽康的表情中看到想看到的, 软丽康一副很了解事情原委的表情。 这件事, 爸爸知道, 当年你妈跟我在一起, 其实早已经不是什么黄花大姑娘了, 她被别人伤害过, 还给别人生过一个孩子, 只是那个孩子, 人家不认。 后来爸爸才知道, 那个伤害了你妈妈的男人是个有权有势的富商, 你妈妈给他生的, 是个儿子。 爸爸就想啊, 这种豪门私生子可能早晚要被认回去, 爸爸也担心过, 担心你妈妈因为那个儿子将来再回到那个禽兽身边。 说到最后, 软丽康不说了。 答案很明显, 他料想的一切不好的事情最终都发生了。 豪门私生子被带了回去, 认祖归宗, 孩子的妈妈也母瓶子贵, 离开了抚平他伤口的平凡男人, 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有钱男人身边。 软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家, 像失去灵魂没有知觉的行尸走肉般, 给爷爷和李妮做了晚饭。 李妮一边往嘴里送米饭, 一边看着软白, 探头问道, 你怎么跟丢了回事的呀? 哪有, 你多吃点。 软白赶紧表现得正常一些, 还勉强地笑了笑。 别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李妮断定, 软白有心事, 从中午回来到现在这个心事越来越重的感觉。 他爷爷多心, 两人在饭桌上没多聊什么。 好不容易吃完了饭, 软白去洗碗, 低着头也不抬起来。 李妮在他身旁, 皱眉说, 我看你好像哭过, 我爸病情还没有任何好转。 软白找了个借口, 搪塞过去为什么哭? 真的就因为这个? 李妮不信。 软白怕自己会忍不住找李妮做倾诉对象, 怕自己忍不住说出难以启齿的一些事情。 最后, 洗完了碗, 咬了咬牙送李妮出门。 李妮从今晚起, 正式回家住。 爷爷在阳台上坐摇椅, 逗鸟。 李妮下午不知从哪里给买了只鸟, 鸟笼子挂在了阳台上。 软白撑了又撑, 还是撑不住了, 无人的客厅里, 她才关上门送走李妮不久, 就靠在洗手间门前哭了起来。 咔嚓! 钥匙插进门孔, 门被打开。 一身风尘仆仆的男人走了进来。 木少林西装革履, 一派成熟沉稳的模样下, 眉头紧皱, 五官表情也格外冷烈, 她手上不仅拿着她的车钥匙, 还拿着李妮才带走的那把家门钥匙。 四目相对, 软白如死水一般的眼睛里, 重新泛起慌乱。 你的朋友把她的钥匙给了我。 木少林开口解释手中钥匙的由来。 软白了然地看了她一眼, 眼睛周围被哭得是无法遮掩的红肿。 木少林末地朝她的方向走上前两步, 试探性地, 却果然看到, 她被她逼近的身体, 吓得连续后退了好几步。 那是出于本能的闪躲动作。 木少林不知道, 究竟为了什么? 她变得开始躲着他了。 她仔细回忆, 昨夜小镇上睡前, 以着车身的热吻, 她并没排斥, 甚至比每一次都配合, 回应得也很热烈。 上午跟老头坐在车里, 碍于老人在, 她跟他没过多交流, 但其他正常交流的话题下, 她也没表现出, 这种疏离的态度。 下午开始, 打她电话, 不接, 打了无数次都不接。 没了其他办法, 只好找上门来。 车开进小区的时候, 正好她的朋友李妮出来。 李妮主动上前说, 老板, 我知道你跟小白的关系, 但是, 小白她今天怎么怪怪的? 是不是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 沐少林不知道具体出了什么事, 所以, 沉不住气, 一开完会就赶了过来。 严格来说, 整场会议开得都很敷衍。 这在T集团内部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会议主讲人讲解得十分认真, 而主座位上, 本该投入到一组组数据中的老板大人, 却失神地盯着某一处, 微皱着眉, 不知在想什么。 这么晚了, 你过来做什么? 软白今天还没整理好情绪, 不想跟他说任何的话。 在家里说, 也不合适。 这时, 阳台逗鸟的爷爷从摇椅上起身, 最后看了一眼鸟, 推开阳台门, 走回客厅。 当爷爷看到门口站着的木少林时, 诧异地又看向孙女, 问, 李宗来了, 小白你就让人家一直站门口? 软白看向爷爷, 堵在心里的事情太多, 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关键时刻, 他能分得明白哪头轻哪头重, 崩溃都没资格。 得了肺癌的老爸不在身边的时候, 爷爷的身体健康自然就最重要, 其他的, 关于自己和木少林的一切, 都可以容后再谈。 李宗, 你进来坐。 爷爷招呼孙女婿。 木少林点头。 软白看到他走向了客厅的沙发。 坐下。 小白, 你去给李宗倒杯水。 爷爷坐在沙发另一侧, 命令还处着不动的孙女。 软白只好去厨房倒水。 给。 端着水杯, 他走到沙发前。 木少林伸手去接水杯, 却在手指钻住水杯的同时, 也钻住了他的手。 软白像是触电, 被咬到了斑, 快速缩回手。 碍于老头而坐在对面, 不好讲话, 木少林只是不动声色地从左侧端起杯子, 再将水杯放去右侧, 英致的五官抬起, 看向软白。 软白一张小脸上, 暗淡无光。 你哭过了? 木少林明知故问。 没有。 软白立刻反驳道。 男人目光深邃, 不放过他, 那怎么眼睛周围一片红肿? 软白担忧地看了一眼爷爷, 撒谎说, 昨晚在老房子没睡好, 每次睡不好, 眼睛都会变成这样。 爷爷眼睛有些花, 不带老花镜, 根本看不清楚孙女眼睛周围的变化, 还以为那是年轻人化的妆。 在日本, 老头看多了年轻女孩子们五花八门的妆容。 虽然眼睛不好使, 但老头耳朵还没坏, 听得出来准孙女婿和孙女之间, 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说话气氛不对。 你们两个聊, 爷爷回屋躺躺, 一路上坐车也坐累了。 说完, 老头拄着拐棍, 步履蹒跚地回了屋子。 客厅里只剩下两个人。 木少林起身, 不容许她闪躲地直接一把攥住她的手腕, 在她无声挣脱时, 男人更是强硬地把她带去了厨房。 到了厨房, 软白抬头看着身前的男人, 麻木地说, 我不喜欢你这样。 木少林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一反常态的女人, 她薄唇紧敏, 眉目冰寒。 你的霸道, 你的专横, 我通通都不喜欢。 软白说着说着, 就红了眼眶, 抬头望着她的眉目, 拿出了堪比专业演员的演技。 这两天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我对你有好感, 而是我的虚荣心在作祟。 木少林攥着她手腕的大手, 攥更紧了。 李宗背叛了我, 我急于找一个男人帮我找回面子, 如果这个送上门来的男人是公司老板, 我没理由拒绝。 找个比李宗厉害的男人打他和第三者的脸, 我心情太爽了。 软白笑了出来, 你在利用我? 木少林看着她眼睛里的泪光, 那里有她模糊的倒影。 没错。 软白眨了一下眼睛, 上下眼睫碰触, 泪低掉落, 报复完了, 我才得知, 李宗跟第三者要结婚了, 他们还有了孩子, 我难过死了, 我绝望透了, 这种难过, 不亚于得知我爸得了癌症的时候。 借着这个借口, 软白越说, 哭得越狠, 手也发抖, 我很想跟李宗还有第三者同归于尽, 这种刻骨的憎恨下, 其他人都变得不重要了, 包括你。 你以为, 我会相信你的这些鬼话? 木少林表情严肃, 眉头皱紧, 强硬地冷声继续说, 你的这个借口不成立, 其实你爱谁我都无所谓, 我确定我爱你就够了。 软白没有力气跟他讲太多话, 反正他都不信。 但木少林口中这些素中长的话, 他也听不得, 会头皮发麻, 会全身发冷, 因为那层无形的, 永远难以跨越的特殊关系。 厨房这个窄小的封闭空间里, 到处都弥漫着木少林身上的味道, 轻烈, 好闻, 独一无二。 软白用尽全身力气跟他保持着应该保持的距离, 拒绝他的亲吻, 拒绝他的气息, 但男人那隐藏的魅力好像病毒, 四周扩散, 融入他的呼吸, 被他吸入体内。 整个人, 感染得彻彻底底。 说好了远离他, 逃开他, 可真的面对着这个男人的时候, 他又侥幸地想, 万一他不是张亚丽的亲生儿子。 可是, 这个万一太渺茫了。 木少林这种精于算计的男人, 若张亚丽不是他的母亲亲生, 他又怎么可能不自知? 木少林看不透软白的内心世界, 这种感觉, 让他感到恐慌, 他希望在这段感情里, 他们彼此, 能对对方的内心了如指掌。 过来, 他轻声说了两个字, 身臂, 扯他入怀。 软白的背部, 在被男人的大手触及那一刻, 站立起来, 他每根骨节分明的手指, 都像是烙铁, 烙得他皮肤发疼。 放开, 你别抱我, 软白疲惫嘶哑地说道。 怀里的女人, 没了挣脱的力气。 木少林却更加抱紧了他, 薄唇从他的额头开始, 一寸寸往下亲, 划过他的脸颊, 找到他的唇瓣, 四片唇瓣, 触碰到一起的时候, 软白哭出了声。 木少林所有动作都停住, 身体僵硬, 炽热急促的呼吸, 喷勃在他的唇瓣上。 你在这样, 我明天就从你眼前消失。 软白威胁道。 他无路可走了。 木少林抑制住对他的热情和喜欢, 闭着眼睛, 承受着他的威胁。 居然连说话的机会, 他都没给过他。 他本性专横果敢, 做事风格一向也强悍很绝, 尤其此刻他对这个女人怀揣着一颗狂乱跳动的心, 他却要求他, 停下来。 他怎么停得下来? 木家老宅。 看到老爸回来, 木战白跟在身高腿长的老爸身后, 怯懦提醒, 你别忘了, 明天答应了陪我和软软去看电影的。 木少林一言不发, 回了卧室。 木战白站在卧室门口, 看到老爸直接去洗澡了, 心情好像很差, 便不敢去自讨没趣。 第二天, 软软激动地坐上车, 木战白随后也上车。 看了一眼沉默地坐在车后座上的男人, 木战白抿着小嘴, 也不说话, 本来还想问问, 看完电影去吃什么? 午饭回来吃, 还是在外面吃? 一大两小都在车上了。 司机开车, 木战白其实很不满意今天的活动。 父子相处, 最其乐融融的方式应该是老爸亲自开车, 现在由司机开车, 看上去一家三口一点也不亲近, 反而生疏。 工作狂成熟男人的世界真的非小孩子可以理解, 木战白委屈地坐好。 司机问道, 木总, 去哪家电影院? 木战白也看向身旁一脸阴沉的男人, 好奇去哪家电影院? 打开订票页面。 木绍林似乎才想起是去看电影, 对开车的司机吩咐道, 司机停车, 打开了订电影票的页面。 软软什么也不懂得咿咿呀呀唱歌, 而战战却皱起了小眉头, 脸都黑了, 对老爸的不负责任很有意见。 司机厅吩咐订票, 也没仔细看电影类型, 只看了个片名, 匆忙点进去, 在联系电影院所场。 T集团名下产业无数, 自然也涵盖了各大电影院。 抵达购物广场里的电影院, 影院经理亲自出来为其领路。 大人面无表情, 经理不敢跟其打招呼, 只好哄着两个小宝贝。 战战软软手里, 捧着爆米花和饮料, 进了影厅。 偌大的IAX影厅里, 只有父子三人。 一星觉醒, 木战白吃了一粒爆米花, 影片在放映, 大荧幕上不久就出现了片名。 软软认真看电影。 人怎么飘来飘去的呢? 软软好奇, 太空舱里的人怎么飘着走? 所有的问题都得不到解答, 在场的唯一一个成年男人始终沉默寡言, 交叠的双腿一动不动, 仿如毫无温度的一尊雕像, 棱角分明的五官上, 也布满了可怕的冰冷。 半个小时后, 小女孩软糯又撕心裂肺的哭声, 响彻电影院。 眉头紧皱的男人, 看了过去。 妹妹别哭, 哥哥告诉你, 电影里都是假的。 木战白小胳膊小腿的, 上前搂住嚎啕大哭的小妹妹。 电影里的怪物长大了, 是血吃人, 把人的手咬掉, 又把人整个吞掉膝干。 血腥的画面, 大人看了都觉得恐怖, 更别说一个小女孩。 木少林终于起身, 来到女儿面前, 附身伸手抠出女儿小嘴里卡着的爆米花, 抱了起来, 大步走出电影院。 司机在电影院外等候, 看到老板和两个孩子走了出来, 立刻下车。 打开车门, 让老板一家人上车。 出来以后, 软软看到外面的现实世界, 好了许多, 但眼睫毛上还挂着泪住, 小嘴瘪着, 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撒手, 可怜巴巴。 回到家。 张亚丽下楼就问, 不是去看电影了吗?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中途软软哭着要跑出来, 我们不得不出来。 木战白板着一张小脸。 说完, 还一脸痛心地看了一眼, 身后撂下女儿, 就走得冷酷男人, 小声嘀咕, 某个大人没长心, 哪些电影小孩子能看, 哪些不能看, 也不会分辨。 张亚丽看了一眼 站在院子里抽烟的儿子, 猜测到, 软白对他说了分手, 还是别的什么? 但看儿子烦躁的程度, 软白应该不是说了 那层血缘关系, 如果说了真相, 以自己儿子这个性子, 恐怕会暴怒, 毁天灭地地暴怒。 沾了边的, 谁也别想好。 木瑞成才睡醒, 边擦湿漉漉的头发, 边下楼。 他问木战白, 谁惹我小侄子生气了? 还能有谁? 某个大人, 木战白抿着小嘴, 偷偷瞪了一眼, 站在院子里, 单手插在裤带抽烟的挺拔男人。 谁惹你老爸生气了? 木瑞成也看了一眼院子里的大哥, 光看背影, 他都看得出来, 大哥心情极差。 我哪知道, 他受了什么刺激。 木战白坐在沙发上, 委屈地抬眼看了一眼小叔叔。 木瑞成了然地出去, 手里拎着毛巾, 站到大哥身旁, 观察了片刻才说, 跟我那个准嫂子, 吵架了呀。 木少林猝起眉头, 目光忧伸, 看向前方院子的老师雕花大门。 你越是费尽心思地去取悦一个人, 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男女之间想要保持长久的亲密舒适的关系, 靠的是共性和吸引, 而不是压迫、捆绑。 木瑞成斟酌地说道, 小心翼翼。 那天虽然他只见了嫂子一面, 但看得出来, 嫂子是个年纪不大, 性格很柔软的女生。 比不得这位成熟稳重, 何尔猛一旦爆发, 就绝地地禁欲老男人。 看这张冷脸, 木瑞成就猜到了, 木少林恐怕是要求跟人家发生某种关系, 被人家拒绝了, 憋得难受, 才回来跟孩子大发脾气。 软白早上去完医院, 就来到了T集团上班。 中午他接到张亚丽打来的电话。 少林的状态很差,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软白不喜欢听张亚丽的声音, 哪怕这个女人是他的亲生妈妈。 张亚丽压低了声音, 再次提醒, 我希望你能衡量明白孰轻孰众, 跟少林分手, 这带给她的伤痛顶多个把月, 但你若说出真相, 那带给她的伤痛恐怕就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 软白嘲讽地说道, 穆少林有你这样的母亲, 不知是悲哀还是幸运。 说完, 软白直接按了挂断键, 手机被重重地搁在办公桌上。 一旁的周小素, 敏感地察觉到了软白的情绪不太对。 软白起身, 去打印一份文件。 站在打印机前, 她痛苦地想, 张亚丽怎么可能是自己的亲生妈妈? 再冷血, 也不至于对自己的亲生骨肉毫不关心, 有句老话说, 虎毒不食子。 张亚丽虽然没想吃了她, 但所有的痛苦都让她这个做女儿的咽下, 会不会太狠心了些。 做母亲的除了警告, 再无其他举动。 哪怕只给一声安慰, 都吝啬得没有。 打印完了还不拿走? 你在想什么呀? 周小素过来, 看了看文件, 抬眼问她。 软白回神, 赶紧拿起打印好的文件, 摇头, 昨晚睡得不太好。 也不管周小素信了没有, 软白把原文件还给同事, 接着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工作。 只有不停的忙碌, 才能让大脑不休息, 一旦休息, 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 软白收拾了东西装在包里, 准备趁着午休的时间去医院一趟。 周小素从座位上也要起身, 去餐厅吃饭。 但就在她起身的时候, 电脑上来了一封邮件, 部门部长告诉她, 顶层要文件资料, 派个人送上去, 速度地去送, 穆总亲自打来电话要的。 软白要走的身影, 被周小素的余光捕捉到。 周小素赶紧起身, 拦住她, 小白, 去哪里呀? 不忙的话, 这有一份文件你帮忙送去顶层, 穆总急着要的。 老板跟软白的关系能不能维持得长久, 周小素不知道, 但眼下来看, 老板对软白不可能这么快失去兴趣。 老板要文件, 恐怕只是想见软白的一个借口。 周小素观察了一上午软白的脸色, 此刻更是断定, 老板跟软白之间发生了不愉快, 过错方可能是老板大人。 对不起周姐, 我着急走, 我爸的医生让我过去签个字。 软白说出自己的难处。 周小素愣了愣, 生死攸关的大事, 他也不好强制挽留。 只是这文件若是别人送上去的, 老板大人的脸色, 可想而知会有多可怕, 软白到达医院, 还没进去就碰到了正走出来的李妮。 不只是李妮, 还有王娜和软美美。 这不是我的好妹妹吗? 软美美被未来婆婆扶着, 肚子还没显怀, 就娇贵了起来。 怎么? 你爸还活着? 我以为早死了。 房子得到了, 肚子里还怀着李家的肿, 软美美不再装乖巧, 以本性是人, 狠毒的话更不怕未来婆婆和小姑子听。 她就是要在所有人面前羞辱软白。 让她软白也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动手打她。 敢动手, 王娜第一个冲上来保护孙子。 软白望着软美美, 没动怒, 这一天一夜经历了太多, 软美美的这两句话, 根本没有杀伤力, 相反听着很无聊。 走到软美美身边, 软白看着她的侧脸, 面无表情地说道, 有空最好去关心你妈是否还活着, 我不想我爸给那样的当父送终。 我妈? 软美美愣了一会儿, 然后回头看已经走了的软白, 你给我站住。 说清楚, 看看你结交的都是什么朋友,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王娜担心软美美生气, 只好委屈自己女儿, 让软美美舒心。 李妮今天陪着来医院, 只是怕自己老妈又被软美美骗钱, 没别的意思。 我觉得小白说得对。 人家老爸虽然得的癌症, 但也许跟五年前一样, 又好了。 倒是某人的妈, 别前两天还活得好好的, 这会儿真出了什么不测, 这种事, 不经念到的。 你什么意思? 你咒我妈死? 软美美气的脸色不好。 别跟她计较, 小姑子和嫂子到底一家人。 王娜劝何? 一家人个屁。 软美美甩开王娜, 指着李妮, 你有什么怨气冲我来, 为你闺蜜出头也冲我来, 你诅咒我妈算什么本事? 这时外面一股风吹进来, 十分舒爽。 李妮冷笑地看着软美美, 缓慢说道, 好啊, 我满足你求诅咒的心情。 清风微微起, 小三今晚死家里, 听, 骂你的词我都想得这么押韵, 对得起你这么贱了。 软白早已进了医院的电梯, 电梯内没信号, 因此, 这个时候在出租房楼下拎着鸟笼子溜弯的爷爷, 没打通孙女的电话。 老家伙, 你在这小区租的房子? 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脸上带疤, 上下打量着被围堵住的老人。 我孙女租的房子? 老头颤声说道, 不想给孙女惹麻烦。 其中一个男人点头, 好, 体谅你年纪大了, 又租的房子, 想逼外地来的也没什么钱, 你走路不好好走, 导致我开车躲你的时候, 撞上铁栅烂了, 掉了快七, 你也看到了的, 这样, 你就赔我一千块好了。 一, 一千。 爷爷被这个数字惊着了。 那车, 是辆年头挺久的傲拓, 本身就掉了七, 爷爷觉得, 这是鹅人。 既然你孙女的电话打不通, 那我们就打这个, 这个是谁的电话? 他能给你送钱来? 那鹅人的男的, 拿起老人身上挂着的一个塑料老人证。 证件背面, 软白写了他的手机号码。 穆少林昨日上午, 却担心老头遇到一些棘手问题, 或者迷路, 软白不方便赶过去解决, 因此, 他写了他的手机号码在老人证上。 刀疤男拨通十一位数的手机号码, 正觉得这手机号码很好的时候, 那端有人接听了。 小区里有个六弯的老头, 是你什么人啊? 他不好好走路, 导致我的车刮掉了一片漆, 你看, 你过来一趟, 谈谈赔偿的问题。 穆少林很快便从公司, 赶来软白爷爷住的小区。 黑色路虎停在小区门口, 人刚下车, 就有眼尖的下属, 过来跟身材奇长的男人汇报。 穆总, 人已经控制住了, 车也拖走了。 做得不错。 穆少林不嫌不淡地说了四个字, 走向受到惊吓的老头。 后面的人不敢再跟, 汇报也汇报完了, 只好该干嘛干嘛去。 警方带走了讹人的两个刀疤男, 交警部门也叫了拖车, 拖走碰瓷那辆破车, 但小区里围观的群众, 热情不减, 还围着老头。 穆少林走到老头面前, 扶起说道, 爷爷, 没事了, 给你添麻烦了, 小白的手机打不通, 这帮人这才打给你, 爷爷万分抱歉, 说话也没底气, 总觉得人老了, 不中用, 竟知道给小辈们惹麻烦事。 您别跟我客气。 穆少林打算先带老头回家, 竹一点头, 跟小区里照顾老头的两个大妈道了谢, 穆少林拿起老头的鸟笼子, 带着一人一鸟, 上楼。 身后的两个大妈口中, 嘖嘖两声, 羡慕, 老头说来的, 这个是他孙女婿, 看看人家这女婿, 长得帅, 开着豪车, 人还没到, 就把事, 就办明白了, 老头全家几世修来的福气哦。 下午, 从医院回到公司, 软白的手机再没想过, 自然也不知道, 爷爷在小区里遭遇的一切。 到了下班时间, 软白打给爷爷, 还没等老头说话, 软白先问, 爷爷, 晚上想吃什么, 你有多久没吃鱼了, 我买条鱼回去, 烧怎么样? 没如期听到爷爷的回答, 反而是另一个人抢过手机的感觉, 接着, 软白听到一道苍老声音传来, 小白啊, 我是你的另一个爷爷, 少林的爷爷。 过马路的软白顿时站住了, 爷爷怎么会跟穆少林的爷爷一起待着? 滴, 滴滴, 下班高峰, 商业街外的马路车流穿梭, 软白挡了路。 对不起, 软白歉意地对被拦住的车点头, 拿着手机, 过了马路往地铁站的方向快步走, 问道, 我爷爷, 今天你过来吃个晚饭, 少林也在公司, 你们一起回家, 挂了呀。 穆老爷子说完, 心情不错地挂断了电话。 软白又停住了脚步, 想不通爷爷怎么过去的。 这时, 一辆黑色路虎行驶过来, 停在了他身旁。 软白看到车里坐着的男人, 喉咙里就像卡着一根刺, 吐不出来, 咽不下去。 上车。 落下车窗后, 眉目硬朗的男人面无表情地催促道。 软白没上车, 问他, 我爷爷怎么去了你家? 你怎么不说话? 穆少林依旧沉默。 你不要用这种方式逼我, 我并不介意爷爷住在你们家。 软白不想妥协。 穆少林有的是办法拿捏住他。 而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挺住, 撑住, 不能被他成功拿捏。 那我就养你爷爷一辈子。 穆少林冷着脸说完, 车窗便缓缓合上, 黑色路虎在马路边上迅速消失。 软白愣在原地。 四十分钟后, 已经到家的软白疲惫不堪。 才进家门, 手机就响了。 老头劈头盖脸的一顿教训, 小白, 你怎么变得这么不懂事了? 下班为什么不跟少林一起走? 闹什么小心子? 现在, 爷爷命令你过来。 爷爷。 软白不知道, 穆少林回去怎么说的。 从爷爷的话来听, 怎么无理取闹的人, 好像还是他了。 你要不来, 我立刻叫车。 打包回小镇上住。 老头威胁完孙女, 就按了挂断。 穆家老宅, 下人正在忙碌晚餐。 花园里的两个老头, 下棋下得正开心。 穆老爷子对刚挂了孙女电话的软老头说, 年轻人不像咱们那一代人, 我们少林, 还是很懂事听话的。 这次两个孩子闹别扭, 少林说, 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那这, 小白的错。 软老头揽下来了。 吓了一棋子, 说, 小白也是个贴心懂事的孩子, 可这年轻人谈恋爱, 难免有个磕磕碰碰, 没大问题就好, 等他来了, 我教训他。 教训不得, 咱们当老人的, 在中间多撮合撮合就好, 我的孙媳妇任何人都不能教训。 穆老爷子像关心自己孙子一样, 关心孙媳妇。 软老头一听, 心里舒坦。 婆家是对小白认可, 并且友好。 下午过来就听说好好的李宗, 突然变成了穆少林, 软老头着实吃了一惊。 之后听孙女婿讲了来龙去脉, 老头才知道, 小白受了委屈。 恋人出轨, 背叛, 还让第三者怀了孩子, 李宗那个渣男, 不要也罢。 好在, 这个穆少林对孙女看着, 就真心实意。 一个集团总裁, 年轻有为, 说跟去小镇乡下, 就跟去小镇乡下, 还在车里委屈地睡了一夜。 若不是出自真心的喜欢小白, 恐怕人家不会愿意去吃那睡一夜车里的苦。 穆少林一手夹着根烟, 在讲电话, 说公事, 身后两个双胞胎宝宝, 嫌弃地看着工作狂男人, 显然不肯原谅带孩子看电影, 挑选电影, 却一点也不走心的老男人。 软老爷子越看越高兴, 孙女须一表人才, 有责任感, 有担当。 孙女能嫁给这样的男人, 也算前二十几年, 没白吃苦受罪。 软白到穆家老宅的时候, 还没进去, 就被看到, 他身影, 直接冲出来两个小家伙, 抱住了腿。 有磁场一样, 见了面就粘上。 穆少林碾灭了手上的烟蒂, 整个人都深沉得可怕, 眉目皱了起来, 对孩子呵斥道, 你们两个别捣蛋, 乱抱什么? 软白听着他的阴阳怪气, 低头, 好声好气地哄着两个小家伙, 让阿姨先进去。 怎么哭了? 软白话才说完, 就看到软软眼睛里, 禽着眼泪泡泡, 越来越大, 就快要鼓破了。 软软浑身无力地, 扑到软白怀里, 边哭边蹭。 穆战白在一旁板着一张小脸说, 爸爸不知道怎么了, 丢了魂了, 说好的, 带我们去看电影, 结果看也没看类型, 就选了一星觉醒, 吓得妹妹中途哭着跑出电影院, 到现在睡觉还做噩梦。 好了好了, 不怕了, 阿姨在这儿。 软白心疼地亲了亲软软的小脸蛋, 最后更是直接抱了起来 哄。 软软哭得更伤心了, 两只小爪子搂紧了软白的脖子, 嘟咙, 小白阿姨, 我不想要我爸爸了。 软白没有想到, 穆少林会带两个小家伙 去看一星觉醒那种片子。 虽然自己也没去看过, 但朋友圈里已经看到 有好几个同事同学都发过, 说这部片子的某些情节 很恐怖血腥, 甚至恶心。 软白看了一眼穆少林, 最后到底没说什么, 抱着小家伙 低头进了穆家大门。 软软趴在小白阿姨的肩头, 可经过爸爸身边的时候, 她仿佛能感应到一样, 抬起头, 有了靠山般的嘟着嘴, 瞪了一眼猛男。 穆少林, 张亚丽站在二楼的露台上, 眼色难看地看完楼下大门口那一幕场景。 不是告诉她远离少林? 怎么还凑上来? 真是不要脸! 搞得像一家三口一样。 气过之后, 张亚丽整理了脸上的表情, 下楼去。 而花园里的两个老头, 也瞧见了门口的情景。 穆老爷子笑了起来, 欣慰叹道, 盼着这一天, 我可是整整盼了有五年了。 做长辈的到了这个年纪, 为了儿孙的幸福, 都不容易。 软老头最后一起子, 吃了穆老爷子一片白棋。 输了棋局, 但是穆老爷子仍是开心。 方才门口那一幕实在太和谐。 小白还没进门, 就抱起来孩子, 孩子也粘得紧, 像看到了出差已久的妈妈终于回家, 口口声声告爸爸的状。 而那个满脸冷霜的大孙子穆少林, 气质金贵地站立在一旁, 不知不觉也收起了一家之主的架子, 俨然变成了一个 不知怎么跟老婆孩子认错交代的好丈夫。 小白来了呀! 张亚丽下楼, 笑容和蔼地迎向软白。 软白莫地站住。 张亚丽看向两个老头, 脸上仍保持着笑, 说, 小白你跟我来一趟, 我有东西送给你, 上次见面匆忙, 都没来得及给你一份见面礼。 听了这话, 软白终于抬起头来对视张亚丽。 见面礼? 恐怕只是张亚丽想跟他单独说话的借口。 亲家, 见面礼就算了。 软老头不想让孙女拿木家什么贵重的东西, 结了婚令说, 眼下这不是还没结婚吗? 这你不能阻拦孩子。 穆老爷子朝儿媳妇张亚丽挥了挥手, 示意张亚丽别管软老头怎么说, 带小白上去, 该给的见面礼必须得给。 回过头来, 穆老爷子又对软老头说, 小白跟我们家少林, 已经算一家人了。 我代表木家所有人一致认可小白这孩子。 你当爷爷的, 万万不能掺和他们婆媳之间的相处。 穆老爷子这么一说, 事情就严重了, 涉及到婆媳关系。 软老头私存片刻, 认为也是这个道理, 便决定不阻止了。 软软不得不从小白阿姨的怀里出来, 跟哥哥去荡鞦韆,楼上房间。 张亚丽拿出一个首饰盒, 里头装着一条镶嵌钻石的项链。 打开盒子,拿到软白面前, 这条项链是我替少林去做工艺。 拍卖得来的, 价值六百万, 现在, 我把它送给你。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不要。 软白没有过多的跟张亚丽客气, 只希望张亚丽能有什么说什么, 别浪费时间。 张亚丽不认为软白是真的不想要, 讽刺地笑说, 你转手卖掉, 卖个五百万是不成问题的, 确定不要。 软白厌恶张亚丽这副嘴脸, 多呆一秒钟都是煎熬, 只丢下一句不说正是我就走了, 转身真的离开。 张亚丽拿着首饰盒, 愣在房间里。 二十分钟后, 张亚丽下楼, 在厨房找到了在给软软倒水的软白。 对不起了, 我以为你会喜欢首饰这些东西。 张亚丽口头道歉, 但脸色依然傲慢。 软白倒水的动作停住, 回头看向张亚丽, 我爸说, 你在生了我后不久就嫁入豪门了。 算起来豪门生活也过了二十多年了, 沐家是名声不错的豪门世家, 可您私下里怎么养成了一副爆发护太太的做派。 被说成爆发护太太, 张亚丽顿时咬紧了牙。 态度也恶劣下来, 表情猙獰地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平头论足? 吃穷人饭长大的孩子, 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别让人笑话就行了。 起码我不会为了过好日子, 就抛夫妻女, 八戒有钱人。 软白说出心里堵得最狠的一句话。 一句话说出口, 仿佛多年的郁节都平息了。 是的, 她恨那个生夏, 她却不要她的女人, 二十几年来, 她见不到那个女人, 所以质问和指责只能藏在心里。 现如今, 这个女人就站在她面前, 且还是一副更可恶的嘴脸, 她觉得自己没必要顾及母女关系。 这种女人, 根本也不配得到自己孩子的尊重。 张亚丽从没被小辈这样羞辱过, 这些年来, 唯一羞辱过她的就只有蔡秀芬。 说得好听, 还不是绞尽脑汁挤破了头的往豪门里来。 要真是对豪门生活没欲望, 今天何必过来? 张亚丽尖酸刻薄地说道, 软白闭上眼睛, 听着自己亲生妈妈羞辱的言辞, 庆幸自己没有跟这个女人一样, 遗传了她贤贫爱富的基因。 如果不是爷爷在, 她不会来。 事实的真相, 不能被爷爷知道, 老人家一定受不了这个冲击。 别说老人家, 就算是身为年轻人的她, 不也一样接受不了同母义父这个残酷的事实。 不想跟张亚丽过多解释, 软白走了出去。 张亚丽表情上保持着优雅, 但嘴里不忘警告, 你别妄想挑战道德的底线, 放过少林,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软白走向软软那边。 穆少林在陪孩子玩, 说是玩, 其实就是软软或战战在荡鞦韆, 原本有人推鞦韆架, 但突然她过来, 吩咐原本推鞦韆架的人去忙别的。 软软还在生爸爸的气, 这时候, 爸爸主动来给他推鞦韆架, 他就想不生爸爸的气了, 原谅爸爸。 可是不一会, 鞦韆架被推得老高。 小家伙吓哭了。 两个下棋的老头, 端着水杯走来的软白, 都吓了一跳, 纹身看过去。 推鞦韆架的男人, 不知在想什么, 手臂结实又长, 浑身的力气都用在了鞦韆架上, 完全不知道小孩子能佛承受这个力量。 穆少林一手攥住鞦韆架的绳子, 稳住鞦韆, 伸手抱起哭得发抖的女儿, 我不要跟爸爸玩了, 呜, 软软吓到了。 穆少林方才在想其他的事, 注意力没集中在陪孩子玩乐上, 但他知道, 在女儿跟前等, 一定能看到软白, 软白过来了, 眼神闪烁地看了看穆少林, 然后蹲下, 抹了抹小家伙脸上的眼泪, 软软又趴在软白身上。 软白把孩子抱起来哄, 转身时, 对世上穆少林复杂的眼神, 不得不多嘴地说一句, 如果不会陪孩子玩, 可以去忙别的事情。 这两个孩子, 跟他的孩子差不多一样大。 软白想象不到, 自己的孩子此时此刻, 是否也被他的爸爸这样对待。 穆少林表情沉着地站在一旁, 看着女儿跟软白有些相似的脸, 失神地来了一句, 是谁给你的资格, 教我怎么做爸爸?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是我孩子的妈? 软白飘忽地看了男人一眼。 晚饭的时候, 两个老爷子上座, 张亚丽也在, 穆少林坐在右侧第一个位置, 而他的两个孩子,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都黏着软白坐下来。 很不给他们爸爸面子。 穆占白费力地伸手加了一块排骨, 筷子抖着, 好不容易放到了软白的碗里。 小白阿姨, 你吃, 小家伙笑嘻嘻地, 活像儿子, 对妈妈。 穆少林重叛亲离地, 自己加了块排骨, 搁在碗里, 却没有吃。 少林, 穆老爷子这时态度不好地叫了大孙子一声。 穆少林虽然快三十岁了, 但在爷爷面前, 永远是孙子的身份, 长辈的这声呵斥, 他知道什么意思。 软白担心的事情来了。 穆少林加起一块排骨, 放在软白碗里, 甚至在加另一块的时候, 还细心地为他提取了骨头, 只流烧的味道极好的肉。 谢谢。 在爷爷面前, 软白也要装得没事一样。 果然, 软老头看到孙女跟孙女婿和好如初, 笑着举杯跟穆老爷子碰杯去了。 软白碗里的米饭分别了软软和战战许多, 保姆眼尖地赶紧抢过软白的饭碗, 给填了一整碗的米饭。 不用那么多, 我吃不完。 软白阻止道。 没事, 能吃多少吃多少, 吃不完我吃。 穆少林适时开口, 尽显他身为男人应尽的体贴。 保姆把饭碗递过来, 笑着说, 软小姐, 这米饭很香, 你多吃些。 软白再次说了一声谢谢。 接过饭碗。 有些夫妻关系的男女, 其中一方也未必愿意吃对方剩下的米饭, 会很介意, 但也有不嫌弃对方, 愿意吃的。 穆少林跟他的关系, 远远没有到那个程度。 软白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穆少林现在这样做, 是否做戏做得太过了。 如果他真的剩了米饭, 他真的要吃。 软白不太饿, 但最后也把米饭吃完了, 不想让对方难堪。 高高在上的老板, 豪门公子哥, 怎么可能真的处理他的剩饭? 直接倒掉还差不多。 席间, 张亚丽除了说几句漂亮话, 再没说其他。 软白想的是, 怎么减少爷爷跟穆家爷爷的接触, 这两个老人家接触下去, 那他和穆少林, 太尴尬了。 从少女时期开始喜欢上他, 再到魂牵梦营的响起, 到前几日美好的结合到一起, 最终又迎来两人晴天霹雳的同父异母关系。 软白需要一个时间去适应, 逼迫自己从这段关系中走出来, 彻底地转变他的样貌。 如果做不到把他看成同父异母的哥哥, 就只能尽量让他成为路人。 或许很难做到, 毕竟他的定位在他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 但相信总有办法。 饭后, 穆老爷子带软老头上楼, 并且告诉软白, 爷爷孤独, 你爷爷也是, 我们两个老头能下棋, 能喝茶, 所以爷爷决定留你爷爷在这多住些日子。 软白不同意, 不行, 这太麻烦您了。 在他应该跟穆少林减少接触的时候, 怎么还能让爷爷住在这里?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说这话, 小白你就是太见外了, 瞧不起爷爷, 穆老爷子堵得软白一个小背的, 哑口无言。 而坐在沙发上的男人, 也是一言不发, 棱角分明的五官上, 平静如常, 仿佛对这件事丝毫不关心, 只端起茶杯, 浅出了口茶水。 张亚丽也说, 老爷子好不容易碰到下棋能下到一起去的人, 就在这多待些日子吧。 软白看着张亚丽那虚假的面容, 心里泛起一阵恶心。 少林, 去开车, 你送小白回家。 穆老爷子吩咐道, 软白不想跟穆少林单独相处, 拿起包说, 我用打车软件叫个车就好, 他应该很忙。 穆少林却拿了车钥匙, 没听到软白的话一般, 直接去了车库取车。 老爷子精明又苍老的双眼瞇了瞇, 看吧, 他就猜测, 孙子和孙媳妇的关系还没完全融洽, 必须留住软老头住几天才行。 另一边, 李宗下班后就回了房间。 李妮在门外叫他, 吃饭了, 渣男。 王娜骂道, 死丫头, 怎么跟你哥说话的。 李宗嘴上叼着烟, 浅蓝色衬衫的袖子挽起在胳膊肘处, 瞇着眼睛盯着电脑屏幕的对话框, 手指敲击, 我没他照片, 但我们一个公司, 明天我趁他不注意拍几张他的身材照给你们。 网友A, 开什么玩笑大兄弟, 那是你女朋友, 你没他照片? 李宗, 我前女友, 以前太忙也没时间出去玩, 很少给他拍照, 但他很清纯很漂亮。 网友B, 明天你拍几张发群里, 如果我对他身材满意, 我就跟你交换, 把我媳妇给你玩一次, 你前女友你骗出来给我玩一次, 行吧? 李宗抽着烟, 往烟灰缸里谈了谈烟灰, 犹豫半晌, 才回复道, 没问题, 就这么说定了。 网友B, 第一次出来玩的都你这样, 顾忌这个顾忌那个, 等你爽过一次, 你就知道这种奇妙的感觉了, 保准你上瘾, 下次没准你得求着我们上你老婆和前女友, 戴绿帽子会上瘾的呀。 李妮这时推门进来, 他哥瞧见他就立马把笔记本合上了。 李妮敏感地问, 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再做一个设计方案, 你看了, 抄袭我的怎么办? 李宗平静地开着玩笑, 收起笔记本, 锁进电脑包里。 李宗走出房间, 去吃饭。 李妮也一起出去, 说去洗手间洗个手, 再看到哥哥坐下吃饭后, 他捏手捏脚地, 再次走向哥哥的房间, 打开门进去。 拿起那个笔记本电脑包, 摆弄了一会儿, 却发现这个所没有密码的话, 根本打不开。 电脑包的材质特殊, 不是布料的, 用剪子剪, 都弄不开。 鬼鬼祟祟, 不知道又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李妮气得恨不得摔了这个电脑。 夜色深沉。 黑色路虎缓缓行驶在车流涌动的街道上。 穆少林神情专注地开车, 一身黑色的鼻挺西装和白色衬衫, 将他严肃且不容忍靠近的五官表情称得更冷。 这个男人一贯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冷漠。 软白安静地坐在副驾驶上。 借不介意我抽根烟? 穆少林很绅士地征求他的意见。 他这样客气地问了一声, 平白让软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只能干巴巴地说一句, 穆总随意。 先前亲密无见的两个人, 陡然变得疏离起来。 穆少林脸色今晚压根就没好看过, 点了根烟, 恰好前方遇上红灯。 车停下, 车里的软白居紧不已。 半支烟抽下去, 红灯也过了, 穆少林手握方向盘先开枪, 一句想对我说的话也没有。 软白浑身镀上一层冷感, 如果非要说点什么, 也只能说, 我爷爷, 是坐你的车过去的穆家老宅, 什么时候把他送回开。 或者我哪天去接, 穆少林没有发火, 虽然脸色依旧黑沉, 这要看你爷爷的意思, 我不强求。 言下之意, 他从来没有逼迫老头留在穆家老宅, 一切都不关他的事, 老人的行为, 年轻人又怎么能左右得了。 软白不想做无谓的挣扎, 也不想给对方留下可遐想的空间。 该断就断了。 这层窗户纸还需要当着他的面筒破得更彻底。 等到了小区门口, 穆少林靠小区道路的边缘停好了车。 下车前, 软白让自己尽量保持平静, 割舍掉这段不该有的畸形缘分。 穆是前方, 软白僵硬地说, 如果之前的行为等于我们在一起过, 那现在好聚好散, 正是分手。 说完这段话, 他立刻打开车门下去。 无法面对。 穆少林坐在车里, 透过车封荡玻璃看向走进楼洞的那道纤细背影, 攥着方向盘的手, 紧了又紧, 骨节分明的手指上,渐渐血色褪去, 变得苍白。 软白回到家。 寂静的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 空荡荡的, 如同他突然死寂的心。 穆少林是快速生长在他心上的一块肉, 可是有人站出来说, 这块肉长错了地方, 长在你的心上是不符合道德伦常的。 怎么做? 唯有割掉。 现在终于割掉了, 可是这颗心上在滴血, 经过时间的洗礼, 伤口会痊愈, 还是感染化浓。 是未知的, 放下包, 没开灯, 软白疲惫地坐在了沙发上, 窗外吸薄的月光透过窗子影射进来。 头疼的闭上眼睛, 休息了一会儿也没有好转, 等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软白不经意看到茶几上放着一盒烟。 还有打火机。 穆少林抽的牌子, 使用的打火机, 他都见过。 既然爷爷是被他开车带去穆家老宅的, 那么他一定来过家里接爷爷, 烟盒打火机。 是他落下的吗? 小时候他给爷爷装过烟袋, 开心地划火柴, 给爷爷点着烟袋里的叶子烟。 爷爷, 我长大到几岁可以抽烟啊? 他天真的以为, 小孩子长大也是要抽烟的, 是任务, 每个人都要去完成。 小镇上不管男女, 大部分都有抽烟的习惯, 他难免认知上有了误差。 爷爷, 却笑着告诉他,摸摸他头, 女孩子长大了也不能抽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 小白记住了吗? 哦! 他天真的点头。 爷爷一边说着抽烟对身体不好, 一边不忘多抽几口。 二十分钟前, 慕少林坐在车内, 心情大抵跟他一样都是十分煎熬的, 他只能不断望向车窗外试图转移注意力, 而他压抑自己的方式, 却是抽烟。 抽烟, 真的能排解人的郁闷心情。 软白不知道, 在这样寂寞无聊又满心伤心式的夜晚, 他很想抽一根他的烟, 用专属于他的打火机点上。 抽第一口, 他皱眉咳嗽了起开。 烟的味道弥漫在口腔和鼻息, 并不舒服。 心里装着的苦闷没有被排解, 反而越来越严重。 用声色笨拙的动作将一整根烟都抽完, 软白不知道自己是被呛的还是怎么了, 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 哥, 你不能再喝了, 穆锐成抢下那瓶快要见底的狼母酒。 借酒交愁, 出来买醉, 这两种情况在穆锐成的认知里, 他的大哥穆少林, 那样高傲金贵的男人, 这辈子都不可能做。 因为他有脑子, 向来理智, 明白买醉对难以解决的事件本身, 从来都无济于事。 穆少林没去夺回被拿走的酒瓶。 放下酒杯, 醉熏熏的男人手抖地点了根烟。 穆少林吸了一口烟, 性感的喉结上下滑动一下。 软白之于他是可厚的水, 甘甜可口还是其次, 主要能为他续命, 更好地活着, 让他的生命力变得更鲜活。 外面下起了雨。 穆瑞成站在酒店套房里, 环顾左右, 这里别说女服务员, 就是个母蚊子都找不到, 怎么办, 他留下来照顾这个情绪失控的男人。 要不, 我给我嫂子打电话? 穆瑞成只能想到软白。 也许眼下这个情况就跟软白有关。 解林还虚细凌人。 穆瑞成拿起手机, 找到嫂子软白的手机号码, 拨了过去。 他的手机号码, 嫂子认不认识他不知道, 但手机一直想的话, 对方肯定会接听吧。 大哥的手机, 他拿不到。 喂, 嫂子, 我是穆瑞成。 接听后, 他赶紧说, 我哥喝多了, 你看你能不能, 他的话还未说完, 就被软白打断了。 穆瑞成拿着手机听了片刻, 而后失望地挂断, 并且没有了再打过去的想法。 因为软白说, 他的事以后跟我无关了, 别问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知道, 再见, 我关机了, 接着传来的就是盲音。 嫂子她说, 她说, 穆瑞成不敢说实话, 可是又想不出什么谎话, 能骗得过精明非常的穆少林。 说着说着, 就卡住说不下去了。 穆少林狠狠地将烟碾灭在烟灰缸里, 拿起车钥匙, 打算离开。 喝了这么多酒, 怎么能开车? 明天清醒了, 你会后悔的。 穆瑞成没见过穆少林喝醉, 这是第一次, 他不想大哥发生什么意外。 如果你要去哪儿, 我让司机开车送你。 穆瑞成成功劝说他松手, 留下车钥匙。 整座城市被大雨淹没。 大雨滂沱的夜幕之下, 穆少林没让司机开车送他, 并且不准穆瑞成跟着。 浑身湿透地来到软白柱的小区。 到了家门口, 男人按门铃, 一次、两次、三次, 这套房子租得不贵, 设施方面有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门铃, 经常会不管用, 外面按了, 红灯显示亮了一下, 但其实里面根本听不到门铃的声响。 邻居一对老夫妻还没睡, 隐约觉得外面有人。 推开门看了一眼, 这一眼便看到, 对门门口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五官硬朗, 手腕上的铃鸟, 和手上拿着的手机, 都彰显了他非一般的身份。 可就是这样, 即使浑身湿透, 也气度不凡的男人。 此时此刻满身酒气, 还掺杂着一股雨水的味道, 蛮可怜的。 RRY, 打扰到你们休息了。 沐少林即使酒醉, 也还有一份理智, 不端大老板架子, 跟对门的住户道歉。 不打扰, 你这是找人? 邻居记得, 对门住的是两个新搬来不久的女生。 但从昨天开始, 对门就只剩下一个女生, 还带着一个从乡下接到市里来照顾的爷爷, 是个有孝心, 蛮不错的女生。 找人? 沐少林点头, 鼻挺的身材立在邻居视线当中。 楼道里的灯微暗, 周围贴着开锁通下水的小广告。 邻居五十来岁的阿姨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又看了看浑身湿透的男人, 找你女朋友。 沐少林本想点头, 可想起软白下车之前说的好聚好散, 分手, 就不能点头。 若说前女友, 邻居阿姨大爷可能会认为她存着坏心, 深夜来纠缠前任女友。 我前妻。 沐少林找到这一刻对软白最合适的称呼。 前妻? 你是她前夫? 我都不知道她结婚了。 阿姨想了想, 八卦地说, 什么时候离的? 我看你们好像一直分居住。 沐少林点了点头, 说道, 下午刚离婚的。 那你慢慢等, 耐心点, 年轻人吗? 只要有感情在, 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卡。 大爷说完, 拽回八卦的妻子。 门关上了, 阿姨瞅着自己刚翻了几页的国外经典, 言情小说著作, 忍不住叹息, 方才那一瞬间, 我仿佛置身在爱情电影当中, 但愿男主角和对门的女主角, 能有一个好结局。 只爱听郭德纲相声的大爷, 不屑地一撇嘴, 你认识人家? 了解人家? 没准对门女的不守妇道, 难得花心出轨。 不可能。 阿姨眼睛里蕴含着文艺的光芒, 悲伤地说道, 我从门外那个男人的眼中, 浑身上下, 都看到了爱意, 叫人沉沦的爱意。 大爷, 你快看你的小说, 我也赶紧听到郭德纲压压经, 李妮一大早打给软白。 真的不用我去接你。 我顺路的。 不用了, 我要去医院。 软白开着免提, 把手机搁在洗手台上, 边洗脸, 边对李妮说道。 她怕李妮看到她这副颓废的模样。 那好, 你自己记得吃早餐, 身体要紧。 李妮开车中, 说完就按了挂断键。 软白洗好了脸, 喝了半杯白开水, 没有精力和时间做早餐, 打算下楼去超市买个面包和牛奶, 带在路上吃。 拿了包, 准备出门上班。 茶几上的烟盒和打火机十分醒目, 烟盒的每个棱角都吸引着她的视线, 她忘不了昨晚抽完一支烟, 哭得痛快的感觉。 整个人沉浸在鸟鸟烟雾中, 味道四散弥漫, 忧伤好像也变得淡了, 拿起烟盒打火机, 放进包里。 穿好鞋子推开门的一刹那, 她闻到一股熟悉的烟味, 下一刻, 抬起头对视上一双比她还疲倦的眼睛。 穆少林双手都插在裤带里, 其场挺拔的好看身形立在门前, 嘴上叼着一只快要燃烧完的烟, 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恐怖的红血丝。 软白镇定了十几秒, 硬着头皮走出去。 既然决定了彻底无视她, 就会做到, 否则一切都会功亏一亏。 这件事情没有任何转机, 她和这个男人的关系, 无论如何也前进不得半分, 道德伦常极少有人敢不遵循。 唯一的路, 就是她退, 望着前方充满诱惑的她, 不停地后退。 穆少林没让她去上班, 没让她离开, 沉重剑朔的身躯靠在她的身上, 把没有防备的她, 直接压在了她身躯和门口处墙壁间。 软白不知道她在这里站了多久, 但她西装衬衫都还是昨天那套。 你这是做什么? 我们结束了。 穆少林被这句话刺激了一下神经, 拿走烟, 杨伯的唇末地吻上她的唇瓣, 两手按住她的脸颊, 附身低头吻得凶猛狂乱。 软白拼命挣扎, 被她吻伤的一瞬间, 她的脑海里冒出张压力和那些话, 嗯,你,嗯, 无论如何, 她都推不开她肩硬带着怒意而上的身体。 男人手指间的香烟还在燃着, 带着热度的烟雾, 烟烤到她的耳阔, 吻了许久, 直到口腔里有了血腥味道, 穆少林才放开她, 不惧她的撕咬挣扎, 她的舌尖被枯着的她咬破了。 穆少林低头, 仍禁固着她身体, 看着她, 眼睛里是更重的疲惫的红血丝。 嗓音里有柔情有冲动有霸道, 怎么了? 前天, 我们不还好好的? 前天是前天。 我说了, 前天我还不知道李宗让那个女人怀了孩子, 软白维心编着假话, 收起眼泪, 红着眼眶。 穆少林用拇指抹撒着她, 布满泪痕的脸颊, 嗓音沙哑, 对不起啊, 我这二十九年来, 只特别喜欢过一个你, 没有经验, 所以跟你在一起的过程中, 不知怎么, 就让情况变得这么糟糕。 一辈子太长了, 我希望你能明白, 遇见错的人比孤独的活下去更可怕, 你真的确定, 我们对彼此来说, 不是对的人。 我们对彼此来说, 不是对的人。 软白逼迫自己抬起头来对视她的眼睛, 认真说道。 只有这样的神情下, 说出来的话才具有可信度。 这两天来连续的崩溃大哭, 心情抑郁, 成功让软白的眼睛里染上一缕哀愁, 哀愁之下, 她眼神坚定地望着别人, 无论说什么, 大抵都是有可信度的。 慕少林低头看着她的眼神, 依旧深邃, 且如往日一般灼热, 但她眼神里, 仿佛也在此刻掺进去了许多碎冰渣子, 冰火两重天, 叫人不适。 我去上班了。 软白躲开男人, 牵住她的大手, 走向电梯。 电梯来得很快。 她走进去。 一路向下的电梯里, 她艰难地, 轻轻呼吸着周围的空气。 路上忘了买早餐, 软白饿着肚子来到医院。 软利康住的高级病房, 和随诊医生之前, 都由慕少林全全安排, 软白快速地跟医院做了沟通, 表明了条件有限, 无法再住这类高消费的病房。 以她的薪水, 根本供不起, 而且花得多半都是冤枉钱。 软利康转去了普通病房, 心里非但没有落差, 反而还很欣慰。 被扶着躺在病床上, 软利康看了一眼女儿, 说道, 都讲人人平等, 但某些方面, 就是无法平等, 有钱人的世界, 和咱们穷人的世界, 从来都不一样。 爸爸希望你能凭自己的努力过得好, 切记, 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要委屈了自己。 我明白。 软白听出了老爸的话外音。 老爸大概以为, 他为了钱, 被男人包养了, 软利康其实早就在心里有一个担心。 高级病房, 第一医院的明医会诊, 为他治疗肺癌,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女儿背后, 有大人物支持。 这个大人物, 多半是个男人。 若是女人, 那个女人就是恩人, 女儿这样的性格, 一定会把恩人带过来, 让父亲见一面, 道一句谢。 女儿没带那位大人物过来, 说明女儿也觉得他见不得人。 这个见不得人, 并不是这个人丑, 或者怎么样, 而是贫富差距巨大, 无法沟通交流。 女儿和那个男人之间, 一定有跨越不过去的鸿沟, 因此, 那个男人即使帮忙, 也只能在背后出钱出力。 身患肺癌, 已经给女儿造成了拖累, 软力康不敢干预女儿的私人问题, 毕竟女儿已经24岁, 成年人了, 懂得取舍, 选择。 从高级病房, 转到普通病房, 软力康欣慰的是, 女儿估计跟那个大人物断了关系。 不管女儿跟对方是情人关系, 还是男女朋友关系, 其实断了都好, 这种贫富差距大的两类人, 注定长久不了。 安顿好老爸, 软白又去填单子签字。 医生正在请示院长, 院长亲自打了个电话给董子俊。 董子俊还在家, 没到上班时间, 这会儿接了电话也是诧异, 问, 怎么突然要换病房? 软小姐说, 她和她的父亲承担不起医院的高消费医护条件, 只能转到普通病房住下。 院长按照医生汇报的, 如实告知。 院长您等我两分钟, 我请示老板。 董子俊说完, 挂断, 接着拨通了老板的私人手机。 打开了浴室的花洒, 调了水温, 董子俊却听手机里传来对方无法接听电话的提示音。 拨过去几次, 都是一样的提示音。 无奈之下, 董子俊只好打去沐家老宅。 喂? 这里是沐家老宅。 保姆接了电话。 你好, 我是董子俊, 沐总在不在家? 老宅里, 张亚丽坐在沙发上看早晨报纸, 抬眼问保姆, 谁打来的? 董先生。 保姆说完, 张亚丽想了想, 要下报纸接过电话。 董子俊啊, 你一大清早打过来什么事? 太太, 我有急事找沐总。 张亚丽, 少林生病了, 今早回来头就烫得厉害,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董子俊想了想, 阮小姐对于老板来说, 算是情人。 这种情人在老板的母亲眼里, 上不上得了台面? 犹豫片刻, 董子俊撒了个谎, 说了公事。 张亚丽也不懂公司的事, 对她讲, 回头等少林醒了, 会代为转告。 挂断电话以后, 董子俊给医院打了个电话。 软小姐执意要换病房的话, 那就按照她说的做, 都听她的, 软白离开医院, 急忙又赶去公司。 忙碌起来的时候, 恨不得能分身成两个, 一个处理工事, 一个去处理生活中的私事。 来到设计部的时候, 出了电梯, 她就看到, 站在接待处摆弄手机的李宗。 李宗也抬起头来看她, 四目相对, 却相对无言。 早! 李宗难得地主动打招呼。 软白当作没听到, 进了设计部。 坐下, 打开电脑开始忙碌。 李宗拿着手机去了南西手间。 外面接待处的一个女实习生, 对另一个实习生说, 李宗还对软白于情未了吗? 我看到李宗偷拍软白了。 两人虽然分手了, 可是毕竟还在同一个部门, 大活人天天见, 有什么好偷拍的, 搞不懂。 另一个实习生吐槽完, 开始工作。 南西手间。 李宗把照片上有公司办公背景的地方 都打了马赛克, 怕被人认出来, 最后只留下软白的身影, 发送到群里。 第一张照片是软白刚出电梯的时候, 李宗假装摆弄手机偷拍的。 照片里没有软白的脸, 只拍了脖子往下。 第二张照片是软白进设计部的时候, 李宗从他背后偷拍的。 照片里有软白的整个完整的背影, 臀部和细腰都拍上了。 李宗在绿裙里用的小号, 画名。 网友A, 那个新来的, 我就好你前女友这一口的, 职场女性啊, 瞧瞧照片里那的一部裙, 我好想现在就撕了它, 一堵裙子里头的春色, 身材不错, 我他妈快流口水了。 网友B, 楼上那个大哥的老婆我上过, 是个萝莉, 一开始还不愿意, 别别扭扭的, 现在不也玩夜了玩嗨了?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可以先试一下他的萝莉老婆, 会得特别多, 保准你满意, 还想再搞。 李宗在洗手间里抽着烟, 眯起眼睛, 低头回复, 今晚吧, 今晚我订地点, 你让你老婆过来。 网友A, 没问题, 我老婆随叫随到, 那你前女友, 什么时候弄出来给我? 李宗, 两天后吧, 两天后, 我们部门有个欢迎新同事的聚会。 所有人都得去, 喝酒唱歌完毕, 我给你安排一个下手机会。 定好时间, 李宗回到办公室。 但他无心工作, 时不时地会抬起头看向软白。 熬到中午吃饭时间, 李宗在去员工餐厅的路上一把攥住软白的手, 眼神祈求, 我们谈一谈, 给我五分钟时间。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有些男人就是有这个本事, 能让一段关系在结束时, 两人回不去朋友关系, 只能做仇人。 你别逼我, 李宗原本还充满祈求的眼神, 瞬间变得很利器来。 软白无视他, 抽出手, 去往餐厅。 周小素最后一个出的部门办公区域, 查看着手机上的邮件资料, 去了员工餐厅, 直接找软白。 我们手上这个项目如果做好了, 做轰动了, 连带我们的身价都会被赠。 被赠? 也包括我这种。 软白自认是个菜鸟, 怀揣远大的设计报复不假, 可哪个投身设计行业的一开始没怀揣过远大报复? 成功的是极少数。 周小素打完了饭, 过来, 当然包括你, 公司很公平, 只要你有这个实力, 你最后就能得到相应的报酬。 软白抬头, 看了看信誓旦旦的周小素。 报酬这两个字, 对于如今的软白来说, 是无限大的诱惑。 老爸肺癌, 不管在哪个医院治疗, 都需要无限用钱。 天上不会掉钱, 所以只能靠他来赚。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辞职离开T集团的原因, 他缺钱。 去别的地方应聘能不能过还另说, 即使应聘过了, 也需要试用期, 老爸的生命每分每秒都可能流逝, 一天他都耽误不起, 你爸的病怎么样了? 周小素把自己餐盘里的鸡腿加给了软白。 软白不要。 吃掉, 看你瘦的, 我在减肥呢。 周小素执意给软白。 这个鸡腿, 周小素其实就是买给软白的。 你还没说你爸怎么样了? 周小素继续问。 软白这两天的确在销售, 只是两天而已, 人就变了个样子, 各种各样的压力朝他压下来。 简单跟周小素说完老爸的情况, 软白边吃饭边想, 老爸说他的钱都存在李慧珍的银行卡里, 要他去取。 可李慧珍怕是不会交出来。 软白深呼吸了一口气, 振作的想, 总要试一试。 现在正是老爸身体用钱的关键时期, 百分之一的机会也不能放过。 李宗坐在员工餐厅的另一端, 靠窗位置, 远离摄像头, 拿出手机在附近订了一个大床房, 准备把地址发给绿群。 发送的时候, 他犹豫了。 网络上认识的人, 万一是骗子呢? 酒店做那种是怕是不靠谱, 被人逮住, 讹诈一顿就不值得了。 想了片刻, 李宗朝群里的网友A 要了他萝莉老婆的手机号码, 给了一个小区地址, 约定了时间。 第一次做这种事, 李宗承认自己很兴奋。 到了下班时间他第一个离开设计部, 打车去了王那给他和阮眉眉买的婚房, 婚房还没装修, 在找装修队。 阮眉眉有钥匙, 她也有。 抵达房子, 李宗耐心地等手机响。 一支烟还没抽完, 对方打来了, 罗莉音很好听, 我在你们小区门口了, 你放我进去呀。 李宗跟门卫说了一声, 罗莉被放进来, 五分钟后, 两人在房子里见到。 这种地方, 我喜欢, 很刺激, 罗莉看了一圈, 显然是爱好特殊。 李宗没经验, 但却有一颗寻求刺激的心。 很快, 空旷的房子里, 就想起了男女暧昧交缠的乙女之音, 喜欢我吗? 哦, 啊, 别人的老婆, 是不是? 嗯, 有, 经验, 罗莉匍匐在李宗身上, 媚眼如丝, 比那些, 没, 没经验的, 啊, 好很多, 不行了, 慢点, 李宗越来越疯狂, 这种感觉, 是她在本来就很开放的软美美的身上, 都从未体会过的。 轻点, 啊, 另一边, 软白电话里联系了李慧珍。 李慧珍前几天出现在罗家镇, 被人打了, 不知在警局还是在医院。 见面聊不太现实, 李慧珍不会同意。 电话能打通已经算是个进展了。 等软白把要说的话简短的说完, 就听李慧珍骂道, 软力康怎么还不死啊。 她真是摔人一个, 害得我也被她杀到。 没钱, 我一分钱也没有, 以前的存款都给她治病了。 我爸说, 她五月份的时候才给了你十万整, 是之前工地包活的老板给结账的结账款。 我不指望你全拿出来, 但在我爸生命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 你能帮一帮忙吗? 哪怕我以后慢慢还给你。 软白忍住怒火, 让步地说道。 李慧珍喝了一声, 冷笑, 给我了的钱就都是我的了。 你爸生命危在旦夕, 你不去跟朋友亲戚借钱, 来我这要钱, 我告诉你, 老娘没有。 继续跟我要的话, 只会耽误你爸病情, 回头把你爸拖死了, 可别怪在我头上。 软白在地铁站外, 无力地站住, 你和我爸好歹夫妻一场, 他赚钱养了你们母女这么, 嘟,嘟, 那端传来了盲音。 李慧珍已经不耐烦地挂断了。 软白拿着手机, 想哭, 又哭不出来, 眼泪仿佛已经流干了。 眼睛干涩地望着, 这座繁华的城市, 行人匆匆地从他身边经过, 大部分脸上都带着笑容。 曾经他也以为, 自己的生活可以跟他们一样。 但一招又被打入地狱。 至亲遭遇大病大难的当下, 他整个人也因经济问题而卑微如蝼蚁, 钱不是一天就能赚到的, 这个道理他知道, 可并魔不等人。 手机再一次想起, 这个号码软白没存过。 但看着觉得很熟悉。 你好, 我是软白。 他接听了, 怕是客户。 小白阿姨, 我, 我, 木战白在老宅里, 拿着小叔叔的手机, 在两个老爷爷的注视威胁下, 吞吞吐吐的撒谎说, 我偷看到, 你的爷爷他, 他吐血了。 什么? 软白不顾大街上别人的目光, 整个人吓得面色瞬间惨白。 而撒谎骗人的小家伙, 撅着小嘴生气, 瞪了一眼两个完好无损的老爷爷, 按了挂断键, 穆少林身上穿着黑色睡袍, 腰间松垮地系着两条袋子, 病态性感, 起床去洗手间的他, 还不知道两个爷爷一个儿子为了他, 干的好事。 大街上, 软白来不及等地铁。 急得手抖, 匆忙地拦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后说了穆家老宅的地址。 穆战白只说了一句偷看到吐血, 然后很快就挂断了, 软白没办法不心急, 坐在出租车里回拨了过去。 怎么办? 才要把手机还回去给小叔叔的穆战白, 看到手机响起, 惊慌了。 小叔叔存储的名字是嫂子软白。 穆战白知道这是小白阿姨。 接起来。 穆老爷子催促小曾孙。 哦,好。 穆战白做坏事被老师抓到一样, 立正小身板接了。 喂, 小白阿姨, 咦, 你来了吗? 我在去的路上了。 站站, 告诉阿姨, 我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需不需要送医院? 或者你让大人接电话。 软白在考虑要不要叫120救护车过去。 吐血不是小事情。 穆战白开了免提, 在两个老头的教导下, 说, 叫了家庭医生, 我太爷爷叫的, 还在, 还在房间里检查, 你快来吧小白阿姨。 说完这句, 穆战白又按了挂断键。 干得好, 干得漂亮。 两个没节操的老爷爷摸了摸小曾孙的脑袋, 夸赞道。 小家伙心砰砰跳得厉害, 他很自责, 在两个老爷爷的威胁缩使下, 他居然欺骗了最善良的小白阿姨, 李宗第一次只坚持了十分钟不到。 脚枪了。 怎么这么快吗? 萝莉撒娇的用手指在他身上抓来抓去, 还想要的样子。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别人的老婆, 而且玩得很开, 什么都会做, 她承受不住。 再来一次, 李宗不想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虽然以后想玩, 还有得玩。 白天上班, 加上软美美的逼迫, 给了她太大的压力, 她只想利用这个自由的时间好好的快活快活, 找到属于她男人的尊严。 抱着别人的老婆, 她开始了第二次。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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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女人的后背被顶在墙壁上, 皮肤和粗糙的水泥墙产生摩擦, 有了痛感。 嗯, 老公, 李宗有一种偷的感觉。 这种感觉, 供给了她身体和灵魂源源不断的快乐。 是我厉害, 还是你老公厉害? 告诉我, 李宗突然动作停止了, 逼问女人。 你, 当然是你, 女人祈求地哭了起来, 呜呜, 给我, 快给我, 李宗自尊得到大大的满足, 好, 都给你。 第二次结束后, 李宗去了洗手间, 找到一根水管冲洗。 女人穿好了衣服, 拿起地上李宗的手机, 玩了起来。 密码多少, 告诉人家嘛, 罗莉撒娇道。 李宗沉默, 认为这种关系下, 不应该让对方知道太多真实的信息, 私生活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是保密的, 女人拿着他的手机去了洗手间。 李宗像个情窦初开的少男, 突然拽过他, 想要一次又一次。 快速做完以后, 体会到了腰痛的感觉, 但他也把手机密码告诉了女人。 反正是这种约出来完的关系, 都不要脸了, 身体的满足过后, 没人会去触碰对方的私生活。 打开照片, 看了一圈, 又看了微信聊天记录。 罗莉笑着说, 哇, 你老婆怀孕了呀。 女朋友。 李宗擦着身体, 修正。 怀孕多久了? 还不到两个月。 有人, 对这种很感兴趣, 你要不要介绍给别人啊? 罗莉抬头, 眨巴着眼睛说, 会拿到钱的, 介绍费很可观的一笔, 李宗, 还可以这样? 对啊, 千金难求。 罗莉哄他, 我看你是出来玩的, 一定也不介意这么做吧, 反正你肯定也不爱他, 不然你干嘛上我? 你想一想吧, 要是同意了的话, 我可以帮你牵线。 李宗不爱阮美美, 这她可以百分百确定。 出来玩了一次, 她的心境的确变了, 人生在世, 及时行乐。 但是, 阮美美肯定不会愿意。 她不会出来玩这个。 有的是办法让她自愿现身, 只要你有这个心, 其他的, 交给我好了。 罗莉信誓旦旦地朝她保证道。 李宗沉默了。 沉默, 就等于你同意咯。 少父亲了亲她的脸庞, 把软美美的几张照片, 发送到了自己的手机上去。 方便介绍给别的男人。 软白抵达了沐家老宅。 保姆带她上楼。 而沐站白站在卧室门口, 老实规矩的一句话也不说, 低着头, 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爷爷, 怎么好好的就吐血了? 软白一进去, 就扑到床边上看自己的爷爷。 软老头躺在床上, 虚弱地喘着气, 被子捂在身上热的额头出了一层薄汗, 这层薄汗, 让老人家看上去病态更重。 沐老爷子在一旁站着, 叹息, 好在是稳定下来了, 医生给开了药, 能暂时抑制住, 你爷爷这是忧愁多虑, 气血攻心。 软白点头, 对沐老爷子治了血。 爷爷身体不差, 但也不好。 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岁数, 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在一点一滴地摔泄下去。 爷爷, 我带你去医院。 借着这个机会, 软白想带走爷爷。 但沐老爷子也不是吃素的, 立刻说道, 不行, 医生说了, 你爷爷目前的这个身体状况, 颠簸不得, 就是下地走路都不行, 何况坐车穿过大半个城市回家。 软白低头, 沮丧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总不能爷爷的问题一直让沐家负责。 他跟沐少林已经正式分手, 在沐少林那里, 他不带走自己的爷爷, 是不是脸皮很厚的行为? 去给你爷爷拿条湿毛巾, 擦擦汗。 沐老爷子吩咐, 这间房是沐少林的房间。 软老头本想去其他房间装病, 但沐老爷子不同意, 为了撮合孙子和孙媳妇和好如初, 必须病倒在孙子的房间才合适。 沐少林之前去了洗手间, 还没出来。 洗手间够大, 分干湿区, 关上门的时候很隔音。 软白不知道沐少林在家。 去找湿毛巾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顾忌的, 直接推开洗手间门。 但是, 在进去的一刹那, 软白呆住了。 沐少林似是刚领域完毕, 正开门从湿区的浴室走出来, 浑身上下, 什么也没穿, 连一条浴巾也没围着。 所有男人的特征, 一览无遗。 对不起, 我, 我不知道你在里面。 软白闭上眼睛的同时, 才想起转身出去。 手忙脚乱的反手关上了洗手间门, 软白埋怨两个爷爷不告诉他沐少林在里头的同时, 也一下子羞得满面通红, 两个老人家其实知道孙子在里面洗澡。 几十年前就经历过男女之事的两个老人更是深知, 男女关系的促进,离不开亲密接触。 而这亲密接触, 可以是负距离的肌肤之亲, 也可以是视觉上的刺激。 没有刺激, 就没有深入的遐想。 没有遐想, 也就没有更深一步的发展。 沐老爷子装作没看到软白的尴尬, 搬了个椅子坐下, 给软老头削苹果。 软白站在洗手间外, 进退两难。 等沐少林穿好睡袍出来的时候, 经过他身边。 齐长挺拔的男性身躯, 静止走向他休息的大床, 男人腰间的睡袍袋子, 松松垮垮的。 隐约还可瞧见结实匀称的腹肌。 软白进去弄了一条湿毛巾, 出来, 去给爷爷擦了擦脸上的热汗。 爷爷,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爷爷这身体啊, 是一天不如一天。 软老头第一次装病欺骗孙女, 很心虚, 可既然已经这么做了, 就不能打退堂鼓。 被揭穿的话, 恐怕孙女要生气。 何况此举也是为了两个年轻人的未来着想, 值得宽恕。 软白看到爷爷嘴唇很干, 说道:"爷爷, 你好好躺着, 我去给你倒杯水。 老头立马说:"给少林也倒一杯, 我看他早上一口水没喝过。 软白没说什么。 爷爷在穆家躺着养病, 穆家老爷子还给爷爷请了家庭医生, 而他顺便给穆少林倒杯水, 其实也没有多委屈。 两杯水, 很快到晚回来。 喂给爷爷喝了两口, 软白才端着另一杯送去给穆少林。 站在他的床边, 软白手里捧着杯子, 却不知道如何跟他说话。 穆少林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深色睡袍, 慵懒地躺在大床上, 两只手都枕在脑后, 一条长腿曲起, 一条长腿伸直, 比男性杂志上的模特还撩人。 从穆老爷子这个角度看, 孙子的姿势疑似有耍流氓的成分, 睡袍一颗扭扣没有, 只有腰间的两根带子, 还松垮得不成样子。 穆老爷子咳了一声, 不怕事情更尴尬地呵斥了几句, 没个样子。 内裤都露出来了, 你怎么穿衣服的? 穆少林被爷爷骂了几句, 墨地睁开眼睛, 仿佛这才看到床边站着的女人。 软白视线无处安放, 低头把水杯放下在床头柜上。 麻烦你了, 去帮我拿一条毯子过来。 穆少林沙哑雌性的嗓音, 低沉地响起在这间装修奢华的房间里。 穆老爷子适时提醒一句, 柜子里就有毯子, 随便给他拿一条盖上就行。 软白看了一眼床上, 躺着的男人, 只见他闭着眼睛, 硬朗的眉骨微微促起, 薄唇失去了血色, 身体应该真的很不舒服。 这臭小子, 昨夜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回来就高烧不退。 穆老爷子道出孙子的病情, 好让软白心疼一番。 软白打开柜子, 拿出一条深灰色的薄毯子。 手指攥着柔软的毯子, 他忍不住想, 昨夜穆少林站在门外, 不知站了多久。 早上抱在一起时, 他闻到他衣服上有雨水干固厚的味道。 淋了大雨, 不生病才怪。 把毯子放在他身旁, 软白重新回到爷爷床边照顾爷爷。 穆少林躺在床上, 仿佛就那样睡着了般, 眉目不动, 气息均匀。 我听说我哥病了。 伴随着声音, 穆瑞成大不留心地走了进来, 浑身上下一身赛车手的装备, 进屋就摘下手套, 去看他哥, 看到软白也在, 穆瑞成的视线对视过去。 软白不明白穆瑞成眼神里的深意是什么。 喝得烂醉, 淋了大雨, 又在人家门口站了一夜, 没把命丢了, 算老天爷开眼了。 穆瑞成并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总之, 胡编乱造, 把大哥昨夜的情况能说多惨就说多惨。 软白听了, 低头, 忍不住内心愧疚从生。 但他想, 这种糟糕的情况很快就会过去的, 时间会冲淡一切。 当然, 也真希望这个时间能越快越好。 这个毯子干嘛的? 穆瑞成回头, 问道, 给你哥盖上, 盖在他不该录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 太不像话了。 这哥在我们那个年代, 肯定要被姑娘们指认耍流氓。 公开批斗。 穆老子说的, 一脸痛心疾首。 家门不幸, 出了这么个暴露狂。 穆瑞成上下扫了一眼, 顿时明白了, 赶紧把毯子盖在某病浩南的当部, 路就漏了, 况且又不是没穿内裤, 有路的资本怎么了? 我嫂子不是外人, 又不是没看过我哥身体。 穆瑞成纠正老爷子的错误观点。 软老头装着病, 还不忘观察自家孙女的脸色。 从孙女很快就染上了淡淡尴尬的脸色来看, 软老头断定, 孙女跟这个未来孙女婿, 恐怕早就睡在一起过, 发生过关系。 老头思想突然很开放地盼望起来, 要是孙女肚子里怀了穆少林的孩子就好了。 这样, 她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就不用再辛苦装病, 养得年轻人自然也能走到一起去。 张亚丽早晨出了烫门, 中午十一点多被家里司机开车送回来。 进门看了一圈, 没看到任何人, 就问, 人都哪去了? 在楼上大少爷的房里。 保姆擦拭着家具, 抬头回道。 去少林的房间了? 少林还病着, 都去少林的房间做什么? 张亚丽不想任何人打扰儿子, 让儿子安静地养病才对。 好像阮家老爷子吐了血, 医生才来过。 保姆小声地又说道。 张亚丽愣住了, 吐血。 保姆点头。 张亚丽年轻时没见过阮丽康的父亲, 当年, 他随着阮丽康一起去小镇见家长, 下车不久, 很快走到阮家大门口。 但是还没进门, 他就嫌弃地转身坐车回了城里。 当年的儿媳妇和公公因此在没见面, 阮丽康的父亲对这个儿媳有了很深的承见, 说他嫌贫爱父不是好女人。 可阮丽康执迷不悟, 分毫没听父亲的告诫。 阮老头吐血, 会不会死在沐家? 张亚丽忍不住上楼去, 一看究竟。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张亚丽强迫自己挺起腰杆, 不要怕。 又苦又难的几十年都混过来了, 没什么是他会怕的。 上楼,走向儿子的房间, 张亚丽一眼就看到了房间内夹了张床, 床边坐着木老爷子, 软白。 小白爷爷, 这是怎么了? 听说吐血了。 张亚丽走过去, 放下手上的奢侈品皮包, 表情紧张。 气血宫心, 忧虑过重导致的, 得好好休养, 不能生气, 但凡生一点的气, 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穆老爷子威严耸听地说道。 这话虽然是跟张亚丽说, 但实则, 穆老爷子是说给软白听。 软老头在睡觉, 年纪大了, 身体好归好, 午觉一天不能落下。 不用去医院。 张亚丽不理解地问。 医院的环境空气都不好, 家庭医生随叫随到, 还是在家治疗比较安心, 况且, 这副身体现在也不能折腾。 穆老爷子又说道。 张亚丽见词, 看向软白, 小白, 你跟我出来一下。 软白不得不起身, 跟着出去。 即使要争执, 也不能在房间里, 医生交代过, 目前爷爷的身体状况生不得一丁点气。 随张亚丽走出房间, 还没走远, 前方的张亚丽, 就咬牙切齿地回头看着她说。 你们爷子两个, 在搞什么鬼? 吐血。 早不吐晚不吐, 来我们沐家就吐了。 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爷爷不吐血? 我谢谢你。 软白气愤不已。 这个世上, 怎么会有张亚丽这种女人? 张亚丽整个人暴躁起来, 伸手指着软白, 给你价值几百万的首饰你不要, 给你钱你不要, 我看你就是在放长线, 想吊条最大的鱼。 小小年纪, 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 拉上你爷爷, 一起赖在我们沐家不走。 骂了几句不解气, 张亚丽看了看左右, 继续, 我倒要看看, 你爷爷吐血吐死了, 回头你收尸的时候, 心亏不亏的慌。 希望你嘴上留得, 好歹我爸是里面吐血的那个人生的儿子, 他在你被人抛弃的时候接纳了你, 帮助了你。 软白为自己有个这样的亲生妈妈而悲伤。 如果可以, 他倒宁愿自己这辈子都不知道亲生妈妈是谁。 小白, 你爷爷醒了。 穆老爷子站在门口, 朝远处走廊上的软白叫道。 原本还满面怒容的张亚丽, 转变安慰脸, 抬起手摸了摸软白的黑发, 朝老爷子说, 这就过去, 爸, 我安慰小白两句。 穆老爷子希望小白嫁过来, 不要跟婆婆不和, 看到婆媳之间相处得如此融洽, 老爷子也算放心了。 穆老爷子对睡醒的软老头说, 小白在外头跟未来婆婆说话, 亚丽这个人很势利, 但对他重义的人就不势利, 百般的好, 我看小白跟我这个儿媳妇很对脾气。 亚丽。 软老头问, 这个亚丽,姓什么? 姓张。 穆老爷子没当回事。 软老头皱了下眉, 想起当年把儿子迷惑的五迷三道的女人, 好像也是叫这么个名字。 儿子后来离婚, 回家的时候, 喝醉酒清清楚楚地念叨过, 张亚丽抛弃了她和孩子, 跟有钱人跑了。 穆家很有钱。 软老头越想越心惊, 额头上出的不再是热汗, 是冷汗, 嘴唇哆嗦地看向隔壁床上睡着的穆少林。 软白回来, 就看到爷爷满头是汗, 赶紧去拧干了毛巾, 小心翼翼地给爷爷擦拭。 午饭的时候, 保姆不知从哪弄来的轮椅。 软老头坐在轮椅上, 被推下楼。 坐在餐桌前, 张亚丽发现软老头时不时朝她这边看过来, 她吓得直抖。 难道这个老头认出她了? 不对。 昨天过来的时候, 见面都没认出来, 那说明软丽康当年没给家里人看过她的照片, 这回软白来了沐家, 老头怎么突然认出来了? 张亚丽不善的目光看向帮保姆给众人乘饭的软白。 猜测, 难道软白气不过, 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头? 张亚丽嗓子里像是绷着一根弦。 软老头端起碗筷之前, 断断续续地说, 我们老家正要拆迁, 说是建设什么旅游城。 哎, 我这老头还没住够就镇子啊, 张亚丽心头又是一条。 好好的, 提起罗家正做什么? 沐老爷子接话, 你说那个地方目前的确经济落后, 拆了再建, 会是一番崭新样貌。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舍归不舍, 还是得支持年轻人的建设啊。 沐站白抬起头问道, 太爷爷, 你也知道那个地方。 好玩吗? 我想去。 像太爷爷这个年纪的, 应该都去过。 沐老爷子摸了摸小曾孙的脑袋。 软老头问张亚丽, 你们这个年纪的, 估计是没去过罗家镇这样的小地方吧? 张亚丽不敢去拿筷子, 手指指抖, 只能把手搁在桌下, 脸上强装淡定地笑着说, 没去过, 听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 听您讲, 青山绿水的, 空气质量一定很好。 软白给沾沾软软, 分别加了酥肉到碗里, 听着张亚丽面不改色的谎言, 淡淡地扯动了下嘴角, 觉得讽刺。 小白, 我让人准备了两份饭菜, 你上楼跟少林一起吃, 他生着病, 一个人恐怕没胃口。 穆老爷子提出, 软白想说拒绝, 但自家爷爷这时候使劲咳了咳, 捂着胸口, 艰难地说, 去, 去跟少林一起吃, 别让爷爷生气, 结果吓人地的时河, 软白心不甘情不愿地上楼。 走过的地上都铺着地毯, 脱鞋柔软, 所以走上楼根本没有发出声响, 唯一的声音就是他浅薄的呼吸。 端着石河走到门口的时候, 软白抬眼, 目瞪口呆地就看到一副叫人流鼻血的画面。 穆少林脱掉了身上的深色睡袍, 全身光裸, 将睡袍扔在凌乱的大床边缘, 他背对着门口, 伸手从衣柜里找出一件衬衫, 软白吓得端着石河躲到门后。 可脑海里却不可控制地出现, 男人一手拎着皮带的画面, 有力地机体纹里匀趁健壮, 脊背的那个弧度, 是他被他压在身下时, 曾用手抚摸抓闹过的, 又不是没看过, 摸都摸过了, 躲什么? 男人冷酷的声音骤然响起。 穆少林的这一句调侃, 没有暧昧, 有的只是讽刺。 软白脸红心跳, 靠着门后的墙壁, 缓缓闭上眼睛, 他咽了咽源源不断分泌的唾液, 被自己逼得快要不能呼吸。 低下头暗暗地骂了自己无数次, 软白, 你怎么可以这么恶心? 居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跟他做那种事的画面。 软白, 你没救了? 你忘了他跟你是什么关系了吗? 拜托你保持清醒。 平息了复杂的心情, 软白端着石盒进入房间。 穆少林已经穿好了衣服, 身灰色衬衫, 黑色西裤, 视觉上给人一种较比往日更加深沉冷酷的感觉。 才睡醒的缘故, 他眼神深邃中透着一股迷离的疲惫, 抬眼瞥向走进来的女人, 凉薄地问道:"给我送饭?" 软白放下石盒, 打开, 把每一种食物都摆出来。 看了他一眼, 又说:"爷爷让我给你送饭, 我不敢不送。 穆少林手指系着衬衫的袖扣, 抬眼看他, 说:"坐下来一起吃饭, 我知道你也没吃, 才下去几分钟, 就又上来。 按照时间算, 他确定软白没吃。 软白没有坐下跟他一起, 你慢慢吃, 我还不饿。 穆少林皱起眉头, 撇向走出房间的女人, 看了看石盒, 没吃饭, 走向了书房。 二十分钟后, 软白重新来到房间。 发现饭菜他都没动。 如果换作正常男女朋友关系的两个人, 他身为女朋友, 应该关心对方, 但他和穆少林, 真实的情况是已经没关系了。 他吃不吃饭, 轮不到他来关心。 否则就是欲据还迎, 藕断丝连。 收拾了石盒, 他拿下去。 送到厨房的时候, 软白解释了几句, 保姆也不多事, 收下了石盒。 看到爷爷也吃完了, 软白便过去推爷爷到花园里溜达溜达, 花园的路平坦, 一个人推轮椅也没什么问题。 到了草坪中央, 软老头对身后推轮椅的孙女说, 去给爷爷倒杯水来, 还有, 你手机给爷爷用用。 软白不知道爷爷要做什么, 但也老实地拿出手机给了爷爷。 爷爷, 我去倒水。 去吧。 软老头目送孙女离开, 然后拨通了一个手机号码。 软立康知道, 父亲来了A室, 也知道女儿怎么跟老头说的, 对过口供, 现在通话怎么说都不会说错。 担心孙女很快回来, 老头长话短说, 立康, 我问你, 你那个前妻是不是叫什么张亚丽? 人在A室。 软立康在医院病床上, 听到老父亲这样问, 大胆猜想, 老父亲碰上了张亚丽? 觉得名字熟悉? 张亚丽没承认。 否则父亲不会打电话来确认。 为了避免麻烦, 软立康撒谎道, 爸, 您记错了, 张艳丽, 我前妻叫张艳丽, 说完, 软立康听到老头明显松了口气。 沐家老宅。 这个时候, 软白端着水杯出来, 老头按了挂断键。 软白拿过手机的时候查看了一眼, 发现爷爷是打给老爸的, 但从爷爷的表情上看, 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将爷爷送上楼后, 软白打给老爸。 爸, 我爷爷问什么了? 你爷爷可能碰上了你妈妈, 特地打过来问我, 你妈妈是不是叫张亚丽? 但我, 骗了你爷爷, 我说你妈妈叫张艳丽, 时间太久, 她记错名字了, 嗨嗨。 软立康咳嗽着, 跟女儿说了许久。 她不反对女儿接触亲生妈妈。 只希望女儿在跟亲生妈妈接触的时候, 递着点爷爷。 软白答应下来。 现在的她, 对任何事都不敢有意义, 除了顾虑爸爸的心情和身体, 还要顾虑爷爷的心情和身体。 坐在花园的长椅上, 软白忧愁地想着下一步。 想来想去, 似乎只能等爷爷身体稳定, 不吐血, 才能带爷爷离开。 之后是在家, 还是住院观察, 都要身体稳定这个前提下, 才能去做。 这时, 穆家老宅门口, 停下来一辆黑色保时捷卡燕, 新车, 车轮胎上系着红布条。 车上有人下来的同时, 穆家也有人出来。 张亚丽拥抱了车上下来的一个看上去三十多岁的男人, 叹息道:" 行安, 我们盼你出来, 可是盼了好久了。 出来? 从什么地方出来? 被叫行安的男人笑了笑, 五官英智的脸上顿时柔和了几分, 谢谢姑姑惦念, 少林呢? 在楼上。 张亚丽说完, 从侄子的身前走过, 去拥抱另一个看上去很小的女孩子, 笑得更灿烂了。 阿姨快要不敢认了, 小英, 今年多大了? 十九岁, 但我已经毕业了, 是已经要踏入社会的人了。 郭音音笑起来, 两个酒窝格外惹眼。 一行人交谈着, 欢声笑语, 上楼去了。 阮白待在花园里, 不知道怎么上楼。 穆家有客人, 他和爷爷显得很多鱼, 也很碍事。 不知过了多久, 阮白的手机突然响起。 上楼, 你爷爷又吐血了。 张亚丽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 阮白一正, 顾不得其他, 上楼去。 可是还没到爷爷休息的房间, 他就被某一个房间突然出来的张亚丽, 拽住了胳膊。 张亚丽近距离对视着软白, 问, 跑什么呢? 忙忙撞撞的。 我爷爷, 软白话还未说完, 就看到这间房是间书房。 穆少林坐在办公位置上, 冷沉着脸, 锐利的视线也看向了门口突然被拽住的他。 而穆少林身旁, 是方才楼下那个自曝才19岁的女生, 女生撒娇地捧着脸, 盯着穆少林的下颌线条, 喉结部位, 发痴地看。 沙发那边, 则是双腿交叠地坐着那个在楼下被张亚丽叫过一声行安的男人。 软白知道自己被张亚丽骗了, 爷爷根本没有吐血。 张亚丽在儿子面前, 热络地拉过软白, 小姨要死要活地非得嫁给我们少林, 我就跟他说, 我儿子有女朋友了, 这不, 刚说完你就上来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穆少林低沉的声音墨地响起。 说完, 他紧促眉头, 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 脸色也有愈发阴沉的趋势。 软白先是正愣住了, 然后才后知后觉地点头, 只是还没告诉两个爷爷, 怕他们。 张亚丽听到儿子亲口说我们已经分手了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但表面上, 张亚丽还是一副失去软白这个准儿媳很心痛的模样, 怎么好好的分手了呢? 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不能解决? 软白转身要离开。 张亚丽做戏做足, 叫住软白, 小白, 算阿姨求你了,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两个老爷子, 他们身体受不住这个打击。 沐少丽抬眸, 看向软白身影消失的门口。 与此同时, 室内另一双深沉的眼眸, 也看向了软白身影消失的门口。 而后, 张行安的视线, 又转向了自己的堂弟, 沐少丽。 张亚丽背对着书房三个晚辈, 攥了攥手指, 回头给了郭音音一个鼓励眼神。 郭音音得到暗示, 去到了杯水, 搁到沐少丽左手旁, 少丽哥, 你喝点水。 沐少丽停下手上的工作, 闭上眼眸, 抬手捏了捏眉心, 没有理会任何人, 包括身旁发嗲献殷勤的郭音音。 张行安起身, 站在窗台前点了根烟, 一手加烟, 一手推开窗户, 视线不经意地瞥向楼下花园方向。 方才被姑姑张亚丽叫小白的那个女人, 去了花园。 虽然距离比较远, 但她看得清这个小白的脸色。 身为一个情场老手, 张行安了解, 方才堂弟沐少林嘴里说出的七个字, 恐怕是无形中掺杂了冰刀子, 割得这个小白心上隐隐作痛。 张行安听着姑姑跟郭音音聊家常, 显然, 姑姑方才都是装的, 对郭音音这个娇滴滴的富家女儿媳, 才是真心喜欢, 愿意接纳。 底下那个小白, 实则是被嫌弃的。 一根烟抽完, 张行安碾灭了烟蒂, 抬头说道, 姑姑, 我就先走了, 晚上跟几个朋友约了酒局。 郭音音松开搂着张亚丽胳膊的手, 阿姨, 那我和邢安哥哥就先走了。 常过来玩, 阿姨还有很多护肤的问题, 要请教你呢。 张亚丽说着, 看向自己儿子, 少林, 邢安和音音要走了, 你不出去送送? 沐少林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一边严肃的皱眉说正事, 一边朝堂兄和郭音音摆了白手, 再见的意思。 姑姑不用送了, 记得周末的家庭聚会。 说完, 张行安让自己姑姑留步, 转身离开。 张亚丽站在楼梯口, 看着两个年轻人出了老宅一楼的客厅。 转身回到书房, 耐心地等儿子通完电话, 张亚丽才说, 既然你跟小白分手了, 那音音他, 我们相差十岁, 从小我就把他当个小妹妹看, 如果您想让他当儿媳, 恐怕您还得再找人生个儿子。 穆少林丝毫不给母亲撮贺的机会。 张亚丽望着又在打下一个电话的儿子, 突然被气得没了脾气。 张亚丽自问, 自己上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 才会生下这样一个从来不懂得顺着母亲心意的冷脸儿子。 二十分钟前, 还口口声声说, 跟那个软白已经分手了。 现在这副剧别的女人于千里之外似的态度, 又算怎么回事。 差十岁怎么了, 哪个男人会嫌女人年纪小? 你爸当年都恨不得再娶个十八岁的小老婆。 张亚丽见儿子面无表情, 又说, 我答应了音音, 让她去你公司实习一段时间。 实习没问题, 其他免谈。 穆少林点了根烟, 而后抬谋, 我在工作, 这种事情以后提都不要再提。 张亚丽出去, 气愤地摔上了书房门。 生了个儿子, 却是她当母亲的拿捏不住的, 好歹蔡秀芬的儿子还知道听两句母亲的话。 她的儿子, 干脆一个字不听。 张亚丽越想越气。 老宅楼下, 软白坐在长椅上, 长椅前一个圆桌, 圆桌上是她的笔记本电脑。 爷爷在这病着, 且还不是普通的小病, 是罕见的吐血, 她只能硬着头皮打给小组长请假。 还好, 周小素准了她假。 你好, 我叫郭音音, 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还没自我介绍过。 郭音音态度大气地伸手。 伸手不打笑脸人, 软白也站起身, 朝她伸出手, 我叫软白。 郭音音松开了软白的手, 眼睛又扫到软白的手, 很白很软, 身为女人的她摸着看着都嫉妒, 更别说是男人了。 叫你小白姐好了, 我明天开始去你们部门上班, 听亚历阿姨说, 你也是设计部新人, 不过总归比我自立老, 还希望你多教教我。 不敢当, 我也在学习中。 软白客气地说道。 郭音音不置可否, 偏头看了一眼张行安, 行安哥, 我们走吧。 张行安对软白点了点头, 算打了招呼, 但这个招呼打得有些不着痕迹。 软白只能一点点头。 两人离开。 对郭音音的印象如何, 软白说不上来, 是敌是友,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总之, 现在负担着爷爷和老爸的她, 再怎么, 都丢不起手上这份工作。 软白在楼下一直待到天黑。 主要因为爷爷没有在吐血, 他即使上去了, 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说什么, 面对穆少林, 反而尴尬。 一直到八点多, 周围草地上的蚊子 全部被电脑的光亮吸引过来。 夏天就这一点不好, 有蚊子。 收拾起电脑上楼, 软白去了爷爷房间。 本来下午想说晚上他回家住, 可穆老爷子像是知道他要说什么, 先开口说, 晚上你要在这照顾你爷爷, 家里两个保姆要忙其他, 花钱顾护理的人, 怕是对待老人不用心。 总不能把爷爷扔给 穆少林一家子, 亲自上阵照顾, 软白没了回家住的理由。 穆老爷子在这屋听收音机, 软白进屋的时候, 被爷爷发现, 胳膊腿上都被蚊子叮咬得很惨, 白皙皮肤上红了好几处。 说了让你早点进屋, 看蚊子把你咬的, 穆占白拿着作业本, 本来要到这屋来找小白阿姨问个题目, 但听到小白阿姨被蚊子咬了, 她马上又蹬蹬蹬跑回房间, 找了蚊虫叮咬药膏。 出来时, 碰到才从书房走出来的爸爸。 跑什么? 穆少林低头看了一眼儿子, 目光很冷。 小白阿姨被蚊子咬了, 我去拿了药膏。 小家伙懦懦懦地说道, 表示自己没有到处乱跑。 穆少林的视线看向儿子手上那只药膏, 夺了过去, 回屋写作业, 我帮你送。 小家伙迷茫地看着前面走向小白阿姨奈屋的老爸, 跟儿子强表现的机会, 太无耻了。 穆少林走进来的时候, 软白一抬头, 就瞧见他了。 看着他正在铺床的动作, 男人眼眸一凝, 随即朝他床上扔了一只药膏, 却什么话都没再说。 软白铺床的动作疏然停住, 眼睛下意识看向被子上的那只药膏, 药膏包装上写着蚊虫钉咬, 应幼儿专用的字样。 穆老爷子扶了扶老花镜, 也瞧见了, 抬头问孙子, 你怎么知道小白被蚊子咬了? 穆少林一言不发。 赶紧把药膏涂上, 小心这蚊子有毒, 软老头提到这个, 就跟屋里的其他人讲起, 小时候我这孙女就可怜, 没人疼没人照顾的, 被乡下蚊子咬过一次眼皮, 肿了不说, 还感染发炎, 要不是他爸回家带他去城里打针消炎, 恐怕就成瞎子了。 哪有那么严重? 软白不想爷爷多跟外人说起他的事情, 打断道。 穆少林站在他的大床边上, 背对着两个老头和软白。 这间卧室, 差不多有70平米, 最里头摆放的是他的床, 而软爷爷的临时病床摆放在下一个台阶的地方, 那个位置原本是一套深色沙发。 软白现在铺的那张床, 是一张临时用的折叠单人床。 没办法, 他要照顾他爷爷, 只能先睡折叠床。 固定好了折叠床, 软白发现除了一条毯子, 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穆家, 穆家的东西他不敢乱动。 即使各得慌, 也只能这样先凑合一宿, 明天也许爷爷身体就稳定了, 可以走了。 少林, 你还有没有点人情味? 去柜子拿一条被子给小白, 听见没有? 穆老爷子现在气得, 宰了他的心都有。